斗魄苍穹第371-441章 贵求订阅 第371章秘法的妙处 山洞内,宽大的光幕,悬浮在半空,其中整齐地漂浮着无数字体,并且,在字体一旁,还有着一幅极其繁复的人体光像。 光像内,一道道复杂的光线,互相连接,组成一幅玄傲诡异的路线。 消炎目光略带着几分茫然的扫过光幕,旋即转头望着那眼中金光大盛的要老,心头忍不住的一跳,低声道,老师,您知道这东西。 嗯?眼中精芒缓缓退去,要老笑着点了点头,扎着嘴有些惊叹的笑道,这次你到的确是捡到宝贝了,这天火三悬变,是一种颇为旋即的高级秘法。 秘法?听得这名称,消炎眉头顿时一扬。 呵呵,除开功法以及斗技,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它们的功效,非常让人眼馋,有些,甚至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 当年在乌坦诚的那个夜晚,你那小女友便是使用了一种高深秘法,使得自己短时间内将实力提升到了大斗师级别。 要老笑道。 微微点了点头,消炎脑中浮现那夜勋儿前进加烈家族击杀柳席的场景,当时本来实力上还只是斗者的他,却是猛然间提升到了足以大斗师强者相抗衡的地步,那一种秘法,实在是强大的有些可怕。 据我所知,这天火三悬变是焚炎谷的正谷之宝之一,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它几乎是犹如废物般的秘法,可对于那些拥有着某种奇异火焰的人来说,却无疑是千金难换之宝。 哦!文言,消炎心头却是一栋,拥有奇异火焰。 这世界上还有比异火更奇异的火焰吗? 想要修炼此种功法,第一的要求,修炼必须是火属性,第二,便是必须拥有至少一种奇异火焰,这里的奇异火焰,也包括例如你的子火那种。 当然,异火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呵呵,不过这世上异火哪有那般好寻。 因此,就算是焚炎谷,似乎我也只听说过他们的谷主。 拥有着一种异火而已。 耀老微笑道,那如果符合上述条件者修炼了这天火三玄变,那是不是也能在短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 消炎眼珠转了转,急切地问道。 自然。 耀老俯着胡须笑了笑,望了一眼消炎那隐隐透着一抹兴奋的脸庞,道,这所谓的天火三玄变。 其实便是靠某种特殊悬翼的方式。 将体内的奇异火焰引诱而出,最后爆出一种极强的能量,以此来达到退敌震慑之效。 有熏儿当年所施展的秘法强吗? 消炎忽然插口问道。 闻言,耀老眉头微皱,略微沉吟,旋即摇了摇头,道,当年我关那小妮子在使用了秘法后。 第二天气色竟然依旧红润来看。 恐怕这天火三玄变距离他所施展的那秘法依然还是有点差距。 毕竟所有秘法大多都是以一种压缩或者透支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 这虽然会让得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 可事后,身体却是会出现不小的损伤。 就比如这天火三玄变。 据说每一次使用,那股火焰狂暴力量,都将会让得人体大受创伤。 而你那小女友,第二日从外表来看,却是并未有太大的损耗。 从这里,便是能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 苦笑了一声,硝烟叹息着摇了摇头,心中对熏儿背后的神秘背景越加好奇。 以他的年龄,竟然便是拥有连要老都赞不绝口的秘法。 其背后的势力,究竟强到了何种境地? 呵呵,你也无需颓丧。 这天火三玄变其实也并不弱。 据我所知,这种秘法,若是拥有三种火焰的话,便是能够使人接连三次实力暴涨递增,而那实力增幅的尺度,则是与你所掌控的火焰强度有关。 当年那焚炎谷的谷主,则是拥有一种一火,以及两种从魔兽体内取出的受火他的本身实力在五星斗宗左右。 可若是将天火三玄变的三重变化都使用上的话,却是足以和一名斗尊相抗衡。 望着萧炎的表情,要老出言笑着安慰道。 哦! 竟然能够越阶战斗! 闻言,萧炎略微有些动容,从海波东一击便是被云山的分身击退便可清楚的知道,到了窦皇之后,每一阶的差距是多么的难以跨越,而这天火三玄变,却是能够让的人越阶战斗,这般看来,的确是算得上要老口中的好东西三次了。 呵呵,那还是对于仅仅拥有着一种异火的人提升的幅度,而你却不一样,拥有焚厥的你,根本无需担心体内火焰起冲突。 因此,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与机缘,若是收集齐了三种异火,那时候,再将天火三玄变开启到三重变化,那增幅强度,恐怕即使是创始这门秘法的那位仙辈,也料想不到吧。 毕竟,他不可能也是修习过焚厥。 要老清笑道。 听得要老这番话,消炎心血忍不住的有些沸腾,脸庞浮上一抹红润,再度看向那片光幕的目光时,却是多了几分炽热。 将你的手指伸进那滩绿色液体中吧,这样,便是能够彻底得到这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了,光是看这光幕,却是根本学不会什么。 要老提醒道。 闻言,消炎赶忙点头,手指伸进悬浮在面前那带着许些温热的液体中,顿时,悬浮半空的光幕一阵颤抖,旋即便是犹如复活了一般,急速扭动了起来。 片刻后,无数信息化为一股光流,静直对着消炎脑袋,灌注了进去。 庞大的信息流狠狠冲进脑海中,消炎脸庞急速的抽搐了几下,强忍着那股胀痛之感,急忙盘腿而坐,闭眼消化着这股蕴含着秘法修炼方式的信息。 山洞中,再次陷入一片安静,要老缓缓抚着胡须,望着那闭目而坐的消炎,忽然幸灾乐祸的轻笑道,没想到焚香谷的镇谷秘法,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并且被这个小家伙得道,嘿嘿,炎火那个迂腐老头,当年老夫想要戒约一下都不肯,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而且还是毫不费力,若是他知道地话,恐怕又得暴跳如雷了吧,哈哈。 笑声在山洞中回想着,好半晌后,方才缓缓消散,而那紧闭双目的消炎,也是逐渐的睁开了眼眸,轻吐了一口气,眼神闪烁。 这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还真是古怪,真不知道是什么怪材,才能将之创造而出。 摇了摇头,萧炎惊叹道,先前在消化着那股信息流石,他粗略的查看了一下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的确是堪称诡异绝伦。 这世界上的秘法本就罕见,其稀少程度,甚至足以可一些的皆高级功法相媲美。 要老笑着点了点头,问道,如何? 满意吗? 极其满意。 萧炎咧嘴一笑,不过紧接着,又皱眉道,不过我刚才大略看了一遍,这天火三玄变的确能够有三重变化,可惜,这语片中所蕴含地信息,却仅仅只记载了第一重变化,剩下的两重,却是没有半点眉目。 哦! 只有一重变化。 文言,要老眉头也是一皱,半晌后,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这或许是焚炎谷的一些小手段吧,这样就算密法被人侥幸得到,也难以修炼完全。 不过没有就没有吧,现在的我,体内也就刚好一种异伙,修炼一重变化正好。 萧炎瘫了瘫手,豁达地道。 嗯,也就先暂时修炼着吧,等日后寻找到另外的异伙的话,再想办法从焚炎谷那里把剩下地功法搞到手吧。 要老点了点头,轻声道。 萧炎默默点头。 你伤势已经完全恢复,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老忽然问道。 文言,萧炎一正,沉吟了一会,紧握着拳头道,我要寻找到我父亲。 我看当日云棱在临死前,竟然都一口咬定没有对我父亲下杀手,那恐怕他所说,应该是真的。 说到这,萧炎眉头又是皱了起来,苦笑道,可若他所说是真的话,凭我父亲那大斗狮的实力,怎么可能从他一名斗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 要老手指轻轻弹动,半晌后,眼眸微眯,低声道,你父亲的大斗狮实力倒是真真切切。 所以,他应该并非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凭空消失,说得有外人出手将他带走。 外人? 微微一愣,萧炎脸色轻便,道,若真是外人出手的话,那么能在云棱面前神不知鬼不觉的带走我父亲,恐怕对方实力至少也是在斗王级别。 可我萧家,除我外,似乎并没结交过这种强者呀。 以萧家的背景,倒还的确是难以结交这种强者,不过,你那小女友背后势力,却是有这般能力。 要老淡淡地道。 老师的意思是。 薰儿派的人。 闻言,萧炎满脸错愕地道。 那小妮子虽然也天资聪慧,可年龄却太过年轻,这般长远的眼光,倒是难以具备,我是说,或许与他背后势力有些关系。 要老摇了摇头,道,你萧家,与他们也是有些一些瓜葛,不过却是说不得怎么好,哎,这里面关系太过复杂,牵扯太多,我一外人也不是很清楚,等你下次遇见你那小女友,向她询问便可知道一些隐秘。 瞧得要老的神色,萧炎也不好多问,微微点了点头,轻声道,也好,反正家族也已经迁离,我也可以安心离开,此次,便直接赶去迦南学院吧。 闻。 萧炎转身缓步来到洞门处,目光望向那漆黑的夜空,虚拟的眸子中掠过一抹冷芒,淡淡地道,只不过,想要顺利离开加玛帝国,恐怕也少不了一番艰苦厮杀呀,以云山的性子,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我离开帝国的。 要老点头。 嘿,既然想要留下我,那便准备着伤筋动骨吧,我萧炎可不是那心慈手软之人。 修长指尖,猛然跳动起青色火焰,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森然的低声,缓缓的在洞内回荡着。 第372章 血腥报复 夜,随着时间的流逝,缓缓淡去,当遥远天边第一抹尘灰变洒大地时,那沉寂了一夜的魔兽山脉,终于是再度迸发了生机,无数巨型鸟兽其声长鸣,嘶鸣声,在森林中,久久不散。 陡峭的山剑处,一块巨石忽然滚落而下,沿途所发出的巨响,将附近盘旋的鸟兽惊得急忙振翅而逃。 山石滚落,一个漆黑的洞口漏了出来,旋即一席黑袍身影,缓缓不出,微眯着狭长的眸子扫了一眼那在浓雾中,若隐若现的蔚蓝天空,轻吐了一口气,低声道,老师,附近可有云蓝宗弟子的痕迹。 有。 消炎心中,一个声音很快的便是传了出来,在对面山剑几百米之外,有着不少强度不一的气息,其他的地方,也是零星的有着一些。 云山在你体内残留了一道能量痕迹,虽那道痕迹被我压制的极低,可他们却是依然能够大致的感觉到一点。 所以,可以借此摸清你粗略的范围。 不过还好,那感觉的范围太大,他们也必须仔细搜索才能确定,不然的话,昨夜他们便找到这里了。 嘿,果然是切而不舍呀,看来云蓝宗对我是抱了必杀之心啊。 消炎冷笑道。 你现在不能被他们拖住,不然的话,一旦云蓝宗长老感到,那你就麻烦了,而我的灵魂力量,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康复。 所以,这半个月中,想要从云蓝宗的封锁包围中逃出去,便是将要靠你自己了。 药老郑重的提醒道。 消炎默默的点了点头,药老上一次的沉睡,已经让得他懂得了何为自力更生,如今虽然药老不能直接出手助他,可那经过岁月所累积的老练经验却依然是能够他极大的帮助,所以,虽然此次颇为危险,但他却依然没有半点胆怯。 既然现在三面被围,那我们则只能继续伸入魔兽山脉,然后再趁机绕道只要能够将后面的追兵甩开,然后隐匿身份,我想离开加玛帝国,并不难。 消炎低声道。 嗯,一切随你,我帮你注意周围的追兵。 药老的声音缓缓低下,随即完全消散。 微微点了点头,消炎肩膀轻抖,宽大的紫云翼便扑腾而出,双翼一震,身体便是犹如大鹏一般,直冲云霄。 身体在即将突破与山剑平行线时,消炎身形一转,旋即便是稳稳地落在了山剑对面,紫云翼缓缩拢,转头望了一眼那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动静,而开始隐隐有着骚动的密林,冷笑了一声,身形化为一道黑线,静直冲进了茂密森林中。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重重树叶的遮掩下。 在消炎消失后不久,山剑对面的树林树枝忽然一阵摇动,旋即十几道身影刷刷的闪掠而出手中明晃晃的长剑,在日光照耀下,反射着森冷光泽。 没人。 先前二师兄可的确是感到这边空气有些震动啊。 或许是什么魔兽弄出来的吧,不过这里的山剑宽度太长,看来只能让精通风属性功法的师兄弟们先行过去了。 闻。 记住长老们的命令,一旦遇见消炎,切记不可与之应战,只要倾尽全力将之拖住便好。 是。 整齐的鹰喝声在山剑边缘响起,旋即几道影子猛然冲出,借助着一股微风,身形飘荡在半空中。 旋即犹如风中柳絮一般,轻飘飘地落向了对面山剑,在落地后,几人对视一眼,然后极有默契的其身略静密森林中。 茂密山林中,一道人影飞快地从树杆间闪掠而过,每一次脚尖轻点树干,身体便是会借助着那股推力,猛然暴射出老长的距离。 虽然偶尔在人影闪过之处,会出现一些浑身冒着凶煞之气的魔兽,不过这些魔兽却并未有着半点阻拦的意思,反而是在人影即将到达前。 匍匐在地上,浑身颤抖地收敛着几身气息。 那模样,就犹如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远了,他们似乎也是察觉到了你的飞速移动,现在正有大批的云蓝宗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 不过好在沿途有着魔兽阻拦,按这般追击速度,傍晚之前,你应该便是能彻底甩脱他们。 要老的声音,忽然在急速闪略中的萧炎心中响起。 闻言,萧炎悄悄松了一口气,微微点了点头,抬头望了一眼前方不远处的光亮,脚尖再度轻点,然后再度犹如一道离弦剑之般,暴射而出。 身形越佳的接近森尽头的光亮,萧炎眉头却是皱了皱,一股近乎直接斑的感受,让得他心中泛起一股不安,然而对于不安的源头,他却是寻不到半点由来,而且要老也并出声说话。 因此,他也只得强行压下心中的那抹感觉,目光紧紧盯着那处光亮出口,脚掌再度发力,终于视化为一道黑影,静直冲了出去。 小心! 在身体出丛林的那一煞,要老的力喝,猛然想起。 咻! 骤然间大盛的刺眼阳光,让得萧炎眼眸习惯性的微微闭了一下,不过紧接着心中要老的喝声,以及空气中传来的撕裂声音,便是让得他心头一寒。 条件反射般的,萧炎身体强行在半空诡异一扭,然后落下的来,身体在草皮之上急速翻滚几圈,犹如滚下山的刺猬一般,钻进了最近的一处仅有几米范围的小树丛,豁然抬头,望向蔚蓝的天空,眼瞅然一缩。 只见此时,在那宽敞天空上,五只巨大英形魔兽,正缓缓盘旋着,而让萧炎脸色微变的,还是五头飞行魔兽背上的几个人影,虽然距离相隔甚远,可萧炎确然是从那袍服上分辨出了他们的身份,云蓝宗。 该死的,没想到云蓝宗竟还有大规模的这种飞行鸟兽。 萧炎咬牙低声骂道,先前那道偷袭,若非是因为他因为实力大涨而伸手也随之掌动的缘故,恐怕还真的要受点伤。 抱歉!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原本我以为云蓝宗能腾空飞行的人仅仅就那几位斗王,因此对于天空上的注意倒是分散一些,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这首,那几头飞行魔兽上的云蓝宗弟子,实力最强的也就一位两星左右的大斗师,这般弱小的气息,再加上飞行高度,居然是躲开了我的感知,哎,大意了。 要老的苦笑声,在萧炎心中响起。 老师也不用自责。 我也早料到此次离开,定然不会太过顺利。 萧炎笑了笑抬头望着天空的脸庞上,闪过许些阴森,道,凭这几人,想要拦下我,恐怕还少了点呢。 小心点,尽量不被他们拖延,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会很麻烦的。 听萧炎声音中的杀意,要老再度提醒道。 嗯? 萧炎点点头,手掌缓缓抚摸着袖袍,脸庞上浮现一抹森然冷笑。 天空上,五只飞行魔兽在这片被树隔离了开去的区域上空盘旋着,每一只魔兽背上站立着两名云蓝宗弟子。 此时,双紧张的目光,正紧紧地注视着萧炎所藏身的那片小丛林。 莫雷大人,下方那人应该便是萧炎无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只飞行魔兽背上一位云蓝宗弟子对着面前的一位中年大汉公声道。 先放信号弹。 中年大汉目光凌厉的死死注视小丛林,冷声吩咐道,在长老们来之前,无论如何都要截下萧炎。 老宗主说过,萧炎受伤不轻,就算还能勉强逃跑,那实力恐怕也是大减,只要拖住长老们到来,他定然难逃一死。 老宗主还说,谁是抓住萧炎,不论死活,都将会破格晋升成之势,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玄阶高级功法以及斗技。 中年人此话一出,其他九名稍微年的云蓝宗弟子,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盯着那处小树丛的眼睛,多出了一抹贪婪与猙獰。 喷!一名机灵的云蓝宗弟子,在中年大汉化落之后,便是飞快从怀中取出信号弹,然后使劲一扯。 顿时,随着一道清脆声响,摇摇天空之上,一朵云彩斑纹的巨大烟雾长剑,便是缓缓成形,在那名云蓝宗弟子发出信号弹时,其他人,目光却依然是死死盯着那处小树丛,手中锋利长剑反纷然冷光,淡淡的斗气,在剑间伸缩不定。 随着信号弹的声音渐消散后,这片天地,再度陷入了一片安静,那小小树丛中,也是没有半点动静。 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那片小树丛,周围那诡异的安静环境让得中年大汉冷立的脸色略微有些变化。 半晌后,额头之上忍不住的浮现许些冷汗,按照常理,消炎应该知道,时间越是拖延,对它便是越不利,可为什么现在? 就在中年大汉胡思乱想时,下方小树丛却是变故咒声,只见漫天树叶猛然暴射而出,一道黑影,也是借助着树叶遮掩,暴射而出。 哼,哪里走,在树丛有所动静时,中年大汉便是立刻有所察觉,阴冷的目光直接无视那些遮掩视线的树叶,直直锁定着那道黑影,手中长剑极速摆动,长剑摆速度极为快捷,最后竟然导致几道残影,出现在了其面前。 随着长剑摆动,十几道锋利剑纲,自剑肩暴射而出,旋即极为刁钻的对着那道黑影狠狠插下。 剑纲的落脚点极为巧妙,刚好是黑影前冲的道路封死,若是要强行硬冲的话,恐怕少不了要当场受伤。 黑影明显是不愿就此受伤,因此脚尖猛然直插草地,借助着弹力,身体急速后退,旋即凌空翻滚着再度被逼回了小树丛。 嘿嘿,这家伙果然受伤不轻。 瞧得竟然将消炎逼回了小树丛,中年大汉嘴角忍不住的浮现一抹得意,然后得意笑容还未出完全显露,眼角闪过的一抹七彩豪光,便是让他笑容极速僵硬。 小心! 身体豁然下蹲,中年大汉力吼道。 啊,他声音刚刚落下,一道惨叫便是凄厉响起,中年大汉一抬头,脸色大变的发现,距离他不远处的一头飞行魔兽。 此时却是被包裹在一团七彩液体中,而里面的两人,仅仅是有斗气阻拦了短暂时间后,便是被七彩液体腐蚀成了两堆白骨。 同伴的凄惨死状,让得周围剩余的云蓝宗弟子脸色一阵惨白。 惊慌之下,急忙驾驭着飞行兽对着地面降下。 蠢货,不要接近地面。 硝烟在下面。 瞧得那些云蓝宗弟子的举动,中年大汉急忙怒喝。 嘿嘿,晚了,阴森的冷笑,忽然响彻而起,只见那小树丛中,人影猛然爆射而出,背后紫云翼震动,瞬间出现在三头飞行魔兽之旁,手中重齿快若闪电般的划出三道破风痕迹。 顿时,随着三道闷声响起,漫天鲜血溅落,三颗魔兽脑袋,是从天空掉落。 飞行魔兽当场被击杀,那魔兽背上的六名云蓝宗弟子,脸色惨白的发出恐惧尖叫,急速坠落而下的速度,让得呼呼狂刮的风将那些尖叫声堵回了他们的喉咙。 斩杀三头飞行魔兽后,硝烟便是不在管齐背上的云蓝宗弟子,从这般高度坠落而下凭他们这些仅仅是斗者的实力,几乎必死无疑。 身体悬浮半空,硝烟瞥着天空上唯一一头的飞行魔兽,也不废话,背后双翼一震,便是急速扑上。 快走。 脸色苍白望着暴射而来的硝烟,那名中年大汉嘴中急忙发出一道鹰蹄声。 顿时,旗下的那头飞行魔兽,赶忙升空,想要逃离。 嘶!魔兽刚刚升高,一道七彩光影再度浮现,犹如一把利剑般,竟直从中年大汉身旁的那位早已被同伴的死亡下的脸色煞白的云蓝宗弟子胸口穿射而过。 滚烫的鲜血从身后撒泼而出,最后洒进了中年大汉的脖子,本是温热的血液,确实让得后者由心感到一股寒意与后悔,他后悔为什么自己要贪功,自作主张地带人深入追击。 既然来了,又何必再走? 面前虚空,一道黑影猛然拔声而起,最后宛如魔神般,手指指,脚尖轻点在魔兽脑袋之上,微笑的脸庞,在中年大汉眼中,却是宛如恶魔。 想要我死,你也别想好过。 退无可退,中年大汉也是狠狠一咬牙,紧握着长剑,一声凝笑,浑身斗气暴涌,带着强横气势,对着硝烟暴冲而聚。 淡漠地望着冲杀而来的中年大汉,硝烟手中中尺青苔,脚尖青苔魔兽脑袋,身体犹如箭织一般,暴射而出,随着两道金铁交击的轻响,两道身影,彼此交错而过。 手掌握着玄中尺,硝烟反手将之插在后背上,对着半空吹了一声口哨。 一道七彩光影掠近袖中,背后双翼振动,转头望了一眼遥远天际边忽然出现的大批小黑点,嘴角掀起一抹冷笑,身体急速落下地面,旋即快速的钻进重重逆临中,消失不见,从收耻到离开,他都未再看一眼那位还保持着拔剑姿势的中年大汉。 在硝烟消失后不久,那遥远天际的大批小黑点,终于是逐渐放大,旋即带起漫天狂风,来了这处刚刚经历过一番大战的场地。 黑点放大,赫然是不下三十头模样相同的飞行魔兽,在这飞行部队的领头,是三名悲斗气双翼的老者。 莫雷,硝烟在何处? 你的小队其他队员呢? 这三名老者,赫然便是当日硝烟第一次上云蓝宗时,出手拦住海波东的三名云蓝宗长老。 此时,其中一名长老,望了一眼站在魔兽背上垂头沉默的中年大汉,大喝道。 对于他的喝问,那名为莫雷的中年大汉,却并未有丝毫回应。 不对。 望着垂头而立的莫雷,一名年岁较长的老者脸色忽然微变,低喝道。 随着他的喝声落下,那站在魔兽背上的莫雷,身体猛然一颤,旋即犹如是一颗炸弹般,在空上将近百名云蓝宗弟子那惊骇的目光中,轰然炸开。 顿时,四剑的鲜血,自天空洒落而下。 嘶,继莫雷身体炸开之后瞬间,其脚下的那头魔兽,也是忽然发出一道痛苦丝鸣,身躯一阵剧烈颤抖,片刻后,轰然一声,再度炸开。 天空之上,鲜血伴随着碎肉洒落而下,将下面那碧绿的草地,几乎都是渲染成了一副地狱般的场景。 望着那出现在面前惨剧,近百名云蓝宗弟子都是脸色惨白的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寂静,一些聪明人,似乎能够从这幕惨剧中想到一点什么。 报复 这是硝烟对云蓝宗对他所下那无止境追杀的报复。 一头被逼得无头无路的恶狼,他的报复,将会让人由心生出寒意。 脸色铁青的望着地上的鲜血以及残骨,那明年最长的长老,脸色铁青,紧握着拳头,猛然低头对着那众重大山怨毒的咆哮道,硝烟,即使是追杀千里,老夫也要将你碎尸万段,抽筋断骨。 咆哮声,被斗气携带着,浩浩荡荡地传遍整座大山,久久不散。 遥远的密林中,身形急速闪略的黑影骤然顿下身形,淡漠地瞥了一眼后方天边,一道滴滴冷笑缓缓传出。 旋即脚尖轻点树枝,急速窜进密林中,消散不见。 第373章 魔兽山脉中的围杀 茫茫密林,聪裕的树木,遮掩了将近半壁天空。 不过偶尔间,能够从树叶缝隙间,见到那从天空上不断呼啸而过而飞行魔兽以及那令人挡寒的刺骨杀意。 巨大的临海上空,几十头飞行魔兽分散成圆形状,将一块极大的森林包围着。 而此时,这些飞行魔兽,正远近呼应地缓缓对着中心位置收缩而去。 一处茂密树丛中,一对视线悄悄地透出树叶缝隙,望着天空上那带起阴影飞掠而过的道道巨大身影,眉头忍不住紧皱了起来。 虽然先前他已经甩开了后方的追击队伍,可毕竟双腿跑不过一对翅膀。 因此,在一个小时后,那扑天盖地的飞行部队,便是超越了他,不过好在对方不知道他的确切方位,一时间,倒也难以寻出他。 看来那三个老不死的还真是暴走了,竟然开始不计劳力地寸寸搜寻。 消炎缩回在阴影中,低声喃喃道。 那三个云蓝宗长老,实力不错。 因此对于你体内那能量藏痕所散发而出的细微波动感应的比常人清晰一些,虽然依然还是不能确切你所在的方位,可却是能够感应到大致的方位。 要老陈声道,现在他们开始成圈状将那大致的方位包围起来,然后再由远而近的一寸寸搜寻过来,虽然这种办法挺笨,不过不得不说,是现在唯一能够快速寻出你的办法,而且这片区域,也并未有太过高级的魔兽,因此有着那三位云蓝宗长老的气势压制,其他的魔兽,倒是不敢出来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威胁。 那怎么办?包围圈现在越来越小,若是再任由他们这般搜索过来的话,迟早会成为龙中鸟。 萧炎微微皱眉,在心中问道。 小范围的挪动位置吧,他们要搜寻的范围实在是太大,而且他们也就五十多头飞行魔兽而已,彼此间距离太长,只要你避开那三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再借助着密林的掩护,其他的云蓝宗弟子,倒还是难以发现你。 要老陈吟道,不过你体内的那道能量残痕始终是作为他们的路标,只要这东西一日不除,他们便是能够发现你的方位。 难道就不能彻底清除? 萧炎低声道。 能是能。 不过我也说过。 在清除这能量痕迹时,将会在那一瞬爆发出强烈的波动。 并且那股波动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到时候,身形可就真的会完全暴露了。 所以,想要清除能量痕迹。 那至少需要将后面的追兵远远甩开。 不然的话,一个不慎,被包了饺子,那便是倒霉了。 要老无奈地倒。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抬头目光透过树叶缝隙望了一眼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只飞行魔兽,轻声道,既然如此,那先便与他们耗着吧。 等天黑之后,他们会因为视野受限而搜寻难度大增。 而到时候,我便趁机闯出他们的包围圈吧。 而到时候,便需要老师,出手彻底将云山留在我体内的能量痕迹彻底清除了。 否则的话,这样的追杀,将会永无止境的。 嗯? 也好。 嘿! 现在,便和这群家伙玩玩游戏吧。 萧炎冷笑了一声,双手抱着树干,敏捷地划下了大树,然后对着一处位置,快速奔跑而去。 在萧炎离开这处位置时,那天空上,一名云蓝宗长老眉头忽然一皱,与身旁两人对视了一眼,沉声道,老宗主的那道能量痕迹越来越远了。 看来萧炎应该是察觉到了我们的计划,开始逃窜了。 哼! 想走! 哪有这般容易! 年龄稍长的老者冷笑了一声,眼眸微闭。 片刻后,骤然睁开,视线直直扫向森林南方之处。 他能感应到,那能量痕迹所散发的波动,正是那个大致方位。 应不听令,保持阵型,转位对偏南方向搜寻,留意森林中高速奔跑的东西。 老者手指豁然指向萧炎逃窜的方向。 冷喝道。 是。 天空上,响起整齐的鹰鹤之声,旋即一阵鹰蹄,几十头巨大飞行魔兽豁然转动身形,一道道影子,飞速的临海之上飞掠而过。 森林中,急速闪掠的萧炎似也是察觉到了对方的变动,一声冷笑,脚步猛然顿住,身体强行一扭,竟然又是换个位置奔跑。 该死的,那个狡猾的家伙又改变位置了。 萧炎刚刚转过位置没多久,那云蓝宗的三位长老便是率先有所察觉,当下脸色铁青的怒骂道。 一头白发,年龄明显是三人中最大的老者,脸色阴冷的撇着偏北之所,嘴角微微抽搐,深吸了一口气,森然道,给我紧跟上他,我就不信,他那受伤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 你想跑,那我就要活活累死你。 随着他声音落下,远远相隔的飞行部队顿时极为默契的转转移位置,再度对着萧炎转变的方位飞掠而去。 然而这一次的追击同样没有持续多久,萧炎便又是急速转变位置。 跟上 天空上,白发长老铁青着脸,阴森道。 巨大的临海之上,宛如开启了一场飞行部队的表演一般,只见那几十头飞行魔兽,不断地转变着飞行方位,可若是细细看去的话,便是能够发现,他们所飞行的位置,始终是在围绕着一片区域绕着圆圈。 这场嬉戏般的闹剧,足足从下午持续到日落时分,双方方才因为力竭,而开始缓慢了起来,彼此间,犹如约定好了一般,都是保持了静止。 呼! 一处茂密树丛中,萧炎被靠在树干上,急促着喘着气,汗水顺着脸庞滚流而下,胸口急速地起伏着,这般不间断的高速奔跑了一下午时间,若非是有着单要支撑,就算他是一名大斗师,也根本难以支撑下来,不过还好, 经过一下午的来回奔波,云蓝宗那些飞行魔兽,也是被他拖得筋疲力尽了下来。 天色终于要暗下来了。 抬头望了一眼已经落下地平线大半个的斜阳,萧炎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遥远天空上的飞行部队,微微皱眉,就算是筋疲力尽了,似乎也不至于这般什么都不做吧? 难道是放弃了? 算了,管他们究竟是想如何,反正只要天色完全暗下来,我看你们还如何追踪我? 冷笑了一声,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枚回气丹,塞进嘴中,然后微闭着眸子,感受着体内那逐渐滚动的温热药力,那本来略微有些酸麻的肌肉,似乎也是在此刻舒缓了许多。 遥远天际,那轮斜阳,缓缓下落,最后终于是在萧炎期盼中,完全的落了下去。 斜阳完全落下山巒,顿时间,这片魔兽山脉,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在黑暗来临时,萧炎也是缓缓睁开了眼眸,站起身来,抬头望着那竟然还停留在半空中没有什么动静的飞行部队,眉头不由的一皱,旋即冷笑了一声,跃下高速,然后对着一处包围圈最为薄弱之处,暴掠而去。 萧炎刚刚有所动作,天空上的飞行部队便是一阵细微骚动,显然,他们都是察觉到了那能量痕迹所散发的波动正在远去。 长老 一名距离三位长老最近的一头飞行魔兽上,一人急忙道。 保持包围阵势,所有人都不要动。 白发长老手一挥,冷冷地倒,这一次,我看他如何逃。 是。 身形急速的闪掠而过,片刻后,萧炎忍不住的回头望了一眼天空处,那里,一大批漆黑的影子,依然悬浮着,竟然没有丝毫动静。 这些家伙,究竟想干什么? 眉头紧紧皱着,萧炎轻吐了一口气,刚想不去管他们,脸色却是猛的一变,脚步豁然停止,目光死死的望着那漆黑夜空中犹如流星一般,快速闪来的流光。 这股气势,窦黄,该死的,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 一时间,萧炎似是也明白了什么,当下一声怒骂,身体一闪,便是拐进一处黑暗阴影中,浑身气息,收敛到极致,眼睛死死的盯着那道飞速闪掠而来的流光。 流光瞬间划过天际,最后在那三位云蓝宗长老面前,骤然停顿了下来,强光逐渐淡去,显出一位身姿雍容高贵的美丽女人。 宗主 他一出现,周围飞行魔兽之上所有的人包括这三位长老,都是连忙躬身。 宗主,听的这称呼,自然是让的人明白,来人赫然便是云蓝宗现任宗主,云运。 嗯? 淡淡的应了一声,云运眉眸缓缓扫过下方黑暗中的密林,笑脸上,闪过一抹复杂神色,脑海中,那个一脸冷漠的清秀少年,再度浮现。 原来是在等他,黑暗中,硝烟拳头缓缓紧握,冷笑着低声道。 宗主,硝烟杀我云蓝宗弟子,最不容熟,他身上的能量痕迹,不管他如何压制,可在有着与老宗主一脉相承的同属性能量的您眼中,却是根本难逃搜寻,还请宗主出手将其体内那道能量痕迹彻底又引出来。 那位头发雪白的云蓝宗长老,上前一步,沉声道。 郊躯轻微的颤抖了一下,云运沉默了片刻,旋即美眸缓缓缓闭上。 随着云运的沉默,整片天地,都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视线,都是牢牢锁定在他身上。 这一次,硝烟是否会暴露,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个女人的一念之间。 第374章突如其来的援兵 森林中,硝烟咬着牙死死的望着天空上的云运。 他也知道,在后者刚刚出现之时,他恐怕便是彻底暴露了身形,只不过却是不知道,这个曾经与他有过纠葛的女人,是否。 天空上,云运紧闭的眼眸逐渐睁开,先只缓缓抬起,最后带着几分挣扎与颤抖,指向了硝烟的方向,而随着他手指之处,一道淡淡的白光忽然从黑暗中涌出,虽然白光并不剩,可在这遍布的黑暗中,无疑是犹如一盏引路明灯一般。 低头望着那字体内散发而出的淡淡白光。 硝烟的心,却是如触冰角,轻轻的笑了笑,抬目光冷漠的望了一眼天空上那风华绝代的人儿,然后,转身便跑。 天空上,借助着那弱的白光,云运也是清楚的看见了那冷漠的毫无感情的一瞥。 当下,心如脚痛,笑脸之上,苍白更甚。 追! 瞧得那在黑暗盛起的淡白光芒,三位长老脸庞浮现一抹欣喜,一声力喝。 顿时,天空上狂风大涨,几十道巨大影子,对着那森林中的淡淡白光,扑杀而去。 身体悬浮在空,云运望着那对着森林中那急速奔驰的白光追去的飞行部队,玉手缓缓紧握,修长的指尖,深深刺进掌心中,许些烟红血迹,顺着那玉葱指低落而下。 对不起,夜空中,他自嘲一笑。 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先前的那意志,是真正的让得硝烟对他死了心,不过即使这是他是万般不愿。 可那身为一宗之主的身份,却是时时刻刻的在提醒着他的义务。 不管任何时刻,宗门利益,方才是最最重要,从小在云蓝宗长大的他,已经被这种思想灌输了这么多年,想要改变,谈何容易。 森林中,硝烟脸色铁青的瞥了一眼从体内不受空散发而出的白光,天空上急速传来的压迫风声,让得他嘴角一抽,肩膀一颤,紫云翼豁然弹射而出,脚尖一点树干,身体拔生半空,然后脚尖一点林海,身体化为一道白芒,犹如追星感月斑,急速掠过。 以前不使用紫云翼,是怕被发现身形,不过此时行迹已经完全暴露在隐藏的话,也是无济于事了。 然而虽然已经将速度展开到了极限,可那背后三股强大压迫之力,却依然是没有丝毫减弱,而还有着加强的势头,紫云翼虽然能够赋予了硝烟飞翔的权力,可在速度之上,却始终比不上真的斗气双翼啊。 哼!硝烟小子!今夜便是你葬身之时!杀我宗门弟子还想逃脱! 一声蕴含着杀翼的阴冷喝声,从后方不远处,破空而来,响彻在这片山林间。 对于身后传来的喝声,硝烟并未有丝毫理会,背后紫云翼急速震动,身体犹如那夜空中的一道流星般,闪电般的从临海之上飞掠而过,由于高速所造成的风压,直接是在沿途临海上遗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 尽量支持下去,你体内那道能量痕迹被云运引诱的爆发了出来,给我一点时间,便能压制它。 在硝烟闷头狂逃之时,要老的声音,在其心中响起。 只顾得上微微点了点头,硝烟眼眼角瞟了一眼后方那越加接近的三道流光,眼角忍不住的一跳,狠狠一咬,体内气悬内,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痘精轻轻颤抖, 一股股液体般的精纯力量从中流淌而出,然后顺着经脉飞快运转,最后灌注进入背后的一对紫云翼中。 接受到这股不菲能量支持,那对紫云翼中,逐渐的散发出了许些弹子光芒,许些奇异纹路也是在翅膀之上浮现,双翅震动间,居然隐隐有着风雷之声,声势颇为害人。 紫云翼在产生了这一奇异变化后,其速度也是豁然暴涨了许多,竟然是在短时间内,将萧炎与后方三位云蓝宗长老的距离拉开了一点。 咦,这家伙速度忽然间涨了许多。 萧炎之后,一位云蓝宗长老瞧得那猛然间速度提升的萧炎,脸庞微变,忍不住地倒。 而且他身体上所散发而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看来他是在压制着那股能量波动。 云克,云中,不要再保留了,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还有何脸做这长老。 那名年龄最长的老者,脸色冰冷的沉声喝道。 是。 闻炎,另外两人齐声应了一声,随着声音落下,三股雄魂气势,猛然自三人体内抱涌而出。 顿时,那本来还仅仅半丈多长的斗气之意,豁然间便是扩到了丈许多长。 双翼齐震,只听得半空中一道风雷响动,旋即三道身影。 犹如瞬间一动一般,诡异的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竟然已是在几十米开外。 糟了,身后传来的刺耳破风之声,让得萧炎脸色一变,眼角急忙后瞟了一眼,惊骇的发现,三道鬼魅般的身影,竟然距离他已经只有不到二十米。 心中闪电般的闪过几道逃窜的办法,可最后却全部被一一否决,瞬间后,萧炎狠狠一咬牙,双脚重踩林海,旋即身体便是直直的对着森林中落了下去。 扑,扑,茂密的枝条拍打在脸庞上,让得萧炎清晰了几口凉气,然而就在当他脚尖刚刚落地时,眼瞅然一缩,在他的感知中,忽然发现,这片落地的森林处,竟然隐隐间有着好几道隐晦的气息。 重计了。 心中闪过一道亥然面头,一道影子然从一旁扑出,然后身体迅速贴上萧炎,一只手,也是捂住了萧炎嘴巴。 萧炎弟弟,是我,别慌。 就在萧炎体内斗气即将喷涌,将那贴身而来的人正开时,一道酥麻的轻声,忽然响起。 听得这道熟悉声音,萧炎体内即将喷涌的斗气悄然一致,低头借助着那从自己体内所散发出的微弱白芒,瞧见了一张妩媚中夹杂着几分紧张关切的精致脸颊。 亚非姐。 熟悉的脸颊,让得萧炎悄悄松了一口气,低声惊异道,你来此的做什么?赶快离开。 居,不要担心,云蓝宗的三位长老暂时被海老拖住了,这是一张魔兽山脉的地图。 你可借助着他离开加玛帝国。 快走吧,从这里的南方走。 只要出了森林,进城市中,云蓝宗想要抓你就困难许多了。 亚非快速地从那界中掏出一卷地图,塞进萧炎手中,声音急切地道。 闻言,萧炎一正,抬头看了一眼那被茂密树枝所遮掩的上空。 那里的夜空中,的确是散发出了一道道凶猛能量波动。 你们,紧握手中地图,萧炎望着那张不满紧张的俏脸,忽然间,喉咙有些堵塞,在他对云蓝宗这庞然大物宣战之后,仅有亚非与海老,对自己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也清楚地知道,米特尔家族这番举动将会给他们造成多大麻烦。 毕竟不管如何,云蓝宗都是加玛帝最强大的势力。 亚非姐,我萧炎不是知恩不报的畜生,你与海老今日之情,我萧炎至死难忘,日后萧炎若再回加玛帝国,此情,定然百倍偿还。 萧炎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 呵呵,姐姐相信你再次回来时,将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一点,三年前我便是相信。 亚非微笑道,先手温柔地摸着面前青年那张不满冷烈的清秀脸庞,轻声道。 好了,快走吧,云蓝宗的飞行部队快要赶过来了,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云云。 嗯? 点了点头,萧炎低头望着张充满妩媚的脸颊,忽然双臂一伸,狠狠地将她搂进怀中,脸庞伸进那一头柔顺的长发中, 深吸了一口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发香,低声道,亚非姐,若是下次再见,你的任何要求,只要萧炎能够办到,绝对不会开口说个不字。 被萧炎忽然略显粗鲁的搂紧怀中,亚非先是一正,旋即五妹脸颊上浮现一抹罪人非红,而她听得萧炎那句话后,桃花般的美眸,顿时划过一抹戏穴,流声道, 小家伙,这可是你说的哦,男人大丈夫,不能赖账的。只要我能办到,你就是要当女王,萧炎也自不会拒绝。 松开那柔弱无骨的欠腰,萧炎豪迈的笑道。 女王姐姐倒是没兴趣。 亚非眼嘴轻笑了一声,旋即想到此刻时间紧迫,赶忙称怪的拍了一下萧炎脑袋,催促道,快走。 亚非姐,告辞,帮我向海老说一声,今日她的情分,萧炎誓死不忘。 重重点头,萧炎也不再拖沓,对着亚非一抱拳,旋即便是转身,身体闪电般的冲进了黑暗树林中。 立在原地,亚非凝视着那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两久后,失神的轻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小家伙,姐姐等着你的回来。 三年前我便是知道,这小小的加玛帝国,留不住你。 以你的天赋,那辽阔的大陆,方才是你展现实力的舞台。 姐姐等着你回来,到时候,我相信,即使是云蓝宗,也只能在你脚下匍匐颤抖。 飞行部队,给我拦住硝烟。 天空上,一道怒喝,猛然响起。 随着喝声响起,顿时,黑暗的夜中,几十头飞行魔兽,顿时绕开了天空上的战场,对森林中那越来越弱小的白光,扑杀而去。 森林中,雅飞抬头冷冷地望着那些对着这边飞掠而来的巨大飞行兽,玉手一挥,冷喝道,颖未听令,结下他们。 雅飞声音刚刚落下,周围森林的黑暗处,几十道影子骤然暴射而出,旋即斗气暴涌,即将这片树林的黑暗尽数驱逐。 听得远远后方传来的阵阵骚乱声响,萧炎紧握了这拳头,将地图收进那界中,此时他体内散发出来的白光,也是在要老的压制下,再度完全消散。 目光飞快地扫过四周,萧炎在认准方向后,脚尖一点地面,身体便是犹如离弦箭之一般,暴冲了出去。 痴,暴冲的身形,闪电般的略过将近百米距离。 忽然间,萧炎脸色猛的一变,脚尖勾住一处树干,身体就这般直直地前倒而下,旋即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身体一扭,稳稳地落在了树干上。 站在树干上,萧炎眼神冰寒地望着不远处的森林尽头。 那里,一袭月白裙袍,轻轻飘荡,一张美丽容颜,堪称风华绝代。 冷漠的目光扫过那张容颜,萧炎拳头猛然紧握,那出现的最后拦路之人,赫然便是,云云。 第三百七十五章 逃脱 身体静静地矗立在树干之上,萧炎冷冷地望着森林出口处的云云,手掌一晃,巨大的旋重齿闪现而出,重齿挥动,发出撕破空气的压迫声响,直指向那美丽人儿。 缓缓抬头,云云美眸盯着树干上的黑袍青年,脸颊上闪过一抹复杂神色,低声道,你没事吧? 托你的福,差点葬身在这里。 萧炎微微笑了笑,然而那从嘴中吐出的话语,却是冰寒的没有丝毫温度。 我,我也是逼不得已,作为云云宗宗主,我必须担负起一些责任。 云云苦笑着,似乎是想要解释着什么。 萧炎淡默地瞥了他一眼,道,你是想抓我回去? 然后让云山将我当众斩杀。 笑脸微白,云云难难道,老师不会杀你的。 呵呵,或许的确真不会杀,不过你云蓝宗手段众多,随便来个封印,然后再一辈子关在云蓝宗,那彼死,还要让人疯狂。 萧炎讥讽地笑道。 不会的,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会立保你性命。 好吗? 萧炎,我们不要再将事情闹大了。 云云上前一步,急声道,声音中隐隐有着哀求的意思。 我与云蓝宗之间,还有半点调和的可能吗? 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 不会连这点事实都看不清吧? 我落在云蓝宗手中,只有一条路可走,死。 绝对没有另外的路可以选择。 萧炎冷笑道,难道你还能改变云山的决定不成? 云云红唇微章,想要说点什么,可却是发现说不出任何话来劝导。 以他的智慧,自然也是能够隐隐猜测到一些萧炎落到云蓝宗后的下场。 不过,处于双方夹缝中的他,却依然还在有些天真的期盼着有奇迹发生。 不用废话了。 动手吧。 你若执意要拦我,那么,萧炎重齿倾斜,淡淡的道,可以带我的尸体回去。 云云被持紧咬着红唇,使劲的摇着头,声音略有些嘶哑地道,你知道的。 我是不可能对你下杀手的。 萧炎冷漠着一张脸,跃下树干,手持重齿,一步步地对着云云缓缓缓走去,强横的斗气破体而出,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幅火焰铠甲。 美眸盯着那缓步走来的黑袍青年,云云娇躯轻轻颤抖。 那对平日充斥着威严的眸子中,此刻,却是不满挣扎。 衣袖中的御手,微微紧握,旋即又是松开。 如此反复不停,显示出他心中的艰难抉择。 脚步踏在青草地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萧炎眼睛死死地盯着云云,手掌紧握着旋重齿,体内斗气犹如河流一般,奔涌流淌,随时准备着爆发。 两人之间的距离缓缓接近,一股诡异的气氛,笼罩着这片小树林。 沙沙,细微声响中,萧炎终于进入到了云云面前五米之处。 低垂着脸,那郊区不断发出轻微颤抖的云云,却是忽然安静了下来,一股恐怖气势,缓缓自其体内升腾而起,煞时间,几乎是让得这片小树林地空间凝固了起来。 眼角轻微的跳动了一下,萧炎握着旋重齿的手掌缓缓紧了起来,他心中知道,若是现在云云真是想要抓住他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多少还手之力。 脚步轻轻胯下,萧炎终于是停在了云云身前,清秀了一口那从对方身体上散发而出的淡淡清香,淡漠地道,准备出手了。 听得萧炎开口,云云娇躊又是一阵颤抖,缓缓抬起那张不满苦涩的俏脸,目光凝视着青年那清秀面孔,低声道,真的不跟我回去吗?你可以带我的尸体回去。 萧炎冷笑着重复了一遍先前的话语,旋即不再有丝毫迟疑,身体一转,便是让开了云云,大步对着森林之外行去。 双脚刚刚迈出一步,身后,那股恐怖气势再度暴涨,旋即一股进气,对着萧炎后背暴袭而去。 感受着身后那快若闪电般的袭击,萧炎的心,顿时如触冰窖,通体声寒,自嘲地摇了摇头,喃喃道,果然还是出手了呀。 轻叹了一口气,萧炎竟然是缓缓闭上了眼睛,手掌倾摸着袖子,他心中清楚,若是云云执意要杀他,凭现在的他,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也唯有吞天芒,能够将之阻拦一下了。 劲气眨眼时间,便是临近萧炎身体,然而就在他即将准备将吞天芒释放而出时,那劲气却是骤然转变成一股柔力,轻飘飘地击打在萧炎后背上,顿时,后者的身体,便是被轻轻地推了出去。 漫天繁星下,青年略微有些愕然地睁开眼睛,在先前那股劲气击中身体后,萧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云山所遗留在体内的那道能量痕迹,竟然是悄然被融化了去。 转过身来,萧炎望着那全身无力地靠在树干上的云蕴,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走吧,离开加玛帝国,日后不要回来了,不然的话,老师不会放过你,云蓝宗也不会放过你。 云蕴挥了挥手,嘀嘀的声音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夹杂在这双方之中,实在是让得他感到疲倦不堪。 萧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曲线优雅的女人,半晌后,轻声道,多谢了,不过,我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你,柳梅微术,云蕴为萧炎的冥顽不灵有些感到愤怒,愤然拂袖道,下次见面,我定然不会再放水。 是死是活,我懒得管你。 下次见面,或许你会没机会放水,因为我也不知道下次回来,将会是哪年哪月。 萧炎耸了耸肩,望着云蕴那愤怒的俏脸,不知为何,那本已冰冷的心,竟然是再度泛起了许些温度,或许,当年那个山洞中的云汁,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想到这里,萧炎心中忽然多了一抹难以言明的情绪,转身回走了几步,站在云蕴面前,两目对视。 你还不走。 被那对漆黑眸子紧紧盯住,云蕴目光有所不由自主的躲闪了起来,薄怒道。 此刻她的心情,几乎是犹如那里不开的乱麻一般。 李志告诉她,以她的身份所具备的义务与权力,应该立刻将面前这个敢于挑战云蕴宗的家伙抓回去,然而某种奇异的情感,却是将李志所阻拦,因此,先前那一掌,方才会中途改变。 我相信,现在的你,才是当年那个山洞中的云汁。 凝视着那张本来布满高贵雍容,此刻却是有些小女孩般慌乱的美丽脸颊,硝烟忽然想起当年山洞中那段以你而温馨的日子,原本冷漠的声音,变得轻柔了许多。 文言,云蕴一正,旋即心头一阵急促的跳动,强忍着内心的一股小鹿乱撞般的感觉,故作淡然的道,云蕴便是云之,云之便是云蕴,这你应该早便知道,而且在云蓝山时,你不是说,从此后,不管云蕴云之,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我对云蓝宗的宗主云蕴没好感,可对云之,却是好感大大的有,当年山洞的那些日子,硝烟致死不会忘,硝烟轻笑了一声,忽然伸出双臂,在云蕴那满脸错愕的表情中,缓缓搂住那在宗主锦袍的包裹下,显得不足以握的蛮腰。 被硝烟搂住,云云的脸颊,刹那间便是变得犹如那火烧云一般,甚至是连娇嫩的耳尖,都是变得通红了起来,以他的实力,其实只要稍稍释放点气势,那硝烟便是会被震得吐血而退,然而此时,他却是浑身酥麻,提不起半点斗气,犹如一个被情人搂进怀中的初恋女孩般,茫然而又贪婪地吸取着那份陌生且让人心畅的特殊感觉。 虽然温香软欲在怀,可硝烟眼中却没有半点情欲,漆黑的眸子中,清澈如幽泉,搂着云云半分钟后,他松开手,缓缓后退。 其实我挺后悔,后悔当年在那山洞中,为什么要强忍着去做无欲无求的圣人?我想,如果那时候干了点什么,退后时,硝烟忽然笑了笑,笑容终有些戏谑。 那你会被我当场杀了,那样的话,也省得今日这般大麻烦。 随着硝烟的退后,云云脸颊上的飞红也是缓缓退去,而听得前者这话,他美目顿时一横,称道。 呵呵,告别仪式完毕。 笑了一声,硝烟轻叹了一口气,对着云云拱了拱手,道,替我转告云山,我硝烟,还会回来的。 到时,今日的账,一笔笔的长还于他。 说完这话,硝烟终于是不再有所停留,豁然转身,大步对着远处行去,半晌之后,缓缓的消失在黑暗之中。 立在原地,云云望着那逐渐消失的背影,脸颊上的那一抹笑容缓缓消散,一抹苦涩,攀爬上脸颊,低声喃喃道,虽然心里饭疼,可我倒还是希望你不要再回来,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仇恨,只不过,或许真得按老师所说,我得孤独一身了呀。 不过既然你已经离开,那么那个为了你方才存在的云之身份,便是要彻底消失了呀。 以后的我,将会是云蓝宗宗主云运,那些私情,似乎本就不该属于我,这一次,就当是任性了一回吧。 抬起头,目光仰望着那浩瀚苍穹,云运悠悠的叹了一口气,脸颊上的柔弱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掌控加玛帝国最大势力的冷傲与威严,身体微微晃动,旋即犹如鬼魅般,缓缓消失。 小家伙,记住我的话,既然离开了,那就真的不要再回来了,悠悠声音,在森林之中,悄然徘徊,久久不散。 第376章 大领城 大领城,位于加玛帝国西北省份,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帝都那些大城市,可比起乌坦城来,却依然是要强上不少,而且由于近邻着那几乎横跨了大半个帝国的魔兽山脉,因此,无数冒险以及商团来往于此,给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 大领城北面城门,来往的人流,几乎是将城门阻塞了去,在北门之外不远处,便是那一望无尽的魔兽山脉,三三两两阵容不一的拥兵队伍,正犹如蚂蚁般加班,不断的在这里进出,偶有队伍用马车驼付着魔兽尸体 从森林中带着一缕黄尘奔驰出,便是会吸引来周围一道道羡慕的目光,想要在魔兽山脉中猎杀到满意的猎物,可并非是个简单的事。 呸,今天真他妈晦气,陪了两个兄弟,方才辛苦的杀了一头二阶魔兽,结果却是个美宝的石头弹。 森林口处,七八个浑身血污的大汉骂骂咧咧的走出,在他们身后的马车车架上,有着一头体型不小的魔兽尸体,不过看尸体那被包开的脑袋, 里面除了脑浆鲜血等物外,却是没有最珍贵的东西,魔盒,而在拥兵的某些特殊话语中,这种没有魔盒的魔兽,便是被称为美宝的石头弹。 如果这该死的东西体内有一枚二阶魔盒的话,那我们便是能够凑齐钱再拍卖会购买一种黄阶高级地功法了。 一名大汉满脸不甘地道。 黄阶高级,哎,妈的,这种功法便是要是一万金币,简直就是吸血鬼。 一名看似是领头的汉子,吐了一口唾沫,骂道。 嘿嘿,人家云蓝宗发了个通缉令,那只要提供线索的人,便是能够得到一部玄阶功法,甚至还有可能被云蓝宗收入门下,我们啥时候也去碰碰运气,那样也用这般辛苦的用命来换钱买功法了。 一名有些干瘦的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嘿嘿笑道,当他说到玄阶功法时,眼中闪过难以掩饰的贪婪。 兽侯,你上女人上傻了吧。 那名领头汉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铁嘴道,你难道不知道云蓝宗追杀的那人是谁? 硝烟?那个匿名取得炼药师大会冠军,并且两度闯上云蓝宗,在击杀了斗王级别的云蓝后,并且从斗宗级别的云山手中全身而退的可怕强者。 那种人,是我们这些人能遭惹得起的。 嘿嘿,我也就说这玩玩,那种人,怎么可能会被我们撞见? 干授男子善善的道,不过听说云蓝宗已经将这通缉令部到了全国,这般又人的条件,实在是让人心动,我想,那硝烟就算是逃脱了云蓝宗的追杀,在加码帝国内,也会寸步难行。 这些事,和我们有半毛钱关系。 别成天做那些天真的白日梦了,就算你遇见了,难道还能拎着你那破刀,把人家给拦下来不成? 领头汉子冷笑道,别磨蹭了,赶紧给老子回城,休息一天,后天还要继续卖命,不然的话,仅凭我们现在的黄阶终极功法,想要突破斗师级别,得哪年? 随着领头汉子的喝骂声,几个满身血污的男子,也只得无奈的嘟囔了几声,吆喝着对着那视线内的城门行去。 随着那群汉子涌过,那幽深的森林之内,忽然缓步行出一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人影。 他目光扫了一眼前方,旋即微微捶。 斗喷的阴影,将脸庞,遮掩了将近大半。 开始全国通缉了吗? 云山还真是舍得花费本钱呢? 冷笑了一声,黑袍人微微抬头,露出半截清秀脸庞。 看那熟悉轮廓,赫然便是当日逃离了云蓝棕锥沙的硝烟。 自从当日云运放水让的硝烟离开后,他便借助着雅菲所给的地图,一路绕了各大圈,花费了将近十天时间的森林跋涉。 这才彻底甩开了那些而不舍的追兵。 然后在休息了一日后,便是按着地图,从魔兽山脉中,一路对着帝国西北边境行来。 而如此又经过了七八天时间的赶路,方才到达这临近帝国西北边境的大领城。 按照地图所指,只要穿过这座大领城,沿途再过几道关卡,便是将会到达加玛帝国的边境线。 到时候只要一出加玛帝国,云蓝宗对硝烟的追杀令,便是会彻底失效。 在国外,云蓝宗虽然依然有着一些震慑力,可却远远不如加玛帝国内的声望。 别的势力,也自然是不会管你什么云蓝宗的追杀令。 这些年云蓝宗一直固守加玛帝国,极力排斥外来势力,因此也是造成了云蓝宗在国外不太受待见的后果。 这长达将近一个月的魔兽山脉赶路中,硝烟也是受尽了艰苦。 虽然因为吞天蟒的气息,而导致普通魔兽不敢上前阻拦。 可魔兽山脉这般辽阔,其中自然也不乏一些实力恐怖的各种异兽。 别的魔兽怕吞天蟒,可他们,却并不怕。 因此,这一路来,即使已经甩脱了云蓝宗的追兵。 可硝烟却依然是被追杀的鸡飞狗跳。 不过虽然这段赶路让得硝烟吃尽苦头,不过最让得他兴奋的,还是在经过半月时间调养后,要老那损耗的灵魂终于是恢复。 而至此,硝烟那始终保持着胆颤心惊的心,终于是松了下来,不管如何,有了要老在,至少他是有了一张保命底牌。 再有,在长达一月的逃亡中,或许是因为体内所残余的一些要力缘故,硝烟在继上次大突破之后,居然是再度隐隐有着提升的势头,而这个若隐若现的势头,在硝烟一次从一头斗王级别的魔兽口中逃生之后,竟然是不知不觉中,豁然提升了上去,而硝烟,则是彻底一跃成为了四星大斗师。 如果加上那次煽动中药物的催涨,那么硝烟在这一个月中,竟然便是直接蒙涨了三星的实力,这般速度,绝对能够说得上可怕二字,虽然这和这段时间硝烟所经历的生死截杀以及体内残留的要力,有着最主观的关系,可却依然掩盖不了硝烟那即使是要老都赞叹不已的修炼天赋。 当然,除去这些,最让得硝烟满欣喜的,还是那焚炎谷所谓的正谷秘法天火三悬变,经过一月时间的研习,再加上一旁要老指导,在三天之前,硝烟终于是摸清了这秘法的一些门路,虽然期间实验的几次皆是失败,可从那失败之余,依然暴涨了许多的实力来看,硝烟却是隐隐感觉到这门秘法的强横。 他有着信心,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定然能够真正的将天火三悬变修炼成功。 而到时候,经过秘法所提升的实力,恐怕大斗失中,将难觅敌手。 总的说来,这一月的逃亡,硝烟所得到的好处,几乎是让得他笑裂了嘴。 嘿嘿,想着这月的收获,硝烟忍不住的笑了一声,也不顾旁人射来的异样目光,将斗篷拉下了许些,把整个脸庞都是掩藏在了阴影下,视线扫了一眼不远处人来人往的城门口,缓步行去,如今他所处的境况,还是尽早离开加玛帝国为好, 今日的这些账,现在的硝烟,还没有资格去讨还。 不过还好,他并不急,因为他知道,他有着最大的优势,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号。 行进城门,硝烟排在队伍之后,目光四处扫了扫,忽然皱眉停在了城门处贴着的一张悬白纸上。 此时,那白纸上,正画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头像,硝烟目光一扫,便是发现,那两个头像,一个是他现在的模样,另外一个,竟然便是当初他参加炼药师大会时,所使用的阎硝那个身份时模样,显然,这是云蓝宗怕硝烟再次使用阎硝身份,借其逃离加玛帝国而所下的策略。 为了抓我,云山花费了不少心思啊,冷笑了一声,硝烟目光瞥向城门口,发现那里的守城卫兵,居然还在沿途检查着入城的身份,每一个进去的人,都会被两个卫兵拿着画像比较半天,方才放人进入。 加玛皇室也在暗中帮云蓝宗。 微微皱了皱眉头,硝烟难难道,以加行天的心机,应该也知道此时对付我,一旦让我逃走的话,将会给加玛皇室日后造成多大的敌人吧。 而且加玛皇室与云蓝宗,也并非是有多友好啊。 该死的穆桑,不就是个成手而已吗,妈的,竟然还这般嚣张,真当大领城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呢。 也不怕真要是撞见了硝烟,人家直接一池子拍死他。 就在硝烟有些疑惑时,其前面一位等了许久的男子,忽然满脸不耐烦的骂道。 咕,小声点,虽然通缉硝烟并不关加玛帝国皇室什么事,可穆桑可是从云蓝宗内出来的,如今接到宗门的通缉令,自然是要假公济司的好好表现。 一名看似是男子同伴的人,急忙拉住他,低声道。 狐假虎威。 吐了一口口水,男子不屑的骂了一声,不过却是没有再像刚才那般出口辱骂。 显然,对于那个叫做穆桑的人,他还是有些惧怕的。 原来是从云蓝宗出来的人,将两人的谈话收进耳中,硝烟这才略有些恍然,云蓝宗弟子遍布加玛帝国,以他们的能力,其中不乏一些在帝国内身居官位的人,如今接到宗门通缉令, 他们只要稍稍动用一下手中的权力,便是能够飞快的在加玛帝国各处关卡部署拦截网。 而现在,硝烟方才隐隐察觉到云蓝宗在加玛帝国究竟拥有何等庞大的能量,也难怪连掌控着整个帝国的加玛皇室,都是对他们有所忌惮。 心中略意沉吟,硝烟缓缓退出逐渐前行的队伍,然后拐弯来到城墙的偏僻之处,抬头望了一眼城墙上那些昏昏欲睡的巡逻兵,背肩微颤抖,紫云一缓缓弹射而出,双脚微躯,某一刻,背后双翼一震,身体猛然腾生而起,脚尖一点城墙,化为一道黑影,闪电般的窜上城墙,然后在那些巡逻兵转过头来时,跃下了城墙的另一边。 双脚刚刚贴着地面,硝烟便是急忙闪进了一处房屋之后,拍了拍手,将紫云一收回肩膀,这才从容地走进了这座离开加玛帝国前,为数不多的几座城市之一,他需要在这里,得到一些关于这个月间,云蓝宗的一些情报。 第377章 离开前的准备 缓步走进城市,硝烟穿梭在人流汹涌的街道之上,目光扫动,眉头却是微微一皱,因为他发现,在那街道的某些柱子上,竟然也是贴着那由云蓝宗所发出的通缉令,在那些白纸上,他的容貌被画得极为清晰,而那通缉令下方的接工法报酬,也是引得不少人停留其下,眼中流露着许些贪婪。 玄阶工法,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看来还真是有些麻烦呢,硝烟小心的将面孔藏在斗盆阴影下,在心中低声难难道。 尽早离开加玛帝国吧,在这里,云蓝宗势力的确太强大,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和他们抗衡。 要老的声音,忽然响起。 硝烟苦笑着点了点头,忽然轻叹了一口气,这种如丧家之犬一般被出去的感觉,真的是有些不太好啊,虽然口口声声说着迟早会回来,可大斗师到达斗宗级别,那可是还有好长好长路要走啊。 小家伙怎又想差了? 你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云蓝宗,并且最后还全身而退,这般战绩,别说放眼加玛帝国,就是放进斗气大陆上,也是能让的无数人堂目结舌。 再者,我想,这加玛帝国内,恐怕也有不少人对你这般豪情感到竞服。 毕竟,即使是一些斗皇强者,也比不上你这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有魄力。 四世感受到了硝烟的想法,要老无奈的摇了摇头,出言安慰道。 嘿嘿,烧着头善笑了一声,听得要老那有些苍老的声音,硝烟忽然想起三年前他交给自己那神秘焚绝功法时的打算,不由的在心中轻声道,老师,我记得当初你似乎说过只要我努力收集一伙,便是能够替你炼制出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 那这可以说一种另类的复活吗? 当硝烟在说起炼制躯体这句话时,他清晰的感觉到要老的灵魂猛然间剧烈的震动了起来,当下略微有些错愕。 从他认识要老以来,这个神秘的老师,似乎便是一直保持着淡然磁合,类似这一次的灵魂波动却还是硝烟第一次感受到。 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在乎啊,硝烟睫毛眨了眨,心中忽然的有些莫名羞愧。 这三年时间,要老为了帮助他变强,付出了无数心血,而他却为了那所谓的三年之约却是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震动的灵魂在持续了将近半分钟后,方才逐渐平缓,要老压抑着情绪,笑道,嗯,说起来,当初在认识你后,并且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才得来的焚绝交给你,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想等你日后修炼成功后,能够使用融合出来的火焰, 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 毕竟,那戒指重犹如囚禁般的无尽黑暗,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呀,而且,也有着一些事,还需要我解决呀。 话到最后,要老声音缓缓的有些低沉与悲凉,想必是想起那段沉睡时的黑暗时光吧。 手指缓缓地摸缩着袖袍中漆黑的戒指,消炼轻吐了一口气略微沉默,脸庞上忽然扬起一抹灿烂笑容,声笑道,这三年,多亏老师了。 呵呵,你这孩子,怎么忽然间变得多愁上赶起来了? 这可不像你哦。 消炼那柔和的声音,让要老一愣,旋即略有些感动得失笑道。 老师为我付出了这般多,我这做学生的,自然是要懂得知恩回报。 消炼声音有些嘶哑的轻笑了笑,放心吧,老师,您那复活之事,学生以后会牢牢记在心里。 你有这心,我便是满足了呀,能够在落难时,交出你这般出色的学生,我了却了一桩心愿。 要老道。 消炼目光缓缓缓地在街道两旁扫过,心中忽然问道,对了,老师,炼制躯体,至少是需要几种一伙相容。 这个,应该是三种吧,我也不太清楚,那焚绝功法实在是太过神秘与诡异,我对他,也知解不深,当初得到他时,说道理,要老忽然止住了话头,突兀的沉默了下来。 三种呢,并没有在意要老的沉默,消炼微微皱眉,沉吟道,如今我掌控着清莲的心火,并且还能够与老师配合使用古灵冷火,那岂不是,如果我再收集一种异火的话,便是可以尝试着替您炼制躯体了。 应该可以。 沉默的要老,声音中猛然多出了点点激动。 消炼眨了眨眼睛,轻声笑道,我很好奇,老师复活之后,实力是否能够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 刚开始或许会有些声色,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恐怕,实力会比以前更上一层楼。 要老淡淡的笑道,声音难以掩饰的自信。 毕竟,这些年中,虽然不能修炼斗气,要老的灵魂,却是比以前更为强大。 那会到达什么地步? 消炼追问道。 呵呵,十回合内,击败云山,不费吹灰之力。 要老微笑道,笑声中,有着身为巅峰强者的傲气。 眼眸微眯,消炼嘴角勾起一抹浅浅弧度,云山此时是斗尊强者,虽说仅仅只是一星,可即使是九星斗尊,恐怕也不敢说,十回合内将之击败吧。 那也就是说,若是要老恢复实力,那至少也是,斗尊强者。 缓缓将胸口的一抹震撼吐了出来,斗尊强者,那几乎已经是能够位于大陆金字塔的顶尖位置了呀。 消炼食指在袖中交叉,轻声道,很诱人的实力增长啊,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在迦南学院中,便是有一种一伙的踪迹吧。 那叫什么火焰? 允落心炎。 老笑着提醒道。 呵呵,允落心炎嘛,笑着点了点了。 瞭头,消含笑道,看来这次前去迦南学院,我又是多了一项任务啊。 既然如此,那便不能继续在加码国浪费时间了呀。 能尽早离开,便不要拖延了吧。 消炎轻吐了一口气,询问道。 先等等,迦南学院坐落在大国交界处,那片区域也极为辽阔,虽然在迦南学院周围的某一个范围内是和平区域。 不过在其外,却是犹如物极必反一般,混乱的让人扎舌,无数势力交错在那里。 每次迦南学院招生,都是会有导师一路护送,并且在出了各自帝国边境时,学院的护卫队还会出来加强保护,不然的话,说不定心声,还真没几个能够安然无事的抵达学院。 要老忽然道。 就算离开了加玛帝国,你也必须将所有东西准备周全,方才能够进入那片混乱区域,不然的话,一个不慎,被人阴了,那便是有些倒霉了。 我先前查看你那届时,发现其中的各种丹药也是用的差不多了,甚至回气丹那种必备之物,更是早已经在这次魔兽山脉中使用殆尽,若是不提前准备一些,以后一旦出了事,再想要炼制,可就是要耽搁时间了。 要老提醒道。 呃,文言,硝烟这才想起,这一月的逃亡中,原本储备丰富的各种丹药,的确被他挥霍即将金光。 那便先去拍卖场购买一些药材吧,然后打听一下那出帝国的路线,再顺便问问,这条路线上,究竟是有着多少帝国官员,是从云蓝宗出来的,这样,也好让我有一些准备。 硝烟沉吟了一会,轻声道。 嗯,小心点,千万别暴露身份了。 文言,要老这才点了点头,然后逐渐沉默了下去。 分清了需要所做知识后,硝烟也不再有所拖沓,转身行进一条街道,然后快速行进,而在那街道的尽头处,一锁拍卖场,正耸立而起,看那拍卖场上的标志,然便是米特家族的下锁分会。 行进拍卖场,硝烟目光四处扫了扫,最后停留在一黑帘处,在黑帘上方,写着贵宾招待几个字,他沉吟了一会,手掌一晃,一张水晶制作的卡片出现在了掌心中。 这张卡片是米特尔家族最高级的贵宾卡,这还是当初在帝都时,米特尔腾山因为海波东的关系,方才暗中给硝烟的,据说这卡片,能够让得他在米特家族所下属任何分会中,得到百分百的帮助。 手持着卡片,硝烟快步行进了那贵宾室。 在硝烟进入贵宾室后半个小时后,黑帘终于再次掀动,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人影,不急不缓地行了出来,阴影下的脸庞上,挂着满意的笑容,竟直出了拍卖场。 此时的硝烟,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以及情报,都已经顺利得手,米特尔腾山给他的贵宾卡,出乎人意料的好用。 在将所有东西都准备齐全之后,硝烟并没有就在城市里找个地方炼制那些所需要的丹药,而是悄悄来到南边城墙之下,然后没有惊动任何人的飞掠了出去。 出了大领城后,硝烟方才寻了一处偏僻的森林,然后躲在其中,开始着手炼制那大批的丹药,这些丹药都是日后他保命所用的。 第378章 黑角域 三天之后,大领城之外的某一处隐蔽森林处,一席黑袍缓步渡出。 抬头望了望大路上偶尔赶过的路人。 在分辨了路途方向之后,便是抬脚对着大路南方踏脚行去。 黑袍人脚步的踏动,并不是如何快捷,然后若是有细心观察之人,则是能够发现,每一次黑袍人的脚步踏下,其身形便是将会有些诡异的前进将近一米多的距离。 那情景,就如是在进行着小范围的挪移一般,颇为奇异。 这从森林中出来的黑袍人,自然便是那躲进其中炼制所被丹药的消炎无疑。 这三天时间,在药老的协助下,他那枯竭的各种回复以及疗伤的丹药,已经再度的将那戒充实了起来,而有了这些充足的丹药储备,消炎也是略感安心了许多,在这斗气大路上,出门行在外的人,哪个不是将丹药这些恢复物品列为必备之物? 毕竟,这些东西,可是救命用的呀。 这条路,直通边境之外。 不过在沿途,却是有着三座军事要塞,前两座要塞的城主,倒不用为惧,可最后一座要塞,据说可是驻扎着三万众兵,而且那里的副统领,还是云兰宗以前的一位长老,听米特尔拍卖场的人说,好像是叫蒙利吧。 实力在斗灵级别。 既然云兰宗的通缉令已经传到了大领城,那么想必这云兰宗的长老是收到了吧。 消炎脚步不急不缓的青台,身体诡异的在大陆之上闪动,心中却是不断的盘算着如何才能顺利离开加玛帝国。 如今我在加玛帝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恐怕云山也能猜到我会逃离帝国,那么,这种边境最后关卡,他自然是极为着重说不定。 那个蒙利,早就是得到了云山的特别传话。 看来想要从那里轻松离开,恐怕会很有些困难呢,脸庞完全的遮掩在阴影之下,想起那麻之处,消炎眉头忍不住的皱了皱。 那种边境要塞,城墙几乎是如小山般巨大,而且其中肯定有着无数精通射袭的弓箭弩手以及特有的感应能量罩。 而能够用来镇守边疆,想必要塞定然是有着防御从高空飞掠的功能,不然的话,一旦有所战争,别国强者岂不是想就来。 哎,看来想要如同穿过大领城那般容易走过这最后的关卡,恐怕是有些不可能。 略有些苦恼的摇了摇头,消炎低声叹道。 在加玛帝国之中,有着一条军令,在临近边境的那些重点军事要塞上空,严禁任何人飞行,否则一旦被发现,恐怕便会受到那铺天盖地的毁灭性打击。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呀,实在不行,那也就只能冒险硬闯了呀,摇了摇头,消炎不再胡思乱想。 将所有精力,都是放在了赶路之上。 大领城距离加玛帝国的边境线,虽说不短,可却也仅仅只是相对而言。 若是让常人来行走这几百里地,没有个十天半个月是绝技到达不了。 而就算是以消炎的速度,并且沿途还悄悄使用紫云翼飞行了一段时间后,也是用了三天时间,方才穿过这条必经之路上的两座要塞。 也正如消炎所,前两座的要塞中的高层首领,因为并没有云蓝宗的人,所以那并不被皇室官方承认的通缉令,倒也并未像大领城那般,发布到处都是,而至于那些驻扎在此的军队,也是没有对那张通缉令有过多的关注,这也让消炎有惊无险的顺利穿过了两座要塞。 然而虽然顺利穿过两座要塞,不过消炎的心情,却并未因此而有所轻松多少,因为他也知道,最麻烦的,还是那最后一座,名为镇鬼官的巨大要塞。 作为震慑外国势力的帝国边境军事要塞,这里的防御,用天罗帝网来形容,似乎也并不为过,驻扎在此军队,无不是经过真正的血火战场历练,可远远不是那些帝国内部,被奢侈的生活掏空了身子的成熟部队可比喻。 这座军事要塞,将是阻拦硝炎离开加玛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只有从这里闯出去,那硝炎方才是真正的龙游大海,应想九天,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它。 因此,这一次的闯关,至关重要。 在穿过第二座要塞的第二天,那座犹如巨兽般耸立在帝国边境处的庞大要塞,终于是出现在了硝炎视线中。 站在一处山坡上,硝炎望着那几乎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巨型城墙,再感受着那从城墙上隐隐响起的整齐操练声,忍不住的轻吐了一口气,几万军队的气势相容,那股冲天而起的凶悍气势,恐怕即使与云蓝宗的合击阵法相比,也并不会逊色到哪里去。 龙归大海的自由就在城墙的另外一边,可硝炎却是有些焦头烂额,这巨大的要塞,就犹如一尊拦路猛虎般,将它最后的路途给阻断而去。 强行飞跃,恐怕有些不靠谱。 看样子,只能试试能否浑进去了呀,目光在下方的道路之上扫了扫,那些来的车马队伍,略微迟疑了一下,身体缓缓后退,最后消失在丛林中。 黄土大道之上,一队足有百人左右的大队伍正浩浩荡荡的对着视线尽头的巨大要塞奔驰而去,沿途带起冲天的喝骂声。 看这些人群那统一的服装,似乎是属于同一个拥兵团,这种百人左右的拥兵团,在加码帝国也能算上是中行左右的规模。 因为镇鬼关临近边境,这里的混乱氛围,很是受某些拥兵团的喜爱,他们不喜走安稳猎取魔兽的路线,反而更乐意做那传说中的战争拥兵团,也就是在战争中,帮助某一方,从而获得巨大的报酬。 虽然这种报酬是不菲,不过危险度,也是极高,毕竟,在那战场绞肉机中,几百人的队伍,一个不慎,就算是被全部绞杀,那也不足为奇。 在要塞之外,对着东面行个几百里,沿途再穿过一些小国小部落,便是能够进入那片文明各大陆的特殊的域,黑角域。 在这里,因为特殊地形的缘故,几乎为了全大陆最混乱的区域,无数各国的逃亡强者,落难到此处,建了最野蛮的规则,另外,这里汇聚了大陆除开人类外,各种各样的种族,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大陆缩影版。 在黑角域中,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有的,仅仅是一个法则,丛林法则。 换句话说,那便是,肉弱强食。 弱者,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 这是一块极为纯粹的地狱,只要你想,纵使是当街强奸女人,那也无人阻拦。 当然,这的前提是你在强奸时,最好要挑好对象,否则的话,下场恐怕会相当凄惨。 在黑角域中,女人,有时候或许会比男人更可怕,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在这里生存了下来。 另外,黑角域,或许也可以说成是大陆的一个情报交叉点,每天有着无数情报从这流传而出,然后又有着无数情报,从外面流转而进。 嗯,直白点说如果你想要出名,想要名扬大陆,黑角域能够给你最快的捷径,当然,前提则是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与本钱,否则的话,名没出,命倒是没了。 而作为一个文明大陆的混乱地域,黑角域也不服这个名头,这里每天有着强者死去,每天也有着强者从外面涌来。 这片区域,充满了死亡,也充满了挑战与诱惑,在这里,外面难于瞧见的高级功法,斗技以及各种神兵铠甲,药顶,药材,高级丹药等等,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据说在黑角域的拍卖场中,曾经还两度出现了地阶功法。 当然,想要获得这些,你便是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或许会是金钱,也或许会是其他品代替,总而言之,在黑角域,绝不会有天降馅饼的事情发生。 喜爱混乱,偏向黑暗,似乎是人类潜在的因子。 因此,虽然明知道那片区域被危险气息的所缭绕着,可依然是有着无数人前仆后继的涌入其中,为的,或者是能够快速明镇大陆的捷径,或者是为了能够在那片混乱区域中得到更高级地功法,斗技,丹药,或者是得到无以伦比的庞大财富,不过不管如何,这些不断涌进去的人,使得这片黑角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 对了,忘记说了,许为物极必反的缘故,在那黑角域的中心位置,则是,明镇斗气大陆的迦南学院。 只不过,在迦南学院之外的一定范围内,属于和平区域,任何将黑角域里面的风气带到这里的人,都将会在第二天,成为迦南学院与黑角域交界线处一棵大树上的干尸,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未有过例外。 据说,在那棵被称为死灵树的大树上,曾经被挂上了两名窦王一名窦黄的尸体。 第379章暴露 大队人马从道路之上呼啸而过,带起一路黄尘,沿途嬉笑喝骂声,不绝于耳。 在人马队伍的末端,是一些推着马车以及扛着起跑的人,他们并没有身穿与前面那些佣兵同样的服饰,因为他们仅仅是佣兵团中一些负责洗衣做饭搭帐篷的吓人而已。 在这对满脸布满灰尘的仆人队伍中,一个推着车架,脑袋上戴着一顶破烂遮阳帽子的人忽然微微抬头,那张被灰尘布满的脸庞,除了一对黑色眼睛能够瞧清之外,其他的几乎全部被掩盖在了黄尘下。 一眼看去,几乎和旁边那些脸色木然的奴仆没什么两样。 不愧是镇守边关的要塞呀,这规模,实在让人扎折,远非帝国内部的那些城市可以比喻呀,望着那随着距离的接近,而岳家显得庞大的高耸城墙,他忽然嘀嘀地叹息了一声,听声音,原来竟然是消炎,看这情况,他似乎是打算借着这支拥兵团,然后魂出这座帝国最后的要塞。 队伍在黄尘中,岳家接近城墙,当在即将接近那巨大城门机百米外时,消炎眼睛微眯的望了一眼城墙上空处,在那里,似乎隐隐有着点点无形的能量波动。 果然是有着能量感应啊,还好没有强行飞跃,不然的话,那些看不见的能量感应,恐怕会立刻暴露身形,而一旦被发现,以这种军事要塞所配备的特殊强弩器械,那可就真的成了人人狂射的靶子了。 消炎微微皱了皱眉,虽然若是借助了要老的力量,普通剑弩难以伤到他,可那种经过特殊打造的稀少金属弩器,却是依然能够在他措手不及下,让其大为忌惮。 毕竟,要老的能量,能够让得消炎发挥力量,可却并不会让得他的强横到能够与禁弩硬金的地步,而且,作为这般庞大的帝国,若是说其没有对付高阶强者的东西,还真是难以让人相信,那些所谓的迫弃三连弩,神火弓,穿魂剑等等名头,消炎也曾经听说过,只不过这种骑兵,太难以锻造,因此也就就有少数的军队有所配备而已。 随着距离城门越来越近,消炎的目光也是落在了那高耸的城门处,当瞧的城门处那几乎能够撑得上森严的防卫后,眉头又是紧紧皱起。 在距离城墙上还有百米左右时,奔驰的大队人马终于是缓缓停了下来,从那拥兵团前方走出两名男子,然后挥手带队,对着城门处行去。 两名男子似乎是拥兵团的首领,瞧的两人与那些守卫笑谈的模样,貌似还与他们颇为熟悉,想必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这正轨关吧。 两人在与守卫谈了半天后,那脸色冷漠的守卫手掌动了动,似乎是被那位拥兵团领塞了点什么东西,然后方才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对着后方打了一个手势,那门口堵得死死的巨马脚等东西,便是被搬了开去。 呼,瞧的那些守卫竟然没有搜查队伍,萧妍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身体也是软下了许多,满是汗水的手掌紧了紧车把,然后赶紧低头,推着车架,跟着队伍对着城门通道行去。 然而就在队伍即将进入城门通道口时,一道冷冷的沥喝,却是突然响起,将前行的队伍吓得赶忙停了下来。 是谁让他们随随便便便进城的? 随着喝声的响起,只见那有黑的城口中,忽然响起一阵阵铠甲碰撞的声响。 片刻之后,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手持长枪将城门再度堵了起来,一名脸色阴沉的青年,缓步度出,阴冷地瞥着拥兵队伍。 呵呵,原来是蒙喇少爷。 几月不见,当真是越来越气宇轩昂了。 瞧得队伍被组,那位拥兵团团长赶忙走出。 当他见到那脸色阴沉的青年后,脸庞上赶紧堆出笑容,谄媚地道。 巴鲁。 少废话。 以前让你过去倒是没什么。 可今日,确实不行。 家父说了,任何想要进入正轨关的人,都必须严格检查。 青年冷笑了一声,旋即从怀中掏出一张白色宣纸,丢给一旁的守卫,阴侧侧地道,给我把每一个人都检查一遍,一旦发现画像上的人,就递格杀。 那名守卫小心翼翼地接过宣旨,对着那位叫做巴鲁的团长无奈一笑,然后一挥手,顿时那城门口处将近百名护卫,都是举出了手中长枪,然后开始沿着队伍检查过去。 糟了,在刚才这名年轻人出现时,萧炎心中便是暗骂了一声,没想到真如他所料,云蓝宗的通缉令,已经传到了帝国边境地带。 队伍之前,守卫一个个地搜查过来,拿着画像比照了半天,方才放行,虽然这些佣兵被他们的举止搞得颇为恼火,可却并不敢在此撒野,他们也清楚,若是惹恼了这位青年,他们这佣兵团,恐怕连城都出不去,那几万重兵一个冲杀下来,就算是窦王强者,也唯有暂避锋芒啊,类似传说中的以一敌万,那仅仅只是少数强者。 名叫猛俩的年轻人,双手赋于身后,眼神阴冷如毒蛇一般,肚着步子,缓缓地顺着队伍走下,忽然间,他脚步一顿,目光扫过那些浑身散着一股霉味,并且脸庞被黄土所遮掩的下人们,冷声道,让他们把脸茶干净。 这年轻人心机挺深,没有丝毫那些帝国内部公子少爷们的娇气。 见到那猛俩竟然没有在乎自己的身份,直接来到这些身份低贱的奴仆身旁时,消炎眉头忍不住的一皱,心中大感麻烦,这样查下去,迟早会暴露,在这种地方暴露身形,那后果可不太妙啊。 听得猛俩的喝声,那些脸色木讷的奴仆赶忙微微缩缩的低头,然后用袖子两三下的将脸庞上的黄尘查了去。 猛俩阴冷的目光缓缓从那些奴仆脸庞上扫过,片刻后,略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刚想收回目光,眼神忽然一凝,微微偏头,盯着那人群中最后一名正低着头的灰袍奴仆,冷喝道,你,抬起头来。 听得他的喝声,城门周围的人,都是将目光投射了过来,那些佣兵也是将恶然的目光投注在这个身份低贱的奴仆身上。 灰袍奴仆轻叹了一口气,只得抬起头来,那张被黄尘遮掩了五官的脸庞上,露出了一双漆黑如叶的淡然眸子。 目光与那对漆黑眸子一接触,蒙喇先是一愣,那画像中所画之人的那黑色眼睛,闪电般的从脑海中浮现而过,顿时,脸色骤变,常年在战场拼杀赋予了他敏锐的神经,因此,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脚尖一触地面,身体便是暴退,在暴退之时,尖锐刺耳的声音,从他嘴中吼出,给我抓住他,他便是消炎。 然而他反应虽然颇为敏锐,可毕竟实力仅在斗尸级别,因此他身体刚刚有所后退,消炎便是一声冷笑,身体一晃,鬼魅般的追上蒙喇,手掌犹如鹰爪般,闪电般的暴射而出,重重的砸在后者胸口之处。 顿时,一口鲜血从蒙喇嘴中喷了出来,一张脸庞,变得煞白。 一击未能取其性命,消炎刚欲再度补上,那蒙喇却是急忙闪身拐进士兵之后,一个斗尸,便是拥有这般敏捷身手,倒还真是不易。 吃,吃。 十几杆锋利的长枪,携带着淡淡的斗气光芒,狠狠地对着消炎脑袋暴刺而去,路线大开大合,充满杀伐气息,不愧是从战场上存活下来的战士,光是这般气势,便不是普通战士可以比喻。 脑袋扭动,虽然将长枪闪避而去,可消炎的攻势却是被阻了一下,乔的那些急速会拢而来的士兵,他只得眉头微皱地退后了一段距离。 城门处,一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电光火时间的变化,特别是当乔的那在正轨关中被称为年轻一代中最出类拔萃的蒙喇一招便是被打成重伤之后,脸庞上的表情,更是有些像呆滞进化。 消炎 他就是消炎 那个击杀了云兰宗斗王强者云棱的消炎。 忽然间,拥兵团中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旋即带起一道道火热视线,听其声音,倒是并未有太多贪婪,反而是夹杂着点崇拜的味道。 随着这名拥兵的喊声落下,顿时周围一片哗然,一道道充斥着各种各样情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了消炎身上,最近最震动加马帝国的事,自然便是消炎大闯云兰宗之事无疑。 而随着云兰宗通缉令的发出,几乎所有加马帝国的人都知道,谁如果向云兰宗提供了关于消炎的情报,便是能够得到玄阶的斗气修炼功法,这种级别地功法,在市面上,那可是相当于好几十万金币呢,而且还是处于有价无事的境况。 这般丰厚的利润,足以让得许多人铤而走险。 消炎,这阵鬼关几万重兵,你是走不掉的。 脸庞长子,猛辣恶狠狠的瞥着消炎,声音嘶哑地道。 猛辣少爷,我想知道,这阵鬼关的重兵,明明是属于帝国官方所有,什么时候成了替云兰宗办事的狗了。 我想,这事若是传到加马皇室去了,恐怕连你那父亲,也是要受重罚的吧。 消炎一把抹去脸庞上的皇尘,目光从那堵着城门的上百名精锐士兵身上扫过,冷笑道。 听得消炎的冷笑声,那些士兵也是一正,旋即有些迟疑了起来,按程序来说,他们的确是属于官方军队,可不关云兰宗什么事,而那什么通缉令,也并未被官方所认可,说起来,抓捕消炎,根本就是不合法的事。 哈哈,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就在这些士兵迟疑时,一道阴冷笑声,却是忽然自城门通道中响起,旋即,一位身着银铠的中年人,大步走出,目光冷冷的扫过消炎,喝道,我是正鬼官的副统领蒙力,你擅闯重城,照我帝国军阀,本该拿你关押,劝你尽早束手就擒,免得自讨苦吃。 你就是蒙力。 云兰宗的狗。 消炎目光在蒙力身上扫过,感受着从其体内所散发而出的隐隐气息,心中喃喃道,看其气息,想必应该是二三星左右的斗灵吧。 拿下它。 脸色略微阴沉,蒙力一声音效,也不再废话,直接喝道。 听得蒙力命令,那有黑的城墙通道,顿时再度涌出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然后将消炎团团围住,手中锋利长枪,在日光照耀下,闪烁着森冷光泽。 潜入失败,指的硬闯了。 周围冲天而起的沙发气息,让得消炎脸色逐渐冷冽,双手一动,巨大的悬中指便是闪现而出,中指挥动,带起呼呼作响的风声。 沙! 望着拿出武器的消炎,蒙力阴森森的笑了一声。 在几天前,他便接到过云山的传话,据云山所说,现在的消炎,因荡日云蓝宗上的大战受伤,而不再可能施展出那能与他战斗时的恐怖实力。 故而,蒙力方才敢答应此次的截杀,不然的话,再给他几个胆子,也不敢来阻拦全盛时期的消炎。 毕竟,一个能与斗宗相战斗的强者,即使是拼上了这座要塞里面的所有战士,也不可能将之留下呀。 给我住手。 就在那些满身血气的战士即将展开冲杀之时,一道力喝,忽然暴响而起,旋即一道影子,犹如铁塔一般,从天而降,重重的砸落在地面上,将大地震的使劲的晃了晃,他目光扫尸四周,旋即停在蒙力身上,冷笑道,蒙力,我的尹甲军可不是云蓝宗的人, 你想要讨好云蓝宗,那就自己动手,不要妄想用我的人去给你做踏脚石。 木铁,你,瞧得出现的彪形大汉,蒙力脸色瞬间铁青,怒喝道。 哼,尹甲军,给我退下。 没有理会他,那被称为木铁的彪形大汉转身对着那将硝烟包围在其中的精锐战士喝道。 是。 统领大人。 听得他的喝声,那些战士没有丝毫迟疑,刷的一声,收枪的声音整齐的没有半点杂音, 安静退回城门通道,犹如木桩一般动也不动,看这些战士的表现,明显这位名叫木铁的人,声望远非蒙力可比。 你是叫硝烟吧? 哈哈,小子,有胆识,这么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让北云蓝宗这般难堪的,若不是身份使然,我倒是要请你好好喝上几杯。 犹如铁塔般的大汉对着硝烟大笑道,笑声如雷。 多谢木铁统领。 忽然间转好的情势让得硝烟略微一正,瞧得木铁那并未怀什么恶意的脸庞,当下微微一笑,客气的回道。 也不用谢我,我只是做我份内的事,如果云蓝宗那张通缉令被官方所承认,那我也只能拿下你,不过还好,木铁摆了摆手,斜偏了一眼脸色铁青的蒙力,笑道,只要你能从这个家伙手中离去,那么这正轨官便是再无人阻你去路。 如此,那便多谢了。 文言,硝烟脸庞上不由的留意出一抹森然,转头望向蒙力,轻笑道,蒙力副统领,想要我的人头去云蓝宗领赏,便请自己动手吧。 小混蛋,好大的口气,我今天就不信,我还收拾不了你这重伤之体。 脸庞一阵轻一阵白,蒙力没想到这次竟然会把自己的套了进去,说实话,他心中很是有些惧怕硝烟的那些手段,毕竟连云棱那种强者,都是栽在了硝烟手中,可这种时候,他若是气软了的话,恐怕在这正轨官中,他的声望将会跌落至谷底,因此,即使心中忐忑,他也唯有硬着头皮上了。 第380章 离开加玛帝国 城门之口,黑压压的大群人围拢在此。 一道道目光,夹杂着许些期盼与好奇的停留在空旷地带的两人身上。 这段时间,硝烟的名头,几乎已经让得所有加玛帝国的人所知晓,而对于这个挡感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云蓝宗的传奇人物,很多人都仅仅是听说过,而如今有幸亲眼见到他出手,当下无不是满脸期待,他们很想知道,那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究竟是否属实。 这个年龄不过二十岁的年轻人,真的有能够击杀斗王强者的实力。 木铁双臂环在胸前,犹如一尊黑色铁塔般,安静地站立着,可却不目自微地散发出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压迫感,从他这不经意间所散发而出的气势来看,其实力明显远远超过了猛力。 按硝烟的猜测,这位中年大汉,恐怕已经到了斗灵巅峰级别,以他的年龄,就算其修炼天赋不错,这也是有些令人扎舌了。 当然,这之中,应该少不了长年血战的缘故,战场的生死战斗,始终都是催人快速成长的修炼圣地。 此时的木铁,也是饶有兴致地盯着那抽出了巨大黑齿的硝烟。 这个极其特殊的武器,如今几乎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标志,因为这,现在的加玛帝国中,甚至有不少年轻人,都是开始流行起使用这种另类的武器。 当然,以木铁的眼光,自然是不会认为,那些模仿者的尺子,能够和硝烟那把古怪黑齿相比,因为,在先前那黑齿出现时,木铁清楚地感应到,硝烟的身子竟然略微下沉了一点。 显然,那尺子的重量,可不容小觑。 既然蒙利副统领打算亲自出手,那我作为正轨官的最高首领,你们在我的地盘比试,那自然是需要听听我的规矩。 贴了一眼从那界中抽出一把血红大刀的蒙利,木铁笑了笑,脚掌猛地一跺地面,顿时,两道裂缝顺着他脚掌蔓延而出,最后快速汇聚成了一个大圆圈,而那圆圈则刚好将硝烟两人围在其中,两位实力不弱,我怕对周围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那可是有些麻烦,毕竟修东西也是要钱的,所以,就以这个圈子为界限,谁被逼出圈子,那便是谁输,不过事先提醒下,这不是什么生死较量,所以也没必要打个你死我活,不然的话,一旦蒙利副统领不幸给硝烟给废了去,我短时间内去哪找个副手。 哈哈 听得木铁这运着嘲讽的笑声,蒙利嘴角微微抽搐,他也知道,在正轨关,木铁与他几乎是水火不容,可却没想到他竟然在这大庭广众下,如此不给面子。 哼 冷哼了一声,蒙利目光阴冷转向硝烟,血红大刀威胁,一股身黄斗气,迅速包裹而上,顿时,淡淡的血腥味,从刀身上弥漫而出。 丝毫不在意蒙利的怒意,木铁自顾自的笑道,不过硝烟你也不要大意了哦,蒙利副统领修炼的可是玄阶低级的土属性功法,而且那同为玄阶低级的血杀刀斗技,就是我,也不得不谨慎对待呀。 木铁,你不要太过分了。听得木铁三言两语竟然便是把自己的底给透了,蒙利脸色瞬间铁青,暴怒道。 哈哈,好,我不多话了。笑咪咪的点了点头,木铁冲着硝烟耸了耸肩,旋即一挥手,淡淡地倒,开始吧。 深吐了一口气,硝烟紧握着玄中尺的齿柄,注视着对面满脸杀意的蒙利。 刚欲动手,其心中却是忽然响起要老的声音,让我来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尽早离开加玛帝国,以免多声之辙。 呃,好吧。 无奈地耸了耸肩,硝烟只得打消想趁机试试那天火三悬变的念头,在周围众人那诧异的目光下,缓缓闭上了眼眸。 嘿嘿,好个狂妄的家伙。 瞧得硝烟这态势,蒙利顿时大怒,以他的身份,何时受过这般轻视? 冷笑了一声,雄浑的身黄斗气字体内抱涌而出。 顿时,城门之口,黄沙涌动,那股自黄沙中升腾而起的凶悍气息,让得周围那些围观的佣兵都是赶忙退后了几步,旋即满脸羡慕。 斗灵级别,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呀。 黄沙逐渐散去,那全身被包裹在一层黄色斗气铠甲中的蒙利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手中血色大刀上,锋利的刀刚爆射而出,在地面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手中血刀受到斗气的滋润,岳家显得鲜艳,眼睛死死的盯着闭目的硝烟,蒙利身子在沉寂了瞬间之后,猛然一声力喝,打破周围寂静气氛,脚掌一踏地面,身体犹如那炮弹般,几个闪掠,便是出现在硝烟面前,手中血刀,带着那大开大合的血腥杀伐气息,犹如劈裂大地一般,直直竖展而下。 这家伙的血刀斗技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看这般声势,即使是普通的四星斗灵,也难以接下呀。 感受着蒙利那极具压迫的刀势,木铁眉头忍不住的皱了皱,旋即目光转向那依然闭目如若未闻的硝烟,难难道,这个家伙,在搞什么? 我关他气息,似乎也就只是在大斗师左右啊,这难道便是他的真实实力? 尖锐破风劲气在头顶响起,硝烟眼眸缓缓睁开,顿时,漆黑眸子中, 一清一白两色火焰,诡异腾闪。 目光扫中硝烟那诡异的双瞳,蒙利那满脸杀气顿时一致,然而手中血刀,却依然是没有丝毫迟疑,依然是狠狠得对着硝烟脑袋劈砍而下。 当手掌倾抬,巨大的玄中尺豁然上移,与那蕴含着凶悍尽气的血刀碰撞在一起,顿时,火花似箭,一股肉眼可见的能量连依,从两者接触处扩散而出,掀起满地黄色沙浪。 单手握着玄中尺,蒙利的血刀死死的压在尺身上。 然而不管他脸色如何长红的夹住着力量,可那把尺子,却是犹如被凝固在半空中般,纹丝不动。 脸色长红,呼吸急促的蒙利,与那脸色平淡,甚至连呼吸都没有半点混乱的硝烟相比,几乎是两个极端。 则,浩强的力量,几乎是在忽然间从体内涌出,这个硝烟隐匿实力的方法很奇特呀。 光看气息的话,任谁都会只把他当作一名大斗师。 瞧得那从容不乱的硝烟,木铁眉头忍不住一挑,赞叹道。 城门口周围,那些围观的拥兵以及士兵,有些错愕地望着那被硝烟随意一挡便是把凶悍攻势阻拦而下的蒙利,要知道,在这正轨观中,蒙利的实力虽然算不上顶尖,可那也是能够排进前五。 平日剿匪时,那把血刀不知道砍了多少嚣张跋扈的强盗人头,然而今日,无往不利的血刀,却是被一青年,不急不缓地阻了下来。 滚吧,这点实力,也好出来献丑。 缓缓抬头,萧炎眼中两色火焰轻轻跳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左手犹如穿花摘叶般,闪电般地印在了蒙利胸膛之处,掌心微躯,尽气猛然暴徒。 扑痴。 胸口如被千斤巨石砸中,蒙利眼瞳皱缩,旋即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倒飞而出,最后重重地砸在城墙之上,然后在一杆呆至目光中,掉落而下,当下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体犹如残勇一般蜷缩着,身体上的斗气铠甲,也是直接被一击给震成了粉碎。 手掌艰难地抹去嘴角血迹,蒙利脸庞上有些难以置信的痛苦,老宗主不是说这个家伙的实力大将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还这么强? 寂静。 城门口处,望着那被一掌便是轰出了圆圈界线的蒙利,所有人都是陷入了沉默,好半赏之后,方才有人滴滴地呻吟了一声,斗灵级别的强者,仅仅是一回合,便是直接吐血败场,这个看似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竟然真的恐怖如斯。 此时,那些本来还因为那通缉硝烟的丰厚报酬为有所心动的人,终于是彻底的死了那心,看前者那狠辣的出手,恐怕那传闻中击杀了云棱的事,应该不假,一个能够击杀窦王级别的强者,这些拥兵团就算是拼尽了全团之力,恐怕也不够人家几个手起刀落吧。 呼,果然很强,难怪组长会传信过来,让得我如果有机会,便趁机卖硝烟一个人情,这份实力,值这个价。 木铁缓缓吐了一口气,望着那收掌而立的硝烟,忍不住的在心中喃喃道。 硝烟转过头,眼瞳中的青白两色火焰急速消散,就在他刚刚取回身体控制全时,心中要老的声音,猛然间响起,硝烟,赶紧离开这里,不要再拖延了。 赶快! 听得要老的声音,硝烟先是一正,旋即脸色忍不住一遍,心脏也是骤然提速,在要老的话中,他分明听出了一点,惊慌。 喉咙微微滚动,硝烟额头上浮现许些冷汗,心中面头急速翻滚,当初即使是在面对着斗宗强者云山时,要老都是没有丝毫胆怯,而如今却怎么的竟然会出现这般情绪? 到底是什么东西? 嘴中忽然的有些干涩,硝烟也不敢在此时多问,手中重齿快速收进那戒,转头对着木铁道,木铁大统领,不知此时我是否可以离开? 呵呵,自然,我说过,只要你能打败蒙力,那么这正鬼官,任你进出。 木铁大笑道。 多谢了。 硝烟轻笑了一声,旋即在周围数百人的注视下,静直对着城中行去,在即将进入漆黑通道时,他脚步忽然一顿。 作为此时这里的主角人物,随着硝烟的脚步顿下,周围的窃窃私语顿时安静,一道道炽热的目光,盯着青年薛兽的背影,一些女子,眸中更是洋溢着令人无语的崇拜爱慕。 木铁统领,这份情,日后我会还给木家。 硝烟偏头对着略微愕然的木铁臣声道。 愣了一愣后,木铁笑了笑,与聪明人交谈的确省心。 另外,蒙力副统领。 目光转向那脸色烟红着被蒙拉扶起来的蒙力,硝烟视线缓缓在城门口几百人身上扫过,沉默了一会,然后豁然转身,洒脱从容的身体消失在那黑暗之中,而那淡淡的声音,却是悄然传出。 请你帮我转告云山,少则两年,多则五年,我硝烟会回来,到时,请他洗干净脖子,我硝烟亲手取他性命。 了结今日恩怨。 听得那缓缓传出的淡淡声响,城门口处,即使是木铁,也不由得满脸呆滞。 让一个斗宗强者洗干净脖子,这份豪气,在这加玛帝国中,恐怕这个年轻人是第一个。 第381章 神秘事例 混殿 正鬼关的东面城门,一位灰袍青年缓步走出,站在护城河之外,他跳目遥望了一下远处的重重山巒,然后再转头往了一眼这加玛帝国边境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这里出去之后,他便是真正的天高海阔任鸟飞了,外面的世界,定然会比这个帝国更加精彩。 深吸了一口气,他终于是不再有所留恋,大踏步的对着远处行去,薛兽的背影,缓缓消失在大道尽头。 在灰袍青年消失之后半个小时左右,正鬼关上空,忽然诡异的涌现出了许些黑气,这些黑气缭绕在天空上,犹如是具有灵性一般,犹如鬼魅。 黑气在正鬼关先前硝烟所战斗的方向上空处徘徊了一会后,忽然对着硝烟离开处飘掠而去,沿途所过处,留下一道若隐若现的黑痕。 聪裕的林间大道上,安静的寂静无声,唯有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轻声,为这空旷的道路,添加了许些生气。 老师,您刚才。 安静的行走了许久,硝烟终于是忍不住心中的疑惑,低声叫了一声。 硝烟声音说出将近两分钟后,方才有着一道滴滴的叹息声响起,要老苦笑着喃喃道,哎,没想到在加玛帝国附近也是有着这些家伙的存在,他们很少来这里的呀,为什么这次? 药老的滴滴自然声让得硝烟满头污水,当下只得小心翼翼的问道,老师说的那些家伙,是什么人啊? 听得硝烟的问题,药老却是陷入了沉默。 而乔的药老这般模样,硝烟一正,也没有继续追问,眉头微皱,继续沿着地图所指,顺着这条通往那黑角域的道路行走着,然而心中却是有些不安了起来。 小家伙,这些事。 本来想等你变得更强实再告诉你。 可如今却是出乎意料的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行迹。 我原本的计划也是被打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我只能提前告知你了。 沉默了许久的药老,忽然开口道,不过我得事先提醒你。 此事背后牵连的势力实在是太大。 远非云蓝宗那种宗派可以相比。 甚至,连我都是感到极为棘手。 你,现在还确定要知道。 硝烟手掌不经意的颤了颤,喉咙缓缓滚动着咽下了一口唾沫,走动的步伐,也是逐渐停下,安静的住立在原地。 他有种预感,药老接下来所说的是,恐怕将会让得他以前那种不急不缓的安稳日子瞬间远去。 随着他的沉默,药老也是没有再说话。 不过似乎硝烟却是隐隐地感到一股失望的情绪,从手中戒指内渗透而出。 沉默持续了将近五六分钟左右,硝烟忽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目光透过树叶缝隙,望向那湛蓝的天空。 手指摸缩着那枚黑色戒指,声音轻柔地道,说吧。 老师,虽然并不知道那牵连势力究竟强到何种地步。 不过,我只想说一句话,我,是您的弟子。 我的这身本事,是您给我的。 哈哈。 好好。 我要沉的这双眼睛,总算没有再瞎第二次。 哈哈。 在硝烟声音落下后,药老便是陷入了沉默,半赏之后,接连两个好字,带着极重的颤抖口音,在硝烟心中想起,因为心情激荡,他第一次在硝烟面前说出了这个曾经名震整个斗气大陆的名字。 硝烟那虽然平平淡淡,可却是自内心的一句话,让得一直风轻云淡的药老,几乎有种老泪纵横的激动,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他曾经经历过,那种痛,几乎是痛入骨髓,不过好在,这一次,他那失算了一次的眼睛,终于是没有再一次重蹈覆辙。 药臣,这便是老师曾经的名字呢,脑中念叨着那个陌生的名字,硝烟的注意力,却是停在了另外一句话上,没有瞎第二次也就是说曾经瞎了一次,哎,看来老师曾经的往事也挺坎坷呀。 小家伙,我以前便是与你说过,斗气大陆很大很大,其中更是强者如云,即使那在加玛帝国中算得上最强的人,云山,到了大陆中,也不得不收敛其傲气,因为在这里,比他强的人,很多,要老缓缓的声调中,略微有些苍凉,将硝烟的精神吸引得不敢有丝毫分散。 因为这庞大的地狱,所以也是造就了极多的古怪势力,而其中,便是有着一种名为魂殿的神秘势力,虽然这个势力几乎遍布了将近大半个大陆,并且只有类似加玛帝国这种距离大陆中心颇远的国家,方才极少有着他们的身影出现,可是知晓他们存在的人,这个大陆上,并不多。 魂殿 嘴中喃喃了一声这个名字,硝烟低声道,先前在镇鬼关,老师便是察觉到了他们的行迹吧。 嗯? 要老苦笑着点了点头,道,这魂殿极为强大与神秘,并且行事方式也很是怪异,连我对他们都是支支不深,不过他们一般并不对正常人出手,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因为肉体死亡,可却灵魂一样强大的活魂。 身为炼药师,你也应该知道,在灵魂力量强大到某个界限后,即使是身体被摧毁,可灵魂,却依然是能够残存下来,寻找着再次复活的机会,而对于这种灵魂,他们则称之为,活魂。 就是说老师这种吧。 萧炎抿着嘴,轻声道。 嗯? 要老人了一声,旋即声音中突兀的多出了许些愤怒与阴沉,他们就像是大陆上的灵魂清道夫一般,任何脱离了身体的强大灵魂,都会被他们所感应,然后派人神秘截杀,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专门找灵魂体下手,可他们似乎对灵魂有着特殊的克制手段。 当年我在肉身损毁之后,不出多久,便是遭到了他们的围杀,虽然我最后顺利的杀了出去,可却也因此受了重伤,不过还好,我当年在替别人炼制丹药时,侥幸得到了一些极为稀少的温魂那灵,最后将这东西请人炼制成你手中的那枚黑色戒指,而也正因为此,我方才躲开了他们的绞杀,最后戒指兜兜转转,落在了你母亲手里,最后再传给了你。 萧炎深吸了一口凉气,以药老的实力,都被追杀得四处逃窜,那个神秘的魂殿,究竟有多强大? 魂殿有着对付灵魂的特殊手段,因此即使是我,也难以光凭借着灵魂便与他们战斗。 药老低沉低倒,我之所以想要尽快复活,其实就是在忌惮他们,而且,我也有些事情与恩怨,必须要弄清楚并且解决。 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 小家伙,你也不用想着要帮我什么,现在的你,太弱了,我看好你的潜力,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定然能够成为真正的巅峰强者。 只不过现在,你必须变强。 否则一旦那些家伙找来,恐怕连你都有生命之威。 要老缓缓地倒。 萧炎脸庞逐渐凝重,拳头紧握着,沉声道,老师,我会尽快得到那陨落心炎,然后替你炼制出躯体,不再受那魂殿的威胁。 哎,只能全靠你了呀,要老青叹了一口气,旋即沉吟道,先前好在我缩回戒指速度快,不然的话,恐怕就得被他们锁定位置了,不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有所感应,我想日后这些地方魂殿的人会逐渐加多。 所以,日后,或许很多难题,都得靠你自己了,否则一旦我再出现,被他们锁定的话,我们两人都会有性命危险。 嗯? 萧炎仲重点了点头,先前那还因为离开了加玛帝国而有所松懈的心,陡然间紧绷了起来,如今虽然没有了云蓝宗的威胁,可却是来了一个更加恐怖的大家伙容不得他不小心对待, 而且也正如药老所说,现在的他,实在是太弱了,这点实力,不要说想要保护药老不被魂殿抓走,就是连一个云蓝宗,都是能够将他撵得犹如丧家之犬。 没有实力,便是这般无力啊,什么都干不了,萧炎轻吐了一口气,拳头紧握,此刻,他再一度感受到了三年前,在萧家大厅中时,面对着纳蓝燕燃的那股无力以及对力量的可判。 力量? 我需要力量。 心中狠狠的嘀吼了一声,在那神秘魂殿的压迫下,萧炎对自己下了他此刻最迫切的需求。 既然如此,那便直接飞去迦南学院吧,沿途之上,不能再逗留了呀。 从那界中掏出一张地图,萧炎细细的观看了半赏,手指顺着那道红线移动着,然后在地图上一大团黑暗地所停留了一下,最后手指再穿过那片黑暗地带,停留在了其中心位置处的一颗蓝色星辰处。 肩膀微颤,紫云翼缓缓自背后升腾而出,萧炎双翼一阵,身体升空而起,分辨清楚位置,最后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东面天际之边。 随着萧炎的消失,这片天地,再度的陷入了寂静,约莫两三个小时后,一缕黑色雾气忽然自远处天空飘略而来,最后盘旋在萧炎所停留过的地带,一道滴滴的疑惑轻一声,从黑雾中传出,旋即他迟疑了一下,最后对着萧炎飞略的反方向飘略了过去。 第382章 嘉南学院 肖家有女初掌程 嘉南学院,一个坐落在大陆中心位置的古老学院,千百年来,从这里走出的巅峰强者,无意不是在大陆上拥有着赫赫威名,并且名震一方。 一个学院,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其师资力量有多么雄厚,而是从这个学院走出的那些成千上万的强者。 若是每一天嘉南学院受到了毁灭危机,而将那些从学院出去的强者召集而回,难以想象,这股力量,将会有多恐怖。 虽然大陆之上的各种学院几乎难以计数,可嘉南学院的声誉,却是至今未曾被超越,从此也可瞧出,这所被古老气息所缭绕的学院,其底蕴究竟是何等深厚。 大陆上,不分种族,无数人都以能进这所古老学院而引以为荣,只可惜,学院那近乎苛刻的招生条件,却是让得很多人妄洋兴叹。 嘉南学院,树木聪裕的后山之巅,身着淡青裙袍的少女,亭亭玉立,小蛮妖处,倾竖着一条紫带,将那妖枝,勾勒得极为诱人。 她面对着山巅之后那茫茫白雾,三千柔顺青丝顺着香肩垂落而下,直至那柳妖处,方才停止蔓延。 少女覆手而立,修长的身姿在周围淡淡白雾的印衬下,宛如是那在红尘俗世中盛开的青莲一般,脱俗而别具灵气。 这般女子,就犹如是那中天地灵气而孕育一般,出色得有些让人目眩神迷。 叮铃 忽然间,清脆而空灵的铃铛轻声,在安静的山巅之上响起。 细细看去,原来在青衣少女那截白皙好万处,挂着两个细小的绿色铃铛。 随着铃铛声的轻响,少女身后某处的阴影忽然一阵蠕动,旋即一道苍老的影子便是浮现而出。 老者冲着少女恭敬弯腰,微笑道,小姐。 铃铛 你总算回来了。 少女缓缓转身,淡雅脱俗的精致脸颊奄然一笑,顿时百花失色。 树林中的色彩,似乎都是完全凝聚在了她的身上,让得人的视线,难以移开。 呵呵 没办法。 既然小姐下了那任务,若是老头我没完成就跑了回来,那岂不是会被小姐埋怨死? 老抬起头来,笑道。 那张苍老的脸庞赫然是当日在云蓝宗出手助硝烟一臂之力的灵影。 少女抿嘴微笑,脑中响起那个令得她牵肠挂肚的少年,清冷的声音缓缓的变得轻柔了许多。 她看了一眼灵影,旋即脸颊浮现一抹会让得整个嘉南学院未知疯狂的羞涩红侠,流声道,灵老。 她怎么样了? 小姐是说硝烟少爷吧? 灵影明知故问的回了一句,瞧得少女脸颊上越加浓郁了许些的飞红,不由的大笑了一声,能够让得淡雅如帘的小姐从脱俗气质中转变成那正常的女孩,似乎也就那个叫做硝烟的小家伙有这般福气与魔力了呀。 在我离开前,硝烟少爷倒是没什么问题,而她与纳兰奄然的三年之约,也是不出意料的以她的胜利而落幕,只是,灵影略微迟了一下,还是将硝烟在上云蓝宗时所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之中,自然是包括了云山的出手,以及硝烟所经历的那番惊心动魄脱险历程。 呵呵,不过还好,硝烟少爷的手段远远超出我的意料,虽然云山的出现打破了她的计划,可是她那压箱底的美杜莎女王,也是将云山震慑得不敢出手,最后倒是无碍递下了云蓝山。 灵影紧接着又补充道 美杜莎女王 嘖嘖,硝烟哥哥挺不赖呀,竟然连这种强者都能召集而出,云山们,斗宗强者,先只掠开额前垂落的青丝,少女明眸中间是闪过一抹惊诧,旋即淡淡一笑,轻声道,云蓝宗固步自封,死守加马帝国,自从当年云破天之后,就再没出过精彩绝艳之辈,这般下去,迟早被取而代之。 硝烟哥哥还好吧? 少女明眸青苔,再度问道,说到那个名字时,白皙的精致脸颊,有着诱人的羞涩红润。 呵呵,好。 灵影笑着点了点头,抬头若有深意地道,以前老头我倒是挺不理解小姐为什么会对她这般维护。 不过经过这次与她联手一番后,我倒是明白了一些,小姐的眼光,的确不错。 那个小家伙,我想,只要给予她足够的时间,恐怕就算是家主,也不敢轻易否认她。 听得灵影那番赞叹话语,少女脸颊略微扬起一抹难以察觉的糊涂,赞赏的话语,她不知道听了多少,可每当人听着赞叹硝烟的话语时,她心中便是忍不住的有些小女孩般的雀跃。 不过你也知道,那是在给予她足够的时间前提下,我们家族纵横大陆,他们所见过的精彩绝艳之辈并不少,可惜,最后能够真的踏上巅峰的人,却是寥寥可数。 所以,现在家族的那些人,都只看现在,也不愿再去管你什么潜力值,因为那东西,实在是有些缥缈,谁能知道。 嗯? 灵影微微点了点头,她所说的确属实,天才,这个世界上才从不缺少。 所以说,现在的硝烟哥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少女略微沉默,旋即俏皮一笑,低声道,不过,不管在场,我也愿意等,等到她成为真正的巅峰强者。 哎,硝烟小家伙呀,就算小姐愿意等你,可若是你不能变得很强的话,那么,你与小姐的路,便是将要面临无数坎坷了呀。 要知道,以小姐的天赋美貌,以及她背后所代表的势力,你的竞争对手,将会强得让你目瞪口呆,就算到时候小姐护着你,可以你的傲骨,会甘愿忍着乳躲在小姐背后吗? 望着那在一抹尘灰照耀下,宛如仙子般脱沉的少女,灵影安静地保持了沉默,然而其心中,却是滴滴难难了一生。 当初为了一道退婚之辱,少年尚能咬牙苦修三年,历百般苦楚,所为的,就是能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了那个曾经践踏了他尊严的女人面前。 这种人,若是让他躲在女人背后,然后看着自己的女人去为他挡住风雨,恐怕会比杀了他更加难受吧? 对了,灵老,现在硝烟哥哥实力在何种等级? 忽然似是想起了什么,少女有些好奇地问道。 在我离开时,硝烟少爷的实力在一星大斗师左右。 灵影笑道 一星大斗师们,明眸弯成浅浅月牙,少女轻笑道,两年时间,从一名普通斗者成为大斗师,一年一接,嘖嘖,这速度,几乎是在迦南学院,也能挤进前五之列,看来硝烟哥哥这两年的修炼,挺苦的呀。 不经磨炼,如何成长? 硝烟少爷就犹如一块未打磨的好玉。 当年的娜娜兰燕燃,将这块玉的揽气给磨了去,后面几年的苦修,则是将他的锋芒引漏了下去,宝剑藏侠,锋芒暗运,这般下去,大起必成。 灵影扶着胡须,笑道。 灵老,怎么你去了一趟迦马帝国,便是将硝烟哥哥夸成这模样? 以前我可很少见你这般说过别人哦。 少女眼嘴笑道,眸中充斥着笑意。 那小家伙值这个评价而已,倒是没什么私情掺杂。 灵影笑了笑,旋即道,我想,或许这一两月间,硝烟少爷便是会来到嘉南学院吧,到时候,也可解了小姐的相思之苦了。 少女嘴角擒着一抹温柔笑意,微微抬头,少年那薛兽身影,缓缓在脑中浮现,两年多了,终于是可以再见面了们心中泛起许些温热。 两久之后,少女方才低头,看了一眼面前的灵影,脸部微移,对着山脚行去。 灵老,这段时间,你便先在嘉南学院外围找个地方歇息下来吧,若是没有什么急事,也不用前进学院了,不然的话,被那些老家伙知道的话,恐怕又要惹一身麻烦了,他们那群老疯子,虽然卖我们家族面子,可却对某些规矩,很是强硬。 在学院规矩这一点上,这个大路上,能让得他们让步的人,几乎就那寥寥可数几人,少女身形逐渐隐于树叶间,声音,却是依然盘旋在原地。 呵呵,好,万一有事,小姐只要吹响风笛,老头我立马赶到。 笑着点了点头,灵影身体一扭,便是化为一道阴影,再度与一棵大树的影子融合在一起,最后逐渐消失。 少女缓缓行下后山,淡青色的背影,在淡淡日光照耀下,最后形成一道诱人剪影。 呵呵,薰儿学妹,真巧啊,你也刚从山上修炼下来。 少女静静行走间,一道温和的嗓音,忽然从一旁响起,少女止步,抬头一望,却是瞧得在不远处的山脚下,一位身着一套白色衣衫的俊秀青年,正含笑而立,笑容温文尔雅,这般不俗面孔,在配着温雅笑容,就算是初次与之见面的陌生女孩,都会忍不住的放下一些戒心。 嗯? 瞧得身姿挺拔的白衣青年,薰儿脸颊却并未因对方那出色外貌而表现得太过柔和,虽然他也知道,这个青年可不是那种光靠外表吃饭的男人,其实力,在嘉南学院,也是极为靠前,而能够从那些各地挑选而出的优秀学生中脱颖而出,堪称是嘉南学院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薰儿那平淡的招呼声,并未让得白衣青年脸色有何变化,他轻笑了一声,上前两步,刚遇进一步交谈,前者却是率先开口赌下了他的话,白山学长,薰儿暂时有事,便不陪你多聊了,回见。 少女微微一笑,旋即便是转身对着另外一条小道横去,然而还未走出几步,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薰儿,你果然又跑这边来了?听着这道温软如水的声音,薰儿脸颊这才露出一抹柔和笑容,回头望着那从一旁小道行来的成熟女人,笑道,若林导师,您找我。 听得这名字,原来来人竟然便是两年前那前去乌坦诚进行招生的若林导师,此时的她,两年岁月并未在她那温婉美丽的脸颊上留下什么痕迹,反而经过酝酿,显得比两年前,更加具有成熟韵味。 若林导师走进而,无奈地拍了拍后脑袋,道,再过半个月,便是学院的进阶大赛了,你应该知道,只要通过了大赛比试,便是有资格进入内院修行,学院里,每年方才有五十个名额,原本你去年便是可以参加,可你却是放弃了。 去年薰儿初来乍道,如何赶去和众位学长学姐争夺? 薰儿俏皮笑道,少来,你心中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想等那个家伙一起吗? 说到这里,若林导师忽然咬着银牙,温婉脸颊浮现一抹愤愤不平的怒气,并且还少有的抱了句粗口,消炎那个小混蛋,竟然敢消遣老娘,她那一年假期,可是我顶着诸多压力才解决了下来,可如今一年早就过了,她却还没见到人影。 气死我了。 若不是你这妮子整天缠着我,我干脆就把她名字给划掉算了。 若林导师,放心吧,今年消炎哥哥一定会赶过来的。 文言,薰儿忙道。 就算来了又有什么用? 她缺席了两年的学院修行,难道她在外面的修炼速度,还能比学院那些经过诸位先辈百般评估的修炼模式更快? 若林导师无奈道,想要成功取得名额,至少便是需要大斗师实力,而且这还是在她运气好,没有提前遇见某些变态的前提下。 若林导师,你可不能小看消炎哥哥哦,当年他可是凭借斗者实力,就在你手中走了二十回合的哦。 薰儿明眸微弯,笑咪咪地道。 希望吧,这次的进阶大赛,可不是上次那般简单,整个学院有资格争夺的人,将近三百多人,想要从中闯出,没有几把刷子,还真是挺困难。 若林导师撇嘴道,对于那个竟敢放他鸽子的刺头学生,他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那便请这一次,导师也将消炎哥哥的名字写上去吧。 薰儿拉着若林导师的手臂,娇笑着撒娇。 哎,真是拿你没办法,两年了,整天嘴里都念叨着那家伙,这家男学院比他出色的男孩可并不少,比如说到这里,若林导师忽然眼角斜偏了一眼一旁微笑而立的白衫。 薰儿含笑,却是如若未闻。 就知道你不会理会,四也是知道这个效果,若林导师也将那玩笑话收了回去,低声道。 走吧,快要早课了,跟我回去,我想,你也不愿意在这里被白衫纠缠吧。 笑着点了点头,薰儿拉着若林导师,两人互相低声谈论着什么,缓缓对着小道另外一边行去。 白衣青年,一直安静地站立在小道旁,面带微笑地望着逐渐远去的两人,半晌之后,脸庞上的笑容终于是淡了许些,修长的手指随意地夹住那从树顶飘落而下的一片枯黄树叶,淡淡地道,消炎。 就是那个请了足足两年假期的新生吗? 呵,也好,正好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资格让的薰儿学妹对你这般牵挂? 这般优秀的女孩,庸人,是没有资格拥有的。 羽霸,白衫缓缓转身,附在身后的手指猛然轻弹在树叶上,顿时,黄影暴射而出,最后闪电般的插在远处的一块巨石上,看似脆弱的树叶,却是足足将近有一半射进了坚硬的巨石中。 第383章 黑玉大平原 黑角玉,一块因为混乱,而凝聚在迦南学院之外构建起来的特殊地域,虽然大陆上很多人都对为什么在迦南学院这古老而悠久的学院之外,会存在着这么一种与学院气氛格格不入的混乱地域而感到疑惑,不过不管如何,存在便是真理,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种种压制,可那黑角玉却依然是在以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成倍扩张着, 而他所展现出来的超级小强打不死特性,也是让得那些有心打压这处地域的势力感到无力。 黑角玉的范围,极为辽阔,而且在经过这些年的扩张,几乎俨然成为了一个精卫分明的小国家,只不过与其他帝国唯一的区别在于,别的帝国有着最高领导人,而这处区域,却是各自为战,种种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不断的争夺,杀戮,混乱得犹如一盘散沙,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恐怕黑角玉方才能在这大陆中 更新位置越发壮大吧,不然的话,恐怕没有哪方势力会做看着这个破坏力惊人的特殊地盘急速强大,进而对他们造成威胁。 不过虽然黑角玉的混乱文明大陆,可从这里流经的各种高阶功法,斗技,丹药等等奇物,却是将很多大陆上的强者吸引了过来,毕竟不管如何,这几种东西,始终是连他们都眼馋的必备之物,能够得到一卷比自身所修炼的更高级地功法,那便是能够让得他们在强者路途上,更进一步。 这般诱惑,对于那些强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因此,那黑角玉就犹如是一个黑幽幽的无底洞一般,无数奇宝经过各种渠道流经到此处,然后再以天价拍卖,让得无数人竞相争夺。 由于那忽然出现的神秘组织,让得硝烟原本有些松散的心,再度绷紧了起来,虽然如今他还未曾被那神秘组织发现明确行迹,但只要一想起连要老这种强者,都是被他们逼迫的不敢再随意现身,硝烟便是有种如芒自卑的寒意。 在这缕隐隐笼罩心灵的寒意驱使下,硝烟也是忠于明白,那种悠闲平淡的生活,对自己来说,实在是太过奢侈,如今他所背负之事太多,父亲的失踪,神秘组织对要老的追杀,这种种谜团,都是犹如扑面而来的黑暗一般,让得硝烟再不敢分出半点心思去想什么休息。 想要打破仙谜团,那么他便是需要强大的实力,而硝烟也清楚,他的实力来源,并非是正常的修炼,而是那些存在于天地间的神奇异伙,虽然这种举动危险且疯狂,可对于拥有焚厥的硝烟来说,无疑是成为强者的最快捷径。 为了快增强自己实力,并且让得在那神秘组织找上前来时有能够与他们相对抗的实力,那么硝烟便是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加南学院的陨落心炎弄到手。 时间又是变得紧迫起来了呀,略微昏沉的天空上,一道人影闪电般的飞掠而过。 硝烟低头瞥了一眼下方急速后退的树木,苦笑着喃喃道。 自从当日要老再告知了一些关于那神秘组织的事情与目的之后,硝烟便是放弃了那打算一路游历去嘉南学院的念头,直接是开启了紫云翼,然后日夜兼程的沿着地图路线,对着黑角域飞掠而去。 加玛帝国与黑角域间,间隔距离极为辽阔。 期间要穿过好几个小国家,然后才能到达黑角域的边缘。 这般遥远距离,若是让人步行或者骑乘马车的话,没有个三五月甚至半年时间,恐怕是还真到不了目的地,而且这还是在沿途通畅的前提下。 毕竟在这些小国家的领域中,不可能像是在加玛帝国中那般平静。 因为地势或者国力的种种原因,这些地方几乎每天都是有着争斗。 各种拥兵团为了利益大混战,而且每天实在没钱花了,这些拥兵团还会摇身直接变成臭名昭著的强盗团。 凡是被他们所预见的伤队,只要护卫力量不是很强,恐怕直接会被财物连同着女人,被抢个精光,最后落个凄惨结局。 而硝烟使用紫云逆带步,虽然对斗气消耗极为庞大,不过好在有先前炼制好的回气单支持,再加上已经进化成玄阶终极的焚绝功法,两者的共同协作下,倒是勉强能够支持硝烟长途飞行。 只不过每隔两天时间,他便是需要落下地面来进行一次长达一天的深层修炼,以此来回复那经过长时间飞行,而近乎麻木的肌肉与精神。 而在这般拼尽全力的赶路下,那若是悠闲历练至少需要半年甚至更多时间,方才能到达的黑角域,却是生生被硝烟强行缩减了将近十几倍。 在硝烟使用紫云翼飞行了将近十天时间左右时,下方那千篇一律的重重山巻忽然变得疏密起来,他略微愣了愣,旋即抬头目光扫向远方,却是瞧见在那视线的尽头处,漆黑色的平原,犹如一道黑线般,将外面与里面的世界,完全的分割了开来。 这是,黑玉大平原。 望着那在视线中逐渐扩大化的黑线,硝烟纳满是疲倦与封尘的脸庞猛然间变得精神抖擞了起来,一抹如是重负的笑容由嘴角扩散而出。 按照地图所指,这黑玉大平原,便是黑角玉的门户,只要踏入这里,那么便是进入了那个与外面格格不入的混乱世界。 终于到了,使劲地揉了揉大大的黑眼圈,硝烟缓缓降下了身形,虽然黑角玉近在眼前,可他并没有立刻选择辨识进入其中,既然连要老都反复与他强调那个地方的混乱,那他觉得,以自己现在这副疲惫状态进入那个危险四步的环境中,似乎并算不得上明智。 先回复一下状态吧,虽然这十天赶路极为辛苦,不过这对你也是好处不小,体内斗气正是要在这般不断消耗之中,方才能够快速增强。 要老的声音,此时也是在心中响起。 嗯? 硝烟微微点头,身体缓缓降落在一处山林间,迅速探知了一番,在并未发现有任何人受气息后,方才放下心来,寻了一处隐蔽之所,盘膝而坐,取出一枚回气丹,然后塞进嘴中,手中硬结结冻,眼眸微闭。 随着硝烟进入修炼状态,淡淡的能量波动开始自其体内渗透而出,一股若隐若现的吸力将周身空间中的能量迅速吸进体内,然后经过炼化,灌注进入气旋内那颗因为斗气消耗,而略微有些黯淡的斗精之中。 安静的修炼,足持续了将近大半个下午的时间,硝烟周身那淡淡的能量波动方才逐渐减弱,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 紧闭的睫毛轻轻颤抖了下,旋即缓缓睁开,漆黑眸中,青色火焰一闪而逝,嘴巴微张,一口竟然略微泛着黑色的灼气被吐了出来,黑气灼气缓缓盘旋而起,凡是与之接触的树叶,都是会在顷刻间,被腐蚀成虚无。 那不满疲惫的脸庞,在吐出一口有些诡异的黑气后,也是在此刻完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淡淡的温欲光芒。 消炎头皱眉的望着那道生腾而起的淡淡黑气,眼眸微眯,忽然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右手的中指,只见那根本来修长白折的手指,却是再度变得漆黑如墨,极为诡异。 这,老毒。 还以为他自动消散了呢,原来竟然是一直在潜伏。 瞧得那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的黑纸,消炎不由的苦笑了一声。 这东西若是解决的好,恐怕会是你以后对敌的一个奇招,相反,若是处理的不好,那则是个大麻烦,这种毒素经过变异后,对很多解毒的药都是有了抗性,破坏力惊人啊,药老的声音中,略有些凝重。 消炎无奈的点了点头,甩手指,那黑色正在迅速变淡,片刻后,便是完全消失,那副模样,就犹如是躲进了某些消炎察觉不到的隐蔽地方一般。 若不是为了得到七幻清灵弦,帮助老师灵魂苏醒,我倒也不想去帮那个老家伙,说的承诺跟放屁一样。 嘿嘿,果然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 消炎站起身来,忽然冷笑道,他在替那拦截完全驱逐了毒素后,那老家伙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 可后来呢? 眼见自己被云蓝宗追杀,却是没有半点动静。 呼,也不说那个扫兴的老家伙了,老师,我们这就进入黑角域。 消炎甩了甩头,站在山巅上,望着远处的黑色大平原,道。 嗯? 要老点了点头,旋即提醒道,在黑角域中,尽量少使用紫云翼,飞行斗技可是稀罕货,而且还能被人强行夺走,若是遇见什么强者,恐怕会贪婪心起,杀人越货。 噩! 消炎一愣,半晌后,方才苦笑道,看来这该死的地方,还真的是乱得没边哪,至少在加码帝国,那些强者也还有着一些傲气,动手抢夺之势,倒是很少见到,可这里,貌似跟吃家常便饭一般随意。 哈哈,不这样的话,这黑角域又怎又资格撑得上大陆上最混乱的区域。 要老大笑道,好了,小家伙,走吧,虽然这里面危险且混乱,可好东西也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你不是要替那个海波东收集炼制父子灵丹的药材吗? 这里面,绝对能够找齐。 那自然是好。 文言,消炎小洗了一下,对于海波东在加码帝国鼎力相助的恩情,他一直铭记在心,对于亏欠的那父子灵丹,也是消炎心中的一个结,如今能得到材料,倒是让得他松了一口气。 将所有东西整理好,巨大的玄仲尺也是插在了身后,消炎扭了扭脖子,脚掌猛的一踏地面,随着一道能量乍响从脚底传出,消炎的身形,犹如那离弦剑之一般,化为一道黑影,对着漆黑的大草原奔驰而去。 黑,黑角域,我倒是要看看,你真能乱成何种模样? 第384章不需要慈悲的混乱地狱 一望无际的平原,放眼望去,尽是单调的黑色,隐称着那略微有些昏暗的天空,一股压抑并且令人心情烦躁的气氛,缭绕在平原之上,在这种有些诡异的地方,也难怪会滋生出那些混乱规则。 安静的平原上,一道黑影忽然自远处飙射而来,黑影速度极为快捷,闪略间犹如瞬移一般,只不过每一次落脚时,都会带起一道犹如闷雷般的乍响,乍响成涟漪状,在平原之上扩散开来,最后逐渐远去。 全速奔跑中,人影然微微抬了抬头,露出一张清秀的年轻脸庞,正是那风尘仆仆的从千里之外赶过来的消炎,此时的他,正皱着眉头望着那空旷的平原,低声喃喃道,这该死的地方,真是让人压抑,不过为什么进入平原这么久都未曾见到半个人影? 继续往前走吧,我想那海波东并未来过这里,因此他给的地图,也没有黑玉大平原的确切路线,现在只能进入平原上的一些小镇,然后再购买一张此处的地图了。 要老也是有些不太确定地道,他对这里同样不是很熟悉,只是听说一些而已。 闻? 无奈的点了,头,消炎只继续埋头苦感。 对了,小家伙,再提醒一下,在这黑角狱中,不要有过多的怜悯心,那东西在这里,是被抛进臭水沟的玩意,有了没有半点好处,反而是会将你拖进泥潭,要老忽然再度出声提醒道。 杀鸡井猴,是这里最有效的手段。 消炎淡淡地笑了笑,道,老师,我不是什么烂好人,也并不是什么以慈悲为怀的圣人,那些拯救天下苦难的伟大事情,还轮不到我去做。 我只想让自己强大,然后保护我该保护的人。 其他的,我没心情,也没资格去管。 这是在黑角狱生存的最好心态。 闻言,要老笑了笑,道是松了一口气,他同样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会是那种心慈手软的圣人,因为他知道,那种人,是最活不长的。 与其成为短命的圣人,那他更希望消炎是一个为了该保护的人,而选择心狠手辣并且不折手段的消雄。 轻吐了一口气,消炎再度埋头前冲,而在继续奔驰了将近半个小时后,那视线之内,终于是隐隐出现一个小黑点。 随着越加接近,小黑点逐渐扩大,星星点点的白色帐篷,出现在了消炎视野之内,原来是一个小型的部落。 望着那隐隐从中传来人声的帐篷,消炎心中松了一口气,脚点地面身形犹如一抹黑影般,闪电般对着那小部落奔略而去。 奔略了将近两三分钟后,部落终于是完全出现在了消炎眼中,他逐渐放缓身形,然后缓缓对着那部落大门处走去。 这般近距离接触,消炎目光四处扫了扫,发现这个部落其实也并不小,其中连绵而起的大小帐篷,起码也有将近百顶,而从其中不断响起的喧闹声来看,里面人气貌似还不错。 缓步走进部落大门处,消炎脸色忽然微变,脚步猛地后退了一步,一支长剑忽然破空而来,狠狠地插在他面前的草地上,从那不断摆动的剑位可以看出,这放剑之人,定然是有什么留人活口的打算。 在消炎躲开长剑后,不远处的部落栅栏处响起了一道滴滴的惊一声。 在下只是路过之处,想要补给一下而已,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消炎冷冷地瞥了一眼栅栏某处,冷喝道。 七,难道你是才进黑角域的菜鸟? 竟然连进入部落前,要先在百米之外给路工的规矩都不知道。 一道人影跃上栅栏,听得消炎这番问话,先是一愣,旋即似明白了什么,眉头一挑,眼中却是快速的闪过一抹诡异神色。 消炎眉头一皱,路工。 五百金币,快点。 别磨磨叽叽了,浪费大眼时间,你不要给我说你连路工的钱都交不出来。 瞧得消炎迟疑模样,那名男子眼中的诡异更盛,声音反而放缓了一点,催促道。 真是奇怪的规矩。 心中松了一气,消炎手掌一翻,一袋金币出现在手中,然后对着男子丢了过去,后者赶忙接过,细细的数了一遍后,方才手一挥,声音干巴巴的喝道,开门。 听得这声音,部落那扇破烂的木门,顿时嘎吱嘎吱的打了开来,露出了里面的街道以及来往的人流。 进来吧,菜鸟家伙。 咧嘴笑一声,那名干兽男子笑咪咪地道。 眉头微微皱了皱,果然正如药老所说,这黑角玉没多少正常人,他手掌握了一下肩膀处的驰柄,然后心中加了一些警惕,缓缓走向大门,一步跨了进去。 进入部落,那由帐篷所组成的街道出现在了眼中,在帐篷之外,摆着各种各样地摊,其上面也是摆放着稀奇古怪的东西,此时,在那街道上,也有着不少手持兵器的人正在四处晃悠。 先找找有梅地图出售吧。 心中念叨了一句,萧炎刚欲进入街道,面前人影一闪,旋即三个手持鸣晃晃刀刃的男子,便是一脸阴森笑容的将路拦了下来。 嘿,我说刚来黑角欲的年轻菜鸟,今天我来教教你一条黑角欲的规矩,那便是不要轻易让人看出你是刚进这里的菜鸟。 难听的喇叭笑声,在身后响起,萧炎回头一看,先前那射箭的干兽男子,正手持弓箭,而弓上的利剑,摇指着萧炎。 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吧,钱啊,武器啊,或者其他的全部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我万一心情好的话,或许会只留你一条手臂给你当做错事的代价。 干兽男子咧嘴笑道。 不愧是黑角欲,只不过可惜,一群蚂蚱再如何蹦打,也始终只是蚂蚱。 萧炎目光扫过面前的街道,此时街道上的人群也是发现了这边的事情,不过却并没有一个人出来替萧炎解围,反而倒是一个个抱着膀子满脸戏谑,犹如看戏一般。 小家伙,这亲身体验了一下,总算明白了吧? 那家伙说的没错,在黑角欲中,不要让任何人看清你的底细来路,在这里没有什么好人,所以也别指望那些围观者会出来帮忙,他们没有落井下石的过来砍你几刀,已经算是很正常的了。 要老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手掌缓缓握上玄重驰柄。 瞧得萧炎的举动,那挡在他面前的三人,顿时脸色一寒,也不说什么废话,手中利刃,直接对着前者脖子狠狠地砍了下来,下手颇为狠辣。 砰,砰,砰。 利刃还未到目标身上,一道黑影骤然闪过,三人阴寒脸色瞬间惨白,身体犹如被锯锤砸中一般,猛地被砸进了后面的帐篷中,鲜血浆白色帐篷,染得颇为刺眼。 混蛋。 电光火时,三名同伴便是受重创,那名干兽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惊恐与狠意,手中弓弦刚欲松动,一道黑影骤然出现在其身后,森然的低语,轻声响起,以后动手前,最好分辨清楚双方的差距,不过我想,或许并没有下一次了。 扑斥。 话音落下,黑始终重砸在男子后背之上,顿时,一口鲜血夹杂着被距离震碎的内脏,喷了出来。 脸色淡漠的望着那软道而下的人,硝烟反手将弦重尺插在后背上,然后缓步行进街道,而瞧得他的近来,那些原本满脸戏血的人群,在略微呆至了一瞬后,都是收好表情,任由那道人影带着许些血腥味,从面前飘然而过。 在硝烟缓缓缓消失在街道转角时,这里人群方才恢复热闹,他们笑着望了一眼那栽到在大门处的尸体,眼中也没什么怜悯,只是嘖嘖赞叹道,嘿,这个年轻人真是够狠辣的,下手干脆利落,杀起人来竟然没有半点迟疑,够爷们。 看来他能在黑角域活得挺舒畅的。 此时的硝烟,自然是不知道,由于他那狠辣的手段,赢得了这般高的评价。 看来,要老所说之话,果然不假。 硝烟在沿着这几条并不算太长的街道悉数找了个便后,却是失望的发现,这个小部落,竟然是没有地图可买。 郁闷的摇了摇头,在他打算找个人问下大致的路线时,一道略微肥胖的人影,忽然出现他面前,满脸笑容。 这位先生是在购买地图吧? 先前我看你一路问过来。 胖子在硝烟皱眉之前,笑咪咪地道。 你有。 硝烟斜了一眼这个陌生胖子,淡淡地道。 我是行走在黑玉大平原上的商人,自然是必须携带最精细的地图。 胖子笑道。 价格。 硝烟的声音,依然没有半点波动,在这黑角域,没有免费的午餐。 呵呵,说句实话给先生听,在黑玉大平原,就你是拥有地图,那也难以找到正确的目的地,因为平原上时不时的会出现遮天蔽日的黑风暴,这种时候,地图则是没为用,只有那些经验老道的人,才能顺利走出黑风暴。 不过我想,先生初来乍道,应该并没这种经验吧。 胖子摇了摇头,笑道,我也不与你拐弯抹角,先前你在部落门口时,见你实力不错,因此才是想请卫我商队的护卫,如果你的目的是想穿过黑玉大平原,入内部黑角域的话,倒是能够与我同行。 不过,为了作为带你走出大平原的报酬,则是需要在我商队遇到麻烦时,出一点力,如何? 文言,消炎眉头微皱,在心中谨慎地问道,老师,真如他所说。 了,黑玉大平原的确是以黑风暴著称,经验不强的人,倒还真会迷失方向。 据说当年一个倒霉的家伙,便是在黑风暴中赶路,结果绕着大平原转了大半个圈,活活给累死了去。 要老迟疑了一下,道,要穿过黑玉大平原,与经验丰富的商队同行,倒是的确能省去很多麻烦。 呵呵,我们商队的目的地是黑角域内部的黑印城,那里后天便是要举行一年一届的拍卖大会,以我需要加强护卫力量抓紧时间赶过去,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找一个不熟悉的人来。 胖子笑了笑,对自己这有些冒实的举动做了解释。 拍卖大会 听这名字,消炎心头略微移动,黑角域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那些令人咄舌的奇物,每一次的拍卖会,都是会吸引的无数人竞相争夺。 心中再度沉吟了一会,消炎也就不再迟疑,点了点头。 合作愉快,你可以叫我多马。 瞧消炎点头,胖子顿时松了一口气,笑咪咪对着消炎伸出手来。 要炎,随意地握了一下对方那肥胖的手掌,消炎淡淡地倒。 第385章 黑榜,黑风暴 漆黑的大平原之上,一只车队带起一缕淡淡的黄尘,旋即奔驰而过,最后消失在视线尽头。 略微有些颠簸的车内,消炎盘膝而坐,在他的面前,便是那位叫做多马的商队主事人,这只商队的护卫,也的确如同他所说,并不是很强,其中最强的一人,似乎实力也就在五星斗师左右。 当然,作为原本便被多马聘请卫的护卫长,那个家伙自然是对忽然加入的消炎有些不喜,不过在赶路中某一次被消炎不小心一掌给轰下了马车后,他倒是变得老实了许多。 而也正因为那一掌,多马对消炎的热情,则更是变得阴切了许多,以至于后来甚至直接将他请进了马车,好生招待,毕竟,在这种处处有着被劫的危险下,车队里有着一名强者坐镇的话,倒真是能让的人安心不少。 此时的多马,正从怀中掏出一卷有些发黄的地图,在面前的桌子上缓缓摊开,手指指着一处红点,笑咪咪地道,这里便是我们的目标地,黑印城,按照我们的速度,应该能在明天下午到达。 消炎目光紧紧的盯在那张泛黄的地图上,视线在那个黑印城的小点上停留了一会,然后便是顺着一条路线,缓缓沿上,最后看见了处于中心位置的一颗蓝色星辰。 这里应该就是迦南学院吧。 目光瞥了一眼那蓝色星辰,消炎脸庞没有丝毫变动,随意地问道。 嗯,那就是闻名斗技大陆的迦南学院,我女儿便是在其中,呵呵。 多马点了点头,提起他女儿时,那张肥胖的脸庞有着许些自豪。 消炎默默地点了点头,将那条路线牢牢地记在心中,然后目光再度扫向迦南学院外围的黑色区域,那些黑色区域,被分割成好些个大小不一的板块。 现在的黑角域,基本上已经被一些强大势力所瓜分完毕,虽然彼此间依然还是在为地盘的争夺而不断厮杀,可短时间内,变化应该不会是很大。 瞧得消炎的目光,身为商人的多马自然是明白他的一些疑惑,虽然他也能够猜到消炎应该是出进黑角域不久的新人,可精明的他,却是丝毫没有说出来,反而是微笑着解释道。 我们所要去黑印城,便是属于巴扇门所管辖,这个巴扇门是黑角域的老牌势力,实力极强,据说他们的首领元一,实力更是能够排进黑角域黑榜前十,而这一次黑印城的拍卖大会,则是他们巴扇门所主持,多马手指在黑印城周边一带画了一个小圆圈,笑着道。 黑榜 陌生的词语,让得消略微愣了愣,低声喃喃道。 呵呵,这黑榜便是和一些帝国的强者排名榜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这里的黑榜竞争力,却是远远超出那些帝国的强者榜。 因为仅仅是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黑榜中的最后三位,便是直接被取而代之。 据说那被取代的三位,可也是斗王级别的强者呀,多马摇了摇头,惊叹地道。 哦! 闻言,萧炎有些动容。 要知道,加马帝国的那十大强者,几乎至少是要将近十年才会出现轮换更迭,而在这里,即使是斗王强者,都是被淘汰的这般快。 难以想象,那股竞争力,是如何残酷。 那黑榜排名前几的,又是哪些人? 实力如何? 萧炎轻声问道,声音中略有些好奇。 排名第一以及第二的,倒是因为太过神秘,而导致很少人见过,所以我也支支不深。 不过那第三位的,倒是个了不得的强者。 据说实力早已在斗王巅峰,并且还极为精通炼药术,堪称是黑角玉炼丹第一人。 因此大多人都竟称之为药黄,多玛沉吟道。 药黄? 这外号倒也真是挺有分量的。 萧炎淡淡笑了笑,道,他真名叫什么? 嗯,我想想,好像是叫做寒风啊,多玛烧了烧脑袋,笑着道。 吃。 就在多玛此话落下之后,萧炎那隐藏在袖间的手指猛然一阵剧烈颤抖,手指处的那枚黑色戒指上,竟然是忍不住的爆出了许歇森白火焰,最后导致那手指垂落处的车板,直接被高温烧穿了一个小洞。 戒指突然间的变化,也是让得萧炎脸色微变,不过好在有着袖子的遮掩,因此对面的多玛倒也是没有发现这变故。 老师,您怎么了? 萧炎手指轻轻抚摸着漆黑戒指,心中低声道,先前戒指的异动,很明显是因为其中的耀老情绪骤然暴动的因故。 萧炎的问话,并没有得到回答,此时的耀老就犹如完全沉寂了下去一般。 感受着耀老的完全沉寂,萧炎也明智的没有再追问,只不过,心里却是将那个名为寒风的名字,给牢牢的记了起来,这个人,或许是跟以前的耀老,有着颇大的关联。 耀炎先生,你没事吧? 瞧得脸色忽然变化的萧炎,对面的多玛不由得有些忐忑地道。 没事。 笑了笑,萧炎刚欲说话,却是忽然现马车外面骚动了起来,一道道惊呼声,传进马车,所有人注意,黑风暴要来了,赶紧准备停车。 主要不要分散,免得迷失了方向。 黑风暴。 真是倒霉,果然又遇见了。 听得外面的惊呼声,多玛脸色微变,不过倒也并非极为恐慌,对着萧炎道,耀炎先生,我们先下车吧,只要做好防护,这种并不算太大的黑风暴,倒不至于会造成多大的危险。 点了点头,萧炎先开车帘,跳了下去,抬头望了望,发现十几分钟前还是晴朗的天空,现在却是被诡异的黑雾遮掩了整个天际,目光朝前方望去,视线却是被阻碍得厉害,现在他方才知道,为什么多玛会说,若是遇见黑风暴,就算是有地图,那也是无济于事。 呵呵,耀炎先生,不用担心,我感受了一下风向,并不是很大,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多玛在萧炎身旁笑道,黑风暴虽然是黑玉大平原最令人郁闷的天后,不过与那些残暴的黑匪相比,却是要好许多,至少,遇见黑风暴运气好点,还能保住性命,可遇见那成千上万的黑匪大军时,恐怕就只能束手待毙了呀。 萧炎微微点头,刚欲说点什么,却是发现本就昏暗的天色,煞时间没有半点预兆的完全黑暗了下来,旋即不久,呼啸的狂风,猛然自天空席卷而下,顿时,一些体型稍弱的人,身体被狂风吹拂得有些摆动了起来,害得他们赶紧抓住身旁的一切物体。 黑色狂风,自黑压压的天空上席卷而下,犹如张开聚嘴的恶魔一般,吞噬一切所遇见的东西。 互相连在一起的车队被摆尾相接的原形,众人躲在其中,手中的武器,死死插进地面中,将自己的身体犹如钉子一般固定下来。 不见五指的黑暗,笼罩着所有人,在呼啸风声中,谁也感觉不到自己身旁是否有着人的存在。 半跪在地面上,硝烟将玄重齿狠狠地进地面中,然后身体躲在宽大的齿身后,听得狂风吹在齿身上响起的噼里啪啦声音,他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没想到这所谓的黑风暴,竟然强到这般地步,而这还是多马口中所说的小型风暴,若是遇见再大点的,那岂不是能直接把人给卷走了? 黑暗与狂风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时间,隐隐间,黑暗中的硝烟忽然皱了皱眉头,转头将视线撇向一个不知道方向的地索。 那里,似乎有着许些诡异鸿芒闪动,并且还隐约伴随着模糊声音传来。 眨了眨眼睛,感受着周围似乎有着减弱趋向的狂风,硝烟迟疑了半晌,忽然半弯着身子,对着那隐约鸿芒处,悄悄移了过去。 一栋似乎在黑暗中持续了几分钟时间,那诡异鸿芒终于是出现在了硝烟视线内,借助着那微弱鸿芒,硝烟有些愕然的发现,那放着红色光芒体的,竟然好像是一个有些虚幻的人形,只不过看其飘荡模样,怎么和药老出现时有些差不多。 咦? 这个家伙竟然也是个灵魂体? 只不过似乎挺弱,斗灵级别,不对。 有什么东西隐藏在黑暗中,小家伙,千万不要动。 慕然间,一直陷入沉寂的药老,忽然似是发现了什么,急忙喊道。 闻言,硝烟一愣,身体豁得趴在地面,连大气都是不敢出。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追杀于我? 我似乎从没与你们有过结怨。 红色灵魂体在狂风中呼摇呼摆,此时的他,正面对着黑暗,脸庞上有些扭曲与恐惧。 结结 黑暗中,忽然响起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旋即一道黑色锁链猛的自黑暗中暴射而出,犹如黑蛇一般,极为灵活的缠上了红色灵魂体。 滋滋,那宛如是由一种极为诡异的能量所凝聚而成的能量锁链刚刚沾上红色灵魂体,一阵阵白烟便是从后者体内渗透而出,旋即凄厉的惨叫声,响彻而起。 不过不管他如何挣扎,最后甚至是召唤出了一种红色火焰,可却依然是拿那黑色锁链没有半点办法,以至于后者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灵魂越来越微弱,最后被锁链吐出一道黑光,包裹而尽。 结结,管你生前有多风光强横,可只要成为了灵魂体,便是我魂殿的捕猎目标。 难听的笑声,逐渐在黑暗中远去,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 黑暗的草丛中,硝烟几乎完全屏蔽了呼吸,冷汗打湿了衣衫,他没想到,在这黑风暴中,竟然会遇见那个追杀药老的神秘组织,并且最让得硝烟感到震撼的,还是先前神秘人连身形都未露出来,一个斗灵级别的灵魂体,便是没有丝毫反抗力的被捕捉,这种力量,未免太恐怖了吧。 第386章 黑印城 趴在草丛中,四周的狂风呼啸作响,黑暗中,硝烟再不敢移动半点身体,生怕那隐藏在黑暗中神秘东西未曾远去,然后忽然抱起杀人。 黑暗中,没有时间概念,就在硝烟心中略微泛起一丝淡淡的烦躁时,一缕微弱的阳光,却是忽然照射进入黑暗中,那场景,就犹如一个没有丝毫漏缝的鸡蛋,轻轻敲裂开来一般,温暖的阳光,驱逐了其中的黑暗。 随着第一缕阳光出现后,一道道阳光开始倾洒而尽,而那呼呼作响的狂风,也是缓缓减弱,直至最后的消散。 望着略微放明的天空,硝烟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的爬起身来,目光四处望了望,旋即在几百米之外,看见了那个已经在整顿的商队,当下赶忙脉动步伐,对着那边迟跃而去。 当硝烟快要接近商队时,便是看见了多玛那欣喜的胖脸。 耀炎先生,你没事吧? 先前找到你人,可把我给急的。 多玛快步迎了上来,松着气道。 没事,刚才小心被刮走了一段路程。 瞧多玛脸庞上的欣喜,硝烟微笑着摇了摇头,虽然这个胖子是因为他的实力而才这般焦虑,可至少与黑角域某些人相比,他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被刮走了。 那耀炎先可真是好运,若是换个倒霉点的,定然是要迷失在大平原上了。 文言有些庆幸的笑道,耀炎先生先进马车吧,我整理一下被吹散的货物,然后继续上路。 点了点头,硝烟望着那已经使整顿东西的商队,也不再说什么,再度钻进了马车内,然后盘膝而坐,心中却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低垂的眼眸中,一抹震撼依然还残存着,心中喃喃道,那就是魂殿的实力吗? 果然可怕呀。 嗯,不过也并非是完全如你所见那般。 我上次便说过,魂殿有着专门对付灵魂体的手段,而且灵魂体也并不能使用斗气,一些拥有奇异火焰,并且将之炼制成了本命火焰的灵魂体倒是要好一些,当初与魂殿的人相遇,我是凭借古灵冷火,方才顺利逃脱,不然的话,恐怕下场也就和你刚才所见那家伙差不多,要老的声音缓缓响起。 他们所使用的攻击方式,我觉得,似乎,脱离了斗技,斗气的范畴。 想起那诡异的黑色锁链,萧炎威有些迟疑地道。 因为他也知道,灵魂体虽然不能使用斗气,可也同样的,斗气对他们的伤害,也是会相对而言的减少,可前看那锁链一缠上那红色灵体,便是犹如炽热遇到冰块一般,反应剧烈的有些令人咄舌。 嗯,当初与他们接触,我倒也是有过这种感觉,不过却没有机会深究。 现在想来,他们的攻击方式,倒的确与常人有些不同,我想,恐怕这也是为什么灵魂体在他们手中如婴儿般没有多少反抗力的最终原因吧。 要老沉吟道。 不过现在你也不用操这心,只要我少出现,他们短时间内应该是找不到我们的位置,而你现在所需要的做的,便是尽量在他们发现我们时,把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不然,先前那人,便是前车之剑哪。 要老凝重的道。 嗯? 经过这黑风暴的一次偶遇,萧炎也是感到那紧迫感更是强烈了许多,而且那些家伙的诡异攻击方式,也是让得他有些担心。 毕竟,未知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 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在黑印城停留一天时间,那里的拍卖会,应该会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黑角域的拍卖会,可不是加码帝国的那些可以相比,看看,倒能开开眼界,不过,你身上的钱带够了吗? 在黑角域,没有钱几乎是寸步难行啊。 要老笑道。 嗯?似乎有十几万金币吧,还是当初在乌坦承销售疗伤药的分成呢?文言,萧炎一愣,道。 十几万,要老有些无语,无奈的道,刚好能够让得你在黑角域活下去,不过想要去拍卖什么东西,那就算了吧。 尴尬的烧了烧头,萧炎苦笑道,实在不行,购买点药材炼制丹药去拍卖吧,我可没听说过炼药师会缺钱花的。 也可以拍卖一点半生子晶圆,或者那的火莲子,这东西放在黑角域,那也是能引起一些轰动的,到时候恐怕会有无数修炼火属性功法的强者会切而不舍的争夺的,要老笑道。 怎么可能,那半生子晶圆可是吞天蟒最喜欢的食物,没有了的话,那小东西万一不听话了,我们办。 地火莲子就那么十一颗,而且期间还被我吃了一颗,我自己都还嫌不够,还拿去拍卖。 翻了翻白眼,萧炎嘟囔道。 还是炼制丹药拍卖吧,现在的我好歹也是能够炼制出四品丹药的炼药师,我想,就算是在这黑角域里,四品炼药师也不会跟大白菜一般,一抓一大把吧。 萧炎撇嘴道。 大白菜!也亏得你想得出,以你四品炼药师的身份,随便加入哪一方势力,都能被荡成上宾对待,而且待遇绝对不会比斗王强者低。 要老吃笑道。 嘿嘿,那便好。 窃笑了一声,萧炎听得车门外响起的脚步声,也就停止了与要老的交谈,闭眼垂目,犹如老僧入定。 自从在经历过那一黑风暴之后,多马的这支车队便是没有再经历过什么麻烦,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那单调的黑色平原边缘处,终于是开始出现了葱玉色。 瞧得这些疏散的绿色,经验丰富的护卫,都是忍不住的松了一口气,只要出了这平原,那么倒是要安全了许多,毕竟如今的这些城市,大多都是有着势力独霸,而只要交给这些势力足够的钱财,倒也不至于会落个货物被劫并且满队被屠杀的凄惨下场,杀鸡取卵的事,这些势力倒是不会蠢的去干。 当然,事情也并无绝对,不然的话,这黑角域也就和那最混乱区域的名头有些不服了。 马车内,硝烟掀开车帘,望着那徐徐出了黑色平原的伤队,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呵呵,这次还好,没有遇见那些残暴的黑匪,我的货物,也总算是保住了,没什么人员伤亡,倒是能省很多赔偿金。 多马肥胖的脸庞上浮现许些如是重负的笑容,在黑玉大平原运输货物,几乎便是和把脑袋挂在裤腰上没什么区别,一个运气不好,便是落个丧命下场,毕竟这黑角域,想挣钱不容易啊。 对了,耀炎先生,这是你的报酬,虽然和你大斗师的身价不符,多马从怀中掏出一袋金币,递给硝烟,苦笑道。 没多马先生的带路,我恐怕算再走十天,也难以走出黑玉大平原,这些钱,也足够了。 硝烟并没交错的拒绝对方报酬,取过金币颠了颠,看那份量,应该在五千金币左右。 多谢耀炎先生了。 多马感谢弟点了点头,旋即江淮中的那卷精细地图也递了过去,低声道,我想,对于初进黑角域的新人来说,这个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萧炎眼眸微眯,缓缓的点了点头,没推辞。 呵呵,耀炎先生,看你年龄也并不是很大,实力便是这般强横,想必修炼天赋极不弱,不过行走在黑角域,万事都要留心点,最好不要让人轻易看出你是新进来的新人。 不然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多马轻笑道。 受叫了。 车队在行出了黑玉大庭圆后,便是逐渐减缓了一些速度,沿途在赶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后,终于是在下午时刻,翻过了一座山岭,而在那山岭之角,一座由漆黑巨石累积而成的庞大城市,若隐若现地现出了模糊轮廓。 在那城市的四方城门处,还能隐约看见密密麻麻的小黑点,犹如蚂蚁般,会拢着涌进城市那巨章的黑暗大口中。 呵呵,耀岩先生,这便是黑印城了。 由于这两天的拍卖大会,因此附近很多势力以及强者都会赶过来。 毕竟每一年的拍卖大会,都会有着重磅奇物,据说,去年的拍卖大会压箱底之物,就是一卷的街低级斗技,当时各方势力为那东西,可是差点直接在拍卖场大打出手啊,最后若非是主办方后台强硬,恐怕就直接成闹剧了。 站在马车上,多马望着山脚下的城市,笑着对一旁硝烟道。 地阶斗技,听得这等级,硝烟嘴角忍不住的抽了抽,果然不愧是大陆起宝流转的硝赃地,这种等级的斗技,在加马帝国中,基本没什么可能见到。 走吧。 多马手一挥,车队便呼啸而下,沿途带起一缕黄尘,对着山脚下的那座大城市奔驰去。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吧,这那在视线中逐渐放大的城市,硝烟低声喃喃道。 心中略有些好奇与期盼。 第387章 经济窘迫的硝烟 车队从山顶呼啸而下,十几分钟后,便是接近了那漆黑的城门,速度逐渐减缓,然后排在那人流之后,安静地等着队伍的进入。 站在马车之前,硝烟抬头望着那黑漆漆的巨大城墙,目光扫了一眼城门正中央黑印城三个大字,视线缓缓下移,最后停在城门口的十几位身着黑衣进装男子上,他们似乎就犹如外界的守城兵一样,只不过这里,任何进入其中的人,都是必须向他们交纳一大笔不菲的入城费用。 要知道,这这种入城费若是放在加玛帝国那种环境中,恐怕会直接引起暴动,而在这黑脚狱中,似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已。 给我滚开,少在爷面前蹦打。 就在硝烟正在打量这座具有黑脚狱特殊风格的城市时,一道充满暴躁的骂声,忽然在他前方不远处响起,硝烟一过目光,原来是一个光头大汉,或许是因为有些等的不耐,一巴掌把他面前的一位瘦弱男子拎了起来。 啊,光头大汉的话语刚刚落下,那被他拎起来的瘦弱男子便是猛的一转身,袖袍中飞快的画下一把匕首,匕首画起一道寒芒,狠狠的对着光头大汉喉咙撕了过去,不过好在后者反应敏捷,急忙脖子一退,匕首错位,刺在了其喉下方处半寸,顿时,鲜血狂飙,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从光头大汉嘴中响起。 一击重伤光头大汉后,那名瘦弱男子身体一摆,便是如同泥丘般,身体从衣服中缩了出去,然后一头便是滚进了一旁的树丛里,消失不见。 咋种,大爷要撕了你。 眼睛赤红的将匕首拔出,光头大汉失去理智的也是一头冲进树丛,许久之后,一道与先前那凄厉喊叫相同的叫声,从树丛内传出,半晌时间方才逐渐消散。 站在车架上,消炎有些目瞪口呆的望着那处丛林。 听那道最后的惨叫声,他知道,那个光头大汉恐怕性命难保,不过让得他有错愕的,那光头大汉的实力应该在二星斗尸左右,而那瘦弱男子则只有斗者级别,两者间差距这般大,那瘦弱男子下毒手时竟然也这般干脆利落,甚至没有丝毫迟疑,这般狠辣心机,简直让人咋舌。 能够在黑角狱中生存下来的人,果然都不是普通货色,对于这话,消炎现在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呵呵,耀炎先生,在黑角狱,千万不要以貌或者表面实力取人,因为每年黑角狱中因为这个原因而死去的人,尸体几乎是能够将一座城市堆满。 多玛低声笑道。 嗯,消炎微微点了点头,这亲眼见的一幕,让得他彻底的明白了黑角狱的规则。 先前的两人厮杀,犹如一个小插曲般,仅仅是让得排队的众人有些看料而已,却是并没有多少人对此而发出什么感叹。 队伍缓缓地前进着,在将近半个小时后,终于是轮到多玛的车队,在车队到城门口时,他眼疾手快地将一大袋金币递了过去,消炎眼尖,清楚地看见,在他递大袋金币时,手中还藏了一小袋。 那名脸色淡漠的黑衣男子,接过金币,随意被颠了颠,面色柔和了一点,也不说什么废话,手一挥,便是放了多玛的伤队进入城中。 呵呵,耀炎先生,你接下来打算去哪? 进入城中,多玛将车队停下,笑着问道。 我打算先在城内转转,对了,不知道黑衣城那里的药材最多。 消炎跳下马车,抬头问道。 药材吗?那自然签药房了。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便是能够在那里购买到在外面根本难以瞧见珍惜药材。 多玛笑道。 嗯,多谢了。 既然如此,那便先在这里告别吧,日后有机会再聊。 对着多玛拱了拱手,消炎也不等他说什么客气,转身便是挤进了人流中,然后快速消失不见。 哎,希望能真的再见吧。 不过黑角狱中每年死亡人数中,新人死亡率是最高的呀,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青年人,年轻气盛,不懂收敛锋芒,摆明的一副短命箱啊,不过这个小家伙倒是要好许多,如果手段再狠辣一些的话,只不定还真能在黑角狱魂出头来。 望着消炎消失的背影,多玛苦笑了一声,然后一挥手,将车队对着另外一条街道开覆而去。 顺着街道缓缓的行走着,消炎目光不断的在街道两旁的商铺中扫过。 不过最让的消炎有些无语的,还是这短短不到百米的街道,还未走完,他便是看见了不下实起的斗殴,甚至抽刀血拼的事件。 对于这种城市,几乎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乱。 避开街上的一些血拼,消炎转过两条街角,行走将近二十多分钟后,扫动的目光,终于是停留在了一战地颇广的店铺扁额上,在那弹红额上,写着签药房三个古谱大字。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心中低难了一声,消炎放快了脚步,然后走进这间气势不凡的药房。 顿时,一股夹杂着上百种的药味,便是扑面而来,让得人忍不住有药打喷嚏的冲动。 药房之内,面积极广,东西纵横都是摆放着整齐的水晶柜台,透明的柜台内,放着各种各样的药材,此时,在这些柜台前,正有着不少人停步而下,吵杂的交谈声,在其中不断徘徊。 脚步缓缓度向那些水晶柜台,消炎目光在其中扫,眼中闪过一抹惊诧,正如多玛所说,这迁药房里面的药材,的确在外界很难寻找到,真不知道他们是在那里弄来的这么大规模的稀奇药材。 惊叹的摇了摇头,消炎视线从药材下方标明的价格上扫过,又是忍不住的一阵错愕,一株高阶的木铃三针花在外界虽然稀罕,可也就顶多售价五万金币左右,可这里却是足提升了将近三倍之多。 十七万一株,这些家伙,干脆直接去抢吧。 消炎无语摇了摇头,按照他现在的身家,貌似连这么一株木铃三针花都买不起。 苦笑了一声,消炎目光再度从水柜台上徐徐扫过。 半晌之后,他站在了最后一个柜台处,面容有些麻木。 在先前的查看中,他的确是将炼制一枚父子灵丹的所有药材都是找到了,只不过经过他的计算,如果将那些药材全部买下来的话,至少需要,八十七万左右。 黑店哪黑店,如果海老再好了,他身为米特尔家族的太上长老,拿出这些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嘴中滴滴的喃喃着,消炎忽然的有些窘迫,以前从未在意过这些金钱上的事,如今一进入黑角域,却竟然是为了钱苦恼了起来老师,现在怎么办? 无奈之下,消炙心中苦笑着问道。 嘿嘿,早说过,在黑角域中,没有钱那可是寸步难行。 要老戏谑地道,还能怎么办? 你若是不想以物换物的话,那就先别打那父子灵丹的主意了,把剩下的钱拿来买两副炼制三文青灵丹的药材吧,然后再去拍卖场把炼制出来的丹药拍卖掉,不然的话,那些药材也绝技弄不到手的。 哎,只能这样了。 叹息一声,消炎又开始掉头寻找那炼制三文青灵丹的药材,不过还好,三文青灵丹只是属于丝品丹药,所以他所需要的药材,价格远远少于炼制紫灵丹时所需要的。 对了,差点忘记诉你一件重要的事,虽然这会让你本就不宽裕的经济雪上加霜。 要老性灾乐的笑声,让得消炎有些不安。 既然你想要打那陨落心炎的主意,那么便是得像当初吞噬青帘地心火一样,将所有准备工作都弄得完善。 要老笑咪咪的道,吞噬青帘的心火,是靠着血连丹的保护,才让得你成功率大增,不过那陨落心炎在异火榜排名第十四,可远远比排名第十九的青帘地心火强悍,所以,这一次你所做的准备,还必须更加周全。 了,竟然差点忘了这一茬。 消炎一正,旋即恍然,上一次吞噬青帘的心火,若非是因为血连丹的所助,他最后究竟能否成功,还是两说呢? 那我们这一次,需要准备点什么? 消炎忐忑地问道。 六品丹药,地灵丹,至于材料倒是不多,四种而已,地心火汁,龙须冰火果,青木仙藤还有,六阶水属性磨合一枚。 淡淡的话语,确实让得消炎走动的脚步骤然僵硬,嘴角微微抽搐着,不提那三种就是他听都没听过的药材名字,光是最后一个,就是让他有种气急败坏的冲动,六阶磨合。 难道还让他去杀一头能够与斗黄强者相匹敌的六阶超级魔兽? 找死也不是这种办法吧? 第388章炼丹脱贫 从千药房,走出来,消炎仰头望着略有些阴沉的天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从现在起,他正是成为赤贫一族了呀。 四伏炼制三文青灵丹的药材,不仅将他身上的十三万金币全部消耗殆尽,而且最后还是拿出了整整三瓶二十七粒回气丹,方才顺利的将那些药材从一脸诧异的服务员手中拿走,要清楚,按照市价,一枚回气丹也能买到五千多金币一枚,而这二十七粒一起出售, 就算出去了灵头,那也是要十多万哪。 穷得叮当响啊,希望不要炼杂了。 不然的话,恐怕就真的只能把半生紫晶圆拿来出售了。 消炎苦笑了一生,虽然购买了四伏炼制三文青灵丹的药材,可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甚至,如果四次中,有两次炼制成功了,那这一次他的买卖也是能赚一笔。 可问题是,他根本不敢肯定自己能保持这般的成功率呀。 当初在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大会,若非是借着几分运气,恐怕他还真炼制不出来那最高品阶的三文青灵丹,然而谁又能肯定,那种好运,将会一直办在身边。 回头望了一眼那千药房的匾额,消炎咬牙切齿的骂了一句黑店后,方才拂袖行进街道,开始寻找着能够提供他安静炼丹的地方。 顺着街道缓缓行走将近十几分钟,消炎逐步在了一间旅馆之外,略微移后,便是走进其中。 安静的小房,消炎将先前购买所的药材一样样的摆放在桌面上,边掏边低声道,还好刚才多马给报酬时没拒绝,不然现在连住旅馆的钱都没了,这生活过得,嘖嘖,真是够寒碜的。 将药材尽数掏出来后,消炎便又是将一尊并算不得多高级的药顶拿出,做完这一切,拍了拍手,苦笑道,看来又得大战一番了,算了,全当是练个手术吧。 手指轻弹,一缕青色火焰自指尖浮现,旋即被弹进药顶火口中,顿时,青色火苗化为熊熊火焰,在顶内生腾着燃烧了起来。 望着生疼而起的青燕,消炎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的猪斑情绪压抑而下,然后修长手指蔫花斋叶斑,在桌面之上闪掠而过,一株株药材化起弧线被抛进药顶之内,顷刻间,便是化为粉末。 安静的房间中,青色火焰在药顶内如精灵般跳动,火花倒映在墙壁上,张牙舞爪,颇有声势。 药材一珠珠的被投进药顶之中,种种色泽不同的药粉,缓缓汇合,然后在火焰的炙烤下开始有着融合趋势。 一个小时后,消炎眼睛紧紧的盯着药顶中略现雏形的丹药,手指抽空从那戒中取出一枚紫色药丸,然后快速塞进嘴中,微微搅动,手中印节骤然变动,只见那药顶内,青色火焰瞬间退散,而与此同时,嘴巴一张,紫色火焰喷吐而出,涌进药顶。 哼,紫火刚刚进入药顶,消炎脸庞便是微微一变,旋即一道细微闷声响起,一堆黑色灰烬从药顶底部滑落了出来。 七,失败,望着那黑色灰烬,消炎无奈的摇了摇头。 丹药融合时,过分急躁,火焰转换时,心浮气躁,如此炼药,成功率不足十之二三,要老淡淡声音,在心响起,一针见血的将消炎先前炼制时所犯的错误给挑了出来。 默默的点了点头,消炎也没找什么解释的话语,安静的站在药顶前两分钟,深深的吸了口气,先前失败情绪瞬间被完全驱逐出脑袋,脸庞无喜无悲,手掌晃动,又是一缕青色火焰飙射进入了药顶之内。 心神宁静,漆黑的眸子中跳动着青色火焰,消炎修长手掌在桌面之上移走,然后骤然移动,顿时,一株株药材,再度被扫进药顶之内。 炼制,在安静的小房间中,继续悄然进行,在再次接近一个小时后,消炎略微有些须眯的眼睛骤然大睁,手中印结犹如蝴蝶飞舞般,绚丽多彩,嘴巴猛的一张,紫火喷射而尽,轻火悄然消逝。 药顶之内,一颗淡青色的圆润丹药,滴溜溜的在紫火上方旋转着,紫色与绿色的美丽丹纹,缓缓的浮现在丹药表面。 呼!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消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再度冒险将药老的古灵冷火也招出来,虽然若是成功的话,那便能够让得清灵丹真正的具备三纹,从而大大提升其价值,不过此时的他,实在不敢肯定那最后一次的增纹能否类似在炼药师大会时,一举成功。 此时的他,发家致富也就靠着这二纹的清灵丹,若是在一个不慎,将之搞坏了,那可真是有些令人无语了。 二纹清灵丹的价值,或许能够拍卖到四十万左右,而三纹清灵丹的话,则是能够达到六十万左右的高价,这之间,可是将近翻了一倍哦。 要老笑咪咪的声音,带着诱惑响起。 四十万也能将成本赚回来了。 眼角跳了跳,消炎强忍着诱惑,将丹药装进玉瓶中,盘腿在一旁的床榻上休息了半个小时,然后再度起身,来至桌旁,开始继续炼制。 整整一下午时间,消炎都是缩在小房间中,炼制着剩余的药材,在当天色逐渐暗淡下来时,桌面之上的药材,终于是完全被炼制精光,而在桌面上,两个小玉瓶中,各自装成着一枚浑原的淡清丹药,淡淡的药香,隐隐的渗透而出,让得人神清气爽。 药顶之中,紫色火焰熊熊燃烧,最后一枚清临丹,已经在紫火的温氧中,出现了一道淡子的纹路,四副药材,能够炼制出三枚二纹清临丹,这般成功率,已经高得有些令人炸舌,当然这若非是有着经验丰富的药老在从旁指导,再加上一伙的功效,恐怕消炎炼药术再如何有天赋,也是不可能达到种令人眼红的成功率。 紫色火焰在其中缓缓跳跃,消炎的眼珠子直直的盯着那枚已经要逐渐完成温氧的清临丹,轻舔了舔嘴唇,眼角下贴了一眼桌面上的两枚二纹清临丹,忽然间,漆黑眸子炽热了许些。 嘿,就知道最后还是会耐不住性子的打算炼制三纹清临丹。 似是清楚消炎在想些什么,要老得吃小,在其心中想了起来。 嘿嘿,反正已炙出了两枚二纹清临丹,就算这一枚失败了也是赚了, 人总的有些冒险性子不适,消炎烈嘴一笑,手指轻弹漆黑戒指顿时,一缕森白的火苗,缓缓生腾而起。 森白色火一出现,原本炽热的小房间,顿时温度下降了许多,消炎脸色缓缓凝重,灵魂力量包裹灼色火焰后知小心翼翼的投入药顶之中而其中的紫色火焰,也是在消炎另外一股灵魂力的躯下退出了药顶,悄然消散。 白色火焰进,紫色火焰退,两者间对操作的把握,被精神力完全集中的消炎控制的丝毫不差,甚至是连药老,都是淡淡发出了一句轻吻之声。 白色火焰进入药顶,在那骤降的温度下,那药燃是轻微的颤抖了几下,细小的裂纹,悄悄的蔓延。 冷热交替,果然很损持久度,哎,看来有时间得搞一个好些的药顶了。 不然以后炼药,总是会提心吊胆。 眼角瞥了一那细微的裂缝,萧延青叹着摇了摇,不过此时并未如何失色,掌控着火焰的前提下,这药顶还是能够支撑他将丹药完全炼至完毕。 药顶内,森白火焰如一条条小的白蛇般,缭绕在丹药周围,一缕缕奇异的温度,隔着一段间隔,缓缓的渗透进入丹药之中。 然后,一条细微的白色丹纹,开始丹药表面逐渐蔓延。 嗯,这次火焰的控制,比上次好了许多,瞧得那白色火焰的细微动作,要老点了点头,略有些赞赏地道。 此时的消炎脸色一片凝重,额头之上冷汗不断低落而下,不管如何说,古灵冷火都不是属于他的火焰,因此控制起来,极为好神,以至于现在的他,根本不敢随意与药老答话,生怕注意力一分,火焰温度涨了一点, 便是会使得这枚清灵丹彻底报废。 最后的温养,足足持续了将近半小时,当瞧淡青色丹药之上的白色丹纹已经蔓延到了整整一圈之后,消炎这才松了一口气,心神一动,灵魂力包裹着森白火焰,迅速自火口处退出,手一招,火焰便是再度缩回了漆黑戒指中。 手掌翻动,一个玉瓶浮现,一枚翠绿丹药字药顶内飙射而出,最后悬浮在消炎面前,被他笑咪咪的装进瓶中。 两枚两文清灵丹,一枚三文清灵丹,就是我发家致富的底钱呢。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消炎望着那三个玉瓶,丰富的收获将他脑中充斥的疲惫,充得淡了许多。 进入黑角狱中,他方才知道,原来自己竟然是这般的缺钱,炼制父子灵丹,要一大笔钱,炼制那所谓的地灵丹,更是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这重重债务加起来,直接是让得消炎有些头大。 咔,将玉瓶收进那戒中,细微声响忽然在面前响起,消炎抬头一看,原来那要顶上的裂缝已经逐渐扩大,最后终于是在一道清脆声响中,崩塌而下,化为一多的碎片。 望着破碎的要顶,消炎有些无语,苦笑道,还有重新购买要顶的钱。 哎,现在,先动身去拍卖场吧。 第389章 黑印拍卖场 站在人流汹涌的街道尽头,消炎抬头望着那出现在面前的巨无霸拍卖场,嘴中忍不住的发出一道惊叹之声,当初在加玛帝国帝都看见米特尔家族的拍卖总会时,还为其规模有些感到吃惊,而没想到如今到了这黑印城,方才知晓,米特尔拍卖场与这个名为黑印的拍卖场比起来,无视有些小巫见大巫。 黑印拍卖场大门处,几十个脸色淡漠的黑衣浸装男子腰间配着锋利武器,如鹰般锐利的目光,不断的在来回进去的人流之中扫过,从这些男子体内隐隐渗透而出的气息来看,竟然有五人都是斗师级别,其他的,也是处在斗者巅峰的层次。 随随便便拿出来守门的人,便是有着斗师级别,看来,这八扇门的实力,倒还真的是极为强横啊,至少,米特尔家族,是舍不得把斗师强者拿出来当守门人用的。 紧了紧包裹在身上的宽大黑袍,萧炎微微低头,斗篷的阴影,将脸庞完全遮掩,在黑角域这个混乱不堪的地方中,他并不认为,随意的将自己身形暴露,事件多么明智的决定。 顺着人流,萧炎缓行进拍卖场,其中那庞大的空间,让得他再次有着瞬间的诗神,旋即便是回复了过来,脚步渡向大厅中央。 在这个拍卖场之内,四周挂着巨大的屏幕,屏幕之上,滚动着无数种参加拍卖的物品,萧炎粗略的看了一眼,却是并没有现太过稀奇的东西,想来那些奇物应该都是被作为了压箱底而为了保持神秘性方才没有放出来的缘故吧,当然,一些实力不菲的势力,自然是能够用。 能够通过一些其他渠道打停到那些压箱底宝物。 目光扫过四周,最后停留在了一个剑宝室的门框上,萧炎略微迟了一下,便是缓步走了进去。 脚步踏进这所谓的剑宝室,萧炎却是有些错愕的发现,在这个面积不小的室内,被整整齐齐的分割成了不下百个小密室,想必是应该避免暴露宝物而设置的措施吧。 萧炎刚刚走进这所剑宝室,便是有一名衣着火爆的侍女行上前来,娇滴滴的声音,透着一股妩媚,这位先生,您是来剑宝的?还是来做价格评估以便拍卖的? 后者 萧炎的声音,故意压制的略微有些嘶哑。 请跟我来。 侍女妩媚一笑,然便是转身,水蛇般的腰只摇摆出极为诱人的弧度,看得久了然是让得人小腹有些冒着邪火。 看来,这里的侍女貌似都是专门经历过如何将自己的魅力在男人眼中极致放大的特殊调教吧。 目光垂在斗篷阴影中,萧炎没有理会那侍女的摇摆身姿,在黑角域这种混乱不堪的地方中,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也能让的人翻个大跟头。 所以,萧炎不敢也不想,与这里的女人有什么交集。 跟在侍女身后行走了将近几十米,然后前便是停在了一个小密室前,对着萧炎恭敬弯身,笑道,先生,只要你将所需要拍卖的东西交给里面的大师评估与审核,然后便是能够按照你所拍卖之物的珍贵与否,获得等级不同的拍卖会席位。 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轻轻推开黑色的木门,然后行走而进,并且顺手将门反观而上。 小密室中光线明亮,一个头发略有些发白的老头正拿着锐利的目光从萧炎身上扫尸而过,不过由于后者几乎是完全掩藏在黑袍中,因此他倒是难以看出什么来。 请坐。 随意的指着桌前的椅子,老头将一些检验拍卖品的器具整理完毕,低着头淡淡的道,把你所需要拍卖的东西拿出来吧。 萧炎保持着沉默,也不说话,手掌一晃,三个小玉瓶出现在了桌面上。 担药 听得玉瓶碰着桌面的声音,老头略微一愣,抬起头来,目光停在三个小玉瓶中,眼中闪过一抹差异,戴起薄薄的透明手套,小心翼翼的取过一个小玉瓶,然后把其中那枚淡青色的圆润丹药倒在手心,放在鼻下嗅了嗅,扫尸的目光停留在了丹身上那一清一紫的丹纹之上,略微沉吟了一会,脸色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惊讶的道,这是二纹青灵丹。 嗯?消炎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依旧嘶哑,既然你也听过二纹青灵丹的名字,想必也该知道它的功效,帮我估算一下拍卖底价吧。 我得先检验一下。 老头摇了摇头,然后便是拿出那些稀奇古怪的器具,对着丹药上下摆弄,如此好伴赏之后,方才停止,抬头望向消炎的目光多了一抹其意,若有深意地道,的确是二纹青灵丹,而且品质还颇高,就算是普通的四品炼药师,想必也很难弄出这种品质。 按照黑角域的估算方式,这枚二纹青灵丹,底价应该在三十万左右,拿出去拍卖,若是遇到财大气粗的势力较近,拍卖出五十几万,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再看看这个,消炎微微点头,这个价格已经高于他的预算,当下将面前那瓶装成这三纹青灵丹的瓶子,推了过去。 哦!略微一正,老头将瓶子拿去,然后把其中那犹如一颗翡翠般的圆润丹药滚了出来,然而当其目光扫到丹身上的三圈丹纹后,平淡的脸庞终于是现出一抹凝重,二纹青灵丹与三纹青灵丹虽然仅仅只差了一道纹身,不过它们的价值,却是犹如两重天一般。 二纹青灵丹,虽然也有着帮助斗师突破仗壁进阶的功效,可却仅仅只能提升一星或两星实力,并且反噬几率还颇大,而三纹青灵丹,一旦服用成功,不仅能够直接打破仗壁,还能猛然飙升三星实力,当然,这是除开自己特意压制实力爆升的前提,当初消炎在服用三纹青灵丹时,便是因为担心实力飙升得太快,而使得自己失去对身体的精确控制力,因此,便是将那些药力,淤积在了三纹青灵丹, 后面药力激活,却是再度让得他实力暴涨了一截,从此,便是能够看出,三纹与二纹之间的明显差距。 而对于这点,这时宝无数的老头自然也是知道,因此,他方才脸色多了一分诧异与凝重。 三纹青灵丹 上下翻看着脆丹药,老头错愕的低声道。 闻。 消炎弹地点了点头。 好东西,老头扎了扎嘴,即使见惯了宝物的他,也是下了这么一个评论,迟疑了一下,道,这枚三纹青灵丹,拍卖底价或许可以设置在七十万金币左右,而经过竞拍,我想,应该能在九十万左右成交。 消炎默默点头,心中却是忍不住的吐了一口气,这三枚青灵丹,加起来的价值竟然便是快要接近两百万,这钱,来得的确很是恐怖,难怪炼药师是一种从来不缺钱花的职业,这种一本万利的事情,简直是让得其他职业眼红。 当然,消炎也清楚,这种一本万利,是建立在足够高的成功率的前提下,毕竟,一些炼药师炼制丹药,有时候十次中,或许就仅仅只会有一次成功,而这三纹青灵丹的炼制材料,加起来便是接近六七万金币,到时候就算十次成功一次,那恐怕也就刚刚够成本而已,毕竟,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炼药师,都有着一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药老协作以及一伙这两个极大的助力。 两枚二纹青灵丹,一枚三纹灵丹,先生,你所拍卖物品的价值,已经达到了我们黑印拍卖场的二级贵宾等级,这是你的席位号,今天下午,拍卖会便是会正式开始,到时候敬请对号入座。 老头将丹药小心的放下,然后从柜台中取出一块由绿色翡翠制作而成的卡片,将之递给消炎。 点了点头,消炎接过翡翠卡,道,现在我可以离去了吧。 呵呵,先生请随意。 将三枚青灵丹谨谨慎的收好,老头笑着道,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他现在对消炎的态度,倒是好了一些。 闻言,消炎也就不再废话,起身缓步行进门处,然后开门走了出去。 望着那缓缓关闭的房门,再听得那逐渐远去的脚步声,老头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半晌之后,低头望向那被装好的三枚青灵丹,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抹奇异神色。 这个人,以前从未见过,而能够一次性的便是拿出三枚青灵丹,想必他应该也是一名炼药师吧,而且等级或许还不低,手掌拍在桌面上某处,密室的墙壁忽然缓缓拉开一个漆黑的洞,老头拿起三枚青灵丹,转身走进洞中,嘀嘀的喃喃声,在密室内悄然徘徊。 能够炼制出三枚青灵丹这种等级丹药的炼药师,在黑角域中,也是不多见啊,这种人,想必门主会感兴趣的。 第390章拍卖会开始 出了黑印拍卖场,硝烟便是一路静止回了所住的旅馆。 在小房间中休息了一段时间,直到那拍卖场开始的时间快要到达后,方才退出修炼状态,精神抖擞的穿戴起宽大的黑袍,不急不缓的出了旅馆,再度对着拍卖场行去。 当硝烟再次出现在卖场门口时,那近乎人山人海的人流以及冲天而起的吵杂声,骂架声,让得他略微有些呆滞,没想到这拍卖大会竟然吸引了这么多人,果然不愧是黑角域中的盛事啊。 试探着挤了下人流,硝烟便是略微有些无奈的退了回来,在这黑角域中可不比加码帝国。 在这里插队,立马便是几十双拳头狠狠的打了过来。 毕竟,黑角域中的,脾气可没有外界的人那般温顺。 一言不合,抽刀子砍人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退出惨叫声叫个不停的人流,硝烟目光在四处扫了扫,旋即停在了拍卖场大门之外的另外一处通道,那里的通道与这边相比,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宽敞的通道的面上,铺着一道红色的地毯,周围几十名黑衣男子脸色冷漠的住于此地,他们身上隐隐散发而出的阴森气息,将旁边的人流震慑得不敢挤过来,因此,竟然导致这边的通道形成了一条真空地图。 在消炎目光扫去之时,刚好瞧见一群人影步入那红色地毯通道,目光扫过这群人,最后停在了最中间的一位脸色有些过分苍白与英俊的青年人身上,从外表上看,他的年龄似乎仅仅只在二十四五左右,不过从其体内偶尔渗透出来一领的空气产生细微波动的能量来看,其实力恐怕至少也在斗灵级别。 这人,实力不错呀!而且居然还这般年轻!看来这黑角狱中,果然是藏龙卧虎啊!略有些惊诧地望着那脸色苍白青年,消炎心中喃喃道。 嘿,看那边,好像是写宗的人啊!果然是那群变态家伙,中间那人,该便是写宗的少宗主范灵吧! 嘿嘿,据说前不久巴扇门的一位长老的失踪和他有些关系啊! 全身血液干枯,完全是一副被人形抽走的模样,这种事,也就写宗的人会有兴趣了。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敢来巴扇门的老窝。 他有什么不敢的?他老爹可是排名第五的强者,原一距离他也还差了好远距离呢,况且血宗势力也比巴扇门强,他们敢在这里动范灵。 不怕他老爹一怒之下,带人洗了黑印城。 听得那人流中出来的窃窃私语声,消炎心中方才略有些恍然,目光再度瞥了一眼那脸色苍白的青年,将那个名叫血宗势力,记在了心里。 似是察觉到某一道那略有些不同的注视,即将进入拍卖场的青年忽然脚步一顿,微微偏头,冷漠的没有丝毫情感的目光瞥了一眼不远处那将全都掩藏在黑毫中的消炎,顿时眉头微微皱起,迟疑了一下,旋即眉宇间带着许些疑惑,进入了拍卖场。 这黑角域果然没多少正常人。 青年冷漠阴森的目光,让得消炎有种被黑暗中的吸血蝙蝠钉中的错觉,瘫了瘫手心中苦笑道。 在即那群血踪人进入拍卖场之后不久紧接着又是接连几批人进入其中,而这些人从周围那些窃窃私语来看,无一例外的都是黑角域中的一方强横势力,这倒是让得消炎有些大开眼界。 望着那空荡而安静的地毯通道,消炎再望了望这那水泄不通的大门,忍不住的有些无语。 妈的,不就是有张破贵宾卡吗,洋气个屁啊。 这狗日的八扇门,见钱眼开,老子也好歹拍卖了五十多万的东西,也不见给一张。 就在消炎目光扫向那地毯通道时,一旁一位也是被人流给挤了出来的干兽男子,他看一眼那边的地毯通道,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不过看其眼中,分是极度之色多一些。 贵宾卡 闻言,消炎心中一动,也是想起,先前那些人在进入通道时,貌似都掏了一张卡片出来,袖袍中的手掌摸了摸那剑,一张翡翠卡片跳跃而出,消炎记得在剑宝室,那老头便是说这东西是二级贵宾卡吧。 妈的,看什么看。 找死啊。 似是觉到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消炎将目光投过来了一下,那干兽男人顿时一脸凶香,恶狠狠地倒。 没有理会这个神经质的家伙,消炎在他那错愕的目光中,静止走向地毯通道。 七,这家伙,瞧得消炎举动,那名兽男子顿时撇了撇嘴,先前他也瞧见了被人流挤出来的消炎,因此自然是认为这个穿戴寒衬的家伙,竟然能够拥有黑印拍卖场的贵宾卡。 毕竟,那张卡,除了一些实力不弱的实力有资格配备之外,便是需要在拍卖了两百多万的物品后,方才能够勉强拿到一张三级的贵宾卡。 两百万,这个价格对于黑角狱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渴望而不及的庞大数目,这一点,从消炎替多马护送了一路方才拿到五千金币的报酬便是能够瞧出,一个大斗狮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人。 这个世界上,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不然的话,黑角狱中的某些大斗狮,斗灵甚至斗王,也不会落魄到去当杀手了。 当然,这里自然是将炼药师这种让人无比眼馋的职业给踢了出去,毕竟,炼药师那苛刻的先天条件,便是限制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对他的奢望。 而也正因为以上种种,那干兽男子瞧得消炎的举动,方才暗中有些讥讽,然而,他的讥讽并没有持续多久,脸庞上恶狠的表情便是陷入了僵硬,因为消炎仅仅是在地毯通道停留了半会时间,然后便是大摇大摆的走上了那条无比柔软的红地毯。 妈的,有贵宾卡也来挤,有毛病啊。 眼睛因为极度,显得有些通红,特别是在消炎进入拍卖场时回头对着这边望了一眼后,那干兽男子更是气得直抓头,他分明地赶到了那黑袍下的一对戏谑视线。 进入通道,光线略些昏暗,顺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然后转个弯顿时,一个巨无霸般的拍卖场地,出现在了消炎视线之内,让他清晰了一口凉气。 这个拍卖场地,比以往消炎所见过的任何拍卖都要庞大,那密密麻麻的座位以及那忽视全部由璀璨水晶而搭建起来的拍卖平台,更是让的人有些眼花。 先生,请问的席位号是? 在消炎略微有些愣神时,一名模样秀丽的侍女,快步走了过来,公声问道。 消炎没有回答,直接是将那张翡翠片递了过去,而那位侍女瞧得卡片的颜色后,眼中闪过一抹诧异,态度更是恭敬了许多,微微弯身,流声道,先生是二级贵宾卡,请跟我来。 说完,这位侍女便赶忙前方带路,而消炎晃悠悠的紧随其后。 侍女在巨大的场地内穿梭了近十分钟,最后在靠近水晶拍卖平台的地方停了下来,只一处席位对着消炎微微一笑,便是躬身而退。 走进那宽敞并不满精致毛绒的软座椅,消炎一屁股坐了下去,柔软的触觉,让得他几乎有种将身体蜷缩进其中的冲动,回头望了一眼后方那些普通的椅子,不由的再度轻叹了一口气,这便是特权哪,由前而衍生出来的拳。 坐在椅中,消炎眉头忽然一挑,抬起头来,目光扫向前方不远处的一排席位上。 只见那里,先前在门口见了一面的血宗主范灵,正目光略带着一抹奇异神情望着自己。 黑袍阴影下的眉头略微皱了皱,消炎没有理会他,静止闭目,安静的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 少宗主,怎么了? 脸色苍白的俊青年缓缓收回了目光,他的一旁,一位面容同样苍白的老者,低声问道。 没什么,只是觉得那家伙有些奇怪,而且看上去,我竟然心中有种奇怪的,忌惮感觉。 说到这里,范灵自己倒是失笑着摇了摇头。 呵呵,少宗主茵是察觉错了吧,虽然我们血宗帝功法极其阴寒,天生对于一些极致火焰很是慰藉,不过那种级别火焰,整个黑角狱中,也是没几个人拥有。 老者笑着道。 或许吧。 青年点点头,那几个拥有那种火焰的人,在黑角狱中都是属于巅峰强者,而这个黑袍人,明显不再其烈,当下也就不再胡思乱想,目光投向水晶平台,低声喃喃道,不知道那个消息是否属于真的,如果是的话,父亲说了,不管付出何种代价,将之得到手。 嘿嘿,少宗主放心吧,宗主大人已经暗地有所准备,就算那东西落到了别人手中,那也绝对走不出黑印城十里之外。 老者音声笑道。 那感情好。 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糊涂,青年也是逐渐闭幕,安静的等着拍卖会的开始。 在范灵闭幕之时,距离他们这里不远的地方,好几处势力,都是各自暗中低语。 若是能够听见他们间的谈话,确实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便是谈话中,都是牵扯上了某一神秘东西,而那种东西,貌似便是这次拍卖会的最终之物。 当硝烟在闭幕将近半个多小时后,一道清脆的钟吟声,缓缓在场的之内响起。 听这道钟令,硝烟也是退出了修炼状态。 顿时,吵杂的声音,犹如魔音灌脑一般,席卷而来,让得他狠狠地甩了甩脑袋,方才保持下平静。 抬头望着璀璨的水晶台上。 此时,上面,一位类似拍卖师的白发老人,已经笑咪咪的助力齐上。 终于要开始了呀,望着那几乎被挤得爆满的巨大场地,硝烟低声喃喃道。 漆黑眸中,略有些期待。 第391章 飞行斗技 雷浮天意 清脆的钟音,缓缓在拍卖场之内响彻,而随着钟声的响起,场地中那喧闹至极的吵杂声,也是逐渐减弱,无数道目光,投向了水晶台上,满眼火热。 呵呵,诸位,想必也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说些冠面话来讨闲了。 那位身着华服的白发老者,笑咪咪的望着场地内黑压压的人头,最后隐晦的目光扫过坐于前排的那些势力,嘹亮的声音,在场中回荡着,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拍卖师,他清楚的知道,下面的那些人想要看什么以及不想看什么,所以,那开幕式的废话介绍,直接被他抛了去。 不过诚然,老人这一手的确是博得了满堂贺彩,至少是连那位阴寒如冰块的血宗少宗主,都是微微点了点头。 作为一年一度的拍卖大会,我想我们八扇门所主持的这一次,定然也不会让诸位失望。 老人拍了拍手,朗声道,我宣布,黑印城拍卖会,现在开始。 随着老人朗声落下,巨大的水晶台豁然爆发起刺眼强光,好半晌后,强光剑销,水晶台上,白发老人面前的拍卖台处,一把通体蔚蓝的长剑,正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一股森寒光泽,看见身上所流转的能量痕迹,显然这是一把经过冥师精心锻造的磨合武器。 此剑名寒风,乃寒铁所著,堪称削铁如泥,并且其上被完美镶嵌了一枚三品兵系磨合。 若是修炼水属性与兵属性之人卧他以来对敌,威力定然更上一层楼,神兵利器,可是外出的必带之物,诸位若是有兴趣,可不要吝惜囊中钱财。 哦,金钱固然可贵,可也得在有命享受的前提下不是? 呵呵。 老人手握蔚蓝长剑,剑身一阵,淡淡的寒气升腾而起,形成若有若无的淡淡白气,他转头望向拍卖场内,咪咪地道,底价十万,诸位请吧。 磨合武器们,望着那把剑,硝炼喃喃了一声,却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今的他,已经喜欢上用拳重尺这种大开大合,攻击起来声势压人的武器,再让得他改用细长飘逸的长剑,实在是有些不太习惯。 因此,他并没有参加抢夺的意思,毕竟他也知道,真正的好东西那可是在后面呢。 当然肖炎喃没有兴趣,可自然不代表别人没兴趣。 对于斗者来说,一把撑手的武器就如同练药师手中的药顶一般,那是吃饭的家伙。 因此,白发老者的话一落之后,拍卖场中便是接连响起了不少竞价声。 第一次的竞价,在持续了几分钟后,便是被一名瘦弱男子满脸兴奋的以十五万金币成功拍卖。 在第一次拍卖的顺利进行后,接下来那拍卖台之上,更是开始出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种宝物,宝甲,斗技,功法,药材等等,甚至有一次,肖炎还有些愕然望着那被推上来的一位小美人,他年龄不大,看上去或许仅仅就在十二三岁间,可身材却是发育令人咋舌,堪称标准的童言俱辱。 一张小脸蛋上充满胆怯,顿时将卖场中那些成天杀戮的男人雄性欲望给激发了出来,一个个化身为狼,最后竟然搞出了将近十三万的高价,这让得台上的白发拍卖师笑裂了嘴。 肖炎坐在柔软的椅上,淡淡的望着围的那些丑态,微微闭目,等待着能够让他心动的东西。 拍卖会的前期,并没有出现什么太过引爆气氛的奇物,而且那些竞价的人,也仅仅只是坐于后方的一些人,那前排的那些拥有庞大钱财的强横势力,却是至今为止,没有出过一次手。 钉!又是一道清脆铃声从水晶台上传下,白发拍卖师满脸笑容的从一位侍女手中接过一个小银盘,银盘上,有着两个透明小玉瓶,玉瓶中,各自滚动着一枚弹青丹药。 这丹药一出场,便是吸引了不少目光。 毕竟,在斗气大陆上,丹药那可是能够与功法,斗相提并论的重量级需求之物。 甚至,一些能够直接作用于提升实力的丹药,更是让得无数人趋之若鹜。 呵呵,此丹名为清灵丹,想必也有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头,能够帮助那些在斗师巅峰久久徘徊的人,一举突破仗壁,并且,这清灵丹还是属于二文级别,服用后,运气好的人,指不定还会猛飙二星实力。 白发拍卖师指着瓶中丹药,笑银银地道。 拍卖师刚刚落下,拍卖场中便是掀起了一阵阵骚动,无数人眼睛滚烫的望向银盘中的玉瓶,这种能够助人打破阶级仗壁的丹药,即使是在黑角狱中,那也几是属于可遇不可求之物。 斗师与大斗师间,虽然仅仅一次之差,可只有踏入后者,方才能够真正的称得上在斗气修炼途中,进入登堂入室的级别,这是一种近乎质变的跨越,因此无数人驻步于斗师巅峰层次,迟迟踏不出那一步。 然而这些种种问题,一枚清灵丹,是能够轻易解决。 故此,此丹一出,就是那前排的一些大势力也是略有几分兴趣,毕竟,一枚清灵丹便是能够培养出一名大斗师,从长远来看,这笔买卖,挺划算的,毕竟虽然在黑角狱中巅峰强者是主宰,可大斗师这一级别,则是许多势力的中流砥柱,能够多添几名,自然是最好。 当然,既然诸位听过清灵丹的名头,那么他的一些副作用也是应该知晓。 拍卖师笑了笑,眼中过一抹狡猾。 他并没清灵丹的反噬效果说得太清楚,仅仅是模糊带过,然后便是一挥手,拍卖底价,三十三万。 三十四万。 拍卖师的话语刚刚落下,后座之中便是有人高声喊了出来。 三十五万。 对这二文清灵丹有兴趣的人明显不少,因此仅仅不到一分钟,先前的竞拍价格便是被超了过去。 消炎安静的坐在椅子中,食指交叉,听得那在耳边不断响起的递增价格,那黑袍下的脸庞,不由的浮现一抹淡淡笑容,清灵丹在黑角域中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他预料。 按照这状况来看,父子灵丹的药材,至少是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权了。 喊驾声,在拍卖场内此起彼伏的接连响起,仅仅十分钟的时间,一枚清灵丹的价格便是三十五万地升到了四十八万左右。 而当价格到了这一步时,喊驾声明显便稀落了许多,毕竟,一枚四十八万,那么两枚,则是要将近百万了,这种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过于庞大了。 五十五万。 就在当价格停在四十九万时,一略微有些阴冷的懒洋洋声音,终于是在前排位置响起。 听得这猛然飙了六万的价格,萧炎微微抬头,略感惊诧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位血宗的少宗主身上,心中低难道,他也对清灵丹感兴趣。 血宗少宗主的喊价立马让喧闹的拍卖场安静了许多,一些人原本打算着再度提价的人,面面相去了一眼,皆是不甘地坐了下来,虽然他们有些资金,可若是与血宗相比起来, 却无疑是些不自量力了,既然如此,干脆点放弃算了。 五十六万。 然而就在萧炎以为价格就将会止步于五十五万时,一道淡淡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目光顺着喊话一动,最后停留在前排位置的一位身着骷髅灰袍的中年人身上,眉头一挑,心中难难道,黑枯木的人。 黑枯木,也是黑角域中的一方不弱势力,据说所修炼帝功法也颇为诡异,而且属性还偏向那种有些罕见的黑暗属性,因此虽然目中人数较少,可却无疑不是精英强者,平日与那血宗倒是冲突不断,不过有着两边首领压制着,所以还未真正的拼杀过。 有人竞价,血宗少宗主眼神顿时阴冷了许些,偏头斜偏了一眼那满脸目然的中年人,冷笑了一声,道,五十八万。 五十九万。 中年人依然面无表情,不急不缓喊道。 满场目光都是汇聚这两人身上,前排的一些势力,也并没有插足而尽,只是饶有兴致的望着两人究竟能把价格提到那里去。 少宗主,一枚二文清灵丹,五十万已经顶尖了,在家的话,则是有些亏了,而且我们的留下资金做最后的争夺呀。 似是瞧得血宗少宗主还想加价,其身旁的老者赶忙低声道。 六十万。 血宗少宗主眉头微皱,略微沉淫了一会,爆出了最后一个价格,他已打定主意,若是对方再跟价的话,则是放弃此次竞价。 然而出乎很多仁义的,在血宗少宗主喊出这价格后,那面无表情的中年人却是没有再度开口,缩回椅子,木然的脸庞上,浮现一抹淡淡的讥讽。 中年人的举动让得血宗少宗主范灵一愣,玄疾似是明白了什么,嘴角勾起一抹阴森,轻声道,很好,如果这次父亲要动手,这个摩尔汗,让我来对付,我要他长血液流尽的痛苦。 呵呵,范灵少宗主出价六十万金币一枚,还有其他人要加价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两枚二纹精灵丹,便是属于他了。 白发拍卖师对于这个价格颇为满意,当下笑着问,而在瞧得没有得到什么答复之后,终于是将手中的拍卖锤敲了下。 一百二十万,不错的价格,这些冤大头。 黑袍下的阴影浮现一抹戏谑笑容,一百二十万金币,便是即将要流尽消炎那已经枯竭的钱包了。 在将两枚精灵丹拍卖出去之后,后面的几种东西,便是再没有拍出多少高价,有机样,甚至仅仅只是被提了一次价格,就被人成功拍走,这倒是让得台上的拍卖师有些肉疼,这可关系他的业绩与收入的呀。 不过好在,这样的低潮在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终于是被陡然提升了起来,甚至是连消炎,都因为这拍卖之物,而有些满脸错愕了起来。 水晶台上,拍卖师小心翼翼的将一卷由古玉制造而成的卷轴捧起,对着场内,满脸神秘。 各位,接下来需要拍卖的东西,恐怕现在已经很少人见过了,这也是一种斗技,不过由制作方法的失落,如今已经极为罕见。 拍卖师的这番介绍,消炎心中隐隐的察觉到了什么? 飞行斗技,雷浮天意。 拍卖师手掌一抖,卷轴猛然下滑,旋即斩露而出。 顿时,一对缩小版本并且看上去透着几分森森诡弃的漆黑色蝙蝠双翼,出现在了所有人视线之中。 果然,愣愣地望着那精致的一对福翼,消炎长长地吐一口气,在心中喃喃道。 第392章 雷浮天意的争夺以及残破地图 漆黑的蝙蝠双翼之中,隐隐透着些淡子的雷光,许些弧度,看上去犹如有着实质形状的雷电一般,颇为悬疑。 这所谓的雷浮天意一出场,拍卖场中便是有些安静了下来,一些不太实惑之人,略微有些茫然,而那些听说过飞行斗技之名的,例如前方的血踪,黑枯木等势力,则是略有些骚动。 显然,这所谓的雷浮天意,让他们心动了起来,毕竟,只拥有了这个东西,那么便是能够像斗王强者那般,飞天而起,这简直是杀人逃命的必备之物啊。 这东西有趣,我喜欢,血踪少宗主目光紧紧盯着那犹如要从玉剪中脱离而出的诡异服役,低声难难道。 少宗主,这飞行斗技价格恐怕不会低于百万,如果在这般挥霍的话,那最后的东西,我们恐怕就真有些争不过了呀。 听得范灵的话,其一旁脸色同样苍白的老者不由的低声担心道。 急什么? 斜偏老者一眼,范灵冷笑道,既然父亲早已有所准备,那么不管那东西谁拍卖到手,那也会落到我们手中,那样的话,我们倒还能省去一大笔钱。 可那样就不太保险了呀,而且万一泄露了消息,那就有些麻烦了呀。 老者迟疑道。 我自有主张,罗长老不必多虑。 范灵目光阴冷地瞥着不远处黑枯木的人群,嘴中淡淡地倒。 哎,瞧得所劝无用,那被称为罗长老的老者也只得无奈地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水晶台上,白发拍卖尸口莫横飞地将飞行斗技的功效大致说了一遍,而那些原本还略有茫然的人在听见这东西竟然能够让的人不用进阶斗王强者,便是能够飞天时,眼神顿时就火热了起来。 呵呵,想必诸位也知道如今飞行斗技的罕见,所以,经过我们的协商,这卷雷浮天翼,若是按照等级来排的话,该能够算作是玄阶低级的飞行斗技。 因此,他的拍卖底价,定在了一百万。 现在,拍卖开始。 白发拍卖师笑咪咪地道。 呃,竟然如此贵。 听得那百万高价,萧炎摇了摇头,他也能感应道。 这个价格出来后,场地内的那些炽热目光,立马减少了许多。 呵呵,的确贵了点,不过飞行斗技值这个价,而这也是当初为什么你在山洞中得到那紫云一时,连我都会说你好运了。 至少,在那加玛帝国中,你恐怕是唯一一拥有飞行斗技的人。 要老的笑声,在萧炎心中忽然响起。 嘿,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除了紫云一之外的飞行斗技呢。 老师,这雷浮天翼与我的紫云一比较起来,谁的速度更快? 萧炎笑了笑,在心中有些好奇地道。 你那紫云一是玄阶中级,而这是玄阶低级,自然是你的要快上一些,不过这雷浮天翼因为其制作材料雷浮的缘故,若是在雷雨天气中,速度能提升到极致,可其他天气,则是只能算作一般了。 要老笑道。 了然地点了点头,萧炎将目光收回,他如今已有紫云意,这雷浮天翼虽然也是很不错,可却还没有到让得他极为心动的地步。 不过他是没太过心动,可别人却是不一样了。 在白发拍卖师话音刚刚落下后,血宗少宗主范灵便是缓缓起身来,因冷目光环顾四周,若凡是与其目光接触之,都是不由自主地将视线闪开去,唯有那样有着不弱势力支持的强者,方才如若未曾察觉一般。 一百三十万 收回目光,范灵冷爆出了一个让得拍卖场内响起一阵哗然的价格,一下子直接提升三十万,看来这个家伙是想象所有人宣明一件事,这飞行斗技,本少爷要了。 在这个价格之下,拍卖场中略微安静了一会,一道妩媚入股的咯咯笑声,便是想起,范灵少宗主还真是大手笔,不过这雷浮天意我们天蛇府也是挺感兴趣,所以真是抱歉了,一百四十万。 听这道妩媚声音,那范灵苍白脸色不由的微变,眼神威宁的妄想在拍卖场另外一处,那里,几位身材火爆,修长的身子蜷缩在毛绒的椅子之中,柔软的腰肢,宛如水蛇一般诱人。 嘿嘿,原来是天蛇府的青长老啊,没想到这次的拍卖会你们竟然也是参加了。 范灵皮笑肉不笑地道。 没办法呀,有些东西是瞒不住的。 你说是吧? 少宗主。 那位被称为青长老的妩媚女人,吟吟地道。 那妖娆的身段,让得拍卖场中不少男子心中有股邪火在窜腾,这如蛇柔软的身子,若是摁到在身下,那红润小嘴吐出来的婉转身吟,会是让的人何等的疯狂。 天蛇府。 听这个名头,硝烟不由的一愣。 嘿嘿,小家伙,你当初还和天蛇府的人交过手呢,难道忘记了? 要老笑着道。 交过手。 闻言,硝烟一正,玄疾似是想起了什么,黑袍下的脸色大变,是那神秘女人和八亿黑蛇皇。 闻,他们便是属于天蛇府的人。 青林,就是在他们手中,硝烟脸色略微有些阴沉。 呵呵,不用太过担心那个小女孩。 她在天蛇府的生活,其实比在任何地方都好,她的那奇异眼瞳,会让得天蛇府极力培养她的。 说不定日后再见时,你会为她实力而感到惊讶的。 要安慰到。 希望吧。 不过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去找找她。 若是的确如老师所说,那也就罢了,若天蛇府和那墨家一般变态取人眼目,那断然不能让她留在那地方。 硝烟在心中沉声道。 对于那个身世凄惨的小女孩,她心中的确是有些疼惜,而且人是在她手中被劫走,因此她也是有点愧意。 闻,要老应了一声,旋即便是再度陷入了安静。 在要老与硝烟谈话之间,拍卖场中的争夺,已经开始让得人心惊肉跳了起来,在范灵与那位青长老竞价时,其他的势力也是偶尔煽风点火的插了两脚。 因此,短短一会时间,那底价为一百万的雷浮天翼,便是涨到了一百七十多万,且看这幅式,竟然还是难分难解的厮杀状态。 一百九十万。 深吸了一口气,范灵苍白的脸庞上浮现一抹病态红润,阴森的目光盯着那妩媚动人的青长老。 范灵少宗主还真阔绰,一百九十万。 希望你最后,还能有足够的资金吧,在范灵最后的提价中,那青长老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他们此次的目的,并不是那飞行斗技,此时过多浪费资金,明显是有些不治,所以当下他也知道放弃继续争夺,耸了耸肩,撇嘴道。 哼。 冷笑一声,范灵转头目光投向水晶台上,对着那有些发愣的拍卖师冷喝道,还发什么呆。 哦,呵呵,少宗主悟怒。 被惊醒了过来,白发拍卖师急忙笑道,在对着场中按规矩询问了三声之后,手中拍卖锤终于重重的敲了下去。 而随着那拍卖锤的落下,这一卷飞行斗技,则是彻底的落在了范灵手中。 嘖嘖,不愧是大势力啊,下手就是了不得。 一百九十万,这般巨额。 可是我消加好几年时间的利润收入了。 望着那缓缓坐下来的范灵,萧炎忍不住扎了嘴,低声笑道。 在纪雷福天意这个从开始到现在最大的高潮拍卖完毕之后,后面的拍卖便又是进入了一段低潮,那些拍卖的物品,虽然依然拍卖出了不亏的价格,可与先前的那般大数目比较起来,无疑是在难以让人产生什么惊讶心理。 背靠着椅子,萧炎手指轻轻的敲打着膝盖,偶尔间眼角余光会扫过远处那些天蛇妇人,黑袍下的脸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呵呵,接下来拍卖的东西,倒是略微有些奇怪,因为连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这究竟是有何作用,不过经过我们拍卖会的重重分辨,这倒是像某种未知的藏宝图一般。 白发拍卖师弯身取出一银盘,然后小心翼翼的掀开银盘上的颈部,顿时,一张残破不堪的古老布片,便是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内。 咕,瞧的那残破布片,拍卖场内在寂静了一会后,顿时发出蛮长嘘声。 听的那些不懈的嘘声,白发拍卖师脸上的笑容也是有些善善。 经过他们的研究,这张古老布片应该是一份地图,这从上面的路线标志便是能够认出。 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也是没有多少收获,除了。 眼角瞥了一下那张古老布片,拍卖师双指将它粘了起来,横展在所有人视线中,指着边缘处那仅仅只有一半的某种图案,笑道,如果所料不差,这张地图该是很有一段年头, 虽然并不清楚它隐藏了什么,可上古之物,总不是普通货吧? 总是要赌博一番,如果谁得到完整地图,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其中所隐藏的东西,会轰动整个大陆呢? 且,对于他的这番话,大多数人都是嗤之以鼻。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这般。 至少,此时的萧炎,眼睛已经猛然间瞪直了起来。 目光带着许些颤抖地盯着那张残破地图边缘上的半边图案,萧炎心中深吸了一口凉气,努力地将翻涌的念头压制而下,这种类似的残破地图。 他的那戒中,有着两份。 而那仅仅只有半边的图案,也并非是什么纹路,而是那在一伙榜排行第三的净莲妖火。 净莲妖火,莲妖老都从未见过的恐怖一伙。 据说,在这种妖火之下,即使是斗宗乃至斗尊强者,都唯有颤抖恐惧。 如果得到了它,萧炎甚至在想,焚绝能否直接进化成传说中的天阶功法。 当然,萧炎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她现在唯一所能知道的,便是,得到那张残破图片,不惜一切代价。 第393章恒生变故 水晶台上,白发拍卖师口莫横飞地介绍着这古老残破布片是如何如何的神秘,总之它是费尽所有力气地想将这古老布片的价值提升一些,可惜似乎效果不大。 因为在他不耐其烦的介绍下,场中已经开始有些人不耐烦了起来,一些脾气火爆的人,更是直接骂了出来。 听得下方那依然没有多热烈的反应,白发拍卖师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咽了一口唾沫润着干涩的喉咙,苦笑道,按照设定,这块残破布片的低价是十万金币,现在,拍卖开始吧。 随着白拍卖师的声音落下,巨大的拍卖会场内顿时一片安静,一些人扫向台上的眼光犹如看待白痴一般,谁会花费十万金币去买一个根本连是真是假都不知道的残破东西。 而且就算是有钱,那也不是这般乱花的吧。 黑袍之下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块古老布片,若非是有着斗篷阴影遮掩,恐怕任何人都能从那张不满激动的脸庞上看出什么来,深吸了一口气,消炎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激荡,理智告诉他,现在并不是出嫁的最好机会,一旦因为他的举动而引起前方那些大势力的疑惑以及注意力,恐怕这东西就该会改落他人之手了,至少,消炎心中也清楚,以他此时财力,根本不可能与那些势力相抗衡。 望着场中的安静以及无数道嘲讽目光,那名白发拍卖师不由的再次无奈摇头,心中不断的毁谤着那些评估价格的家伙,虽然这部片年代久远,可毕竟只是残破之状,而且从这上面所展现出来的信息,根本不足以让的人分辨出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而在这种种都是未知的状况下,即使是他自己,都没多大的信心认为能够顺利拍卖出十万的价格。 拍卖场中的安静持续了将近五分钟后,白发拍卖师终于是叹了一口气,刚欲宣告此次拍卖告吹时,一道声音,忽然让得他大松了一口气的响了起来。 十一万 淡淡的声音,打破了场内的安静。 顿时,无数道目光顺着声音移动后停留在了靠近前排位置的一位黑袍人身上,许些嘟囊声,响了起来。 这家伙脑子有毛病吧? 花十一万买一个不知道用途的破玩意。 不仅是那些后面的人群,甚至就是连前排的一些势力,都是将那略有些诧异的目光投向了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硝烟。 血宗少宗主范灵偏头望着硝烟,眉头却是忍不住微微皱了皱。 不知道为何,对于这个神秘人,心中总是有种格外敏感的感觉。 如今在瞧的他竟然首次出价拍卖这谁也不知道有何用途的古老残破布片。 一股奇异的感觉,便是缠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甩了甩头,范灵略微沉吟一下,微眯的眸子,盯着那在拍卖师手中微微摆动的古老残破布片上,眼神闪烁。 水晶台上,听得终于有人开架,那拍卖师也是悄悄吐了一口气,抬头对着硝烟所在的地方笑道,这位大人出价十一万。 还有人想要加价吗? 听得拍卖师的话,当下无数人翻起了白眼,你当这世界上白痴有这么多吗? 拍卖师似是也清楚这话是白问,善笑了一声后,便是玉砸下手中的拍卖锤。 等等。 冰冷的声音,忽然响起,让得拍卖师手中的锤子僵硬了下来,疑惑的目光顺着声音望去,却是见到那缓缓站起身来的血宗少宗主范灵,当下一正,笑道,少宗主这是。 没有理会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范灵转身,阴冷的目光凝视着那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的黑袍人,呼的笑了一声,道,没什么,只是忽然间对这东西也有了点兴趣,十三万。 黑袍之下,原本有些激动的目光陡然间变得锐利,袖袍中的拳头紧紧握起,黑袍微微抖动,硝烟的视线透过帽颜,森然的盯着那一脸苍白的青年,淡淡的斗气忍僵不住的在经脉之中犹如咆哮的湖水一般,奔腾了起来。 不要激动,现在自乱阵脚,对你没好处。 就在体内斗气忍不住的要喷勃而出时,要老的清喝声,却是犹如春雷般,将硝烟从那愤怒中惊醒了过来。 深吸了一口气,在无数人的注视下,硝烟看似蓝散地靠在了柔软的椅背上,平淡的语气,犹如是在随意的与人赌气争夺一般,十五万。 硝烟的加价,让得范灵眉烧一鲜,在这个拍卖场内,除了那些个同样背后是拥有强横势力的人外,硝烟还是第一个敢与他正面竞价的独行者。 二十万 目光盯着硝烟两久,这个血宗少宗主手掌一挥,又是加了将近五万价码。 少宗主,瞧得范灵的举动,其身旁的老者忍不住的站起身来。 先前如果说是拍买那飞行斗技花大钱,倒还是情有可原,可现在又去花一些无谓的金钱与人叫气,这可实在是与范灵以前的脾性不符啊。 给我坐下。 范灵脸色一冷,冲着老者冷喝道,脸庞上一闪而过的利器,让得老心头一寒,只得缩了回去。 谁也不知道这个少宗主是在发什么疯,竟然忽然间的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用钱叫气,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也当真是有些奇葩了。 当然,场中除了些一头雾水的人外,那水晶台上,那位拍卖师则是笑裂了嘴,没想到这已经被认定没多大用处的东西,竟然是引得了两人的镜拍,而且这之中的一位,还是财大气粗的血宗少宗主。 袖袍中的手掌轻微的颤抖着,硝烟竭力得让得自己回复平静。 别再与他竞争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被其他势力也看出一些端倪,现在的这个范灵,应该还只是因为一些怀疑而试探性的加价,不过你若是执意与他拼下去的话,恐怕就得暴露那神秘残破地图的一些价值了。 而到时候的话,很难肯定,其他的势力,说不得也会来凑一脚,以你现在的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争过他们那些经过好些年的积累。 就在硝烟不甘心的打算再度猛加价时,要老得沉生,忽然响起。 那怎么办?难道任由这残破地图眼中溜走? 硝烟咬着牙道。 静连吆火,我们一定要弄到手。 因此,这些地图,也必须凑齐,不过关于那静连吆火的事,不能泄露出去半点。 所以,这种大庭广众下,最好不好让的这残破地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否则的话,虽然那地图上的图案只有一半,可也保不准遇见某些见多识广之人,将之辨认出来,而真到了那一步,那就真正的大麻烦了,要老缓缓地倒。 老师的意思是,让那范灵将地图取走。 硝烟咬眉道。 既然他想要,那便暂时给他吧,不过,我也说过,那东西,必须是我们的。 要老的声音,略微有些冰冷。 老师试想,事后暗中动手抢夺。 漆黑眸子闪过一缕纷然,硝烟在心中低声道。 也正如你所说,那张残破地图,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即使它是所谓的血宗少宗主,那也不需要任何迟疑。 要老冷笑道,这家伙既然想要,那便先给他,你不要表现得对这东西太过关注了,免得惹人生疑。 缓缓吐了一口气,硝烟默默地点了点头,将心中翻涌的念头强行压抑而下,斗篷下的阴森目光瞥向范灵,身体缩在椅子中,不再开口。 瞧得硝烟的这般举动,范灵眉头顿时一皱,难道感觉错了? 这个家伙拍买这东西,只是随意而为。 心中这般想着,范灵脸色也是有些难看,而且那从周围射过来犹如看待白痴疯子一般的视线,更是让得他嘴角抽搐了一下,冷哼了一声,转身一屁股坐回了椅子,脸庞阴沉得可怕。 呵呵,范灵少宗主二十万金币拍买这地图,可还有人加价。 拍卖师笑咪咪地问了一句,可却再没有人回答他,因此,他倒也是爽快地赶紧把拍卖锤给敲了下去。 身体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台上换过几批的拍卖物品,都没有将硝烟的目光吸引过去,他的视线,若有若无地停留在前方的范灵后背,黑袍下的脸庞,一抹森然凝笑,越加扩大。 那范灵以为一次随意出手,能够得到一张真正有价值的藏宝图。 可惜,最后藏宝图倒的确是到手了,但也是将一张死亡通行证给顺便领了回来。 对于那份残破地图,硝烟是在必得,并且还是不择手段。 不管事后这范灵能跑到哪,都将会受到那隐藏在黑暗中致命的袭杀。 第394章的街深法斗技,三千雷洞 拍卖,依然是在无数人期待之中缓缓度过,在经过那道神秘残破图片之后,期间又是出现了一些带动了全场气氛的好东西,而刚好的,硝烟的那枚三文青灵丹,所掀起的高潮,更是其中翘楚。 作为最顶级的青灵丹,即使是黑角域中,也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三种丹纹。 毕竟,那所需要的三种不同火焰来炼制的条件,实在是有些苛刻,所以,当三文青灵丹出场的那一煞,即使是前方的血宗、天蛇府、黑枯木等黑角域强横势力,都是面露金融。 而至于三文青灵的最后得主,却并非是财大气粗的血宗少宗主,而是天蛇府的人。 那位青长老一口直接爆出的一百五十万天价,几乎是让全场都为这女人的魄力有些感到扎舌,而在这般一口天价下,那血宗少宗主范灵脸色铁青的张了张嘴,可最后却依然被那位青长老的声势所压,指得极为不甘地放弃了争夺。 瞧得那笑吟吟做回去的青长老,萧炎忍不住的摇了摇头,心中喃喃道,真是个可怕的女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绝杀,不容别人有半点反弹,犹如沙漠中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曼陀罗杀蛇一般。 三文青灵丹所掀起的高潮,在持续了半晌后,便缓缓平息。 而在记者之后不久,原本无所事事的缩在椅子中的消炎,却是忽然被水晶台上拍卖师端出来的小银盘内的一株药材给吸引了过去。 这株药材通体火红,犹如鲜血沐浴而成一般,整体约有一个巴掌大小,一眼望去,犹如灵芝。 这株药材一出场,一股淡淡的清香便是蔓延而出,让得水晶台附近的人精神一唱。 这是,的心火之。 嘖嘖,小家伙,真是好运气呀,竟然连这种罕见的奇药都是能够遇见。 这场拍卖会,果然来得没错呀。 在那血红灵芝刚刚出场时,要老那精益的声音,便是在消炎心中带着几分错愕的响了起来。 地心火之 闻言,消炎一正,急脸上也是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喜色,这就是老师所说那炼制地灵丹的四种必备之物之一的地心火之。 闻,地心火之仅仅仅只生存于火山之底。 吸收火山能量以及地心之火而成长,常人想要采集而得,极为困难。 而且火山那种地方,就算是一些斗皇强者甚至斗宗,那也不敢轻闯进啊。 要老笑道。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旋即难难道,这东西也不能放过呀,我倒要看看,那家伙还会不会给我来插脚。 在消炎女要老说话的间隙,水晶台上的那拍卖师,也是将的心火之的作用与来历详细地说了出来,而在他的解说下,场中反响倒也还不错,看来很多人都对这的心火之有些兴趣。 呵呵,按照评估,这株的心火之的底价定在七十万,诸位,开始吧。 白发拍卖师将价格爆出来后,便是笑咪咪的望向场地中。 在这帮高价爆出来后,场中一些原本有些兴趣的人,顿时颓丧了下去。 虽然他们也并非是拿不出来七十万,可在这么多的争夺中,这该死的东西就算价格翻了两倍也是很正常的事,他们资金算不得风雨,这种竞价相争,自然是量力而为。 七十二万 当然,除去那些想要退出竞价的人外,可有心想要争夺这东西的人。 也还是不算少。 七十四 硝烟安静的坐在椅上,听得那不断攀升的价格,却并没有急着出手争夺。 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那竞价的几方,也是由于价格攀高的缘故,开始越来越少,到的最后,就只剩下两人在争夺,而此时的价格,已经抬到了一百零七万左右。 一百二十万 就在场中价格僵持的增加时,一道懒洋洋的声音终于响起,无数盗目顺着声音一动,最后停留在了那缓缓站起身来的黑袍人。 突如其来的暴增价格,也是让得前方的那些人诧异的转过了头,而当范灵瞧的那喊价之人,竟然便是先前的那黑袍人时,眉头不由的再次一皱。 一百二十万的价格,将最后两方的争夺者都是一举压了下去。 感受到周围射来的目光,萧却并未理会,微微偏头,黑袍下的视线,投射到了那范灵的脸庞上,其中隐隐勤着许些挑衅。 四是感受到萧炎目光中所蕴含的情绪,那范灵却是吃笑了一声,虽然的心火之极为珍贵,可对于她来说,确实没半点作用,再者,先前吃过了一次小亏,花二十万买了个莫名其妙的残破东西,这一次,她自然是不会再意气用事。 抬起眸子,淡淡的瞥了萧炎一眼,范灵便是懒懒的转过了身去,不再做什么无谓的纠缠。 七,黑袍下,萧炎撇了撇嘴,抬头将目光投向水晶台上,道,能敲锤了吗? 听得萧炎的提醒,那拍卖师连忙点了点头,询问三声后,手中拍卖锤便是重重的砸了下去。 呼,瞧得锤子落下,萧炎心中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缓缓做了回去。 在地心火之出场之后,拍卖场似乎也就逐渐进入尾声,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一种中真正能够称得上奇物的宝贝,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种各样地功法,斗技,甚至药方,看得人有些眼花缭乱,满场激动的喊架声不绝于耳,其中更是有一次,后排的两方势力为了争夺一套玄阶功法以及斗技,争得面红耳势,到的最后,其中一人,居然是直接拔出刀来,就与动手。 不过就在男子即将动手之时,一道破风声猛然在拍卖场半空响起,一支漆黑色的长剑,诡异的从天而降,最后狠狠地插在了那男子面前。 剑枝因为大力,甚至都是有一半的身体没入了坚硬的地板中。 多多摇摆的剑尾,因为甩动那高速速度,发出了刺耳声响。 从天而降的长剑,让得有些失去理智的两方势力都是清醒了一些,目光忌惮地扫过拍卖场四周,最后恨恨地缩回了各自位置。 目光缓缓从骚动之处收回,黑袍下的硝烟,视线顺着冒言望向了拍卖场二楼上的某处黑暗。 先前,那即使是连他都感到心计的黑剑,便是从那里射出。 这八扇门有胆量开拍卖会,果然也是有着不弱的底子啊。 萧炎难难道,先前的那些争夺,他并未参加。 因为焚绝的缘故,功法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普通斗技的话,他又是看不上眼,所以除了花费四十万的价格,买了一吨名八方明火药顶之外,倒并未购买其他任何东西。 震耳欲聋的竞价吼声,在巨大的场地中回荡着。 那股吵杂巨响,几乎要先破天花板,冲上云霄。 在拍卖会即将行到最后的尾声时,终于是出现了一种真正极寒重量的拍卖品,那是一卷斗技,准确的说,是一卷身法类型的斗技。 三千雷洞,身法斗技,级别,地阶低级。 拍卖师轻轻的声音,瞬间便是让得整个喧闹的拍卖会陷入了寂静,无数道赤红目光,豁然像水晶台上那卷银色的卷轴,急促的呼吸声,犹如拉风箱一般,呼呼响起。 地阶斗技,消炎深吸了一口凉气。 饶势他,此刻也是免不了心脏加速了跳动,目光中充满着震撼。 地阶呀,竟然还真的有人将这种级别的斗技拿出来拍卖,这,真他妈的败家呀。 这种级别的斗技,怕就是那些大陆所谓的一流势力,也定是要当作重要之物悉心保管吧,而如今,却竟然还真的有人舍得拿出来。 不是舍得拿出来,只是在黑角狱中拍卖的东西,大多都是黑货,也就是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得来,又怕被人发现,因此自己也不敢休息,所以,便是拿到了这里拍卖。 要老缓缓地倒。 闻言,消炎这才恍然。 据我所知,这三千雷洞好像是大陆风雷阁高级的身法斗技。 只要席会之后,身形转换如雷电闪动,快得有些恐怖。 若是一名大斗师席会了这东西,就算是与斗灵强者正面抗衡,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没想到,这风雷阁当作命根子的东西,竟然会落到这里。 我想,恐怕此时风雷阁的那些家伙,已经真正的暴跳如雷了吧。 要老淡淡地笑道。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望着前面那些同样眼睛发亮的血踪等势力,不由苦笑道,不过虽然对这三千雷洞很是感兴趣,不过很明显的,还轮不到我来竞争。 闻,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东西的。 要老笑了笑,笑声中忽然有些期盼,我只是很好奇,这底阶斗技仅仅只是倒数第二的压箱底之物,那么真正的压箱底,将会是什么惊天动的的起宝。 消炎一正,旋即心中涌上一抹震惊与骇然,彼得接斗技还要珍贵与稀罕。 那究竟得是什么东西? 第395章重头戏 随着三千雷洞的出场,拍卖场的气氛便是进入了最火爆的高潮时段。 那些前方的大势力,也终于是开始了让得无数人目瞪口呆的赤膊红脸竞价。 三千雷洞,并有设置最初的底价,不过在那拍卖师手中拍卖锤刚刚落下的刹那,价格便是猛然飙上了两百万高价,这等恐怖增速,几乎是消炎自出生以来么多年,首次所见。 一致千金,如此豪气与气魄,被那些势力在这地阶身法斗技的诱惑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节节攀升的价格,将拍卖场的气一直维持在激动嘶吼声中,没有片刻落下过,而在那急速翻倍的天价之下,即使很多人都清楚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打那东西的主意,可能够亲眼看见这般惊心动魄的金钱竞争,倒也是让得他们感到此行不虚了。 急速地高的价格,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血淋淋争夺下,终于是逐渐进入尾声,而到的此时,三千雷洞的价格,已经提升到了令人扎折的八百二十七万。 八百多万,这等庞大巨款,可是相当于加玛帝国米特尔家族好几年的总收入了呀。 这种巨款,想必就算是在黑角域中,恐怕也没有哪方势力能够毫不在意的随意拿出来吧。 价格到了这一地步,终于有一些较弱势力开始了放弃,而随着这般不间断的价格淘汰下,十分钟后,那属于黑姑木势力的灰袍中年人,终于是脸色抽搐的爆出了一千零二十万天价,将整个拍卖场,震撼得鸦雀无声。 地阶斗技,千万天价。 寂寞无声的拍卖场在持续了将几分钟后,终于是逐渐回复,一道道目光互相对视皆是被那恐怖的天价震撼的浑身发速以及热血沸腾。 一千万呢,这种庞大数量,需要一个势力多久的积累。 黑姑木竟然会下这种高架,明显也让得血踪、天蛇府等势力极敢措手不及,互相面面相之后,皆是脸色难看的缩回了道口的寒假。 血踪少宗主范灵眼神阴冷的贴着那灰袍上会有骷髅头的中年人手掌轻轻颤抖了击下,微微垂头,眼眸闪过一抹凝笑杀意。 随着血踪、天蛇等势力的退缩,那自然是再没有人有资格与黑姑木相竞争,而至此,那阵地阶低级的身法斗技,则是在无数人注视下,落进了黑姑木囊中。 呼,这才真正的厮杀呀,千万巨款,望着缓缓落幕的残酷竞争,萧炎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苦笑了一声,旋即略感疑惑的道,只是这种的阶斗技真的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吗? 呃,这话说的,你要炼制丹药,得购买药材吧。 不然凭你一个人,想要收集其那些分布在大陆各种区域的奇药,得花费多少精力与时间。 比如你要炼制的灵丹,那四种材料的总价便是不会低于五百万,你不需要钱。 更何况血踪这些大势力手下养着那么多人收买人,培养强者哪样不要钱? 你是不当家不辛苦啊? 听萧炎这话,要老顿时一致,无奈的替着很少为钱而苦恼的温室花朵解释着。 听得要老那无奈声音,萧炎也是善笑了一声,抬头望向水晶台上。 而当瞧的那满脸红的拍卖师忽然脸色一速之后,不由的一震,旋即低声道,看来压箱底的东西,要上场了呀。 瞧的拍卖师脸色变化的有着不少人,他们似乎也从此发现了什么,当下嘴中的窃窃私语自动的停止而下。 一道道目光,目不转睛的等待着此次拍卖会的重头戏出场。 终于要出来了嘛,苍白的脸庞上浮现一抹红润,血宗少宗主范灵眼睛中一盲闪烁,喃喃道。 另外一旁的天蛇斧,黑枯木,也是在此刻收敛了脸庞上的一些笑容,原本懒散的目光,也是变得犹如般锐利了起来。 啪啪 水晶台上,拍卖师脸色严肃的拍了拍双手,而随着他的掌声响起,水晶台边缘处,忽然发出一阵咔咔声响,旋即一圈漆黑色的金属栅栏,缓缓升起,最后成圆形之状将台子围在其中。 甚至,连水晶台上空,也是由延伸出来的金属条给盖的岩石了下来。 呵呵,请诸位不太过在意,这只是我们为了保全拍卖品安全而使用的一点措施。 瞧得那犹如囚牢一般的栅栏构建完毕,那拍卖师冲着场中众人笑了笑,解释道。 这囚牢是由寒铁所住,即使是窦皇强者,短时间内也难以突破而出。 说着话时,拍卖师的眼睛,还特意的从前方血踪、天蛇斧等势力的席处扫过,言语间的意思,不言而喻。 对于他这特别的指明,那些势力代表也只是淡淡笑了笑,并没有太过在意,往年的拍卖会,出手抢夺拍卖品的事情并非是没有出现过。 所以,八扇门会如此谨慎,也是正常,否则的话,在自己地盘上被人把东西给强行夺走了,那还有什么脸面在黑角狱立足? 对于八扇门这太过谨慎的举动,硝烟也是正了一下,不过紧接着便是恢复了过来。 在这混乱的黑角狱中,发生任何离谱的事情,都不用感到太过惊讶。 嘖嘖,拍卖场中忽然多出了很多隐藏气息,在二楼的某处,甚至有一道不比海波冬弱的气息,想必那应该是八扇门的门主吧。 嘿,看来他们也是很不放心啊,要老戏血的声音,凸在硝烟心中响起。 呃! 闻言,硝烟一愣,黑袍下的目光隐晦的从拍卖场四周的一些阴影中扫过,借助着曾经被火焰洗礼过的眼睛,他能够隐隐看见其中一些漆黑的寒芒。 那重头戏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让得八扇门如此慎重对待,乃至连门主都是亲自出马坐镇。 硝烟摇了摇头,在心中错愕地道,呵呵,看下,想必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要老笑着摇了摇头,回道。 微微点了点头,硝烟继续将目光投向水晶台上。 此时的那拍卖师,正小心翼翼的躬身从下方柜中取出一半尺大小的紫金盘。 在那紫金盘中,一个巴掌大小的寒芋小盒,正处于其中。 盒子呈蛋白之色,虽然相隔甚远,可下方众人却依然是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从寒芋盒上散发而出的淡淡白色寒气,这可是最上等寒芋,方才具备的寒气保存功效。 试丹药 瞧得那小盒的体积,再瞧得那种并不陌生的保存方式,硝烟先是一正,旋即眼中闪过许些震惊,价值能够超越的阶斗剂的丹药,那将会是何种品阶? 缓缓吸了一口气,硝烟心中清楚,那可至少是七品等级的丹药,方才有可能啊。 七品 至今为止,这种等级的丹药,即使是硝烟,也从未见过。 果然是个好东西。 只不过,感觉为什么,药老的声音中,多了许些凝重与一点疑惑,七品丹药,这种品阶的丹药的炼制,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要清楚,光是无品丹药的诞生,便是能引得一小片天地的能量动荡,而七品,想起当年自己在炼制成功时这种丹药时,那出现的天地异象,几乎是犹如末日来临一般,极为可怖。 在斗气大陆之上,能够有资格炼制成功七品丹药的炼药师,几乎是属于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而这些人,如今无不是一代宗师之辈。 随着那韩玉和的出现,拍卖会前方的所有势力,都是猛然挺直了身子,眼神中带着不加掩饰的贪婪,死死的盯着韩玉。 没有理会铁牢之外的那些贪婪目光,白发拍卖师手掌略有些颤抖的将紫金盘青放在拍卖台,干枯的手指小心翼翼的将盒盖掀了起来,顿时,一股金光猛然爆射而出。 突如其来的金光,直接是将整个拍卖场都照得通透了起来,一些措手不及之人,更是不由的习惯性的闭上了双眼。 消炎并未被金光而闭上双眼,他的目光透过茂盐的阴影,牢牢的锁定在水晶台上的那韩玉和中。 那里,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药,正安静的躺于其中。 丹药表面极其圆润,两丝金色气流在丹药内部流转不定,偶尔猛然扑上,细细看上去,金色气流居然汇聚成两条细小的金色神龙,彼此交缠。 细微的龙吟声,透过空气的震荡,缓缓扩散而出,让得闻者灵魂不由自主的在这股龙威下发声颤抖。 望着那丹气凝成龙形的丹药内部,消炎身体忍不住的有些颤抖了起来,斗棚下的脸庞,尽是难以掩饰的震撼。 丹气凝灵,只有七品以及更高阶的丹药方才具备的异象。 整个拍卖场,那在那若隐若现的龙吟声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阴阳玄龙丹。 寂静之中,药老的嘀嘀自男声,忽然的在消炎心中响起。 只不过,那男男声中,消炎怎么听,都有一种到了极点的阴沉与暴怒。 第396章 七品丹药 阴阳玄龙丹 药老话语中那所勤的阴沉与暴怒,自然是没有逃出消炎的感应,当下不由的一愣,在心中小心翼翼地道,老师,您怎么了? 心中一道深深吸气的声音响起,旋即药老那强行压抑着某种情感的淡淡话语也是传出,没什么,先看看吧,有些事,容我日后再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有些早了。 说出这话后,药老便是陷入了沉默,而对此,消炎略微震了震,默默地点了点头,不再开口说些什么,抬头将视线投向那枚被药老称为阴阳玄龙丹的七品丹药。 场中虽然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枚丹药的确切底细,不过从先前那道金光来看,便是能够模糊知道这东西的不凡,因此,都是不由的脸露垂涎之色。 相对于那些不清楚这丹药的作用的人外,那前方的血踪等势力,确实在此刻陡然间激动了起来。 许些强者,甚至都是因为情绪的波动,而导致体内斗气不受控制的满意了出来。 水晶台上,拍卖师目光缓缓的在全场那些震撼脸庞上扫过,这才满意的一笑,手指着那枚金色丹药,笑银银地道,诸位,这便是我们拍卖会此次的最重头戏,七品丹药,阴阳玄龙丹。 华 随着拍卖师话落下,满场一径,旋即震耳欲聋的哗然声以及亥然的西凉气之声,将拍卖场上空顿时弥漫。 一道道赤红的眼睛,带着急促的呼吸,死死的盯在那枚金黄色的丹药上,七品丹药。 这种级别的丹药,在场地几乎超过大半数的人,一辈子都没资格见到,而如今,那仅在传闻中的高阶丹药,竟然便是出现在了眼中,岂能不容的他们激动失态。 呵呵,或许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丹药的名头。 望着一些人眼中的茫然之色,拍卖师笑吟吟的道,阴阳玄龙丹,位列七品,据说想要炼制此丹,首先便是需要两头死亡时间不超过七天的龙类魔兽魔盒,并且,魔盒等级至少是六阶。 拍卖师的这一句话,便是让一些有些茫然的人瞬间骇然。 两头死亡时间不超过七天的六阶魔盒,那岂不是相当于两名斗黄强者了? 据说此丹炼成之时,天剑异象,一阴一阳两道龙魂自顶中直冲云霄,互相缠绕,最后宁卫单身,拍卖师微微一笑,解说之余,甚至是连他的眼中,都是出现了许些狂热,阴阳玄龙丹的作用,并非是直接作用于使人提升实力,而是,破后而立。 破后而立。 消炎一正,眉头紧锁。 若是谁服用了这枚阴阳玄龙丹,那么日后重伤或者命锤一线之时,运气好的话,这东西,便是能够赋予你破后而立的机会,所谓破后而立,便是打破以往的束缚,让人犹如蜕变一般,无论身体,灵魂甚至斗气,都是能更上一层楼。 拍卖师笑着道,也就是说,只要谁吃了它,那么即使日后身体受到致命般的重疮,那也无需为生命而顾虑,因为说不定,这便是你的一次彻底蜕变。 或许很多人对这个彻底蜕变的界限有些模糊,那我在此向大家详细说说。 拍卖师轻笑了一声,旋即道,想必封尊者古灵之名,各位应该听过吧。 七,那可是文明大陆的巅峰强者,堂堂斗尊级别的强者,当年以一己之力,三天之内,摧毁八方大陆一流势力,这等震惊大陆的恐怖战绩,怎会没听过他的大名? 拍卖师的问话,却是召回了一些白眼。 封尊者,古灵 听得这个此时还尚有些陌生的名字,在听得周围响起的虚声,硝烟将之默默的记在了心中。 斗尊强者那种级别,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实在是有些过于遥远了。 既然诸位也知道封尊者之名,那应该也知道在成就斗尊之前,古灵大人与一位宿敌的惊世大战吧。 那场战斗中,上海市五星斗宗的古灵大人虽然成功击败对手,可自己也处于重伤散攻状态。 按照常理,即使他还能活下去,那也将会实力锐减,可事实呢? 在距离那场大战七年之后,失踪已久的古灵大人再次出现在大陆上,而此时的实力,却是已在斗尊级别,拍卖师淡淡的笑道。 满场鸦雀无声,很多人脸庞都是涌上一抹骇然,七年时间,不仅恢复了重伤,而且实力还来了个大飞跃,直接从斗尊进阶城斗尊,这速度,可怕。 消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震撼,片刻后,震撼消退,心头一动,目光转向那枚金黄色的丹药,忽然间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不由的深吸了一口冷气。 呵呵,想必一些人也猜到了什么,没错,古灵大人在当年游历大陆时,也侥幸得到了一枚阴阳玄龙丹,并且服下了。 而那股药力,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知道他重伤的那一刻,启动了阴阳玄龙丹的特效,破后而立。 所以,七年时间,他从斗尊强者,一跃成为了斗尊。 嘶。 巨大的拍卖场中,寂静持续了一会后,西凉气的声音几乎连成了一片,无数人再度看向囚牢中的那枚金色丹药石,眼中的垂涎,则已经彻底转变成了贪婪。 可怕的破后而立,消炎紧了紧满是汗水的手掌,低声难难道。 也不用静听他吹嘘,那阴阳玄龙丹虽然的确有破后而立的效果,可在人重伤时,就算好运的启动了这种药效,那也不见得能够真正的完成破后而立,而且,那破后而立的机会,也就一次而已,要老淡淡的声音,忽然再度响起。 再者,在破后而立启动的那一刻,身体便是完全不属于自己,若是能够从那种非人折磨中熬过去,那自然是真正的破茧成蝶,如若不然,破是破了,可却也立不起来了。 就算是以古灵的那坚韧性子,当年也差点抗不下来那种折磨,能够让得一名斗宗强者都熬不过去,你能想象出那是何等的痛苦吗? 呃,消炎一正,眼珠一转,心中忽然问道,老师和那封尊者古灵很熟。 算是吧,随意的回了一句,要老忽然回过神来,不由的无奈道,你不要想来套我的话。 日后我的事,会告诉你的。 不过现在的你,太弱了,知道的太多,对你并不好。 文言,消炎一阵苦笑,现在仅仅只是大豆师的他,还真的难以挤进要老他们的那个未面呢。 可以如今的修炼速度,想要进入窦王甚至窦皇境界,那还得需要多久时间。 小家伙,不要妄自菲薄,你所修炼的焚绝,给予了你创造奇迹的基础。 相信自己吧,别人需要的日月积累的修炼,而你,只要寻找到足够的一伙,并且成功吞噬他们,那么最后的成就,超越我甚至那股灵,都是轻易而举,感受到消炎的想法,要老不由的轻声道。 呼,轻吐了一口气,消炎微微了点头,笑道,希望吧。 水晶台上,瞧得那被阴阳玄龙丹所造出来的气氛,拍卖师这才满意的笑了笑,目光转向那座鱼前排的势力,他清楚,这些人才是阴阳玄龙丹的有力争夺者。 别废话了,报价吧。 听得拍卖师那罗里啰嗦的话语,血宗少宗主范灵有些不耐的皱了皱眉头,声音阴冷的喝道。 呵呵。 笑着点了点头,拍卖师清了一下嗓子,正色道,这阴阳玄龙丹的价值,想必诸位也能清楚,光以纯粹的金钱,已经不足以衡量他的价格,所以,拍卖这枚丹药的主人说了,不管这丹药最后被谁成功拍卖,都必须无条件的答应为他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 文言,下方的血宗,黑姑木,天蛇斧等势力都是一愣,玄疾脸色微变。 那位天蛇斧的清长老更是忍不住的冷笑道,你这话才说的可笑,如果那人让我们倾尽所有实力去对付某个难以战胜的强者或者势力,那我们也得听他的。 呵呵,这自然是不可能,这里的两件事,定然也是在各位的历劫范围之内,不过事先也在这里提个醒,既然能够拿出这枚阴阳玄龙丹,那么他的主人身份实力想必也不足。 他不会弱,而他所需要人办的事,多半也不会太多简单。 所以,诸位对这枚丹要有兴趣的,或许就得掂量一下了,不然的话,反而闹得都不愉快。 拍卖师轻笑道。 听的拍卖师的话,下方诸多本来打着阴阳玄龙丹主义的人,眼神都是略微有些闪烁了起来。 卖主的话,我已带道,各位若还是有兴趣,那拍卖便开始吧,依然是和先前的地阶斗技一样,这枚阴阳玄龙丹,没有底价,微微弯身,拍卖师冲着下方微笑道。 走吧,这场拍卖会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这阴阳玄龙丹还轮不到你来争夺。 要老淡淡地倒。 手指缓缓揉着额头,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即使已经见识到了最后的重头戏,那的确是没有再留下的必要了,斜贴了一眼前方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他站起身来,悄然退场。 第397章 尾随 缓步走出拍卖场,萧炎站在门口处,抬头望着那略微昏暗的天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对拍卖场的一处客厅行去。 还是先把拍卖的以及拍卖的东西拿到手吧。 萧炎边走边自言自语道。 进入客厅,萧炎将自己的那二级贵宾卡交给了仪式女,说清了来意之后,便是被后者恭敬地请了进去。 大人,请您稍等片刻,拍卖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时候主事的人,会帮大人清理拍卖之物。 侍女将一杯温茶放在盐身旁的桌上,然后便是微笑着退了出去。 微微点了,萧炎将茶杯捧在手中,吸取着那许些温度,可却并没有喝,在这黑角狱中,谨慎一点,并没有坏处,特别是在这种看似公平,可暗地却黑暗的一塌糊涂的拍卖场所。 微闭着眸子,萧炎手指缓缓地敲打在桌面上,如此许久之后,几道脚步声忽然由远而近地传进大厅,手指逐渐顿住,萧炎睁开眼睛,望向那被掀开的帘子。 那里,一位有些矮小的干兽老者领着两名侍女,笑眯眯地走进来,呵呵,先生该便是拍卖三枚清灵丹的人吧。 我是这里的主事,叫我胡管事便好。 瞧那全身被包在黑袍中的萧炎,老者走上前来,笑着道。 要言?淡淡地点了点头,萧炎轻声道,胡管事,拍卖会结束了。 呵呵,圆满结束。 胡管事笑着点点头,目光不着痕迹地在萧炎身上扫过,却并未发现任何能够瞧出后者身份的遗漏,挥了挥手,后面的一名侍女赶忙将手中的银盘举了起来,在那银盘中,有着一张紫金卡片,卡片上绘着五道颜色不同的波纹。 五蚊子金卡,这在斗气大陆上,可止斗灵强者方才有资格办理与携带,当然,万事无绝对,按照常理来说一位三品炼药师,也是够了这种资格。 药先生,你的三枚清灵丹,拍卖总价格是270万,扣去10%的拍卖会手续费则还剩下253万。 虎管事眼睛眯犹如一条缝隙,笑着道,那猪的新火汁花费了120万,八方明火顶炉,花费了40万,那你最后的所得便是93万,所剩的钱,都在这张紫金卡中,而你拍买的那些东西则是在这枚纳戒里。 虎管事一挥手,那名侍女便是将银盘递到了硝烟面前。 银盘中,有着一张五蚊子金卡以及一枚普通纳戒。 好黑的手续费,心中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硝烟没想到这忙活了大半天,最后竟然也仅仅还剩下不到百万资金。 伸手将卡片与纳戒取过,硝烟细细的检查了一下纳戒中的地心火汁与八方明火顶炉后,方才将两种东西取出,再放进自己的纳戒内。 对了,虎管事,那拍卖会最后的阴阳玄龙丹,哪方势力成功拍卖到了? 将东西都整理好后,硝烟忽然似是随意的好奇问道。 呵呵,那东西最后被天蛇府的人拍卖走了。 听得硝烟的问题,虎管事也并未迟疑,直接说了出来,毕竟那拍卖可是无数人亲眼看着呢,即使他不说,恐怕也就一下午时间,那消息便是会传遍大半个黑角域。 天蛇府呢,黑袍阴影下眉头轻挑了挑,硝烟心中喃喃了一声。 既然东西已经到手,那在下也就不打扰了,告辞。 得到答案后,硝烟也就不再迟疑,对着胡管事拱了拱手,便欲离开。 呵呵,耀言先生等一下,我家门主对先生颇感兴趣,若是先生不介意的话,能否与我门主见面聊聊天? 瞧得硝烟要走,那名胡管事却是忽然笑道。 黑袍下的眉头微皱,硝烟淡淡的道,算了吧,我只是拍卖点东西而已,有什么会让得柜门主感兴趣的。 抱歉,在下还有一些事,便不多留了,日后若是还需要拍卖什么东西,然继续来找胡管事,告辞。 说完,硝烟不带胡管事出言相流,便是快步行出了大厅。 大厅中,胡管事微眯着眼睛望着消失在视线中的硝烟,忍不住的皱了皱眉头,怎么? 看出他的身份了吗? 淡淡的声音,忽然在大厅中响起。 胡管事一回头,却是瞧得一名虎辈熊腰的中年男子,正坐在硝烟先前的椅子上,随着这名男子的出现,大厅中的气氛似乎都是然间变得具有压迫一般,让得胡管事腰杆弯下了许多。 门主,看见这位发虚有些发白的中年男子,胡管事赶忙恭敬的道,暂时还看不出,这人隐藏的太深。 按理来说,他能一次性的拿出三枚清灵丹,有大半几率他本身便是一名炼药师,而且恐怕等级还不弱,毕竟清灵丹这种品阶的丹药,就算是普通的四品炼药师,也颇难炼出的。 可我想尽了我所能知道的那些高阶炼药师,可却没有一个与这个人相符的。 眉头微皱,中年男微微吻了一声,淡淡的声音,却是蕴含着难以掩饰的阴冷沙翼,派人暗中跟他,搞清楚他的底细。 一名能够炼制出清灵丹的高阶炼药师,那可不多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得他为我扒扇门效力。 如实在不行的话,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可以除去。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自然不能便宜别人,否则的话,迟早是个祸害。 是。 胡管事赶忙应声。 嗯,你去办吧,找点隐匿身形比较精通的人,我还得亲自去给天舍府的人办阴阳玄龙丹交接手续,那东西太贵重了,如果不是卖主身份太强。 嘿,这拍卖的东西,哪有拿出去的道理。 站起身来,中年男子撇了撇嘴,对着大厅之后行去,颇有些不甘地冷笑道。 胡管事连连点头,呆得中年人消失后,方才轻缓了一口气,悄悄退出大厅。 出了拍卖场,萧仙仙是去了一趟签药房,将炼制父子灵丹的材料购买齐全后,那九十多万的紫金卡中,便是再度大缩水的只剩下二十几万。 把玩着手中紫金卡片,萧嫣忍不住的苦笑了一声,没想到搞了半天,经济实力还是在原地踏步走。 哎,没想到还是穷人,想起在拍卖场中,那些家伙的一致千金,萧嫣便是不由为差距感到无语。 小心点,有人在跟踪你,我想应该是那巴扇门的人吧。 就在萧嫣转过一道街角时,药老淡淡的声音,忽然在心中响起。 萧嫣脚步略微顿了一下,便是再度不急不缓的前行,心中冷笑道,不愧是黑角狱呀,以这些家伙的廉价成信,竟然都还有人能放心将物品给他们去拍卖。 这若是放在加玛帝国,迟早倒闭。 没办法,在这黑角狱中,有实力举办拍卖会的势力,可并不多,毕竟这里实在是太乱了。 药老笑道,不过暂时你也不用管他们,现在我们没必要与他们有过多冲突。 闻。 萧嫣微微点头。 把后面的那些家伙甩掉,然后将那血宗少宗主范林的居住地打停出来。 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可那张残破的地图,却是必须的到手。 药老沉吟道。 再次点头。 那地图可是关系道竞联妖火的所在,萧嫣自然是极为上心,眼角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人流汹涌的后方街道,身形猛然一闪,犹如鬼魅般地窜进了一条小道之中。 在萧嫣闪进小道之后不久,小道处,几道人影也是急忙窜出,目光在里面一扫,却并未见到任何人影,当下一震,手一挥,人影急忙分散而开,四处寻找失踪的目标。 这也能来跟踪人。 轻易地甩开了后面的跟踪,萧嫣心中不屑地笑了一声,换了套衣衫,在街上逛了逛,花费了一些金币,便是得到了想要的情报,那范灵因为身份的缘故,所以并没有如何掩饰行迹,而是堂而皇之地住在了黑印城中最豪华的酒店之中,因此,想要的到关于他住所的情报,并不难。 因为要随时监视范灵的一举一动,以萧嫣舍弃了以前的那个旅馆,而是在范灵居住之地外面,就近找了个隐蔽的住所,时刻观察。 在的拍卖会结束后,范灵等人也并未立刻离开黑印城,而是在休息了一晚上之后,待的第二天中午十分时,一行人方才招摇过时的出了酒店,呼啸着冲出了黑印城。 在范灵等人一行人出了黑印城之后,一道黑影却悄然而随,犹如骨之躯一般,无论怎样,都是甩之不掉。 嘿,抱歉了,我的东西,没人能抢得走,管你是什么少宗主,黑影划过丛林,淡淡的冷笑声,缓缓一流而下。 第398章 埋伏截杀 茂密丛林中,一道黑影忽然闪略上一处茂密树丛中,目光透过树枝缝隙,望向距此处仅有百米距离的一处大树下。 那里,十几道人影正在做暂时的休息。 丛林中,萧炎抬头望了一眼天色,略微迟疑了一下,呼吸平稳的没有丝毫波动,虽然目标就在面前,可他却并没有急着出手,不提范灵本身便是一名斗灵强者,就是其身旁的两位老者,实力明显也是在斗灵级别左右,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实力不弱的护卫,即使是萧炎有着要老帮忙,也难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之完全收拾,所以,他必须寻找到最好的下手时机。 不然的话,一旦暴露,恐怕就有些麻烦了。 毕竟,血踪的势力,即使是放在整个黑角域中,那也是能够算得上颇为强悍的。 萧炎视线紧紧的锁定着范灵等人,对方在休息了将近十来分钟后,终于是再度起身,不过就在萧炎以为他们会按照先前路线赶进时,一行人却是忽然转了个大弯,直接对着黑印城的西面方向奔略而去。 呃,瞧得范灵等人的忽然变动,硝炎一正,旋即脸色微变,难道被发现了? 这个念头在心中闪了一下后,便是被自动排了出去。 那范灵一行人中,实力最强的便是斗灵强者,根本不可能发现他的隐匿,况且,就算发现了,那也不会出现这种改变路线的事情,毕竟,一名表面实力仅仅是大斗师级别的人,还不足以让得他们这般惧怕。 这些家伙想干嘛? 心中闪过一道疑惑,硝炎脚尖轻点树干,身体犹如黑夜中的蝙蝠一般,轻飘飘的落下大树,然后再度紧紧跟上前方的队伍。 前后两批人,间隔着百米距离,对着黑印城的西面方向急掠而去,而在这般奔略了将近二十分钟左右后,要老的沉声,忽然在硝炎心中响起,小家伙,小心点,前面山傲处隐藏了不少强横气息,其中有一道甚至比先前在拍卖场中的那道豆黄气息还要强横不少,而且气息阴寒如寒冰,和那范灵的气息,很是相似。 正欲前冲的身形,在要老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之下,猛然一致,硝炎脸色大变得强行扭转身子,将自己缩在了一棵树后,心中惊骇地道,我们中计了。 不像,要老沉吟道,看他们那隐秘气息的模样,倒想是在埋伏,为了对付你一个大斗师,他们犯得着这般费力。 埋伏? 微微一愣,硝炎略松了一口气,皱眉疑惑得道,可一名斗黄强者带着一大堆人埋伏在这隐蔽之地,想干什么? 眼光略微有些闪烁,硝炎目光忽然扫向黑印城的方向了,愣了一愣,旋即猛然猜到了什么,心中不由的骇然地道,这些家伙会是想强抢拍卖物品吧? 嗯?很有可能,不管是地阶斗技还是阴阳玄龙丹。 这两种东西,都有着资格让得血踪费这般大的精力,而且这种拦路抢夺的事情,在黑角狱中,也是屡见不鲜。 闻言,要老也先是一正,却是并未否认硝炎的猜测。 那我们怎么办? 那范灵已经开始进入埋伏范围。 看那依然平静的山奥,明显里面都是血踪的人。 既然老师都感应到了山奥中有一名比巴扇门门主还强的强者。 那残破地图,岂不是更难得到了? 硝炎眉头紧皱,无奈地道。 先等等吧,静观其变,要老沉声道。 硝炎微微点了点头,眼睛四处扫了扫,然后将几身气息压抑到最低点,悄悄地闪到一处也不错的高地丛林中。 身体缩在这处丛林里,硝炎借助着地势,刚好能够将下方的森林傲的收进视野内。 目光隐晦的扫过安静的没有丝毫杂音的森林。 若非是要老出声提醒的话,恐怕就是硝炎跟着梵林冲进了小森林里,也不会发现那些隐藏的埋伏吧。 这处小森林东面,是一道蜿蜒到尽头的小道,而目光沿着西面扫过的话,则是能够隐隐看见黑印城那模糊的轮廓,从地形来看,这小森林,貌似还是黑印城西面的一条必经之路,也难怪那血踪的人会选择在此地埋伏。 身体犹如一具尸体般,静静的趴在树丛中,硝炎的呼吸,由平日的正常状态直接压缩到两三分钟一次,毕竟,在下方的那小森林里中,可是有着一位窦黄级别强者,若非是有着要老的暗中帮忙,光凭硝炎的实力,根本还不足以这般安稳的躲在对方眼皮底下。 在那范林一行人进入小森林之后,这片有些偏僻的地段,便是陷入了极端的安静,甚至是那些飞鸟,都是因为感应到林中蔓延而出的许些杀意,而速速发抖的将身体缩在窝中,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诡异的宁静气氛,缭绕在这片区域,许久不散。 萧炎威眯着眸子,整个身体几乎都是趴在了地上,某一刻,触着地面的手指忽然轻微的颤抖了一下,眼眸骤然睁开,抬头将目光移向通往黑印城的那条小道。 那里,隐隐有着微弱的马蹄声响起。 要来了吗?心中滴滴难难了一声,萧炎眼神也是逐渐变得锐利了许多,远处道路上,一群骑着快马的人影,正追星赶月般地对着小鹿另外一边飞驰而去,沿途带起冲天黄尘。 嘎吱,随着越加响亮的马蹄声,那宁静的小森林中,忽然响起许些轻微的弓弦拉动声。 视线尽头,御马奔驰而来的人影逐渐浮现,而瞧得那领头的一袭绿色裙袍的女人后,隐藏在丛林中萧炎心头忍不住的跳了跳,心中暗道,这些血宗的人,果然是在打阴阳玄龙丹的主意啊,不过难道他们就不怕天蛇府的报复吗? 既然后者有实力争夺这等宝物,那想必天蛇府的势力在大陆上也不算弱吧? 嗯,还行,要老淡淡的道,想必下面森林中的那道窦黄气息该便是血宗宗主吧? 既然连他都出动了,那自然是没打算让这些天蛇府的人离开,而只要没人活着回去,那天蛇府也只能暴跳如雷,毕竟黑角狱中,这种半路截杀的事情乎每天都在发生。 一个不留 挺狠 魂炎,萧炎咧了咧嘴,却并未太过意外,这种事情,一旦走漏了风声便是双方势力的死战,而且其中还牵涉到阴阳玄龙丹这等宝物,定然是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 毕竟,花费了这等天价,天蛇府是绝对不可能就让他白白的打了水漂。 十几道人影瞬间便是划过小路,片刻后,那安静的小森林是出现在了他们视野中。 天蛇府那群投资人,自然便是拍卖场中所见的那位美丽的青长老,奔驰之客,他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森林,戴梅威咒,能够成为天蛇府的长老,其实力与经验自然是远非常人可比,冯林渗入的道理,他倒也是知道,而且如今身上更是携带着江阴阳玄龙丹这种贵重奇宝,必定更要肾上加肾。 手掌竖起,青长老打了个手势,奔驰速度逐渐减缓,先手一扬,身前空间微微波动,旋即一道翠绿色的能量小蛇自身旁浮现而出,然后便是落进草丛中,以一种极为快捷的速度,对着森林中游进。 能量蛇悄无声息的游进森林,碧绿的蛇童刚欲抬起,一道破风声便是骤然响起,旋即一只利剑狠狠的插在了其舌头之处,前者一阵挣扎之后,化为一片能量,逐渐化为虚无。 在能小蛇被击杀那一刻,那已经到达森林之外不远的青长老脸颊猛的一变,立声喝道,小心!里面有埋伏。 哈哈,不愧是天蛇府的长老,这斗气凝蛇的手段,果然出神入化呀。 青长老的喝声刚落,森林中,一道犹如夜宵般的大笑声,也是同时传出,旋即,雄魂气息骤然冲天而起,一道血红影子,自森林中暴射而出,最后稳稳地落在一大树之间,略微泛着鸿芒的双瞳,泛着难以掩饰的阴冷森然,扫向森林之外的青长老一行人。 饭牢? 瞧得那身披犹如鲜血般大红袍的高大男人,青长老脸色大变,玄极瑟丽内茶的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象我天蛇府宣战? 哈哈,宣战倒是不想,不过却是对青长老手中的阴阳玄龙当感兴趣。 红袍男人笑了笑,只不过笑容中,透着一抹无论如何都是掩饰不了的森然。 撤! 所有人各自撤离,只要有一人逃脱,就立刻向府主大人禀报此事。 听得对方提起阴阳玄龙丹,青长老心头骤然下沉,知道此事没有丝毫相谈余地,当下不再迟疑,一身力喝,旋即脚掌一踏马背,身体率先化为一道影子,对着大陆两旁的丛林闪掠而去。 咻,咻,咻。 在天蛇府的人分散而退时,森林之中,猛然间响起大片的破风声响,无数泛着寒光的箭支,带着凶悍尽力,铺天盖地地暴射而出,而在这般无间隙的箭矢下,要是那青长老,都不得不持缓下速度,身体闪动着将箭矢避开。 道路中央,先前四散射开的天蛇府人,竟然再度被逼地缩在了一起,而此时,道路四旁的有黑森林中,正涌出了将近百名身着红袍,手持血刀的血宗战士。 这些血宗战士脸色木然,犹如傀儡,只不过,在他们眼中,也是充斥着与范灵相同的阴森与暴力。 青长老,交出阴阳玄龙丹,本宗绕你性命。 否则,死。 树间上,红袍男人身形鬼魅闪动,瞬间便是出现在包围网上空,阴森的喝声,在道路上空徘徊不散。 第三百九十九章大陆激战 杀 对于范劳的阴森喝声,那位天蛇府的青长老没有丝毫迟疑,脸色阴沉的一声力喝,雄魂斗气自体内抱涌而出,强横气场,直接是将附近地面的树叶杂物,震得尽数倒射而出。 看齐这般气势,实力恐怕已尽斗王级别。 而在他的这道喝声下,其身旁将近二十几名天蛇府的强者,也是枪的一声,拔出武器,斗气奔涌。 一缕缕颜色各不相同的蛇形斗气,在体表循环游走,最后猛然爆出恐怖劲力,对着周围那些红袍战士冲击而去。 一律一红两股洪流,在大陆中央,狠狠对撞,一股能量连一字接触触,犹如波浪一般,暴胜而开。 脸色麻木凶利的血踪战士,狠狠劈刀尖,充满血腥煞气,没有出半点声响。 而那天蛇府的强者,也是阴沉着脸,体内斗气运转到极致,被斗气所覆盖的武器,带起滑破空气的嘶嘶声响,刁钻而狠毒的刺向血踪战士全身各处要害。 双方的强者都并非庸人,不仅实力强横,而且明显训练有素,双方冲杀,虽无巨大声响,可却暗孕生死血拼,时不时便是有着力气刺进肉体的那道细微闷响,旋即鲜血飞洒。 青长老此刻脸色冰冷,手持一把蛇形长剑,弯曲的剑弧每一次的诡异旋转,都是会自一名血踪战士脖子处滑溜而过,然后带起一道血痕以及喷勃而出的鲜血,而他在那鲜血飘落间,青闪飘移,犹如一条运着剧毒的曼陀罗沙蛇一般,敏捷而狠毒。 大道之上,尸体逐渐堆满,其中大多数都是血踪的人。 不过其中也并不犯天蛇斧的,然而不管青长老如何带人冲杀,那有黑的森林中都是有些源源不断的血踪战士冲出,将他那想要窜进森林的念头打破而去。 眼神冷漠的一箭洞穿一名血踪战士胸膛,青长老眼光速度扫过四周,心头略沉的发现,原本将近二十位的天蛇斧强者到的此刻,竟然已经仅仅只剩下八人。 手中蛇剑对着身后暴刺而出。 将一名想要偷袭而来的血踪战士喉咙洞穿,肩膀微微一震,一对由绿色斗气凝聚而成的双翼迅速浮现而出。 脚尖倾踏地面,青长老身体便是猛然跋升天际,然而他刚欲转身逃离此刻到影子突兀自其上空闪掠而过,旋即一道阴寒的磅礴进气,自天空抱压而下,沿途由于进气过于强横,竟然是使得半空中响起了一连窜的音爆之声。 感受到头顶来的磅礴进气,青长老脸色微变,双掌上台,掌心间绿光大胜上而下,将整个身体都是包裹其中。 砰! 磅礴进气降临而下,狠狠地砸在青长老身体上的绿色光照之下。 后者一阵剧烈颤抖,片刻之后终于是尽受不住这等轰击。 随着一道细微声响空炸裂,而其中的青长老,也是发出一道闷哼声响,脸色苍白的下降了许多。 哈哈,青长老! 本宗说过。 今天,谁都别想走。 天空上,红影闪动,范劳背后一对如鲜血般的斗气双翼,极为的刺眼,双翼扇动时,甚至都能隐隐闻到风中的血腥味。 阴森笑着,范劳没有再给青长老喘息的机会,背后血液震动,身体猛然俯冲而下,宽如一头看见猎物的吸血蝙蝠一般。 瞧得那扑来的范劳,脸色苍白的青长老也只得狠狠一咬牙,抽剑迎了上去,由于其体内斗气的全速运转,凶悍无匹的斗气直接导致周身的空间都是发出了细微的波动。 看来,为了能够从窦黄级别的范劳手中逃生,这位青长老,已经是将几身实力发挥到了极限。 望着下方道路中的残酷死战,再小心的看了一眼天空上那几乎是成一面倒的战士,隐藏在丛林中的硝烟忍不住的摇了摇头,难难道,看来天蛇府的人,今天想要逃生的机会很小啊。 闻,血葱能够没有惊动任何势力的将大部队埋伏在此,定然是花费了不少心机,就算那天蛇府的人再如何谨慎,今日也难以逃脱呀。 要老点了点头,道。 那个范琳也是在下面,不过他身边总是有着两名斗灵强者守护着,麻烦哪。 硝烟目光扫过下方的战场,那里,那范琳正手持一把血刀,满脸猙獰的将一名天蛇府的强者砍成两截,而在他身旁,两名老者不管如何, 都是没有离开他周身一米的位置。 不要急着对那范琳出手,不然的话,一旦被范琳所察觉,那便是有些麻烦了。 因为那该死的魂殿的缘故,我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般肆无忌惮的将灵魂力量介于你。 所以,以后遇见这些强者,都得谨慎而为了。 要老沉生提醒道。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轻叹了一口气,只得压下心中的许些急躁,安静的关注着下方局势的发展。 血踪的人虽然多,不过天蛇府的那群人,明显当个实力要叫胜前者一筹。 因此,虽然身上布满了伤痕,可依靠着默契的配合,看似摇摇欲坠,可却始终支撑着不被冲垮,能够跟随着青长老前来黑角域这等混乱区域,果然都是有着几把刷子。 不过地面上虽然仅仅坚持,可天空上,青长老以斗王级别的实力,却根本不可能是斗皇强者范劳的对手,而且后者身法快捷地堪称鬼魅,仅仅方才交战不到十回合,青长老那苍白的脸色,便是越加惨白。 喷! 再次在半空中被迫与范劳硬轰了一掌,那次手掌接处处涌成过来的强横劲气,直接是让得青长老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体击退,而那范劳,更是趁你病要你命,紧追不舍。 击退间,青长老猛然抬头,原本美丽的脸颊此刻却是不满猙獰,玉手一晃,一只寒玉盒便是出现在掌心中,力声尖喝道,范劳鬼,你要是再赶过来,老娘就当场要这阴阳玄龙丹变成粉末。 我!前仆的身形骤然盯住,范劳因侧侧的望着青长老,缓缓地道,你若是赶毁了阴阳玄龙丹,本宗就费你斗气,然后将你所在血宗,当成猪狗饲养,专门伺候我血宗的男人。 平缓的语调,所吐出来的话语,却是恶毒的令人浑身发寒。 想起那种生不如死的下场,饶是以青长老的定力,也不由的有些变色,握着韩玉和的手掌,更是忍不住的颤了颤。 在青长老被范劳这恶毒化害得略微分神之际,那范劳身形猛然一颤,竟然是凭空消失了去。 范劳身体刚刚消失,青长老便是有所察觉,当下脸色猛变,然而其还来不及后退,一道模糊红影便是在其面前浮现而出,一只如鲜血般赤红的手掌暴射而出,最后狠狠切在了青长老手臂之处,顿时,一道骨头碎裂的声响,凭空想起。 啊!手臂传来的剧痛,直接是让得青长老不住的发出一道凄厉尖叫,那手掌的韩玉和,还来不及收回,便是被范劳闪电般的夺走,然后狂笑着急退。 后退时,范劳快速打开了韩玉和,顿时一道金光射出,见状,他脸庞上的得意与狂喜悦加浓郁,快速合上合盖,然后对着下方的范灵投掷而去,大声道,灵儿,带着他先撤,血宗血位,护送少宗主回目之城。 这里有本宗来拦住。 听得喝声,范灵急忙跃身,一把将韩玉和抓在手中,飞快地塞进那戒里,也不迟疑,手一挥,顿时几十名血位便是从战圈中脱身而出,一行人以范灵围头,掉头对着南方击掠而去。 啊! 范杂种,老娘今日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好过。 最重要的东西被夺,青长老脸颊铁青,仰天出一声凄厉尖叫,比先前雄浑了将近两三倍的恐怖斗气,字体内铺天盖地暴涌而出,随着斗气狂涌,青长老皮肤下,居然有着许些鲜血溢出。 眼睛怨毒的盯着对面微微皱眉的范牢,青长老劈头散发,紧握着舌剑,背后双翼振动,身形化为一抹流光,带起漫天尖锐音暴之声,对着范牢狂猛攻去。 临死反击吗? 嘿,管你如何挣扎,也绝非本宗对手。 乔得实力猛然暴涨的青长老,范牢冷笑了一声,双手微躯,一把几乎犹如是鲜血凝构而成的长刀,在掌心中浮现而出,手掌握上长刀,刀身微震,血腥气息立马蔓延而出。 紧握血刀,范牢没有丝毫退缩之举,也是选择了以硬碰硬的方式,化为一道血色影子,带起铺天血气,与那青长老,狠狠撞在了一起。 顿时,爆炸声,响彻天际。 在那范灵拿到东西撤退之后,萧炎便也是悄悄地缩出了丛林,犹如灵猴一般,在森林中穿梭着,紧紧地掉在范灵那群人身后,而在听得那忽然在天空响彻的巨响之后,他脚步微停,目光转向后方天空,那里,一绿一红两色光芒,几乎各自占据了半壁天空。 希望天蛇府的人别死光了吧。 轻叹了一口气,萧炎不再停留,转身再次将目标锁定在视线尽头处的一大批红影身上,他与天蛇府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渊源,自然也不可能出手相救,在黑角狱中,别说所谓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就算你吼完一声继续若无其事地先前走,那也同样只会招来无数砍刀。 而且,此时萧炎自身都是难以保全,再去多管闲事,明显是种极为愚蠢的事情,所以,他也只能暗暗在心中嘟囔一声而已。 他现在唯一的目标,便是不择手段地夺回范灵手中的那份残土。 第四百章 欲棒相征,萧炎得利 一群红影犹如一股肆虐洪水般,从山林间呼啸而过。 那股浓郁的血腥气息,直接是使得一些外出觅食的低阶魔兽不敢靠上前来,只得远远地用着慰藉的目光望着那群从不远处奔略而过的人群。 在那红色人群闪略而过之后不久,又是一道黑色影子从树立间跳跃闪现而出,他闪身停留在一处树干上,抬头远跳了一下那些埋头狂奔的红色人影,忍不住地皱了皱眉,低声道,这样再拖下去,恐怕那饭牢就得追过来了。 略微沉吟了瞬间,萧炎咬了咬牙,暗自道,若是再没有机会下手的话,那便只能强行动手了。 羽霸,他脚尖再度一点只干,身体便是轻飘飘落了下去,然后身形继续吊着前面的队伍。 两只人数相差输的队伍,一前一后的从山林中奔略而过,彼此间隔不过百米距离。 紧紧的掉在前方队伍后,萧炎心中莫数着时间,如此几分钟过去后,他终于是忍耐不住,脚掌猛的一踏树干,速度刚雨飙射,却是猛然发现,前方范灵等人的队伍,竟是忽然间停了下来,当下心头一跳,速度减缓,悄悄的腾上树枝,小心翼翼的接近了过去。 在森林中一处空地中,范灵挥手将队伍速度指了下来,沉着脸望着面前的一位派出去探路的穴位,冷声道,前面有动静。 少宗主,在我们正面方向的山间道中,有着人影痕迹,经过探测,似乎是黑枯木的人。 那名穴位单膝跪地,弓声报道。 黑枯木? 闻言,范灵脸色微变,我们也被拦截了。 他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的行踪的? 少宗主! 看他们模样,倒不像是在埋伏我们,反而像是在寻找偏僻的山间小道,以此赶回骷髅城,那名经验丰富的血位略微迟疑了下道。 哦! 嘿! 拍买到了地阶斗技,寻找偏僻小道悄悄赶回骷髅城,这道还真挺符合那些家伙的性子,眼睛微眯,想起那卷令他垂涎不已的三千雷洞身法斗技,范灵心头忽然泛起一抹难以克制的火热目光,扫过四周,忽然问道,他们人有多少? 正好识人! 灰枯那家伙也在其中。 范灵紧接着问道,他口中的那位灰枯,正是昨日在拍卖会中,与他争夺三千雷洞的那位灰袍中年人。 是的,按照属下的判断,对方应该有两名斗灵强者以及大斗师,其他的则是斗师级别。 那名血未沉声道。 两名斗灵,两名大斗师们,嘴中滴滴的自滥着。 许久之后,范灵微眯的眼瞳中掠过一抹贪婪与凝笑,手一挥冷地倒,加快速度,追上黑枯木的人。 本来倒也没打算打他们的主意,可他们却偏偏要自己走这般山间小路,那也就怪不得本少心黑了。 少宗主。 宗主说了,我们此刻的最紧要任务是先将阴阳玄龙丹护送回牧城。 若是再横生之辙,恐怕对我们很不利啊。 瞧得范灵竟然打算拦截黑枯木的人,那位一直跟在其身旁的老者,不由得急忙劝阻道。 罗长老,不用担心,对方不论人数还是总体实力都远远逊色于我们,为了一卷的街斗计,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摆了摆手,范灵淡淡地倒。 这,闻言,那罗长老迟疑了一下。 与一旁的另外一名老者对视了一眼,在瞧得满脸坚决的范灵,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到时候麻烦两位长老托住对方的斗灵强者,我率领血位将其他黑枯木的人解决掉,这次和先前围杀天舍府的人一样,绝对不能走漏半个人。 范灵冷声道,杀法果爵,没有半点池,倒也能算得上一个人物,只不过,就是有些太过贪婪了点。 随着范灵的声音落下,那群却未皆是默默点头,没有发出其他的半点异响。 满意的点了点头,范灵手一挥,率先带头冲进了森林之中。 在范灵等人消失之后不久,硝烟的身形出现在了一棵大树干之上,望着前等人消失的地方,脸庞上浮现一抹诡异笑容,低声道,贪心不足的家伙,见到好东西便是想抢过来,不过这一次,你是注定要成为被抢的了。 轻轻一笑,硝烟身形飘下大树,然后化为一道黑影,窜进了森林中。 硝烟身形飘忽在森林之内,将近十来分钟后,他忽然减缓了速度,身体隐藏在一棵大树后,微微偏头,将目光投了出去。 此时,在间隔其仅仅几十米之外的一处空地上,几十名满身血腥气息的穴位,正围成圆圈之状,将几位袍服上竹着黑色骷髅头的人给围在其中,看那满地的狼藉以及他们身体上的伤痕。 明显在先前的那短暂时间中,双方已经火爆交战了。 在距离这处战圈不远处,又是两个小战圈,四道人影彼此交错而过,手中锋利武器携带着凶悍劲气,狠狠对劈,偶尔刀光剑气落空,旁边的巨石或大树,便是直接被拦腰斩断,由此能看出,双方可是在真正的进行生死对驳,没有半点的切磋之意。 已经打起来了吗?扫过狼藉的空地,硝烟再瞥了一眼那两处小战圈,其中的一位身着灰袍的中年人,赫然便是昨日那拍卖场中的黑枯木的人。 黑枯木的人,没有天蛇斧那些人惊打呀,在硝烟心中嘀咕时,那满身血气的血位已经再度开始了进攻,扑鼻而来的血腥气息,几乎令人作呕,而在那几十把鸣晃晃的血刀之下,黑枯木的八人,除了两名大斗狮依然咬牙坚持之外,其他的皆是直接被乱刀砍死,死状甚是凄惨。 咻! 漆黑的冷剑忽然从一旁暴射而出,冷剑携带着浓郁的血气,闪电般的狠狠插进一名大斗狮喉咙处。 其上所蕴含的距离,直接是让得剑身从后喉咙穿透而出,最后死死的钉在一处树干上,剑尾急速摆动。 硝烟目光顺着冷剑射出方向扫去,原来那出手之人,竟然便是手持长弓的范灵,此时,在击杀了一名大斗狮后,他再度举弓指向另外一名大斗狮。 乔的范灵长剑指来,那名大斗狮脸色大变,体内斗气狂勇,转瞬间便是在体表凝聚出了一副有些粗糙的斗气铠甲,从这斗气铠甲来抗卫大斗狮的实力,恐怕也就在二星或三星左右吧。 嘿,凭着破斗狮想挡住我的血实剑。 瞧得那大斗狮的举动,范灵不由地冷笑了一声,攻城满弦,手指一松,被血色能量所包裹的长剑暴射而出为一抹血光,犹如闪电一般,狠狠地与那斗气铠甲碰撞在一起,顿时,令人牙酸的嘎之声响是响了起来。 嘎之声响并未持续多久,便是嘎然而止,因为那血色长剑,竟然直接将斗气铠甲腐蚀出了一个细小孔洞,而长剑,则是从孔洞中进了那名大斗狮的喉咙。 但莫得望那软倒在地的大斗狮,范灵再望一眼被这两名大斗狮临死反扑,击杀了将近十名的穴位,心中不由得有些心疼,这些穴位培养起来可是不易的呀。 还好有着三千雷洞做补偿,心中念叨了一声,范灵这才好瘦了一点,天头冷冷地望着另外两处被两名长老拖得动弹不得的黑枯木两名斗狸强者,淡淡地道,摩尔汗,自己将三千雷洞交出来吧,我留你个全尸。 脸色阴沉地将面前的对手攻击闪开,那位被称为摩尔汗的中年人声音嘶哑地道,范灵,你们会后悔的。 冷声笑了笑,范灵手中弓箭微白,指向另外一名斗灵强者,剑尖血气暗运,眼瞳在此刻紧缩而起,某一刻,终于是寻出了那名斗灵强者被己方之人逼出的破绽,手指一松,血剑爆射而出,瞬间之后,那名斗灵强胸口处,便是被一只长剑狠狠射进。 要死一起死。 那名黑枯木的斗灵强者道也凶悍,被范灵冷箭射成重伤,嘴中鲜血不断吐出,却是一把丢了手中武器,疯狂地顶着被对手一刀砍断了手臂的剧痛,另外一只手臂,死死地缠着后者,脸庞猙獰的大喝道,鼓爆。 韩长老,快退。 瞧得那脸色忽然诡异青子的黑枯木强者,范灵脸色一变,急忙喝道。 砰。 范灵喝声刚刚落下,那名斗灵强者轰然爆炸,爆炸的强横能量波动,直接将附近地面掀去了将近半尺泥土,而那名血踪的斗灵强者,也是被炸的衣衫蓝履,皮开肉战,脸色惨白的几乎要一口气挂过去。 该死的。 瞧得那虽然捡了一条命,可却也暂时失去了战斗力的韩长老,范灵一声怒骂,手掌一挥,阴冷道,血未听令,围杀摩尔汗。 是。 随着范灵命令落下,那还剩余的二十几名血位,手中血迹未干的长刀再度竖起,然后带起满身血腥气息,对着那摩尔汗围杀而去。 围杀与反围杀,在这片空地之上,残酷的进行着。 正面有着一名斗灵强者牵制,周身还有几十名实力强横的血位偷袭,并且还得暗地小心场外的范灵的冷剑,在这般极端分心之下,那摩尔汗在仅仅坚持了几分钟后,便是被那位罗长老逼出破战。 虽然也是拼命反击,让得那罗长老受伤不轻,可他却是背后者那狠狠的一掌,彻底的打得昏死了过去。 呸。 捂着胸口,那名罗长老长喘了几口气,吐出一口鲜血,看了一眼那仅仅只剩下十来名的血位以及重伤的韩长老,不由的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想到这些黑枯木的人也这般汉不畏死,一场苦战哪。 瞧得摩尔汗终于昏迷,场外一直拉着弓弦的范灵这才松了一口气,手中弓箭随手一丢,快步走上前来,随手从一名血位手中夺过长刀,然后满脸猙獰的砍在摩尔汗的脖子上,彻底的将他给了结了去。 刀尖轻挑,将摩尔汗手指上的那戒挑了起来,范灵急忙在其中一阵翻动,半晌之后,脸庞上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狂喜,手掌一晃,一卷古朴的银色卷轴,出现在了手中。 哈哈,雷动三千,妈的,终于落到我手中了呀,等我席会之后,就算是窦王强者,又能拿我如何? 哈哈! 紧握着卷轴,范灵忍不住的仰天狂笑。 就在范灵失态狂笑间,一股犀利猛然凭空出现,那银色卷轴瞬间飞掠而出,最后被一只修长手掌,随意接住。 呵呵,多谢范灵少宗主一番心勤了,不过这东西,还是在下帮忙保管比较好。 一处树干上,一袭黑袍诡异闪现,在他的手掌上,那卷银色底接斗技,正在日光照耀下,反射出淡淡光泽。 第401章 天火三玄遍第一重,青莲遍 从银色卷轴到手,再到被抢夺而去,期间不过是电光火时间而已,而在听得那戏谑笑声传出后,范灵终于是从那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脸色陡然阴沉,缓缓抬头,目光森然的望着树干上的黑袍人,在瞧那在拍卖场所见过的熟悉打扮后,不由一正,旋即阴冷地道,是你。 在范灵说话之时,那场中还与有战斗力的十几名穴位,皆是极有默契的四下闪掠而开,刚好将黑袍人包围其中,而那名罗长老,也是一脸阴冷,一对冰冷眼瞳中,充斥着杀意,不管来人究竟是何目的,不过既然他撞破了他们的行动,那便绝对不能放任他活着离开。 呵呵,范灵少宗主,我们又见面了。 黑袍下的清秀脸庞上,画起一抹细笑容,萧炎玩着手中的银色卷轴,并没有在意那分四面将之包围的穴位,轻笑道。 交出卷轴,留你全尸。 手中如血液般鲜艳的长刀咬指向萧炎,范灵阴沉的话语有着喷泊而出的阴冷杀意。 萧炎耸了耸肩膀,不但没有理会,反而手掌一番,那在掌心旋转的银色卷轴,便是被收进了那戒中。 好,好。 瞧得萧炎举动,范灵嘴角一阵抽搐,苍白的脸色上,涌上一抹铁青,接连两个运着灵力杀意的好字,从嘴中吐了出来。 在范灵这两字刚刚落下之时,那成型将萧炎包围的十几名穴位,否然其声发出一道利喝,手中长刀上,阴森的血色斗气字体内永胜而出,最后将穴刀尽数包裹其中,脚掌猛然一踏树干,十几道人影,对着萧炎抱射而去。 眼角扫过那从四面八方围攻而的穴位,萧炎手掌缓缓探出,紧握上了背后藏在黑袍内的玄重驰柄,微卓眼眸感受着越加接近的森寒气劲,片刻后,眼眸骤然睁开,一股雄魂气息自其体内暴胜而出,旋即一道庞大的黑影带起压迫气息,掀开了黑袍遮掩,犹如一圈黑色风轮般,以萧炎为中心点,狠狠扩散而开。 叮,叮,叮。 黑色风轮所过处,火花似箭,那些穴位手中长刀居然直接被其上所蕴含的巨力震得脱手而出,唯有少数几位实力较强的穴位,还能勉强握住手中武器,不过那也是在虎口被破裂的前提下。 旋转的脚掌突兀顿住,黑色风轮就此消散,抬眼望着那冲进面前不过半米距离,可却依然满脸凶悍的穴位,消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脚掌猛踏树干,随着一道能量乍响,其身体几乎化成了一道闪电黑影,穿梭在十几名穴位的攻势之中。 砰,砰。 身形穿梭间不断有着闷声响起,而每一次的闷响传出,便是有着一名血味口吐鲜血的从茂密的树枝中落下,重重的砸在地面上,挣扎了击下,却依然是无力的软道了下去。 抬头望着半空中的闪电激战,范灵那原本阴寒的脸色,此刻却是忽然平静了许多,脚尖轻挑在地面上的一把染血长刀,手一探,便是将只紧握手中,随手撕裂衣服,缓缓地试着刀上血迹,弹漠地倒,四星大斗狮左右,这点实力,便是赶来我范灵嘴中抢食,够胆量,够豪气。 罗长老,这个人,交给我来吧,你在一旁,万一他有逃跑的打算,拦住他。 嗯,少宗主小心点。 一旁那名老者微微点了点头,扶着另外一位暂时失去了战斗力的韩长老,退后了几步。 从先前萧炎与血卫的出手中,他也是大致看清了后者实力,虽然在力量以及敏捷两项上,这个黑袍人比前那黑枯木的大斗狮强上不少,不过不管如何说,也仅仅只是大斗狮,而范灵,却早是一名真价实的斗灵强者。 砰!半空上,最后一名血位也是轰然杂落。 脸庞上被鲜血锁不满,眼睛逐渐闭上。 随着最后一名血位的落败,萧炎身体逐渐落下的来,手中中尺鞋指,烟红的鲜血顺着齿,逐渐低落而下。 我想,你一路跟踪我们,应该是为了那残破地图的缘故吧。 随手抛去手中染血的布巾,范灵忽然淡淡地倒。 中尺微颤,黑袍下的那张清秀脸庞,突兀的多出了几分冷意。 嘿嘿,看来本少运气还真的不错,误打误撞下,竟然都能弄到宝贝,既然你如此在意这东西,想必它也不是普通之物,等回去后,我会让父亲好生观察一下,以他的阅历,应该能够瞧出这残破地图的一些端倪。 消炎的举止虽然极为细微,不过却依然被一直紧紧注意着他的范灵收尽眼中,当下不由地冷笑道。 你或许没这机会了,黑袍下,平静的声音,缓缓传出,青色斗气,自消炎体内急速渗透而出,最后将整个身体都是包裹其中。 是吗?像你这种被宝物占据了理智的满汉,我在黑角域见得多了,不过他们最后的下场,貌似都不怎么好。 挑眉出一道阴冷笑声,阴寒的血色斗气,也是缓缓自泛灵体内涌出,一股血腥味道,顿时间弥漫了这片空地。 随着血气的弥漫,灵背略微有些弯伏,犹如一头发现猎物的猛兽一般,瞳孔中逐渐泛起血丝,也是让德琪看上去多了一分野兽气息。 脚掌深深的插进地面,某一刻,一道低吼猛然自泛灵喉咙间传出,脚掌一蹬,身形犹如那离弦箭之一般,瞬间出现在了消炎面前,手中被血色斗气包裹的锋利长刀,带起一道撕裂空气的尖锐劲气,狠狠力劈而下。 在泛灵这剂力劈之下,空气之中,刺耳的音爆声,连绵不绝。 巨大黑齿猛的上扬,骑上青色斗气浓郁的宛如粘稠液体一般,最后与那血刀重重的交错在一起。 轰! 金铁香蕉的声响,在一大股火花剑射间响起,一股青红两色夹杂的能量涟漪,自刀尺交接处,扩散而出,直接是将两人立脚之地的泥土,狠狠消飞了将近半尺。 漫天泥泻飞射,感受着那近乎麻木双臂,消炎黑袍下的脸庞略微有些变化,不愧是斗灵强者,这般力量,不知超过了大斗师和鸡,只是,为什么这个家伙的斗气有种虚浮之感。 以消炎的实力,在不使用任何斗技之下,虽然能够与斗灵强者相抗衡几回合,可却得消耗极为庞大的斗气,可先前那范灵看似凶悍无匹的一技攻击,却并未有着消炎预料中的那般强衡。 这家伙好强的力量,高齿接触,范灵双腿与消炎闪电般的互斗了几脚,然后在对方中指横斜下,退后了几步,感受着腿部残余的淡淡疼痛,心中不由有些惊异。 父亲所说果然不假,我们血踪功法虽然霸道诡异,修炼进展颇快,可却是太过依赖外力,以致体内斗气难以达到凝实之境,与人对战,总是有些吃亏,不好在这个家伙只是大斗师级别,收拾起来,并不难。 心中快速闪过一道念头,范灵却是忽然丢弃了手中武器。 原本苍白的脸庞,也是变得诡异的烟红了起来,而随着其脸庞的变化,双掌上,血色急速涌现,最后一丝丝的渗透进入掌心内,仅仅眨眼时间,一对与先前那范劳基杀青长老时所相同的血掌,便是出现在了范灵手臂上。 不管你究竟是谁,今天,你都已经没有半丝后悔的机会。 不过为了感谢你给我带来那残破地图引有秘密的好消息,等你死后,我不会让你成为干瘪的尸体。 双掌间,令人作呕的血腥味道不断散发而出,范灵抬起头,冲着硝烟森然一笑,脚掌轰然落地,身体化为一阵血雾,旋即对着硝烟暴射而去,双掌挥动间,血雾几乎弥漫了此处空地。 画骨血煞掌 瞧得范灵那变得犹如鲜血般的诡异双掌,场外的两名血宗长老,不由一正。 对视了一眼,道,没想到宗主竟然将这等斗技,也是交给了少宗主啊,那个黑袍人,也算是自己撞上枪口了呀。 嘿,活该,刚抢我血宗之物,若是换作我来,直接活生生抽干浑身血液。 那名失去了战斗力的韩长老音策策地笑道。 黑袍下的一对漆黑毛子,死死盯着那暴射而来的血色雾气,嗅得那弥漫的血腥之味,出色的灵魂感知力,让得硝烟清楚地感应到血色雾气中,那对血掌的凶悍威力。 小家伙,小心点,以你现在的实力,可还不是斗灵强者的对手。 要老得提醒声音,在硝烟心中响起。 那可不一定。 轻笑了一声,硝烟竟是将眼眸缓缓闭上,体内气旋中心的那灵处,一缕缕青色火焰犹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最后沿着一种旋翼路线,在体内高转而起。 你想! 随着青色火焰的诡异旋转,突兀地,闭目中的硝烟,隐隐感受到一股充斥着狂暴因子的雄魂能量,在火焰运转间,急速从身体各处渗透了出来。 扑天血气,扑面而来,那血雾中的阴寒尽气,也是瞬间临体。 然而,就在血雾将硝烟身体包裹而尽之时,黑袍下的眼眸,陡然睁开,青色火焰自眸中暴射而出,一股不比场中任何人弱小的雄魂气息,猛然自硝烟体内涌出。 双掌闪电般的探出黑袍,青色火焰缭绕而上,硝烟心头响起一道炸雷般的利吼,双掌携带排山倒海般的炽热气息,重重对着身前血雾轰了出去。 天火三弦变第一重,青莲变。 第402章收获 砰! 血雾中,一对血掌与青色火掌,重重对轰,一股恐怖气浪,自两人掌心处猛然扩散而出,以至于那一旁的两名血宗长老,都不得不脸色微变的击退着。 血雾中,双掌对轰后,紧紧沉寂了瞬间,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便是启着许些惊恐响了来,火! 该死的,你竟然拥有一火! 轰! 惨叫声刚刚落下,又是一道炽热气浪自血雾中扩散而出,在气浪的翻滚下,那缭绕着空的血雾,直接是被那股炽热气息,熏烤得淡化许多。 噗哧! 逐渐淡化血雾中,忽然响起一口喷鲜血的声音,紧接着,一道影子贴着地面从血雾中倒射而出,双脚在地面上擦出了一道将近十米距离的身痕后,最后重重的撞在一处树干之上。 肩膀一震,树干立马被震成了两节。 背靠着树干,人影小腿一软,身体软道而下,双掌撑着地面,鲜血顺着嘴角低落而下,嘶哑的急促呼吸声,犹如那拉香一般,呼呼的响个不停。 少宗主,目光扫向那极为狼狈的人影,那血宗的两位长老脸色顿时大变,骇然失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范灵在施展出了化骨血煞掌这等堪称阴毒诡异的斗技后,竟然反而被一名实力仅为大斗师的人给弄成了这副凄惨模样。 浑身颤抖着从地上站起来,范灵低头看了一眼那一片焦黑的手掌,苍白的脸庞上忍不住的闪过一抹惊骇,剧烈的咳嗽了几声,抬起头将目光扫向那片逐渐淡薄的血雾。 随着三人的沉默,这片空地也是陷入了一阵安静氛围。 不过仅仅是片刻时间后,那淡泊血雾中,缓缓响起的脚步声,却让得三人脸色彻底的变了。 脚步声逐渐响亮,血雾也是悄然消散,一道全身被包裹在青色火焰中的人影,出现在了三人视线之内。 望着那全身都被包裹在青火之中的人影,在感受着那隐隐渗透而出的炽热气息,两名血宗长老忽然有些感到体内斗气流转的略微有些阻塞了起来,当下眼瞳皱缩,失声骇道,他身上的,是一火。 血宗功法,剑走偏锋,钻走阴寒之道,因此,天与火属性便是相生相克,当然这里的相克,那也仅只是对于普通的火属性斗气而言,而若是遇见类似一火那一种级别的天地火焰的话,则是将会犹如老鼠遇见猫一般。 这种相遇,是一种没有丝毫抗衡力的绝对压制。 在血宗的第一条门规中,便是写明若是遇见持有一火的强者,速退。 由此可见,血宗功法已经被一火克制到了何种凄惨境地,甚至,在与拥有一火的强者交战,血宗的人,根本难以发挥出十之五六的实力。 不过好在这个世界拥有一火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么多年来血宗的人,倒也极少真正撞见一火强者。 可惜,这一次,范灵等人,注定是倒了血霉。 缭绕身体的青色火焰削减了一些,露出一张年轻的有些令人咋舌的清秀脸庞,望着三人那错愕的脸庞,萧炎微微一笑,笑容中,却是沁着淡淡的寒意。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与我血宗过不去? 只要你退去,我以血宗少宗主的名义发誓,绝不会追究今日之事。 站直身子,范灵挣扎着与两名长老汇聚在一起,喝道。 想拖着范老赶过来。 萧炎笑容灿烂,却暗孕冰寒,一语道破了范灵的目的。 闻言,范灵脸色微变,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张比自己都还要年轻许多的脸庞,他有些难以想象,以对方这等年龄,怎么可能会具备那种即使是连他父亲都极为忌惮的恐怖异伙以及不俗心智? 少宗主,你先走,我来拖住他,以宗主的实力,想必应该也解决了天舍府的那清长老,只要稍微拖一下时间,便能支撑到他的到来。 那名上海语有战力的罗长老,手中握着长刀,虽然心中也是充满着对一伙的惊恐,可此时此刻,也唯有他还有能与对方一战之力。 听得罗长老的话,范灵咬了咬牙,也没有半点迟疑,拖着重伤的身体,回头便跑。 望着那掉头跑得没有丝毫迟疑的范灵,萧妍却是忽然笑了笑,身体却是没什么动静。 转头跑了一段距离,没有感受到身后的激战,范灵中泛起一抹疑惑,然而疑惑刚刚浮现,飘忽的眼角,却是猛然闪过一抹七彩光影。 视线中一闪便是的七彩光影,并没有使得此刻犹如惊弓之鸟的范灵将之无视,脚掌插在地面划出一道痕迹,前冲的速度骤然停住,目光四下扫动,却是并未发现任何东西,当下眉头一皱,刚欲继续逃窜,胸口却是猛的传来一股钻心剧痛,范灵缓缓低头,却是刚好瞧得,一条七彩光影,由后背心穿透而出。 七彩光影在穿透其胸口之后,便是在范灵眼皮底下,化为了一条不足半尺长的七彩小蛇。 眼睛死死的盯着那有着一对妖翼蛇童的小蛇,范灵很是想不明白,以次斗灵强者的防御力,竟然会被他穿豆腐一样,给直接洞穿。 这次,真要灾,胸口传来的剧痛,让得范灵视线逐渐模糊。 在即将软倒之时,他强行扭转脑袋,目光透过数缝隙,却是刚好瞧见那处空得上骤然大圣的青色火焰,以及两到七粒的惨叫之声。 在一伙的绝对克制下,那两名一轻伤一重伤的长老,根本不可能在突然间实力暴涨的萧炎手中存活下来。 身体重重的砸落在地,范灵眼皮缓缓垂下,隐隐间,他看见一袭黑袍,缓步穿过林间,对着自己行了过来随着步伐的移动,萧炎身体上的青色火焰逐渐缩进体内,而那足以堪比斗灵强者的气息,也是在此刻悄然回缩。 脚步顿在范灵尸体面前,萧炎的气息,再度恢复了大斗尸的强度,脸色略有些苍白,剧烈的咳嗽了几声,低头望着那因为力量过度强大,而导致出现许些烧伤的手掌。 他不由苦笑了一声,低声道,这天火三旋变威力到底确是不错,只可惜,对身体的损伤也不小。 没想到你竟然还真的成功的将天火三旋变的一重变化给研习会了,只不过如今上还有不太熟练,不然的话,虽然损耗是肯定会有,可至少不会出现这种伤势。 要老纳威有些诧异的声音,在萧炎心中想了起来,看来,他对萧炎既然能够在一个月中,便是摸索到了如何使用天火三旋变的门道,感到颇为惊奇。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将吞天蟒收进袍中,然后低身将范灵手指上的那戒取了下来,快速的一阵翻找,半晌之后,一个韩玉和,被他取了出来。 嘴巴有些干涩的望手中那价值堪称恐怖的韩玉和,饶是以萧炎的定力,心脏也是在此刻狠狠地跳动了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打开寒盒,而是直接丢进自己那戒中,然后再度一阵猛翻,片后,一块古朴的残破地图,闪现而出。 摊开残破地图,那些熟悉的路线及那仅有一半的妖艺图案,出现在了萧炎注视下。 终于到手了,紧着残破地图,萧炎脸旁涌上一抹激动。 小心翼翼地将地图收进那戒中,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小家伙,赶紧走,我察觉到那范牢的气息了。 刚刚将残破地图收进,要老声音,便是急切地响起。 心头猛地一紧,萧炎赶紧起身,然而就在他就预转身时,身体忽然一顿,再度俯身,狠狠一掌击打在范灵天灵盖,听得那骨头碎裂的声响,这才彻底放心,生化为一道黑影,冲进了密林之中。 在萧炎消失之后将十分钟左右,一道红色影子从这片山林上空闪掠而过,片刻后,身形忽然犹如僵硬一般,盯在了一处空地上空。 脸色极其阴沉地望着空地上的尸体,红影闪掠而下,落在空地上,目光从那一具巨蟹位身体上扫过,最后忽然眼瞳紧缩地停在了其他十道袍服上绣着骷髅头尸体上,拳紧握肩,发出噶之声响。 视线在满的尸体中扫过,却并未发现他所要寻找的,当下急忙四顾,片刻后,身为一道模糊红影,冲进了密林之中。 密林内,红影陡然顿住,浑身颤抖地望着那地上的一具尸体,猛然间,脸色苍白地仰头发出一道怨毒声。 吼声半晌之后,方才逐渐落下,范劳忽然快步走进范灵的尸体,双手间,血光大盛,照在范灵脑袋之上,而随着血光的照耀,忽然间,一滴诡异的血液,缓缓自范灵后脑渗透而出,最后浮在范面前。 脸庞上充斥着阴冷的怨毒,范劳一挥手,血液忽然爆裂而开,化为一道细小的血木,而在那血木中,一全身包裹在轻火焰间的人影,若隐若现地浮现而出,只不过犹如血木实在太薄,以致连范,都未能看清人影的确切长相。 哼,血木持续了半分钟,使忽然爆裂而开。 黑枯木,很好。 缓缓弯身,范劳将范灵的尸体抱起,然后脸色淡漠的大步行出密林,那怨毒的令人浑身发寒的声音,却是逐渐回荡。 不管是谁,只要让本宗查出是谁所为,定然要其受万刀寡肉之痛。 第403章 吞浮阴阳玄龙丹 茂密的山林,一道黑影猛掠而过。 偶尔间,黑袍碰上横生而出的树枝,黑袍掀动,露了一张清秀的年轻脸庞,赫然是那在击杀了范灵等人后,取得宝物逃掠中的硝烟。 似是为了担心在地面,奔掠会被发现脚印等等之类微小线索,所以硝烟自从离开了下手之地后,便是一直选择在树干之上闪掠,就算偶尔落地,他也会小心翼翼的将脚印等东西涂抹掉。 而借助着森林中茂密树丛的掩饰,虽然在逃跑期间,硝烟也曾经感受到了一股充斥着无比阴寒与杀意的气息自天空上飞掠而过,不过好在有着要老帮忙隐匿气息。 所以,这一路拼命的逃窜中,竟然是没有被那暴怒中的范牢给察觉,实在是万幸。 整整一天一夜的卖命逃窜,让得硝烟远远地将黑印城甩了开去,而此时,那范牢即使是有通天之能,也绝技不可能再在这几百里之外将硝烟给寻出来。 一处陡峭山崖上,黑影忽然从后方的森林中弹射而出,然后稳稳地落在边缘的一块巨石上。 一袭黑袍经过一整天时间的逃窜,略微有些的脏乱,手掌掀开头顶上的斗篷,露出一张经过一夜休整后而再度恢复了精神的年轻脸庞。 站在山崖边缘处,硝烟深吸了一口那略带着许些薄雾的空气,那上海残余的许些疲惫终是完全消散,目光望着山崖下方如蚯蚓蜒蜒般的道路,嘴角忽然间忍不住地勾起一细微弧度,紧接着,弧度扩大,最后化为一阵痛快大笑,在山崖之上久久回荡。 这一次的身作黄雀,其收获远远超过了硝烟的预料,原本他仅只是得到那残破的地图而已,可没想到那范灵等人还主动替他将阴阳玄龙丹以及三千雷洞这等奇宝给抢了过来,两种即使是放进整个斗骑大陆也能带起一番不小波浪的宝贝,便是这般带着几分滑稽性质的落到了硝烟手中。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几乎是让得现在的硝烟都是有些恍惚的梦境感觉。 笑声逐渐落下,硝烟手掌一晃,那古朴的残破地图,出现在掌心,紧接着屈指轻弹那剑,又是一份稍大点的以及两份那刺被海波东一分为二的残破地图闪现而出。 手掌小心翼翼的将三份地图拼凑而起,再望那左下角的弱大缺角,硝烟不由的轻笑了一声,没想到才仅仅三年多时间,那不知道分散在大陆何处的残破地图便是有三份落在了自首中。 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幸运了。 还好,我最先所得到的这份残图上面这净联妖火的图案,不然的话,恐怕连老师都不会由这份残破地图联想到那一火榜排名第三的净联妖火上去,而如果我们并不知道地图的确切底细,就算是在别的地方遇见了相同的残图,恐怕不会像如今这般,冒着被斗皇抢者以及一庞大势力追杀的危险,来抢这些地图啊,对着地图失神了一会,硝烟忽然有些庆幸的喃喃道。 心中在庆幸了半晌后,硝烟便是小心翼翼的将地图收好,手掌一翻,一个冒着白色雾气的寒玉盒,献了出来。 眼睛直直的盯着寒玉盒子,硝烟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那原本平静下来的心脏,却是再度剧烈的跳动了起来,在这等起宝面前,硝烟的定力也是被削弱了许多。 手掌小心的掀开一丝合缝,一缕金光顿时便是射了出来呀。 见状,硝烟赶忙将之盖下,那谨慎模样,生怕引来什么强者。 毕竟,在阴阳玄龙丹这种天价宝贝的诱惑下,除了少数等级已经达到某种级别的强者或者无欲无求的人之外,恐怕很多人都会遮掩不住心中的贪婪,进而直接杀人夺宝,而那种人,在这黑角狱中,似乎可以少得忽略不计。 吃了它吧,留在身上,不安全,淡淡的声音,忽然的在硝烟心中响起。 呃! 啥,闻言,硝烟一正,一时间竟没有回过神来。 我说,让你服下这枚阴阳玄龙丹。 瞧得硝烟那愣头愣脑的模样,要老只无奈的再重复了一句。 在这里。 硝烟满脸错愕,这可是七品丹药啊,就这般在这并算不安全的地方就服下。 以前他服三文青灵丹时,还得找个安全没人打扰的地方好好炼化药力呢。 别废话了,吃了。 要老不耐的催促道。 苦笑了一声,硝烟只得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掀开寒玉盒子。 在盒盖掀开的刹那,他猛然一把姜汁覆盖在了手心,然后手掌上,淡青色的痘气涌胜而出,将那即将暴射天空的金光挡了下去。 手掌中,阴阳玄龙丹表面上,金光流转,两条细小的金色神龙,在丹内不断盘旋,淡淡的龙吟声,透出丹药,细细听去,那股细微的龙吟声,似乎隐隐有着一种奇异的魔力,竟然能够让得人的灵魂有着瞬间的失神与颤抖。 呼! 使劲的甩了甩头,萧炎再度望向那枚阴阳玄龙丹时,眼中不由的多了许些惊异,不愧是七品丹药,居然有着影响人灵魂的奇异力量。 从修炼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能够使得灵魂产生迷幻的奇异声音。 手掌握着阴阳玄龙丹,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的塞进嘴中,上还不及搅动,金丹便是化为一热流,顺着喉咙灌进了体内。 澎湃的热流犹如洪水般,铺天盖地地涌进身体之内,萧炎紧咬着牙关,赶忙盘膝而坐,等待着药力爆发之客。 然而,在萧炎盘腿坐下之后不久,预料之中的药力挥发却并未出现,那澎湃如洪水的热流,却是犹如水流进入海绵之中一般,缓缓沉淀,直到最后的完全消失。 原本紧闭的眼眸逐渐睁开,萧炎上下看着没有半点动静的身体,嘴巴忍不住的一阵抽搐,有些气急败坏地道,老师这该死的阴阳玄龙丹不会是假货吧? 怎么连半点反应都没? 你要什么反应? 通体金光大放。 再来个像你以前吃其他丹药一般,搞得痛不欲生。 消炎一致,无奈的道,可至少也得有点正常情况出现呢,吃了那阴阳玄龙丹,结果就跟了一杯白水斑,那好歹也是七品丹药嘛。 在拍卖会那拍卖师是说过了吗,这阴阳玄龙丹又不是什么提升实力的丹药,它的最大作用,就是破后而立,那股药力,已经渗透了你的身体,等到你日后若是真进入生死关头,再运气好的将之开启的话,那自然是能够得到想象不到的好处,现在你就当是喝了一杯白水吧。 瞧消炎那郁闷的脸色,要老不由的有些好笑地道。 难道就没半点其他好处? 略微释然了一点,消炎从地上站起来,依旧是有些不甘地再度问道。 那也不尽然。 闻言,要老倒是沉默一会,半晌后,道,这阴阳玄龙丹,已经达到了丹气凝灵的地步,而且再加上它的炼制之物,两枚死亡不超过七天时间的六阶龙类魔兽体内的魔盒,因此,倒也是具备了一些稀薄龙气,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丹药中的龙银声,会让得人的灵魂有种颤抖的感觉。 而凡是服用了阴阳玄龙丹的人,若是好运的话,则是有这一点几率,能够将这稀薄的龙气架接到自己身上,不过概率颇有点低,那封尊者古灵,便是没得到阴阳玄龙丹的这项功能。 说到这里,要老忽然道,你若是想试试的话,可以不断运转体内斗气,在斗气高速运转间,若是有着一种奇异能量从斗气中分离而出的话,那么便是说明阴阳玄龙丹里面所具备的稀薄龙气,被你继承了过去。 具备了那龙气后,会有什么好处? 硝烟好奇的问道。 若是你真的具备了那稀薄龙气,那只要再得到一卷类似声波攻击类型的斗技,那么日后与人对敌,忽然间来个吼声,将对方震的灵魂刹那失神,那你岂不是占尽了便宜? 强者对战,分秒间,说不定便是胜败之分,而且运了龙气的声波,对于灵魂体,也是有着极大的杀伤力,以后要是遇见什么灵魂体强者,这便是对付他们的杀手锏,以免太过束手束脚,毕竟你没魂电那诡异的能量攻击式。 要老淡淡地道。 听得要老这话,萧眼睛忍不住的亮了许多,站在山崖边缘,深吸了一口冰冷空气,眼眸逐渐闭上,体内气旋之内的斗精,发出一阵细微颤抖,旋即一缕缕青色斗气涌胜而出,最后犹如奔腾湖水般,顺着经脉,呼啸而过。 随着体内斗气运转速度的狂猛加剧,萧眼体表,雄魂的青色斗气已经化为薄薄雾气,将其身体完全缭绕在了其中,甚至,在它为主动控制下,那些能量雾气,竟然隐隐有着自凝聚成斗气铠甲的势头。 斗气一波波的犹如轮般,狂猛运转,到的最后,居然都是发出了许些尖锐的异样声响,那经脉中,也是传出若有若无的淡淡抽痛。 坚持一下,感应着萧眼略微有些扭曲的脸庞,要老急忙出声道,不知为何,它的声音多了一抹凝重以及期盼。 紧咬着牙关,萧眼手掌都是在此刻细微的颤抖了起来,半晌之后,抽痛之感骤然加剧,萧眼灵魂一阵颤抖,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然而就在萧眼在到达极限的那一刻,体内飞速运转的斗气,却是猛的一抖,旋即一缕奇异能量,终于是被甩了出去。 这缕奇异能量被甩出经脉后,便犹如受到某种牵引一般,直冲上了萧眼喉咙。 紧咬的牙关,在这一刻,被一股异能量强行冲破,一到着某种令人灵魂颤抖的奇异声波,自萧眼嘴中,浩荡吼出。 吼。 在这道奇异声波吼声下,这座原本偶尔会响起魔兽吼声的山鸾,却是完全的陷入了一种京剧的安静中。 哎,的确个好运的家伙呀。 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把那龙器给继承了过来,那股灵若知道了,恐怕又得红着眼极度一番。 感受着那从萧眼嘴中扩散而出的奇异声波,要老那嘀嘀的尼南声,缓缓响起。 第404章 和平阵 带着奇异波动的吼声,在山鸾之间浩荡传播,许久之后,方才逐渐消散,而至此,那忽然变得安静的山鸾,方才悄然的恢复了一些生气。 山崖之上,萧炎忽然捂住脖子剧烈的咳嗽了几声,然后使劲的咽了几口唾沫,那喉咙处犹如火烧火燎的感觉方才减弱了一点。 正常反应,不用太过担心,瞧得萧炎这般表现,要老笑着安慰道。 咳,老师,我继承成功了。 脸庞虽然因为剧烈咳嗽而有些长红,可萧炎却依然是脸带兴奋,急切的问道。 闻,看样子,的确成功得到了那具有震慑灵魂的奇异龙器,要老笑着道,笑声略有些欣慰。 闻言,萧炎脸庞上兴奋更浓郁了许多,虽然这阴阳玄龙丹并没有让得它立即便是提升实力,不过这所谓龙器,倒却是让得它多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攻击手段,可以想象,日后这东西,恐怕将会给予萧炎极大的帮助。 不过你现在虽然成功继承了阴阳玄龙丹的龙器,不过若是光光依靠着龙器来发出那种声波的话,对你喉咙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万一一个不慎,最后搞成了哑巴,那可就损失太大了。 要老沉吟道。 这所谓的龙器声波,还配合着那种类似声波斗技来使用吧。 萧炎微微皱眉,听得要老的闻声后,他不由的苦笑道,那种斗技,也是颇为稀少,想要弄到手,谈何容易? 慢慢吧,当年我倒是有着一本玄阶的声波斗技,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变故,却是遗失了,所以,这东西,也只能靠你自己去寻找了。 要老探道。 听到要老的话,萧炎只得耸了耸肩,看来想从他这里刮出一本声波斗技是别指望了。 顺手从那界中取出一瓶水,狠狠灌了一口,抹去嘴角水字。 萧炎忽然随口问道,老师似乎对这阴阳玄龙丹很是了解呀。 竟然连如何将隐藏在斗技中的那屡龙气逼出来都知道。 萧炎这话出口后,要老却是骤然陷入了沉默。 而瞧得他这般举止,萧炎也是一正,旋即响起在拍卖会中要老初次见到那枚阴阳玄龙丹的反应,不由得有些尴尬。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要老淡淡的声音才再度响起,只不过那说出来的话是让得萧炎有些错愕。 因为那阴阳玄龙丹的药方,便是我创制出来的,这个大陆上,能够炼制出这种丹药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外一个,话到这里,要老声音中忽然多了许些淡淡的悲凉。 清晰的察觉到要老声音中的那些情绪,萧炎明智的保持了沉默没有插嘴。 另外一个,便是当年被我视为最完美传承者的学生,他在炼药之上的天赋并不比拟弱,而我在他身上所付诸的心血同样不比拟弱,在他上还是婴儿之时,我把他从冰冷的废墟堆中抱了出来,视之为亲子,并且把他当作最完美的传承者来培养。 要老笑了笑,声音平淡,只不过,最后,为了一些东西,他选择了背叛呵呵,或许,我会变成如今这幅模样,还得多亏了他的福。 他该死。 感受着要老声音中的那抹凄凉,那是一种被至亲之人背叛伤害后,而由心底深处蔓延而出的寒意,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袖袍中的拳头,死死的握着,目视着前方,轻轻的声音,似乎是在对着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师兄所说。 我们不该这么早离开黑印城,既然巴扇门帮那人拍卖了东西,想必也见过他,再者,这般贵重的东西,恐怕他也不会随便让人便是送过来,说不得,是亲自护送。 呵呵,就算在黑印城真找到了他又能如何。 要老淡淡的道,我说过,他的炼药天赋并不拟弱,在我那么多年的悉心培养下,当年的他,曾经是斗气大陆炼药界中,最耀眼最璀璨的一颗明星,而如今又是这么多年过去,恐怕他也是今非昔比了,并且现在我还得因为那魂殿的牵制,不敢随意出现,光凭你现在的实力,无论是在炼药或者斗气修炼上,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要老的话语虽然平淡,可因为同体的缘故,消炼却依然是察觉到其中的一缕隐藏极深的怒意,那抹怒气,犹如坚硬地壳之下的火山,久久压抑,等待着彻底爆发的那一天。 深吸了一口气,消炼沉默了一会,仰头看着那蔚蓝天空,声音忽然变得轻柔了许多,老师,我会超越他,不管是在炼丹上,还是斗气实力上,然后,清理门户,我会让您知道,您的眼睛,不会再看错第二次。 呵呵,好,好,我要沉也相信,这对老眼,绝不会再错第二次。 消炼的轻声,忽然让得要老灵魂深处蔓延出一股几乎令得他落泪的酸涩,当年的那一次背叛,对他的创伤,实在是太大太大,不过好在,老天没有真正的让他陷入那种永无止境的黑暗与绝望。 双手使劲的搓了搓有些泛红的鼻子,消炎咧嘴灿烂的笑道,看来为了尽快提升实力,是时候赶去嘉南学院了呀,不过貌似也得找个时间,把那三千雷洞给学会,那样的话,以后就算遇见打不过的强者,至少可以用这逃命。 三千雷洞可视的接斗技,哪有那么容易习惠。 忘记当年你修习烟分是浪尺时的艰苦了。 想要学会这三千雷洞,所需要付出的血汗,可不比那次少。 暂时的将那些情绪抛开,要老对着这个被他再次投注了心血与期盼的小家伙笑道。 这些年我吃的苦难道还少了吗? 消炎轻笑了一声,顺手从那界中取出在黑暗城时,多马给自己的那副黑角域地图,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后,这才收起目光转向北方地索,笑道,走吧,从现在开始,只赶嘉南学院,按照地图上所指,以我的速度,想必三天时间,应该便是能够赶到。 嗯,在嘉南学院里,那诡异的魂殿恐怕不会进入那片区域,毕竟那学院里的一些老家伙可不是吃素的。 不过你也别妄想借我的灵魂力量去做什么币,那里面的老家伙精明得很,很容易便是会察觉出我的行迹。 要老笑着道。 嗯,老师也太小看我了吧。 这些年因为你的缘故,虽然一直是在与那些高不可攀的强者战斗,不断被打压的逃窜,可在同龄间,我还需要你出手帮忙。 文炎炎顿时翻了翻白眼,撇嘴道。 嘿嘿,那可不一定,嘉南学院作为斗气大陆最古老的学院,里面的天才更是不知何击,而且我听说那学院里面还有一个内院里的学员,才是真正的万中挑一。 若是把你这小家伙放进去,恐怕还真是有一场好戏,要老戏血地倒。 那我倒是挺期待的,耸着榜炎背肩微颤,紫云翼缓缓自肩膀上延伸而出,轻轻一震,身体猛然拔身而起,在空中一个转弯,然后便是呼啸着对着北方天际飞掠而去。 这一次的赶路,期间消炎除了因为怕紫云翼飞行的动静而引起人注意,而在路经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时,谨慎的落下的来之外,其他的路程,几乎是全部在使用紫云翼赶路。 虽然这般赶路极其挥霍斗气,不过这对于随身携带着十几瓶回气单的消炎来说,也并不算得太大的问题。 三天时间,在剑系不停赶路中,飞速度过,而那地图之上的嘉南学院,与消炎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在第三天接近黄昏时刻,满脸疲惫的消炎,忽然间变得精神抖擞了起来,原因只是要老忽然开口的话语。 小家伙,嘉学院快要到了,降下去吧,在嘉南学院的周边百里,都不准强行飞跃,不然的话,会引来攻击的。 听得要老这话,消炎赶忙点头,飞行速度减缓了许多,然后缓缓落下身形,最后双脚停在一处小山坡上,站在小山坡顶上,消炎目光远眺,刚好是能够看见远处的两座雄伟巨山的夹角处,有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镇。 望着那小镇,消炎顾不得浑身封尘,快速冲下小山坡,然后汇入了那条直通小镇的黄土大道。 在这条黄土大道上,有着不少行人,这些人明显是从黑角狱中过来的,不过让得消炎有些诧异的是,虽然这些人体内有着许些凶利气息,不过脸庞上,却是没有半点杀气溢出,可这种隐匿内心杀气的模样又并非是自然形,反而看上去是强行压迫的一般,因此,这些路人面目表情很是有些怪异。 似是察觉到一旁消炎目光的注视,这些人也只是恶狠狠的反瞪回去了一眼,这让得消炎有些好笑,这如果是在黑角狱中的话,恐怕这些家伙早就拔刀砍人了吧。 看来果然如同老师所说,任何走到这里的人,都必须将那黑角狱中的风气收敛而起啊。 则,那家男学院也的确挺强悍啊,竟然能够将这些刀口舔血的家伙压制得服服帖帖。 瞧得这些人那强行压制的凶利,消炎不由的摇了摇头。 在心中暗自道。 顺着这条两旁树木聪裕的黄土大道缓缓行进那座小镇,在这里,那黑角狱中的混乱氛围,倒还真的是完全被隔绝了出去。 十分钟左右之后,消炎停在了小镇门口,抬头望了一眼镇门处的匾额,上面的名字很普通很庸俗,若是放在黑角狱中,准第二天就会被拆。 和平镇,这,便是从黑角狱中,进入迦南学院周边的第一座小镇。 站在小镇门口,消炎刚欲踏进这所城市,却是忽然感觉到周围的声音骤然安静了许多,略微有些诧异转头,却是发现那道路上的一些从黑角狱过来的人,正脸色煞白,脚腕打着哆嗦地望着小镇门口左面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大树成漆黑之色,树冠四面八方的蔓延而开,张牙舞爪,在夕阳余灰下,透着一抹淡淡的阴冷,目光缓缓在树上扫过,消炎眼瞳骤然一缩,只见,在那树枝插间,一些尸体,直接被穿插着挂在上面,清风刮来,摇摇晃晃,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响。 这就是那所谓的死灵树吗?消炎喉咙缓缓滚动了一下,额头上,冷汗悄然落下。 第405章 嘉南学院执法队 那株诡异的死灵树渗透而出的阴森气息,让得那停在小镇门口的一干人骨子有些发寒。 在黑角狱中,这株死灵树的名声,几乎已经达到了某种让人闻风丧胆的地步,很多在黑角狱中待了一些年头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黑角狱与嘉南学院间的一场殊死血战,当年那场血战的确切起因,已经没有太多的人去考究,而唯一能够让的人知道的,便是那场血战后,两名斗王以及一名斗黄强者的尸体,被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手段,挂在了这株死灵树之上。 只从那之后,嘉南学院周边范围,便是陷入了一片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宁静的带,再没有任何黑角狱的强者,敢携带着满脸杀气,闯进这些小镇,即使偶尔几次的骚乱,那骚扰之人,也会在不到一个小时后,成为一具尸体被插在死灵树上。 这些年间,死灵树的恶名,也是几乎扩散到了整个黑角狱,因此,即使是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也是很少再有胆量进入这对于他们来说,便是坟墓的地索。 站在小镇门口,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的含义驱逐而出,也不理会那些愁愁着不敢进入镇门的人,脚步一抬,便是进了这代表着南学院入口的和平镇。 在萧炎脚步刚踏进镇门时,他便是察觉到一道奇异波动从自己身上扫了过去。 没有太过理会那道带着检验味道的奇异波动,萧炎抬头望着小镇的街道上,街道中,有着不少行人,街道两旁,摆着各种小摊,一些小孩在街道上穿梭打闹嬉笑,这一副安详融洽的氛围,与黑角狱中,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街道上的那些行人自然也是发现了那从镇门走近的萧炎,虽然眼中隐藏着一分警惕,不过却并没有太大的惊恐等反应。 目光扫过街道,萧炎刚欲行进其中,心头忽然一动,抬头将视线投向小镇那些房屋之顶,却是见到十几道影子正犹如猿猴般,矫健的对着镇门方向闪掠过来。 片刻之后十几道影便是闪在了小镇大门处,目光扫过萧炎等人,其中一名领头的中年人淡淡的道,凡是进入和平镇的人,必须曝出自己身份姓名等等,否则,将会直接被驱逐出去。 眼睛从这十几人身上飘过,萧炎发现除了那位领头中年人之外,其他的十几位中,有男有女,都颇为年轻,看面貌,也就二十二三左右。 这些年轻人还一穿着淡蓝色衣衫,另外,在那衣衫胸口处,皆是佩戴着一枚蔚蓝色章,徽章中,雕刻着一把沾染着些许烟红血液的匕首。 此时,这十几名年轻人正拿着戒备以及淡淡排斥的目光,盯着萧炎等人。 另外,在报了各自名字身份后,便将这丹药服下吧。 中年人一挥手,一瓶淡红色的丹药便是出现在了手中,他随意的瞥了一眼那些脸色有些变化的黑角欲中人,冷冷地道,放心,这是什么毒药,只是由学院炼药系而炼制出来的一种感应杀器的丹药,若是你们在小镇内心存杀机,那这丹药便是会从你体内散发出红光,我们执法队将会顺着红光寻找而来,而你们也应该知道嘉南学院是如何对付。 那些将黑角欲风气带到这里的人,在你们打算离开小镇时,可以到镇中心的解药发放点领取解药。 不过解药一到手,便会有执法队一路监督着你们离开小镇。 听得中年人这话,镇门口的众人不由的脸色微变,以他们那种经常在刀口上填写的敏感神经,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吞服一些莫名其妙的丹药,那岂不是将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中吗? 然而就在一些桀骜之人忍不住的想要出声反对时,那中年人身后的十几名年轻男女,顿时枪的一声,整齐的抽出腰间索配长剑,颜色各不相同的斗气自他们体内渗透而出,最后剑尖指向镇门口,大有一言不合便直接动手驱逐的势头。 和平镇的规矩一向如此,若是不想的话,那便别进吧。 不然进了又违反规矩,那说不定一旁的死灵树上,便是要多挂点东西了。 中年人副手淡漠地道,随着其化落,一股强横气息缓缓自其体内渗透而出。 这人实力恐怕至少也在七星大豆狮以上吧,感应着中年人那股雄魂气势,硝烟低声难难道。 瞧对方那没有丝毫松动的模样,那阵门口的一众人脸庞上忍不住的涌上一抹凶气,不过满眼角飘向那一旁的死灵树后,却是浑身打了一个寒颤,刚刚运起来的凶气,顿时烟消云散。 咬了咬牙,一些依然不甘就这般吞服丹药的人,则是无奈地退了出去。 随着那些人的退去,剩下的人,虽然不愿,可却只得走近,然后走向中年人,在爆出各自姓名后,领了一枚弹红丹药,当着执法对地面,吞了下去。 望着那些乖乖吞下丹药的人,中年人淡漠的脸色这才略缓了缓,不过他似乎对黑角域的人是不待见,因此始终没有露出过什么好脸色。 那个,本院的学生,能不能不吃这东西?就在中年人习惯性的将丹药递给站在面前的一位年轻人时,后者忽然问道。 额!听得这话,周围的人以及那十几名执法队,顿时便将错愕的目光投了过来,望着那张年轻的清秀面孔,中年人满脸怀疑地道,你说你是本院学生。 当初在过了那学院招生测试后,便是请了一段时间假期,所以只能自己过来了,消炎耸了耸肩,笑道。 你是自己穿过黑角域走到这里来的。 文言,中年人顿时一愣,满脸惊诧,要知道一般学院的新生,在到达黑角域之外后,便是会由学院派人一路护送过来毕竟,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混乱地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生,恐怕连黑玉大草原都走不出来,便是会被无数按刀子给解决了。 对于中年以及其身后十几名年轻男女的诧异目光,消炎笑了笑,微点了下下巴。 瞧得消炎点头,中年人眼中的诧异更是成了许多,目光上下扫过消炎,道,报你的名字,年龄,招生导师。 消炎,十八,导师,眼睛眨了眨,消炎海中浮现当年那温婉如柔水一般的成熟女人,不由笑道,若林导师。 十八岁 十八岁便是敢独自横穿黑角玉,小子,不管你的话究竟是真还是假,这般魄力,我倒还是第一次看见。 中年人挥了挥手,刚欲对着身后的人吩咐让他们查档案时,一鸣皱眉苦苦思索着什么的青年脸色却是忽然一变,师生道,消炎。 难道你就是马帝国那个请假一请便是两年时间的消炎? 青年的师生,让得周围的人一愣,旋即皆是满脸恍然,将那有些怪异的目光投向消炎,这个还没进学校便是直接请了两年假期的刺头学生早已经在这一年中,让得整个学院都是听说了他的名声。 当然,消炎名声之所以能够在迦南学院里这般深入人心,自然是与勋儿脱不了多少干系。 消炎 勋儿学妹中的那个消炎哥哥 几名青年在愣了愣后,那望向消炎的目光中,突兀的多出了些许莫名异味。 这种神情,消炎以前在乌坦诚时,也曾从那位嘉烈少爷眼中看到过。 嘿,这个妮子,我还没来学院呢,结果便是给我弄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情敌。 瞧得那几位青年眼中的神情,消炎顿时一乐,在心中哭笑不得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所说的是加玛帝国屋坦诚的消炎的话,那么应该便是我了。 消炎冲着那位同样一脸诧异的年人瘫了瘫手,笑道。 你先和我们去办事处查查档案吧,如果你所说不假的话,那倒是不用吞服这东西。 对了,我叫霍德,是迦南学院执法队二小队的队长,也是学院的一名黄阶导师。 在消炎说出乌坦诚名字时,中年人便是相信了几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让得消炎跟着他对阵中的学院办事处行去。 霍德导师 微笑着打了一声招呼,见到霍德点了点头后,消炎便是在附近那十几名执法队员一样眼光中,跟了上去。 嘿,这家伙真的就是那个消炎。 不远不近的跟在霍德身后,那十几名学院执法队员望着消炎的背影,不由的互相窃窃私语了起来。 看起来应该不假吧,貌似也不是很帅呀,为啥让得熏儿学为那般惦记。 甚至为了他,还直接拒绝了我们头儿的追求。 也别真小看了这个消炎,他能够单身闯进黑角狱,并且安全来到这里,这足以说明一些息。 至少,现在的我们若是在黑角狱中逗留个十天半个月,我不敢保证自己能手脚健全的回来。 一名面目平凡的青年,盯着消炎背影,瞥了一眼同伴,淡淡地道。 这位面目平凡的青年似乎在执法队中有着不小的威望,因此,一听见他这话,其他十来名执法队员都一正,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作为这与黑角狱接触的一个小镇,他们平日可见多了黑角狱中那些疯子。 请假一请便是两年时间,这个家伙,也是奇葩呀,不过,我想,接下来学院里,或许的多很多好玩的事了,在那学院里,不知道有着多少人正在叛守等待着,那能被优秀的让很多男人都感到自残的熏儿学妹整日念叨的消炎哥哥,竟有何神通呢,双臂抱在胸前,青年轻生难难道。 第406章关键时刻 嘿,竟然还真的是那个一请便是请了两年假期的新生,宽敞房屋中。 获得手中捧着一圈档案,档案之上,会有硝烟的图像,虽然那张图像是三年前所画,脸庞上还略微带着几分青色,不过那大致轮廓,倒是与硝烟一模一样。 将手中档案合拢,获得脸庞上方才真正露出一抹笑意,拍了拍硝烟的肩膀,若有深意的笑道,小家伙,不简单啊,档案上说两年前,你仅仅只是四星斗者,可如今,恐怕至少也是斗师级别了吧。 听得获得这话,房间中的那些执法队员顿时有些疑症,旋即将错愕的目光投向硝烟。 两年时间,从四星斗者进阶成为斗师,这种速度也很是不错了呀。 硝烟微微笑了笑,既没否认,也没承认。 你现在是打算去学院里吗? 获得笑着问道。 嗯? 硝烟点了点头。 带着他,你才能够进入学院。 获得从那界中取出一块蔚蓝色徽章,将之递给硝烟,然后似是忽然想起来什么,转头对着房间中的那些执法队员笑问道,对了,明天似乎正好便是内院选拔赛吧。 嗯,是的,获得队长。 一名队员赶忙回道。 你倒是好运,刚来学院便是能够见到这种盛事,不过我记得,去年那内院选拔赛便是有你的名字,这还是若林导师力排众议给你报上去的。 不过可惜,最后你却没来,这可把若林导师气急了。 所以我想,今年他应该不会再报你的名额了,毕竟这一次选拔赛是关系他能否晋级成为玄阶导师的关键,获得笑咪咪地道。 呃,闻言,消炎一正,想起当年所见的那性格温婉的女人脸颊铁青的模样,便是苦笑了一声,我那是的确有事赶不过来。 嘿嘿,这可不关我的事,你要解释自己和他解释去。 获得幸灾乐祸的笑了笑,目光望了一眼外面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沉吟道,现在天色已经暗了,不过我看你急着去学院,也就不留你了,不过在嘉南学院之外,还有着一片极大区域的原始森林,那里面高阶魔兽 又众多,夜晚穿行危险系数不小,我可以让人驾驭师就在你直接赶往嘉南城,如何? 那便多谢霍导师了。 听的这话,消炎一喜,感激道。 多玛给他的地图,仅仅只是黑角域的范围,对于进入了和平阵后,该对哪敢飞行便是有些一头雾水了,如今有人带路,自然是求之不得。 呵呵,没事。 霍德笑了笑,现在的他与先前在镇门口时所展现的冷漠极为不服,他挥了挥手将一男一女两名执法队员叫了出来,然后吩咐了一声是让的两人出去准备。 消炎那,在临走前可得提醒你一下,虽然你还没进过学院,可你在嘉南学院中的潜在对手,恐怕已经不少了。 呵呵,想必你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薰儿那种优秀的女孩子,对学院中那些天之骄子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这才来学院两年多时间,名声便是追赶上了那个令人头疼的小妖女。 所以,你的那些情敌,可都不是简单货色哦。 不过我建议你懂得一些隐忍,那样会好点,获得靠近消炎,善意的提醒道。 闻言,消炎轻笑了一声,虽然少了两年学院生活,可他相信,自己这两年的生死打磨,绝对不会比任何教育方势弱。 这两年时间,即使是斗皇甚至斗宗强者,他也毫不畏惧地与之斗过,难道如今还会在这学院中,被一些同龄人所吓倒? 多谢获得导师提醒了,消炎谨记在心。 冲着霍德笑着一拱手,在听的外面响起的施救低吼声,消炎也不做过多停留,转身快步行出房间,瞧得那立在门外街道上的巨型施救兽。 此时,施救上面的一男一女正冲着消炎笑道,消炎学弟,上来吧,我们护送你到嘉南城。 多谢两位了。 笑了笑,消炎脚尖轻点地面,身形脚尖的跃上施救兽背上,旋即双脚犹如粘在了后者身体上一般,没有丝毫颤动。 瞧得消炎那纹丝不动的身形,施救背上的两人脸庞上闪过一抹亚异,要知道,这施救的羽毛有着一种奇异的湿气,一些初次乘坐他的人,只能坐在特定的人造位置上,方才能够稳住身形,而消炎,却是完全凭借着自己,将身体保持在平衡线上,这一手,即使是他们两人也是不可能这般从容的露出来。 副队长说得果然不错,这个消炎,还真是有一些本事,两人心中嘟囔了一声,冲着那走出屋来的霍德等人摇了摇手,然后嘴中发出一道哨声。 顿时,匍匐在地面上施救翅膀一阵,巨大的身体便是盘旋着升空了起来。 望着那迅速变得渺小起来的小镇,消炎轻吐了一口气,抬头目光迷离地望着蔚蓝天空,一张淡雅精致的少女容颜,缓缓在脑中浮现,那一贫一笑,都是让得过了两年苦日子的青年那般牵挂。 薰儿,终于是能够见到你了呀。 这一次的飞行,足足持续了将近一夜时间,当然,这也是将中途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加了进去的缘故。 在第二日天色蒙蒙亮时,一缕陈灰,从大地尽头投射而出,将天地间的黑暗尽数驱逐。 而此时,正闭目沉神的消炎,却是忽然有所感应一般,睁开了紧闭的眸子,目光投向遥远之处,那里一座占地庞大的让人咋舌的城市轮廓,缓缓出现在了宝雾之中。 这便是迦南城了。 即使身处高空,可却依然未能将整座城市完全收入眼中,由此可瞧出,这城市的面积,究竟是何种庞大? 呵呵,消炎学弟,待会我们会把施就停在城中的飞行停留所,而到时候,你便需要自己赶去学院了。 这一周,是我们这一支执法队执勤,所以可不能离开和平镇太久。 那名执法队青年转过头,对着消炎笑道。 多谢两位学长了。 消炎点了点头,微笑着感谢道。 不用,青年摆了摆手,嘴中再度发出一声哨音,施就受顿时一道低吼,震动着翅膀,对着那庞大的城市俯冲而下。 迦南城,飞行停留所,消炎抬头望着那再度腾空而起的施就,缓缓吐了一口气,转身行出这空旷地锁。 出了飞行停留所,一条青石扑就而成的宽敞街道便是出现在眼前,街道上那汹涌的人流,让得消炎暗暗咋舍。 这种人气,即使是加玛帝国的帝都都是感知不上,不愧是大陆最古老的学院发源地啊,光是这名头,便是会吸引的无数人来到此处。 没有过多的在街道上停留,消炎按照先前那名执法队所指的路线快速行去,而如此在城市中兜兜转转将近半个多小时后,消炎终于是有些无奈地停下了脚步,望着那依然是看不到尽头的街道,他忍不住苦笑道,该死的城市修得这么大干什么。 郁闷地叹了一口气,他也懒得再急急赶路,放缓了脚步地对着那座落在城中心的嘉南学院行去。 缓步行走在宽闭的街道上,感受着那正常的城市氛围,消炎心中轻松了一口气,还好这里不像黑角玉那样。 再次走过一街道,在遥远处,消炎似乎能够看见那座古老学院的模糊轮廓。 给我拦住那小子。 刚刚转脚,前面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呵声,旋即街道上略微骚乱了起来,一大群人迅速围成圈子,指指点点地瞧得里面的战斗。 目光随意瞟过那些看热闹的圈子,消炎并没有凑过去,手掌轻拍了拍背后硕大的玄中尺,脚步不急不缓地绕开人群。 就在消炎直航向那远处学院时,人群中一道年轻的冷笑怒声,确实让得他陡然停下了脚步。 马炎,别费心思了,凭你那实力,还想打我表妹主义。 小子,敬酒不吃,给我上,不需要他的命,不过确实必须见红。 在那道冷笑声响起后,又是一道有些恼羞成怒的声音响起,旋即人群中,便是一阵肉体接触的闷响。 背对着人群,消炎沉默了一会,听得里面响起的闷响声,轻叹了一口气,旋即转身。 人群之中,一位年约十八九岁左右的蓝衣少年,正眼睛充斥着怒火的与周围几名男子狠狠以拳头换着拳头,从青年身体上渗透而出的斗气来看,似乎在斗师级别,不过那围攻他的四名男子明显实力不比他弱,因此,蓝衣少年一直处于下风,脸庞上偶尔挨上一拳,便是有着血迹从嘴角流出。 砰。 又是一阵混战,一名男子抽棱子狠狠一脚踢在蓝衣少年小腹上,顿时,后者身体便是蜷缩了下来,而瞧得他没有还击之力,四名男子却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四脚齐动,刁钻狠辣的对着蓝衣少年身体狠踢而去。 砰,砰,砰。 蕴含着凶猛尽力的脚掌,在即将到达蓝衣少年身体时,一道黑影猛然闪掠而过,最后结结实实的砸在了四条腿上,顿时,四道惨叫声,立马尖叫着响起,四人抱着大腿在地面上痛苦的滚动了起来。 黑影在击退四人后,便是化为一把巨大黑尺插在了尖硬石板上,蓝衣少年抱着小腹艰难的站起身来,脸色有些苍白,对着那背对着他的黑衣青年拱了拱手,这位先生,多谢了。 萧宁,两年不见,你倒是比以前少了许多锐气啊。 黑袍青年缓缓转身,瞧得那张因为自己的面貌而目瞪口呆起来的蓝衣少年,淡淡的笑道。 萧宁,这蓝衣少年,竟然便是当初在萧家与萧颜有着一点恩怨的萧宁。 你,你是萧颜。 满脸呆滞的望着那张两年多时间不见的脸庞,半晌后,终于回过神来的萧宁游自有些难以置信。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 萧颜轻笑了一声,虽然少年时对这个一直跟自己不太对头的家伙有些芥蒂,可如今他也在是当年喜欢意气用事的小孩,那些事自然是早就烟消云散,而且不管如何。 面前的这个人,都与自己有着一丝血缘关系。 怎么可能会忘记,萧颜表弟。 苦笑了一声,萧宁望着面前的萧颜,心中情绪也是颇为复杂。 如今他也是在外面混了两年多时间,也同样不再是小孩,在外面这充斥着个型人色的世界中,他方才察觉到,其实当年家族中的那段经历,方才是心中最宝贵的回忆,不管如何,总是自己亲人要亲一些。 萧宁表哥 瞧得那冲着自己露出一抹歉意笑容的萧宁,萧颜微微一笑,轻拍了拍后者肩膀。 这些家伙 萧颜将目光瞥向地上翻滚的四人,道。 还不是因为薰儿,这些家伙知道我们的关系,便是想尽办法想从我这里来搞到薰儿的消息,麻烦死了,不过在学院他们倒是不敢动手,今天出来买东西巧被这群家伙遇见了。 萧宁有些无奈的道,看来这种事情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文言,萧颜也只得苦笑了一声,果然是红颜祸水,那小妮子如今恐怕也是真正的褪去了当年的青涩了吧。 嘿嘿,薰儿现在可了不得,女大十八变,她却是越变越漂亮,这两年不知道多少人为了她所沦陷,我想即使是你再次见到她,也会惊讶的。 萧宁嘿嘿笑道。 小屁孩子能变到哪去? 萧颜摇了摇头,轻笑道,老成的话语,确实忘记了她也不过才十八岁而已。 你这话在学院去说,可是会被群殴的,萧宁翻了翻白眼,旋即似是想起了什么,脸色忽然一变,一把拉住萧颜,对着学院大门跑去,该死的,竟然忘记了,今天可是内院选拔赛,若林导师禁不住熏儿的撒娇磨蹭,又冒着会失去进阶玄阶导师的机会,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如果你还和上一次缺席的话,那若林导师三年内都别想进阶了。 呃?写了我的名字。 萧颜一脸错愕。 哎,不过就算来了,那恐怕也没多大用处了,这内院选拔赛可不是普通选拔,那有资格参加的,哪个不是学院尖子生? 没七星斗师以上的实力,恐怕上场就会被淘汰。 急跑的脚步忽然缓了缓,萧宁叹息道。 萧颜一正,张了张嘴巴,还没说出话,萧宁便是诱到。 算了算了,能来总比缺席好,就算败了,若林导师也只是这一次进阶失败而已,下一次还有机会。 说完,萧宁便是火烧火燎的拉着萧颜对着那古老学院快速跑去。 作为迦南学院的一大盛事,那所谓的内院选拔赛,自然是极为惹人关注。 而且,在这个选拔赛上,那些平日在学院中的风云人物,皆是会露面,这对于那些将这些人视为心中偶像以及爱慕对象的男女学员们,无是一种极大的吸引力。 因此,虽然院方早就准备了学院里最大的一个广场备用,可却依然是被挤满了人山人海,无数家男学院的学员,挤破了头冲进广场上的席位,再看台上一眼望去,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人头以及那只冲云霄的喧哗声响。 这庞大广场呈圆形之状,在广场周围,石梯不断的向上蔓延,那形状,犹如一个决斗场般,坐于广场周围的人海,皆是能够清晰的看见整个广场。 在此时的广场中,两道人影,一男一女,彼此闪略交错,双掌接触间缩迸发的凶猛斗气波动,让得周围看台上时不时的爆发出惊叹声,不过,那些看台上的目光,明显将近有着大半,使停在那一席弹青衣裙,郊躯闪动间,轻盈飘逸的欠影之上。 两道人影又是一次显知又显得交错,但青色倩影却是骤然一顿,双掌尖金光大胜,带起一道光线,准确引在那名青年胸口上,强猛进气,直接是将后者震得退出了战圈。 学长,承让了。 一击退第一少女微微一笑,冲着那名模样颇为英俊的男子弯身行了一个挑剔不出任何毛病的礼节。 熏儿学妹果然不愧是这一届最有潜力的学员,我输了。 虽然被击败了,可那名英俊男子倒也干脆了笑,目光深深看了一眼那如青莲般让得人心旷神怡的青衣少女,旋即洒脱退出。 此局,萧熏儿胜。 听得那裁判台上响起的呵声,青衣少女这才转身掠下比赛台。 熏儿,真不错。 在青衣少女下台后,一旁的看台上,一女子冲着她挥了挥手,笑道。 若林导师 无视于周围射来的炽热视线,熏儿小跑进那特殊安置的看台,笑吟吟的喊了一声,旋即将目光转向看台旁边的一群女子,微笑道,萧玉表姐。 小妮子真是越来越厉害了,竟然连那莫文都被你打败了去,看来这次你一定能够进入内院了。 一名身着淡子怨服的美丽女子,笑着走过来,在她走动时,那双被包裹在裤腿中的修长圆润长腿,便是立马将原本看向熏儿的一些炽热目光引动了过去,这般诱人长腿,实在是引诱男人的大杀气。 希望吧。 熏儿微微笑了笑,与萧玉身后的众女打了声招呼后,便是挽着萧玉手臂在若林导师身旁坐下,低声笑谈着。 萧玉表姐,那个,萧颜哥哥还没来吗? 熏儿目光瞥了一眼一旁虽然看似放松,可眉宇间依然隐隐有着一点焦虑的若林导师问道。 嗯? 文言,萧玉也是低叹了一声急紧握着玉手,低翅道,也不知道这个家伙究竟是在搞什么,当初说好了执请一年的假期,如今却是拖了足足两年多,而且还次次缺席。 他应该很快就会来的。 熏儿轻咬着红唇,道。 我也希望啊,不过今天就是选拔赛了,他若是在缺席的话,导师就,萧玉苦笑了一声。 在两人嘀嘀的窃窃私语中,那广场之中,又是过去了三波战斗,而在第四波之时,一名男子闪掠而上,手中长枪猛的触地,蕴含着侵略性的炽热目光,毫不掩饰的对着熏儿所在的方向扫了过去。 玄阶三班噱崩,对战黄阶二班,萧颜。 随着裁判席上的声音落下,顿时,喧闹的广场陡然安静了许多,无数道目光,投向了黄阶二班所在的方位,这两年时间,萧颜这个名字,早已经被迦南学院的学员乃至导师们牢牢记住。 毕竟,自迦南学院创建以来,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直接请假两年的刺头学生。 当然,更多的原因,还是上一次内院选拔赛时,那唯一一个缺席的名字。 所以,如今再次听到这个名字,所有人都是将目光投向了熏儿他们那里,因为熏儿在学院中的出色表现,让得他追求者众多,然而两年以来,却依旧没任何人能够打动他,唯一能够从他嘴里听到最多的称呼,便是那个所谓的消炎哥哥,而这种极其亲密的称呼,自然又是使得那从未路过面的消炎,成为了众矢之地。 对于那无数道射过来的目光,若林导师光洁额头上忍不住的浮现些许冷汗,手掌也是紧握了起来,眼睛扫视着周围,期盼那两年前让得他极为看重的身影能够犹如救世主一般的再次出现。 安静下来的广场,也是让得熏儿与萧玉紧张了起来,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一抹焦虑。 消炎嘛,一个胆小的不敢露头之人,让得一个女孩子去承认那些不必要的非议,这人,不行。 在一处位置不错的看台,一袭白山的青年,摇了摇头,淡淡的道,他配不上熏儿。 白山青年,赫然便是当日那在山脚处,与熏儿相遇之人,似乎是叫做白山,迦南学院年轻一介中的风云人物,尽头可不比熏儿等人弱上多少。 切,这就是让得萧熏儿念叨不已的男人。 他是属乌龟的吧? 跟着这种男人,还不如跟着我呢,那些臭男人有什么好的? 全凭下半身思考的雄性。 在看台上的另外一处极佳地锁,一名身着红色衣裙的少女,双臂环在胸前,背靠着一根铁管,妖娆的曲线,被笔直的铁管印衬得极为诱人。 此时的他,望着那竟然无人上场迎战的广场,不由的撇了撇嘴,颇有些不懈的冷笑道。 小妖女,给我做好,大庭广众下,这般放肆,成何体统? 在红衣少女一旁,一名发虚揭白的老者瞧得他那姿势以及独立特形的言语,不由气地吹着胡子道。 红衣少女毫不客气给这个明显在家学院地位不低的老人一个白眼,冷哼道,亏你还是外院的副院长,换作是我,早就把那个硝烟踢出学院了,两年假期。 哼,好大的架子。 没办法,熏儿妮子执意要护着那小子。 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旋即沉吟道,不过如果这一次,他依然还是缺席的话,那么也就实在没办法了,嘉南学院的规矩不能破呀。 难道你还能指望最后这几分钟,那个硝烟能够出现? 红衣少女斜贴着老人,道。 我倒是希望,老人叹了一口气,缓缓闭幕,等待着这场闹剧的结束。 安静的气氛,在广场中持续了两分钟后,一些窃窃私语终于是响了起来。 哎,这个不守信用的混蛋,望着一旁脸颊上不满失望的若林导师,萧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声骂道。 熏儿微垂着头,拉了拉若林导师的袖子,轻声道,对不起,导师。 呵呵,不用自责,这事又不关你什么事。 若林导师拍了拍熏儿的手掌,强笑着安慰道,没关系,大不了再等三年便是。 走吧。 站起身来,若林导师对着萧玉与熏儿说道,看他略微有些泛红的眼圈,貌似并非是如嘴中所说那般洒脱。 一群同班的男女失望地叹息着站起身来,便欲离开广场。 然而,那刚刚站起身子的熏儿,娇躯骤然一将,俏脸猛然抬起,喃喃道,他来了。 呃? 什么? 一旁,萧玉等人一正,没有听清楚。 咻! 就在萧玉问话之时,广场上空,一道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吸引了过去。 随着破空声响起,一道黑影猛然自天空暴射而下,轰然砸在广场之上,坚硬的地板,都是直接被震成了粉末,扑腾而起,缭绕了一小片区域。 是谁? 瞧得那射上的黑影,那名叫做薛崩的持枪青年,不由的冷喝道。 熏儿目光死死地盯在那片被灰尘遮掩的区域,笑脸上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激动,他来了。 听得熏儿这话,若林导师以及萧玉等人皆是娇躯一颤,旋即目光急忙投向场中那片区域。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灰尘之中,有着轻微的脚步声响起,在这鸦雀无声的广场中,那脚步声,犹如是踏在人心口一般,让得人心脏随之跳动。 咚,咚,轻轻的声响,逐渐响亮,一个背负着巨大黑尺的黑袍青年,在灰尘中若隐若现的浮现,片刻后,终于是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黄街二班,消炎。 黑袍青年前踏一步,微微抬头,淡淡的声音,却是如雷声一般,在广场周围每个人耳边轰隆响起。 第407章一招 突如其来的淡淡声音,直接是让得刚刚响起一些窃窃私语的广场,偶然再度安静了下来,一道道带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投向了广场中央的那名背负着足以身高相等的巨大黑尺的黑袍青年,一时间,整个广场,鸦雀无声。 消炎哥哥,勋而望着广场之上的那道虽然比两年前挺拔了些许,可也削瘦了一点的背影,精致俏脸上,顿时流露出一抹让的周围男学员满心垂涎的清雅笑容。 这个家伙,每次都要搞出这般大的动静,真是爱显摆,美眸紧紧的盯着那两年不见的背影,萧玉心中大松了一口气,嘴上却依然是有些不依不饶地道。 嘻嘻,萧玉姐姐,那便是薰儿口中的消炎哥哥们。 没想到竟然在最后时刻赶了过来呢。 在萧玉身旁,疑似乎与薰儿同为一般的少女,眸子泛着好奇的盯着场中那道背影,笑嘻嘻的问道。 是啊,这就是那让得薰儿牵肠挂肚的浑小子,你们失望了吧? 萧玉瞧了一眼抿嘴轻笑的薰儿,不由地道。 嘿嘿,这可得看实力哦,光样貌好看,有什么用? 少女们嘻嘻哈哈的道,在嘉南学院这个同样以实力为尊的环境下,人的长相如何,并非是最关键,那能够在比赛中,轻易败强敌,然后洒然而退,这等风范方才是他们心中最完美的男人。 不过就算他现在赶了过来,情况也不太好啊,那薛崩可是九星斗师实力啊,而且他所修席地功法,还是玄阶低级,枪法也同样早已练炉火纯青,一套玄阶终极的蝶浪枪法斗技,击败了不少对手啊,一名模样立的少女,忽然有些怯怯的。 文言,萧玉等人戴眉都是微一皱,旋即瞥了一眼镇定自若的熏儿,有些不确定地道,那混小子应该能应付的吧,我可不相信以他的性子,这两年时间会毫无成就。 美眸盯着场中那背负着巨齿的青年许久,若林导师心中也是悄然松了气,既然萧炎已经赶到,那么就算他输掉了比赛,那他也只是失去这一年的晋升玄阶导师的机会而已,明年有机会,还可以再争,毕竟,以萧炎当初在招生事实所展现出来的潜力,他相信,只要他能够在学院里修炼一年,定然能够赶上进度。 好了,好了,都别发花痴,既然这小子赶了过来,那便先留下来为他助助威吧,不管他能坚持多久,至少也是我们黄阶二班的成员。 转过头横了一眼一众少女,若林导师无奈道。 不过听他话语里的意思,明显同样没有萧炎能够战胜薛崩暴太大的期望。 他便是那个萧炎吗? 看抬一处,一袭白衣,身材挺拔,显得玉树临风的白衫略感诧异地望着广场的黑袍青年。 他没想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个家伙竟然还真的赶上了。 气息倒是挺沉稳,或许有着一些本事。 不过,也仅此而已。 望着黑袍青年那丝毫没有因为周围的人山人海而有所动容的表情,白衫眉梢一挑,淡淡地道。 对于这个潜在的情敌,眼光极高的他并没有给予太高的分数。 这就是萧薰儿口中的萧炎哥哥。 终于舍得出现了呀。 不过貌似长野不是很帅呀。 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般惦记。 一身红衣裙的少女,目光饶有兴致地在萧炎身上扫过,不过劝即便是撇了撇嘴,道。 长得帅有什么用? 能让裁判给他加分? 一旁,那名发虚揭白的老人翻了翻白眼,一对犹如普通老人的浑浊眸子停在萧炎身上,片刻后,眉头微微皱了皱,眼中略过一抹惊意,摇了摇头,淡淡地轻笑道,一个很有趣的小家伙。 希望别一上场便是败在了薛崩手中,不然的话,萧勋儿的脸,可就真的被丢光了呀。 红衣少女先手挽着一缕垂下的红长发,有些幸灾恶祸地道。 看着吧,老人笑了笑,将目光与不远处的裁判台上接触了一下,发现那里几名老友眼中也是有着一些惊诧,想来是应该看出了那名叫萧炎的小家伙一些奇异之处了吧。 你便是萧炎。 万众瞩目的广场上,脸色冷烈的薛崩手中长枪重重躲在坚硬地板上,目光直视着面的黑袍青年冷声道。 萧炎微笑点头。 你不配他。 见到萧炎点头,薛崩的话,直接而不屑。 或许吧。 闻言,萧炎顿时有些无奈,又是一个熏儿的追求者,这妮子看来在这家南学院里还真的是混得风生水起啊。 家南学院里有着无数人等着你的露面,从今天后,恐怕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我是第一个挑战你的人,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薛崩冷笑了一声,旋即手中长枪一摆,枪间指指向萧炎,我会在他面前,将你击败,那优秀的女孩,庸人,是没有资格拥有的。 果然还是一群争风吃醋的小屁孩,望着那一见面便是对自己宣战的薛崩,萧炎有些无语,叹了一口,手掌缓缓握上玄重驰柄,耻身微震豁然斜指而下,随着重驰的挥动,极具压迫气息的破风声响,便是响了起来。 我也挺讨厌那些接连不断的麻烦,所以,为了杜绝那些,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巨齿在地面上留下宽大的黑影,萧炎抬头冲着薛崩青笑道。 哦!想要拿我来杀鸡井猴。 那薛崩也并非傻瓜,听得萧炎如此说,便是明白了他的用意,当下眼中闪过一抹隐晦怒意,冷笑了一声,道,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可以开始了吗? 萧炎微偏过头,目光投向那坐着七八位年龄领颇大的老者的裁判席,含笑问道。 嗯? 瞧得萧炎望来,那几名老者互相对视了一眼,微微点头。 狂妄的小子。 瞧得裁判点头,那薛崩脸色微寒,手掌紧握枪柄,脚掌猛然一踏地面,长枪震动,带起一尖锐劲气,直射萧炎。 身体纹丝不动,萧炎望着那手持长枪率先攻来的薛崩,手中重齿微微倾斜。 也正如先前所说,他清楚的知道,在这家南学院中,有着不少因为薛儿的缘故而对他心怀敌意的人,如今初来乍到,想要杜绝那些源源不断的挑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震慑。 并且,虽然,即使排除掉讨厌那些源源不断的麻烦的缘故,那萧炎也迫切地需要在刚刚来到天才云集的嘉南学院的时候,取得一场毫无悬念的压迫性胜利。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一件事,那便是,萧薛儿嘴中那念叨不忘的萧炎哥哥,有着站在他面前抵挡任何风暴的实力。 他要让人知道,他的眼光,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当年他是废物,所以薛儿曾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而如今,他不希望往事复发。 所以,这一场战斗,不需要任何僵持苦战,他所需要的,是一种催枯拉朽的胜利。 这一次的张扬嚣张,便是给那等了他两年时间的女孩儿的一份微博回报。 他要让他知晓,两年时间,他并未虚度。 心中念头如潮水般的翻转,萧炎深吸了一口气,手中重齿插进地板,双手探出黑袍,缓得将袖袍撸起。 在对方凶猛攻势即将临体前,不急不缓地整理着袖子,望着萧炎那副平静模样,广场周围的人海顿时有些安静,对于萧炎此时的表现,他们唯有有一个词语来形容,狂妄。 眼神冰冷地望着萧炎的举动,薛崩心头怒意更胜,随着心中念头转动,体内斗气顿时滚涌入长枪之中,枪间带起一道弹红光亮,手掌猛地击打在枪柄尽头,顿时,长枪爆射而出,几乎是眨眼间,便是抵达萧炎喉咙之前。 啊! 瞧的场中那攻势如闪电的薛崩,萧玉以及若林导师等人脸色不由微变,唯有熏而,依然保持着宁静,他心中清楚,现在的萧炎,可不再是当年那个萧家的废物,连被云蓝宗悉心培养调教的那蓝燕燃,都是败在了其手中,从这足以瞧出如今萧炎的强悍。 在无数道充斥着各情绪的视线注视下,薛崩的那声势浩荡的长枪攻势,闪电间,便已到萧炎喉前。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等待着即将出现的血腥一幕时,那剑阁萧炎喉咙仅仅只有不到半寸的枪尖,却是犹如被凝固了空间一般,否然僵硬。 无数目光顺着长枪豁然移动,最后停留在枪杆处,那里,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正紧紧握住枪杆,而薛崩那凶悍无匹的一击,竟然便是被这只手掌,强行制止了下来。 广场中,无数目光目光再顺着手缓缓移动,最后停留在了那一脸平淡的黑袍青年身上,顿时,满场哗然。 缓缓抬幕,萧炎对着面前那脸色大变的薛崩笑了一声,嘴角掀起一抹细微弧度,轻声道,一招。 画落,萧炎身躯一晃,身形瞬间化为了一抹模糊黑影,右拳紧握,尖锐进气,顿时刺耳响起。 感受着那陡然升起的恐怖进气,薛崩眼同皱缩,脸庞上终于是划过了一抹骇然。 第408章 杀鸡锦猴 黑色拳影,带起恐怖进气,猛然浮现薛崩眼前,那拳头所过之处,空间都是泛起了细微的波动,刺耳的音爆之声,如同问雷声响般,不觉于耳。 在萧炎这犹如雷霆一击般的凶悍攻势之下,只见连那坚硬的地板,都是不断爆发出咔嚓声响,一道道裂缝,在无数道震撼目光注视下,从其脚掌处,急速蔓延。 萧炎发动攻击的速度,快若闪电,不过那薛崩倒也真的并非是那种只能逞口舌之力的人,虽然心中为萧炎所施展而出的实力感到骇然,可反应却同样不慢。 萧炎拳头急速在眼瞳中放大时,他没有丝毫迟疑的放弃了那被对方所前置的长枪,后退了一小步,手指弹上那剑,一把通体银色,由金刚所打造而成的长枪,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长枪倒手,薛崩纳被萧炎这恐怖一击而害得大缩的战役,迅速飙升了起来,喉咙间发出一道滴滴怒吼,体内斗气在此刻被运转到极致,但红色的斗气自体内喷涌而出,最后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幅红色的斗气沙衣。 体内斗气涌动客,薛崩手中同样没有丝毫停滞,枪间一震,竟然震出了十几道残影,鸿芒暴涌,残影猛然合拢,最后整条长枪,都是化为一抹刺眼鸿芒,对着萧炎暴刺而去。 叠了 心中一道滴吼,薛崩手中带着一往直前的凶悍气势,对着萧炎拳头正正刺去,枪身震动间,鸿芒一波接一波涌上热的气息,犹如是红色的火浪一般。 广场之上数人注视下,一抹刺眼鸿芒,带起滔天气浪,这般威势,让得不少人发出了哗然声响。 不愧是有资格参加内院选拔赛的尖子声,这种凶悍攻击,恐怕都能赶上那些刚进入大斗师级别的强者了吧。 红色鸿芒在七黑眼瞳中急速放售着那扑面而来的炽热气劲,萧炎脸色依然那般平淡,两年间,与他交战的对手多都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强者,比这更大十倍百倍的攻势场面, 他都见过。 因此,凭这等攻势,便是想让他退缩无疑是吃人说梦,不过对方能够在这般短暂的时间中是施展出全力抵抗,这种不错的敏锐力还是让得萧炎略感吃惊了一下,不过仅此而已。 拳头微颤色斗气猛涌动,最后迅速在拳头表面上,凝聚出了一层青色的角质层。 不管你今日如何挣扎,也唯有一路可走。 被青色角质层所覆盖的拳头,其上力量骤然暴增,萧炎嘴角一掀,终于是不再有任何迟缓流情,右臂甩动,拳头爆砸而出,最后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重重的雨靴崩的枪尖,轰在一起。 八级崩。 砰。 两者接触,煞时间,一道巨声自场中响而起,只见两人接触之地那坚硬板,轰然一声,便是直接被震成粉末,裂缝更是犹如蜘蛛网一般,不断的蔓延而出。 擦。 粉末从地面升腾而起,而在一拳一枪接触之后的瞬间,一道金铁断裂的咔嚓声响,便是猛的自交战处传出,紧接着,一道人影,猛的自淡淡灰尘中倒射而出,一口烟红鲜血狂喷而出,身体重重落地后, 依然是贴着地板了将近十几米后,方才缓缓停止。 无数道目光顺着人影到射处急忙扫去,当他们的目光瞧得那倒射落败之人后,广场上瞬间便是陷入了寂静。 广场的边缘处,薛峰上衣几乎被交轰得进气震成碎片,浑身上下布满着碎石射在身上而带出的淤青,嘴角残留的血迹,让得他看上去分外狼狈,当然,最让的人感到惊骇的,还是薛峰那满是鲜血的双手所握的两节断裂长枪,看那断裂口处,明显是被强力直接蹦碎。 能够在一名九星斗尸施展出了玄阶斗技后,依然是一拳头强行阵裂金刚所打造的长枪,这一手,即使是在场的一些大斗尸,都难以将之半道。 然而,这个作为即使是在迦南学院中,都是拥有不小名气的薛峰,却是被一个刚刚来到学院的新生,用这种最狂野的手段,正面击败。 望着广场边缘处,艰难的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的薛峰,在瞧的那断裂的长枪,一些原本心中打着某些念头的人,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意自心中涌出,从那个硝烟所露出来的实力来看,这个足足请了两年长假的新生,的确并非是庸人。 广场中的灰尘缓缓落下,一袭黑袍的青年缓步走出,身体之上整洁的没有丝毫皱折的袍皱,与狼狈不堪的薛峰几乎是两个极端,而从这里,只要不是太过愚蠢的人,都是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个名叫硝烟的年轻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薛峰。 薛峰如今实力是九星斗尸,既然硝烟能胜过他,那么本身至少也是一名大斗尸强者。 想起这种可能,人山人海的看台上,顿时想起了一些抽着冷气的声音,再度看向萧炎的目光中,明显已多出了一些莫名异味,这般年纪的大斗尸,即使是在整个迦南学院,那都能够算作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好,好强。 看台上,萧玉等人微张着嘴,满脸错愕的望着场中那挺拔的薛兽背影,其后的一名少女,更是忍不住眼冒惺惺的诗声喃喃道。 谁能想到,那实力在九星斗尸的靴崩,竟然仅仅只是一个回合,并且还是在施展了最强斗技之下,被一拳催枯拉朽的击败。 原本他们还在为萧炎究竟能够支撑几回合而讨论,可讨论还未完毕,场中,便是出现了这等让得他们目瞪口呆的结局。 这个家伙两年进步得太快了吧。 萧玉苦笑道。 一旁,若林导师缓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望着场中青年的背影,道得现在依然游自有些难以相信,这个缺席了两年学院教育的刺头学生,竟然是将玄阶班级的尖子声给打破了去,而且这种打败方式,还是最强悍最直接的那一种。 回想起先前萧炎那宛如雷霆般的一拳,若林导师自问,如果换作自己的话,恐怕也难以完全抵挡而下吧。 心中这般想着,若林导师忽然苦笑了一声。 两年前,在那屋坦诚费尽所有手段方才在自己手中走了二十回合的小家伙,如今,所施展出来的攻击,就是连自己,都要好生掂量一下,方才敢确定是否能接,这般进步速度,实在是可怕。 难怪能够让得熏儿这般出色的女孩子都念念不忘,这个家伙却有着这本钱呢。 偏头望了一眼笑脸勤着笑容的熏儿,若林导师在心中喃喃道。 看台另一边白双臂环在胸前,微皱着眉头望着那身躯笔直的矗立在广场中的黑袍青年半赏后,缓缓吐了一口气,淡淡的笑道,不错,果然有几分本事,现在的你,方才有资格能够让我将你提到正式的地位,希望你能多坚持几轮吧,到时候, 如果有机会,我倒要亲自会会你。 一个劲敌啊。 不过,他一定是我的。 目光转向熏儿所在的方向,白衫望着那一身淡青衣裙,在众女围绕间,犹如一朵独自绽放的青莲般淡雅的少女,低声难道。 呀,那家伙好力的权势,竟然连薛崩的蝶浪都挡不住片刻。 我想,恐怕他的实力应该在三星大斗师以上吧。 身材如魔鬼般妖娆的红衣少女,一对透着脚匣的眸子望着那落败的极为干脆利落的薛崩,不由的亚然道。 嗯,的确是很灵力的权势,而且居还懂得将能量局部凝固化,以此来增加攻击力与防御力,这可需要对斗气的精妙掌控方才能行啊,这一点,他都能与你相媲美了。 一旁的老人,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中同样带着些许诧异。 呵呵,现在知道熏儿那妮子的眼光如何了吧? 这个小家伙,可不是常人啊。 我想,就算是你或者白衫对上他,胜负落水手,恐怕都未可而知啊。 老人瞥着场中的薛兽背影,若有深意地道。 哦! 闻言,红衣少女系的柳叶湾眉顿时一瞧,娇笑道,那我倒要找个机会与他比比,若是我赢了,便让他把熏儿让给我。 你你这个魂丫头,那么多优秀男人追求你,你不喜欢就罢了,去骚扰人家熏儿干啥? 你要把我这老脸丢光才甘心啊。 听得红衣少女这话,老人顿时气急,低声怒道。 那些臭男人有什么好的,若不是这张脸,他们谁还会来追求? 红衣少女撇了撇嘴,先手摸着那张如精灵般狡黠的翘脸蛋,不屑地道。 对于这无法无天的少女,老人气的蹊跷生烟,可却无可奈何,当下只得一甩衣袖,将目光继续投入场中。 此时的场内,硝烟瞥了一眼广场边缘处无力再战的削崩,这才转头望向裁判席,微笑道,不知此局能否算我胜。 呵呵,自然是能。 坐于裁判席上的一名灰袍老者,笑眯眯的望着硝烟,目光中充斥着莫名意味地点了点头。 听得他发言,硝烟微微躬身,然后在万众瞩目下,手掌一晃,那插在不远处的玄仲尺便是自动飞射过来,一把抓住,反手插在后背上,抬头望着看台处笑吟吟的轻衣少女,心中泛起些许温馨暖意,脚尖倾点地面,身体静止闪掠下了比赛台,最后腾上那黄街二班所在的场所。 抱歉,我来晚了。 看着面前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那张容颜,在这两年中早已被深深地印刻在了心底深处,消炎无视于周围那一道道炽热的目光,烧了烧头,略有些歉意地揉声道。 抬起俏脸,熏儿盯着那张比两年前少了一些青涩稚嫩,多了一些成熟坚毅的清秀脸庞,脸颊上忽然露出一个颠倒众生的美丽笑容,旋即做出了一个让得满场目光呆若目击的举动。 在学院中从来没和任何一个男人有过超越普通朋友的正常举止的少女,此时双臂微微张开,然后一头扑进了那阔别两年多时间的温暖怀抱,贪婪地吸取着那熟悉的味道。 第409章黑夜中的对碰 望着那一头扑进萧炎怀中的青衣少女,整个广场都是陷入了一片寂静,隐隐间,似乎有着无数心碎的咔嚓声响,随之响起。 熏儿身旁的若林导师以及萧玉等人,都未曾料到平日一向矜持淡然的少女,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下做出这等大胆举动,当下都是一脸错愕,半晌后,苦笑了一声。 望着那扑进萧炎怀中的熏儿,再偏了一眼脸旁笑容温纯的如地下深埋的酒酿一般醉人的萧炎,萧玉心中却是忽然泛起一股莫名的并且不太舒服的感觉。 在看台另一边,白山那一直擒着淡淡微笑的脸色,终于是在此刻变得阴沉了下来。 这萧熏儿,怎变如此胆大了?就为了那个男人吗? 红衣少女此时也是柳眉倒竖了起来,若非是一旁的老人见状一把将她拉在了身边,恐怕她都是忍不住的冲过去强行将那如胶如漆的两人给分开了。 手臂紧紧的还着那仙气腰,萧炎低头清秀着少女泛着清香的青丝,既然她都能够在这大庭广众下,做出这等宣布着两人间关系的大胆举动,那身为男人的她,自然是没可能选择什么退缩,即使那从周围射来的炽热目光,让得她如出火炉。 嗨! 两人的雍持续了将近一分钟后,一旁的若林导师终于是忍受不了那从周围射来的炽热目光,当下轻咳了一声。 听得咳嗽声,那如小鸟依人般依在萧炎怀中的熏儿,终于是彻底从初见到心中想念之人的幸福与激动间清醒了过来。 顿时,淡雅如帘的俏脸上飞上一抹醉人飞红,当下赶忙从萧炎怀中退出,然后犹如一颗寒羞草般缩近了萧玉身后。 乔的勋儿难得出现的小女人娇羞模样,萧炎也是轻笑了一声,转头将目光投向一旁的若林导师,善笑道,嘿嘿,抱歉了,若林导师。 你记得我是你导师。 若林导师斜贴了萧炎一眼,淡淡地道。 乔的她负表情态度,萧炎苦笑了一声也知道,自己这次的确是惹恼了这个性格如水般温婉的女人。 不过因为理亏,所以她倒并未顶嘴,只是硬着头皮承受着她的批判与怒火。 哼,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逃了一年的课,你也真算有本事。 你知道这一年为了你那事,我和院方磨破了多少嘴皮。 若林导师愤愤不平地道。 导师,这事的确是萧炎这混小子过分了。 不过如今她也赶了回来,并且还将学崩打败了去。 只要接下来勋儿和她能够保持着在选拔赛中不被击败,您便是能够升级成玄阶导师。 若是您还是觉得不解气的话已等她将选拔赛打完后,再处罚也不迟啊。 反正如今她来了学院,还怕她会跑了不成。 瞧得无奈苦笑的萧炎,萧玉虽然在心中暗自嘟囔了一声活该。 可嘴上说出来的话,确实在替萧炎开脱。 听得萧玉的话,若林导师微怒的脸色这才略缓了缓,撇着萧炎道,好。 等选拔赛完了后,我再找你秋后算账。 见到若林导师终于暂时放弃了批判,萧炎心中轻松了一口气,抬头对着萧玉投去一道感激的目光。 不过后者却是赏了她一个大大的白眼,轻哼了一声。 嘿,萧玉表姐,两年不见,越来越漂亮了呀,有没被人追到手。 也不顾萧玉的脸色,萧炎笑咪咪地道。 你管我。 听得那语幼时几乎如出一辙的语气,萧玉心中顿时泛起一股奇异感觉,与此同时,那修长性感的长腿,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微微扬起,坐视玉踢。 好了,别在这打情骂俏了,今天的选拔赛已经快要结束了,先跟我回去吧,明后两天,还有更加剧烈的战斗,想要进入内院,可不是什么太过容易的事。 若领导师挥了挥手,也不理会那因为她的话语,而笑脸一片羞红的萧玉,转身带头对着广场之外行去。 其后,萧玉狠狠地刮了一眼幸灾乐祸的萧炎,拉着熏儿快步跟了上去。 背着巨大黑尺走在队伍最后面,在即将出广场之前,萧炎脚步忽然一顿,微皱着眉头回转过头,将目光射向了广场另外一边,在那里,一位一身白衣的青年,正脸色阴沉地将带着敌意的目光投过来。 这人是谁? 貌似挺强的,收回目光,萧炎略微沉吟了一下,便是微微摇头,转身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快步跟上了即将出广场的若林导师等人。 一路出了喧哗的广场,若林导师将那些围在萧炎周围满眼小星星的少女们驱逐了开去,然后带着萧炎,薰儿,萧玉三人,转过几条绿音小道,最后进入了一所别致青雅的楼阁房屋。 进入房屋,若林导师让得三人随意找位置坐下,这才将目光转向萧炎,笑吟吟地道,小家伙,看不出吗,这两年时间,竟然进步得这么快。 侥幸而已。 萧炎耸了耸肩,笑道。 算了,也不和你胡搅蛮缠了,既然你如今已经来到学院,而且我又将你的名字报进了内院选拔赛中,所以,接下来的两天,你与薰儿,可得要坚持进入前五十,那样的话,便是能够获得进入内院休息的机会,而我,也是能够从黄阶导师,进阶成玄阶导师,挥了挥手,若林导师认真地道。 进入那内院有啥好处? 萧炎背靠着椅子,食指交叉在身前,抬头问道。 牟子紧紧盯着那张微笑的年轻脸庞,半晌之后,若林导师忽然叹了一口气,道,看来你请两年的假期,对你来说,的确是最好的,现在的你,哪还有当年在乌坦诚的青涩? 这样一眼看去,任谁都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仅仅十八岁的少年。 萧炎微笑不语,这两年他所经历的确太多番大起大落,也使得他那从小培养而起的沉稳性子,更加坚如磐石,现在的他才是彻底退去了年少的稚嫩。 迦南学院分内外两院,外院便是我们现在的地所,那些从大陆各处招过来的新生是会在外院休息,直到他们的实力达到某种地步时,便可以参加每年一届的内院选拔赛,而只要进入选拔赛的前五十名是能够得到进入内院的资格,内院与外院不同,毫不客气的说,迦南学院的外院,仅仅只是一个考验新生的地方,迦南学院的真正核心还是在内院之中。 若林导师略微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缓缓说道。 迦南学院外院中分悬黄两个级别的班级,我所管理的班级便是黄阶,而先前与你交战的那些崩是玄阶班级,从这级别便是能够知道,玄阶班级的总体实力,普遍要强于黄阶班级,当然,事无绝对,比如熏儿,再比如你。 我看你现在的实力,恐怕应该是在大斗师左右吧。 若林导师忽然盯着硝烟,问道。 听得若林导师的问题,一旁的萧玉则是将惊诧的目光投向了硝烟,现在的他,也不过方才五星斗师实力而已,这个家伙,在离开了两年后,便是成为了大斗师,这般速度,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嗯? 在萧玉惊诧目光中,硝烟却是微微点了点头。 果然是个怪胎,和熏儿这妮子相比了。 嘀咕了一声,若林导师道,关于内院的事,按照规矩,我也不能透露过多,不过既然他能被称为迦南学院的真正核心,那么便是有着外院难以比喻的地方,所以,你若是能进去,对你只有好处。 好吧,我尽量吧,瘫了瘫手,萧颜笑道,在来时的路上,便听要老提起过那个内院,如今能够有机会进入其中,他自然是不会反对。 以你的实力,我想只要不遇上白山或者那小妖女等少数的人,要闯进前五十,应该不是太大的难题。 见到萧颜点头,若林导师也松了一口气,接着道。 白山? 小妖女? 后面这个名字,我倒在两年前听导师提起过,嘴中念叨了一遍这两个名字,萧颜笑道。 那白山在这两年中,几是迦南学院外院中风头最近的人之一,人长得帅,实力又强,不知道迷到了多少女学员,另外,她貌似也是薰儿的追求者之一,就算我不与你说,她迟早也会来寻你。 若林导师眼嘴焦笑道。 萧无奈摇头。 而至于小妖女们,她是副院长的外孙女,背景可不一般,加上那不比拟弱的变态修炼天赋以及副院长的手把手指导,我想她的实力恐怕还要胜那白山一筹,因为她那独立特型的形式风格以及美丽容貌。 因此,她在学院中,同样是有着不少追求者,不过她貌似对男人没太大的兴趣咳,反而对女人很是喜欢,而以薰儿的气质天赋,自然是她最垂涎的对象,所以说,你的出现,应该也会让得她对你抱有敌意。 咳了一声,若林导师脸颊微红地倒。 闻言,硝烟脸色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偏头看了一眼同样一脸无奈的薰儿,有些哭笑不得地倒,男女通杀。 薰儿学着硝烟的模样,贪了贪手,表示这事她也没办法,这两年,她已经足够低调了,甚至,为了等硝烟,她都是放弃了上一次的内院选拔赛。 哎,果然到处都是对手啊,轻叹了一口气,硝烟抬头冲着若林导师笑道,不过为了若林导师能够进阶,我会尽量进入前五十。 那便好,你今天先就在这里休息吧,这是我的住所,平日薰儿与育儿也是住我这里,明天开始,选拔赛中的强者便是会全部露面了,到时候,你心中便是对这些对手的实力有一些底线了。 站起身来,若林导师一挥手,吩咐道。 硝烟微笑点头。 布满书架的安静房间中,七八名老者坐于圆桌旁的椅子上,其中,先前在广场中与红衣少女说话的老人,也正好坐于其内,从他们那如若常人的气息中能够看出,他们实力以及地位恐怕不低。 毕竟,寻常老人,可没资格坐在这决策者院内大小事物的会议室中。 此时,那名被红衣少女称为副院长的老人,正缓缓地将手中一份资料放下,目光环视室内一周,淡淡地笑道,嘖嘖,这个硝烟果然不简单啊,以一己之力抗衡加码帝国的云蓝宗,并且正面击杀一名斗王强者,最后还从斗宗强者手中顺利逃脱。 这般战绩,就算是内院的那些佼佼者,想要办到的话,恐怕也有几分难度啊。 哦! 听得从老人嘴中吐出来的话语,周围那几名老者干枯的脸庞上也是闪过一抹惊诧。 这是关于硝烟的情报,你们自己看看吧。 副院长屈指一谈,面前的资料便是自动对着下方的老人射了过去,手指轻轻敲打在桌面上,半晌之后,听得那些看完资料的老人们齐声发出的惊叹声,他微笑道, 潜力值很大,不过他与云蓝宗间的关系有些太恶化了,基本上是难以调节。 潜力的确很强,好好培养,恐怕又是一名巅峰强者。 一名挥袍老者,轻声道,至于云蓝宗,倒不用太过在意,以一个斗宗,还没胆量对我迦南学院怎么样。 云蓝宗道的确没什么,可他背后,副院长微微皱了皱眉头,话土了一半,却是忽然安静了下来,脸庞微微变换着,最终却并没将一些极其隐秘的事情说出来,挥了挥手,道,先暗中观察一下消炎吧,如果真有培养价值的话,我们倒是能够一试。 闻,闻言,其他几名老者也是无意义地点了点头,见到副院长沉默了下去,他们对视了一眼,身躯微微晃动,旋即便是诡异的消失在了椅上。 夜深人静,淡淡的月光从天际洒下,那栋别致楼阁,在月光中,显得分外幽静。 安静的夜中,一道白影忽然闪掠而出,脚尖轻点一处树枝,身体飘逸地掠上楼阁之外不远处的乱石堆上,平淡的目光,直射楼阁中的某处房间,淡淡的银色斗气,若隐若现地自其体内渗透而出。 咻! 在白影体内斗气浮现之后仅仅刹那时间,楼阁中,一道黑影闪电般的飙射而出,最后几个藤掠,稳稳地落在距离白影不远处的一处巨石上,缓缓抬头,淡淡地望着那一袭白衣,英俊挺拔的男子。 两对眸子在黑夜中相碰撞,没有丝毫预照地,奉射出些许火花。 离开他。 白衣男子的声音,平淡而飘渺缓缓缓传出。 闻言,硝烟轻笑,微微抬起头,那张清秀脸庞,在月光照耀下,显得分外桀骜。 平你。 第四百一十章初次交锋 淡淡的话语,在黑夜中徘徊不散。 白衣男子眼神冰冷地盯着那一脸桀骜的青年,没再说任何话语,双手微炫,淡淡的银色斗气在掌心中酝酿着,并且,竟然还隐隐有着低沉的闷雷声响,从中散发而出。 雷属性斗气。 听得那从银色斗气中散发而出的闷雷声响,萧炎眼中闪过一抹诧异,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拥有着和他二哥萧丽相同属性的罕见斗气。 手掌微动,淡青色斗气也是自掌心中永胜而出,萧炎脸色平淡地注视着这白日见过一面的白衣男子,没有丝毫的畏惧与胆怯。 弱者,是没有资格拥有他。 白衣男子淡默地撇了没有退缩的萧炎,冷笑了一声,脚尖燃一点乱石,身体陡然化为一抹银光,划破黑暗,快若闪电般的暴射向萧炎。 黑暗中,因为白衣男子的这般凌厉攻势,竟然都是凭空响起了许些微弱的雷鸣声响。 光在漆黑瞳孔中急速放大,萧炎脸色依然平静,手掌缓缓紧握,淡青色气在拳头之缓缓吐缩,犹如一条条细小长舌般。 白衣,你干什么? 萧光划破黑夜,然而就萧炎准备毫不客气地进行反击之时,一道略微着许怒气的娇喝,却是忽然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紧接着,一道金光暴射而出,最后在半空处萧光拦截而下,两种能量猛然对,剧烈的能量风暴,将地面上的碎石吹得四处飞射。 在娇喝响起之,萧炎便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紧握得拳头缓缓放松,抬头望着那被金光拦截后闪身掠回一处树枝上的白衣男子,青色的倩影,从楼阁中如闪掠而出瞬间后出现在萧炎身旁,挥着柳眉,笑脸擒着一分薄怒地望着树枝上的白衣男子。 没什么,只是想与萧炎学弟切磋一下而已。 青衣少女出现之后,白衣男子目光便是一直停留在了他身上,冷冷地斜偏了一眼一旁的萧炎,旋即淡淡地道,薰儿何必如此着急? 以萧炎学弟的本事,若是连我那随意一击都挡不住,还如何参加内院选拔赛? 白山学长,我竟你是学长,方才对你客气有加,不过你若是在这般无理取闹,那也休怪我不再留情面了。 薰儿缓缓平复下心中的一抹怒气,轻声道。 闻言,白衫平淡的脸色微微一变,自从认识薰儿以来,虽然彼此间关系算不得太过亲密。 可按照他自己所想,至少两人也能算作朋友,而如今听的薰儿竟以这般语气他说话,当下,即使是以他的心机,也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脸色便难看了许多。 你若是男人,就不要站在女人身后。 缓缓吸一口气,将心中怒意压抑住。 白衫冷撇向萧炎嘴角一勾,不屑冷笑道。 白衫,你不要太过分了。 薰儿俏脸微沉,一晃,金色能量,在掌心中急速凝聚,白衫那三番四次对萧炎的挑衅已经触及他的底线。 妮子,后面待着去,这些事,男人解决就好。 一只手掌忽然伸出抓住薰儿耗腕,他回头一看,却是瞧得萧炎脸庞上的淡淡笑容,以他对萧炎的了解,知道每到这种时刻,他便是极为认真,当下略微迟疑了一下,只地点了点头,退后了一步。 你真想打。 前踏了一步,萧炎扭了扭脖子,撇着树枝上的白衫,轻笑道。 你若想,我不会有意见。 白衫轻弹了弹白色袖子,冷声道,一见到总是对自己保持着距离的熏儿,竟然对萧炎百依百顺,他那一向沉稳的心中,便是用一阵邪火,以他的样貌,实力,修炼天赋,哪样不比面前这个叫做萧炎的家伙强? 可为什么,他总是对自己不理不睬。 我有意见。 冷喝忽然从楼阁中传出,旋即若林导师的身影略飞而出,脸色略有些难看的望着白衫,沉声道,白衫同学,你这帮胡来,可不合学院规矩,若是想要挑战的话,等在选拔赛上一较高低便是,深夜前来,行为不紧不轨,而且还落个下城名头。 瞧得连若林导师也是被惊动了出来,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知道今天晚上这架恐怕是打不来,当下只得将斗气收回体内,拉着勋儿,转身便是对着楼阁中缓缓行去。 萧炎,希望你不会在选拔赛中被淘汰。 弱者,是没有获得任何东西的权利,到时候,也希望你不要再躲在女人身后,勋儿认可的男人,不会是懦夫吧。 望着两人转身的背影,白衫淡淡地倒。 咻! 破风声,骤然响起,一道劲气划破黑暗,狠狠对着白衫脸庞砸了过去。 察觉到那迎面而来的破风劲气,白衫眼中闪过一抹寒光,屈指轻弹,一缕荧光暴射而出,最后与那破劲气撞在一起,旋即将之镇成一团粉末,定眼一看,原来那破风之物,竟然是一块碎石。 不要再像女人一般罗里啰嗦了,你就是白衫吧。 所谓的风云人物不过如此,争风吃醋倒是行家老手。 但现在也不用这般牙尖嘴利落狠话,选拔赛上剑吧。 消炎淡的阴冷声音,缓缓响起。 若是你败了,离他。 白衫冷笑。 你确定你是白衫,而不是白痴。 那即将进门的消炎脚步忽然一顿,转过头来,怜悯地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白衫,然后摇了摇头,拉着忍俊不禁的熏而行进楼阁。 哎,你回去吧。 望着脸色铁青的白衫,若林导师忍不住地叹了一声。 这个人平日到极为沉稳,怎么的今日在消炎面前,变得这般浮躁。 看来他对熏而的念头还是很深啊,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这般乱了分寸。 说完这话后,若林导师便是转身飘进楼阁,留下白衫一人,脸色忽青忽白地在树枝上,受着那半夜的冷风吹。 站在树枝上,白衫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拳头缓缓紧握,喃喃道,没想到为了他,竟然能够让被自己分寸乱成这模样,所以呀,他一定要是我的呀,那个消炎,便在选拔赛上击败他吧,我白衫看中的女人怎能跑掉。 并且,那般优秀的他,那消炎,有何资格配他? 羽霸,白衫脸色这才逐渐平复,淡漠地瞥了一眼楼阁,脚尖轻点树枝,身体飘略而下,旋即几个点洞,便是消失在了漆黑的夜中。 楼阁中的窗户边,消望着那远去的白色影子,眼眸微眯,一缕冷芒闪掠而过,转身望着身后的熏儿,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妮子,这两年过得还好吧?" 嗯? 先手握着消炎的手掌,熏儿温柔地点了点头。 拉着熏儿在窗户前坐下,消炎仰头望着天空上的璀璨星辰,忽然倾笑道:"想知道我这两年怎么过的吗?" 嗯? 熏儿再次温柔点头,将消炎的手掌捧在双手间,感受着那股淡淡的温暖。 一只手掌缓缓地抚着熏儿那头柔顺的齐腰青丝,略微沉寂了一下,方才声音略带着几分嘶哑地将当初离开乌坦城后,所发生的事情, 一渐渐地徐徐道来。 当然,期间与某些女子的一些瓜葛以及异伙等需要绝对保密的事情,她倒是了含糊地带过。 出屋坦城,进魔兽山脉,闯沙漠,大闹墨家,进帝都,炼药师大会一押群雄,上云蓝宗,拜纳蓝燕燃,以一敌整个宗门,击杀斗王强者,最后从斗宗强者手中逃生而走,一件件惊心动魄,令人热血沸腾的事件,被消炎平淡地说出。 然而话语虽然平淡,可其中所蕴含的种种险境,却依然是让的人有种内心被猛然紧握的感觉。 窗台边,淡淡的月光挥洒而下,照耀在青年与少女身上,为他们披上一层薄薄银纱。 在消炎化落之后许久,薰儿也是陷入了宁静,脑袋轻轻靠在前者肩膀处,即使他早已经知晓了大部分的事情,可如今再次听到消炎到来,他却依然是有种内心激荡的感觉,这两年时间,他也过得很苦啊。 消炎哥哥,等你再次回到加玛帝国时,我相信,云蓝宗将不能再阻拦你的脚步。 伴赏之后,薰儿微笑着柔声道。 消炎一笑,只抬头望着浩瀚星空。 在两人之后不远处的墙壁转角处,若林导师背靠着墙壁,丰满胸脯缓缓起伏着,一脸震撼。 第411章扑朔迷离 没想到云蓝宗竟然还有着一个云山活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脸色随着消炎嘴中淡淡的话语而变化着,许久之后,薰儿微醋着柳眉,如秋水般的眸子中,掠过些许冷意,轻声道。 的确挺麻烦。 消炎也是轻叹了一口气,若非是因为云山的存在,云蓝宗根本还不足以将他追杀的一路逃出加玛帝国。 消炎眼角瞥了一眼后方黑暗的墙角转弯处,听得那里逐渐离去的细微脚步声,这才转头凝着薰儿,脸色凝重地道,薰儿,有件事,我需要你如实给我说,因为这非常重要。 哦! 文言,薰儿一正,乔得一脸认真的消炎,当下微微点头,道,消炎哥哥想知道的事,若是薰儿也知道,自然不会隐瞒。 在第一次顺利离开云蓝宗后,我便是因为担心云蓝宗会将怒火牵涉到萧家上去,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回到乌坦城时,萧家,已经遭受到了云蓝宗那位大长老的私自报复。 消炎声音,此时略有些阴冷。 听得消炎这话,薰儿脸色时一变,柳眉倒数,眸子间充斥着些许怒意,这云蓝宗未免也太胆大了点吧。 家族受创严重了。 有些损失,不确并非是很严重。 不过,父亲却是被云蓝宗的三位长老追杀出了乌坦城,从而变得下落不明。 消炎的声音虽然极为平静,可那在薰儿双手中细微颤抖的手掌,却是依然暴露了其内心的震目。 下落不明。 先是一愣,紧接着薰儿脸颊也是首次变得阴沉了下来,他非常明白萧战在消炎心中的地位,因此,他也终于恍然,为什么消炎在顺利离开了云蓝宗后,竟然还会再度冒险闯上云蓝宗。 我想,萧战叔叔应该是落在了云蓝宗手中吧。 薰儿沉吟道。 没有。 消炎目光直视着儿,摇了摇头,低声道,追杀父亲的云蓝宗大长老已被我所杀。 临死前,他说,他在追赶父亲的途中亲却是忽然间诡异的消失了。 消失? 没错。 就是在云蓝宗大长老追踪眼皮下消失了,萧炎眼睛紧紧的注视着薰儿的脸颊,缓缓道,以我猜测。 父亲恐怕并非是自己消失,而是神秘强者给掳走了。 神秘强者? 闻言,薰儿柳眉醋得越加深了,抬头望着萧炎,道,萧炎哥哥是想问薰儿什么? 薰儿,我知道。 你并非是萧家之人,而且背景也极为庞大。 我并不知道你背后的势力与萧家究竟有何瓜葛。 可我有我的情报来源,所以猜测,父亲的消失,或许与你背后势力有些关系。 我相信你,这与你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需要得到父亲的安全踪迹。 不然的话,我会寝食难安。 萧炎手掌反握住薰儿,沉声道。 萧炎的话,让得薰儿脸颊略微有些变换了起来。 半晌之后,他摇了摇头,极为冷静地保,不会的。 一定不会是他们动的手,他们与萧家之间有着规定。 所以绝不会干出强行鲁人之举。 这种规定的约束力,并非你想象的那般简单。 所以就算他们中有人想这般干,但也会遭到剧烈反对。 再者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一名窦王强者面前将萧战叔叔掳走。 那出手之人实力至少也是在窦王级别。 可这段时间,我却却没有得到任何与之有关的消息。 不是。 萧家除了我以外,便是再没有人接触过窦王级别的强者,别的强者,莫名其妙的掳走父亲有何作用? 只有你背后的势力,方才与萧家有着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关联,同时,他们也具备这种实力。 心中的猜测被推翻,萧炎握着薰儿手掌猛然间用力了许多,声音中也是多出了一分怒意。 萧炎哥哥,薰儿真没骗你,我背后势力的确与萧家有着牵连,可其中详细缘故,此时却还并不能说,说了,反而对你不好,不过关于萧炎叔叔之事,薰儿敢对你担保,绝非是他们所为。 瞧得萧炎那略微擒着怒气的脸庞,而原本冷静的脸色顿时瓦解,忍不住有些委屈地道。 望着薰儿那擒着些许委屈的脸颊,萧炎也是逐渐回复了一些清醒,双掌使劲的抓了抓脑袋,深吐了一口气,难难道,看来萧家中,还有着一些我所不知道的秘心呢。 好吧,既然你不愿说,那我也不勉强你,若真按你所说,并非是你背后势力所为,那恐怕云蓝宗便是有点鬼了,这个宗门,貌似并非是我所认为的那般简单。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明日还有那选拔赛呢。 关于父亲这事,先暂时放下,虽然并不清楚他现在的状况,可至少还没有性命之威。 哎,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啊,不然的话,就算日后知道了父亲踪迹,恐怕也没有实力将之夺回。 萧炎转头对着薰儿笑了笑,拍着他的脑袋,安慰道。 我会让人帮忙调查此事,如果有线索,便立刻告诉你。 薰儿点了点头,先手却是忽然搅在一起,明亮眸子望着萧炎,有些忐忑地道,萧炎哥哥,你不会怪薰儿不肯告诉你我背后的确切势力以及与萧家间的关联吧? 你会害我吗? 萧炎笑了笑,揉着薰儿的脑袋,反问道。 微微一震,薰儿翘脸扬上一抹笑容,微微摇头,轻声道,不会。 所以,我相信你。 晚了,早点休息吧。 手臂伸出,将薰儿那柔弱无骨的胶躯抱在怀中片刻,旋即松开,萧炎对着他挥了挥手,然后便是转身对着自己的房间行去。 嗯? 望着萧炎消失在房门口的背影,薰儿微微点头,略微沉吟了一会,转身快步行回自己的房间,反手将房门关好,屈指轻弹,一缕金光击打在房间中的某处角落里,顿时,一道漆黑阴影便是扭曲着化为一黑色人影,单膝跪地地出现在房间中。 明天让灵师学院后山,另外,派人打听一下前段时间中,加码帝国内是否有着神秘强者的踪迹,还有,我需要云蓝宗的所有情报。 贴着黑影,薰儿脸颊淡然,声音清冷地吩咐道。 是,小姐。 听得薰儿的命令,黑影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话语,随着一道滴滴的女子声响起后,身躯一晃,便是再度化为阴影融入黑暗中,最后完全消散。 望着那消失的黑影,薰儿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喃喃的声音,在房间中滴滴回荡着,该死的,究竟是谁下的手? 竟然打到肖战叔叔头上去了。 一日,淡淡的温暖阳光从天际倾洒而下,随着天边一轮耀日缓缓升起,安静了一宿的学院,终于是再度变得充满活力了起来,无数青春洋溢的男女,从学院各处陆续不断的涌出,他们的目的地极为明确,那便是位于学院中心的大广场。 这两日的内院选拔赛,几乎是家学院中一年一届的盛世,能够有资格参与选拔赛的,无异不是在各自班级属于出类拔萃之人,他们之间的强强竞争,极具看料,并且,今年的选拔赛,还有着萧勋儿,白山以及那同样属于学院风云人物的红衣少女的初赛,他们三人,便是汇聚了将近大半的眼光。 当然,除开这三人外,偌大的家男学院自然还是有着其他一些顶尖参赛者,而在这之中,作为初来乍到,可却以雷霆手段击败对手的萧岩,自然是最为备受瞩目之人。 再者,以他与在学院中被无数男学员视为心中仙女般存在的勋儿间的那般亲密关系,更是导致无数人咬牙切齿的想要等待着他的出丑。 在楼阁中简单的洗漱了一遍后,萧岩便是与若林导师、薰儿、萧玉三人一起出了楼阁,然后一路对着广场行去。 作为此时学院中焦点聚集的人物,这一路上,那不断从路旁射来的蕴含着各种情绪的目光,让得萧岩头皮发麻,而瞧得他那无奈的神色,一旁的薰儿,也是忍不住的玩耳轻笑,轻雅如连般的温柔笑容,直接是使得道路两旁,响起些许咽口水的声音。 在一路灼热的目光注视下,萧岩一行人行进早已人山人海的广场中,然后对着规定的席位走去。 有着薰儿和萧岩这等吸引眼球的人物相随,那满场目光,自然都是瞬间转移了过来。 在规定的席位上坐下,正与薰儿谈话的萧岩眉头忽然一挑,有所感应的抬起头,目光扫向对面看抬,在那里一处位置极佳的地方,一袭白衣的白衫,正负手而立,瞧得萧岩视线看过来,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冷笑,手掌撑在面前的栏杆上,手指却是隐晦的对着萧岩做了一个极具挑衅的动作。 微眯着眸子望着那一身白衣,显得玉树临风,极为帅气的白衫,萧岩淡淡的笑了笑,微垂下的漆黑眸子中,闪过一缕寒芒,他从来不自许自己是好人,既然对方三番四次的挑衅,那么,便衣了他吧。 第412章 静敌 将目光从对面那白衫身上收回,萧岩目光再度从广场四周扫过,在看台的中央位置处,有着一方视野最好的席位,在这席位处,仅仅只做了四名发虚揭白的老人。 虽然这四人浑身气息几乎与寻常老人没什么区别,不过萧岩的视线,却最先便是停留在他们身上。 别的人或许感觉不出什么,可灵魂感知力出众的他,确实能够隐隐地察觉到四位老人周身那偶尔浮现的一缕空间波荡,这种空间波动,只有体内斗气强大到某种极限时,方才有可能与外界空间产生共鸣。 在萧岩所认识的强者之中,就算是海波东,未曾达到这种的步,唯有那已步入窦黄巅峰层次的夹行天或者更强的云山,方才能够达到。 在萧岩打量着四位这颇为朴素的老人时,四人是忽然有所感应一般,原本慵懒的眼睛一抬,浑浊目光直接与萧岩视线对处而上,几目对视,萧岩眼睛顿时便是略犯疼痛,体内斗气运转,最后一缕青色火焰突兀的自漆黑眸子闪掠而过,那股疼痛之感,方才逐渐淡去,心中吃惊之鱼,赶忙撤回了目光。 咦? 在萧岩眼中悄然闪过一缕青色火焰时,那席位上的四名老人,皆是不约而同的发一道滴滴惊一声,其中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开口道,好奇异的斗气,简直犹如火焰一般炽热与灵动。 这种斗气,用来治丹药,简直就是最好燃料,这个萧岩若不是炼药师的话,那可真是巨大的损失。 坐于最左边的一名老人,眼中略过一抹诧异,缓缓地倒。 呵呵,火老头,听说这个萧岩曾经取得过加玛帝国的炼药大会冠军哦,炼药天赋极其不弱,若是能够尽你那炼药戏,恐怕日后成就,将会让人咋舌。 中间的一名灰袍老人,微笑道。 嗯,十八岁便是有那般成就,潜力的确非凡,是颗好苗子。 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有自己老师吧,不然的话,光凭他自己的天赋,是绝技不可能在这种年龄到这般地步的。 被称为火老头的老者先是点了点头,旋即道。 就算他有老师,哪也与你没什么冲突,学院与私人老师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对冲。 而且我家南学院炼药系创始这多年,他若是能够进入其中休息,对他也是好处多多,毕竟不管其老师如何渊博,也难以比过你炼药系这么多年的传承吧。 灰袍老人摇了摇头,笑道。 炼药系独立于外与内院之外,与他们并没太大的冲突,若是这个萧炎有兴趣来炼药系,我倒是不介意多一个优秀的学员。 火老头瞥了一眼远处的萧炎,淡淡地倒。 那四位中,左干三位,便是外院的副院长以及两位颇具声望的元老,他们在外院拥有极重的话语权,而且本身实力也是位于窦黄巅峰层次。 瞧得萧炎的目光,一旁若林导师低声解释道,而最右干的那位沉默寡言的老者,则是炼药系的系长,手下掌管着一大批炼药师。 因为炼药师在大陆上的特殊地位,所以,那炼药系便独立于外院与内院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他们的事,就算是副院长也不行。 炼药系 听这名字,萧炎心中一动,这所炼药系恐怕便是类似炼药师工会的一种形式吧。 外院中势力分布颇为混乱,虽然我知道你隐藏实力颇强,不过却是需要小心两方势力,一方是学院的执法队,那里面强者如云,而且特殊的职位让他们几乎有着擅自抓人的权力,得罪他们,也挺麻烦的。 当年嘉南学院与黑角域的那场血斗并且最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灵术,都是他们的手段,而另外一方们,则是这个炼药剂了,反正不管怎样,炼药师不管在哪都能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若林导师叹了一口气,语气中略有些羡慕,那炼药系中随便一位二品炼药师的待遇,都是会远远超过他这黄阶导师。 嗯? 萧炎微微点,将这些学院的势力牢记心中。 另外,这次的内院选拔赛,虽然我昨天原本仅仅是只要你能进入前五十便可。 不过我想,以你的真实实力,或许可以冲击一下前五,若林导师笑望着萧炎,他也并未刻意隐瞒昨夜自己不小心听见的某些事。 不都一样吗?萧炎笑了笑,道。 不一样的,若是能够在选拔赛中进入前五,那么便是有资格进入学院藏书阁。 薰儿接过话头,微笑道藏书阁。 那里面的东西很诱人。 萧炎一正,道。 我只能说,凡是参加选拔赛的,怕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打着想进入藏书阁的主意而来的。 这之中,便是包括薰儿以及白山等人。 薰儿坐在萧炎身旁,吐气如蓝,笑吟吟的温柔模样,让周围纳注视着萧炎的目光,偶然充满了灼热了许多。 藏书阁是迦南学院外院中的禁地,防守极为森严,平日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人有资格进入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等到每年一届的选拔赛之后,方才会再度开启一小段时间。 薰儿柔声道,若是好运的人,恐怕能在其中得到难以想象的好处。 哦! 萧炎眉头一挑,以薰儿的背景,上还对那神秘的藏书阁有着几分念头,那里面的东西,应该不会让人失望吧,心中这般想着,他方才微微点了点头,心中也是略微有了几分兴致,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尽力而为吧,不过事先可的说好,别对我抱太大期望,毕竟这家南学院里强人也不少啊。 以你的实力,应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次的选拔赛,你所需要注意的,仅仅五人。 若林导师笑道,声中擒着一抹惊叹,第一个,便是那位小妖女,她的修炼天赋丝毫不比你弱,而且再加上这么多年跟在副院长这等强者身旁,耳濡目染之下,见是远超同龄人,所习功法斗技等级,也让得寻常人鞭长莫及,再加上性格怪异,软硬不吃,简直就是一副小魔女性格,不过好在她对男人没多的兴趣,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被她缠住,当然以你和薰儿间的关系她或许也说不定会牵着。 第二个,便是昨夜你所见到的白山,作为这两年学院里男生中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他的实力,也是极为强横,称之劲敌也毫不为过,第三个,你倒是未曾见过,不过那人,却是属于先前与你所说的执法队之中的人, 并且,在其中的位还不低,深受执法队现任大首领的信任,而且由于他是个孤儿,恐怕会长留在学院中。 所以,日后,说不定还将有机会把执法队这只强横势力掌控在手中。 第四人,名叫陆木,是炼药系的尖子生,不仅炼药术杰出,而且在斗气修炼上也同样不弱,也是一名不可小觑的对手,他需要特别注意他,因为按照排序,你今天的对手,或许就会是他。 若林导师提醒道。 哦! 文言,萧怡正,问道,那陆木是什么级别的实力? 三星大斗师左右吧,不过那家伙是个十足的药罐子,斗气虚浮,不足为惧。 一旁的萧玉,忽然撇了撇嘴。 呵呵,那陆木可是育儿的头号追求者,当初在入学时,那家伙扮成新生将育儿黄点在学院里乱逛了大半天,后来被育儿察觉,直接一脚踢下了水池,谁知道自从踢了一脚后,那家伙便是赖了上来,不断的黏着育儿。 可惜每次都被打遍鳞伤,也真亏得他本身便是炼药师,不然的话,疗伤药都不够用。 若林导师眼嘴焦笑道。 听得若林导师的打趣,萧玉俏脸浮现一抹飞红,无奈的道,别在我面前提那个甩不掉的牛皮糖,烦死人了。 呀! 听得两人话,消炎一正,旋即木漏压然的望着萧玉,戏谑道,嘖嘖,没想到萧玉表姐魅力也不小啊,不过这次的,貌似比两年前那家伙好些呀。 哼! 你以为谁都像你那般眼光? 本小姐可不是没人要,瞧得萧颜脸庞上的惊讶,萧玉哼道。 萧颜笑笑,再度将目光转若林导师,笑道,那最后一个人呢? 近在眼前! 若林导师脚狭地道。 呃! 微微一正,萧颜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熏儿,瞧得后者俏皮的神色,不由苦笑道,果然是个不得不重视的境地。 毫无疑问,若林导师嘴中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人,自然便是修炼天赋恐怖,并且背景神秘庞大的熏儿不假了。 在几人低声笑谈间,广场周围看台之上,终于是再度挤满了人山人海,喧哗的声响,直冲云霄,第二日的内院选拔赛,终于是再度拉开帷幕。 第413章 对战露目 当一名中年裁判缓缓走上广场时,看台之上,顿时爆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欢呼声随着裁判首长的压下逐渐平息,这名中年裁判环顾了一圈后,朗声道,各位同学,经过昨日的初步选拔淘汰,原本300名的参赛选手,今日仅剩174名,按照这速度,今天之内,应该便是会诞生出有资格进入内院的50个名额。 好了,选拔赛时间到了。 现在开始,凡是被叫到名字的参赛者,请尽快上台,一旦超过了规定时间,则将会视为弃权处理。 中年裁判也并没有过多啰嗦,在介绍了一遍比赛规则之后,便是缓缓退上广场一处的裁判席上。 而此时,两个名字也是从裁判席上传了出来。 玄阶三班,罗浮 玄阶五班,歌力 听的点名,两道已经准备好的身影顿时便是从看台中闪掠而下,旋即稳稳落在场地中,彼此对望,火花从眼中迸射而出,属性各不相同的斗气字体内汹涌澎湃的涌出,雄浑的斗气,将两人的身体包裹其中,形成一幅完美的斗气沙衣。 上场的两人,虽然在学院算不得能和白山等人相比的风云人物,可至少也是有着一点小名气,因此两人一上场,看台上便是响起一阵阵助威声,能够有资格参加选拔赛,并且坚持到第二轮,不论怎样说,在嘉南学院外院里,至少也能算作是中等偏上的实力了。 场中的两人,皆是玄阶班级,一人为敏捷飘逸的风系属性,一人则为厚重沉稳的地系属性,一注重敏捷身法注重沉稳防御,两人相差不大的实力以及属性,也注定了这场比赛将会处于胶着状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自从比赛刚刚开始,那位风属性的学员,便是化为一道轻盈,不断地在对手周身闪略助着敏捷之力,掌风刁钻地直指对方周身要害。 不过他的攻击虽然灵力,可对手也并非庸人,身体如磐石般触着地面借着那以悠久圆长,战斗持久力著名的地系斗气苦苦坚持,若是仔细查看的话是能够发现他虽看似落着下风,可却是将对方所有灵力攻击,都是减少到了最小的伤害。 场中一攻一防的狠力战斗,将广上大部分眼球都是吸引了过去。 一道道吆喝的助威声,不断地互相汇聚着,最后如滚雷一般,在广场上空响彻不休。 那个罗浮看来胜算不小,背靠在椅子上,萧妍娜望着场中那名将对手所有攻击都是以一种最小的代价抵消的参赛者,轻笑道。 他不是被戈力压着打吗? 一旁,萧玉嘀咕了一声。 那戈力虽然看似攻击凶猛,可这长久下去,斗气终会不知,观其斗气颜色等等,想必他所修炼地功法并不会太过高级,而低级地功法,根本不足以支撑他这般消耗太久。 反观罗浮,自开打以来,脚步都未曾有过太大移动,并且每次与对方攻击相接触,脚掌便是会有些细微颤抖,那是在将劲气泄尽大地的举止。 虽然这泄力之法有些笨拙,不过却依然是能够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斗气。 所以,若是那戈力没有太大的杀招,恐怕再出三十来回合,攻击便是会逐渐减弱,直到最后的落败。 一旁的勋儿,微笑着解说道。 听得勋儿仔细解说,不仅萧玉点了点头,就是连萧炎,都是略感诧异的看了这妮子一眼,因为就是连她,都未能看到这般详细。 不知道这妮子这两年修炼到何种级别了,不过想来定然不会弱于我吧,心中嘀咕了一声,萧炎有些无奈,原本以为自己这两年的修炼速度已经很不错了,可没想到,这妮子更加变态,不过想想勋儿背后的那神秘势力可是有着连要老都要忌惮的实力,倒也只得安下心来。 不论如何说,勋儿的修炼天赋丝毫不比自己弱,再加上从小便是修炼量深的高阶功法,那些什么珍稀丹药等等,更是不缺,招手即来,远比自己还要自己动手辛苦凑其药材方便得多。 在萧炎胡思乱想间,场中焦灼的战况终于有所改变,那名叫歌力的学员似是也知道自己即将到来的麻烦,所以,在狂猛的进攻了一阵之后,终于是打算减缓攻击速度,然而,就在他速度缩减之时,那一直犹如乌龟般龟缩不动的罗符,却是陡然发力,一招雨的细数性的防御天性截然不同的灵力斗技,一掌便是将对方震得连退了十几步,一口鲜血喷出,竟然是直接失去了战斗力。 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一招败敌,嘖嘖,不愧是迦南学院,学员战斗素质竟然强成这般,也难怪当年在请假时,若领导师很是恨铁不成钢,这种出色的培育系统,若非我有着老师暗中指导,光凭自己摸索修炼的话,恐怕还真的难以赶上学院里那些天才的修炼进度。 瞧得那一招取胜的罗符,萧炎略感诧异的摇了摇头,在心中惊叹道。 心中叹息了一番,萧炎便是再度将心神投注那场地中。 场中,在裁判宣布罗符胜利之后,心情截然不同的两人便是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退出了场地,而下一轮比赛,则是紧锣密鼓的紧接而上。 这般不间歇的比赛,也始终是将那广场周围的看抬给维持在高潮之上,震耳欲聋的欢呼助微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目光在那一场场比赛中,犹如走马关花般的闪过,萧炎心中对这家南学院,越多了几分凝重,这次的选拔赛,大致能够代表嘉南学院外院的上层实力。 而从这些人的对战中,萧炎便是能够模糊的看出,这家南学院对学员的教导,的确很是有一手,学员间的战斗方式,远非萧炎所想的那般古板,反而更像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手,交战时,眼光不仅毒辣,而且该下狠手时,没有半点留情。 这等略有些危险的比试,已经超过了普通学院间的切磋界限。 不过,真正的优秀者,也绝非是在温和的象牙塔中能够产生,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毒辣眼光,根本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强者,嘉南学院能在学院内营造这种氛围,倒也算有本事了。 每年学院都是会让一些学员进入黑角域历练,虽然这举动很危险,甚至导致每一次的历练,都会损失优秀人才。 可不得不说,那些能够成功回来的学员,犹如进行了蜕变一般。 这种蜕变,不仅表现在实力上,更多的,还是那种气质上的转变。 滴滴的声音,忽然自一旁传来,萧炎转头一看,原来是若林导师。 呃。 闻言,萧炎一正,半赏后,方才点了点头,难怪,那黑角域也的确是一个天然形的历练地索,只是没想到嘉南学院高层竟然还有这等魄力,那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 去历练的学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单身去黑角域或组团去。 不过选择单身的很少,除了某些对自己实力很有信心的人,而选择组团的话,学院便是会在每一个团队中派遣一名内院学员,而后也是作为队长班的职位,带领着他们从黑角域的那残酷历练地中活着走回来。 若林导师眼睛略有些恍惚,缓缓地道,那白山,陆木等人,便是曾经进入过黑角域,而且还是单身,所以,不要小觑了他们。 眉头一挑,萧炎目光瞥向远处的白山,没想到这个家伙也在黑角域中走过一遭。 在萧炎与若林导师低声交谈之,场中的比赛,也是逐渐进入尾声,随着那裁判的宣布胜利后,场中一轻伤一重伤的两名参赛,便皆是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第三十八轮,炼药系陆木,对战皇接二班,萧炎。 裁判席上,一名裁判缓缓站身来,目光环视了场中一圈后,最后朗声道。 随着裁判的音落,喧闹的广场顿时安静了一会,旋即无数道目光刷的一声便是转移到了萧炎身上,那些目光中勤着各种异味,当然,其中不善眼神自然是要较多一些。 看来很多人都等着你出丑啊,毕竟这个陆木可不是昨天的薛峰可比,他的实力,就算是放进整个外院中,也能算做前时的呀,而且据说由于他身为炼药师的缘故,还能操控一种杀伤力不弱的火焰,很是棘手,你要小心,望着周围那一道道擒着幸灾乐祸意味的目光,若林导师轻声提醒道。 而且,想要彻底杜绝以后类似昨天夜里白山的那种麻烦,那么你今天这一战,至关重要。 萧炎哥哥,加油。 勋儿在一旁俏皮的笑道。 混小子,可别丢脸哦,输给那个凡人的家伙的话,你会被我鄙视的。 萧玉挥着拳头,警告道。 尽力而为。 萧炎微微一笑,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身子,脚尖轻点看台,身体轻飘飘的落向广场,挺拔的身子与背后那巨大的玄重尺,形成一幅颇悬翼的画面。 在萧炎进入场地之后仅仅片刻时间,一道轻笑便是陡然在广场之外响起,旋即一道蓝色身影,瞬间划过广场半空,最后脚尖轻点广场周围的柱子,身体凌空翻滚着落进了场中。 在这名蓝色身影露面之后,周围看台上立马抱起来海啸般的助威声,看来,在这家男学院中,很多人都希望这陆木,能够将出来乍到,可却表现得极为强势的萧炎给打压而下呀。 这场战斗,应该便是能够让得那萧炎施展浑身解数了吧。 陆木那个家伙,可不是昨天的靴崩啊。 淡淡的望着场中二人,白山嘴角画起一抹冷笑,我倒是要看看,你萧炎究竟凭什么本事,能与薰儿在一起。 打吧打吧,最好两人都打个半身残废,薰儿也就不用被那萧炎糟蹋了,不然的话,又得让我出手。 看台另外一处,红衣少女瞥着今日最受人瞩目的一轮比试,撇嘴道。 在各方心怀鬼胎之中,这对于萧炎来说,颇为重要的一场立威比试,终于是即将开始。 第414章 玩火 出现在萧炎面前的蓝衣青年,一头散发随意的披下,脸庞上挂着一缕蓝伞之色,身子挺拔,模样虽然并没白山那等帅气,可也能让人心生一团和气,一张人畜无害的脸庞,看上去极容易让的人放下一些戒备,也难怪以萧玉的性子,都在会初次见面便被这个家伙给戏耍一通了。 你便是萧炎吧? 育儿的表弟 在萧炎打量着蓝衣青年时,后者也是笑咪咪的看着他,道。 嗯? 见到这个家伙并没有露出类似白山的那神情,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应了一声。 嘿嘿,自家人哪自家人。 放心吧,萧炎兄弟,等会比试开始,我会留守的,绝不会让你有损伤的,不然遇而怒了,我会倒霉的。 瞧得萧炎点头,陆木顿时黑黑一笑,极其热络的笑道。 呃,听得这话,萧炎哑然,这个家伙真是一个自来熟啊。 初次见面,也能将两人的关系扯到那地步去,实在是个人才。 既然如此,那多谢陆木学长了,不过我也对那前五的名次很感兴趣,陆木学长还愿意放水吗? 萧炎青笑道。 咳,萧炎兄弟啊,凡事要脚踏实地的好,不要好高骛远,那前五就是连我都没多大信心,虽然你打败了薛崩,可要知道,那家伙在选拔赛中实力也就仅仅中游位置而已。 文言陆木脸庞一红,干咳着笑道。 瞧得陆木这表现,萧炎不由的一笑,这个家伙倒也耿直,不像白山那种阴冷性子。 开始吧。 此时,裁判席上,一名中年挥了挥手,朗声道。 陆木学长,打败萧炎。 让他知道嘉南学院的厉害。 中年裁判的声音刚刚落下,那看台上便是传出一阵阵柱微声,只不过,那些喊着这种话的,还是南学员居多,而似乎随着这些南学员的剧烈反应, 反倒是让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女学员不乐意了,不管怎么说,萧炎在昨天所展现来的实力足以让得很多人感到震撼,再加上萧炎容貌也并不差,新长的身姿加上清秀脸庞,也很是吸引了不少女孩子的目光。 因此,在那些喊着打败萧炎的声音响起之后不久,一道道整齐清脆的少女助微声,便是替萧炎拉起了声势。 呵,看来萧炎这家伙也很是讨女孩子喜欢哪。 这才来了一天时间而已,便是有人替他喊助微了起来。 听得那些娇喝声,若林导师不由的严嘴笑道。 一旁,薰儿也是轻笑点头。 萧炎,打败那个药罐子。 被广场上那对轰而起的两股助微声带动脸颊泛红,萧玉忽然双手放在嘴边,大声喊道。 听得那在广场上空纠缠不休的两股呐喊声,萧炎无语的摇了摇头,抬头望向对面的陆木,耸了耸肩膀,手掌缓缓握上背上玄重驰柄,吃的一声,重驰划破空气,斜指地面,一股青色斗气自其体内缓缓生腾而起,最后将萧炎整个身体都是包裹其中,一股雄魂气息,蔓延而出。 陆木学长,请。 感受着那次萧炎体内生腾而起的雄魂气息,陆木一正,旋即脸庞的蓝伞之色逐渐收敛,指尖那界光芒闪过,一把铁剑闪掠而出,渐渐青台,指向萧炎,正色道,看萧炎学弟这股气息,怕也是进入大斗师级别了吧。 难怪昨日能将薛崩击败,修炼天赋当真是出色。 那前五名,我也很感兴趣,怕是不能相让了,所以,我也只能出全力了。 随着陆木话语落下,一股与萧炎相差无几的强横气息,也是自其体内抱涌而出,最后化为一团火红,将陆木包裹其中,远远看去,火红光芒翻腾间,犹如一团炽热的火焰般。 场中两人此时完全隔绝了外界的喧哗,凝神心静,目光对视,身体上所覆盖的斗气是在呼吸一般,不断吐缩。 场中两人几乎是同时的保持下了安静,清风刮过场,剑拔弩张。 似是察觉到场中一触即发的战斗,周围看台上也是稍微安静了一点。 广场之中,两股各自缭绕半边天空的气息陡然一凝,顷刻间,众人只觉眼前视线一花,两道光影轰然闪略,旋即金铁交响以及火花,便是自场中心处暴闪而起。 看台之上的大部分人都只能看见场中一黑一蓝两道模糊影子以及众齿挥动间,撕裂空气的声响,然后便是瞧得场中因为斗气碰撞而被阵裂不断出现裂缝的石板,然而即使看不见确切的战斗,可从两股几乎不分上下的气势来看,几乎没人能否认其中战斗的激烈程度。 场中,硝烟众齿大开大合,借助着宽敞的齿身,每一次挥动,都将会极具压迫的风声,有时斗气冲斥时,齿身未接触到地面,灵力的劲气便是将地板压碎出了裂缝,从此足可瞧出硝烟众齿挥动时,力量是何等的可怕。 与硝烟大开大合的攻势截然相反,陆木手中铁剑,是犹如一条刁钻软蛇一般,从不与硝烟的众齿相接触,偶尔有所接触,也是一触击退,丝毫不给众齿传过力道的机会。 场中人影闪略,斗气狠狠交轰,一道道斗气匹炼偶尔从两人手掌中喷勃而出,最后对轰在一起,扩散而出的能量涟漪,将广场上的杂物清扫得干干净净。 这家伙好严密的防御,以我的剑速,竟然丝毫粘不到他的身体。 手中铁剑闪电般的击出,一道道残影带着火红斗气在面前浮现而出,可不论陆木攻击如何快捷那把巨大的尺子都是会在瞬间横移,借助着宽敞的尺身已经极其坚硬的材质,轻易的便是将那十几道残影尽数抵挡而下。 随着双方交战的持续,陆木脸庞之上的蓝散便是逐渐消散,直到现在,其脸上,终于是彻底的被凝众所覆盖。 硝烟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足以让得慎重对待。 呼,长长的吐了口气,陆木脚步忽然微退,迅疾身体前倾,体表的火红斗气飞速的对着铁剑之内涌去,转瞬间,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便是被转化成了一把散发着炽热温度的火箭。 脸庞随着长剑的变化,也是涌上一抹红润,陆木手臂陡然一抖,骨节处响起一道清脆的霹雳声响,而手中火箭,也是暴刺而出,炽热的温度,划破空气,甚至是带起了一股隐隐的焦臭之味。 察觉到对方手中长剑的这般变化,硝烟眼神一脸,双手紧握上旋重齿柄,旋即一声低喝,重齿带起一道阴影,犹如一道黑色巨墙般矗立在面前。 叮! 火红长剑刺在黑色锯齿之上,随着一道清脆剑鸣响起,剑尖却是突然一拐,长剑沿着齿身一晃,便是闪出了黑齿的低档范围,狠狠上街,带起一道炽热寒芒,对着硝烟握着齿柄的手臂划去。 对于对方那忽然变如舌般柔软的长剑,硝烟也一正,手掌快速的松开齿柄,身体却未后退,反而猛然前冲。 手掌离开了悬虫指,硝烟体内那压抑的斗骑立马犹如洪水般奔腾了起来,速度也是在此刻呈几何倍暴增,身形化为一道黑影闪电般的与一脸错愕的陆木错过,在交错而过的刹那,硝烟手肘猛然吓砸,刚好狠狠的砸在后者手腕之处。 顿时,火红长剑脱落而下,连带着陆木的手臂,都是在此时变得完全麻木了下来。 钉,长剑落地,陆木身体狼狈的在地面一滚,避开了硝烟那从身后踢出的凌厉一脚。 一击无果,硝烟这才缓缓转身,似笑非笑的望着那退后了十几步一脸惊愕的陆木。 闪电般的交锋,终于是突然的变缓,而当看台上的学员瞧得那缕打滚一般滚了几圈的陆木,都不由的满脸愕然。 好快的速度,好强的力量。 左手按着手腕,使劲一扯,陆木嘴角一阵哆嗦,然后甩着手,一脸惊叹。 硝烟笑了笑,缓步走到玄重指旁,不过手掌却病搭上去。 哎,真是小看了你呀,看来不动真格是步行歌。 陆木叹了一口气,双手缓缓叹出一,目光紧紧着硝烟,道,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另外一个身份,炼药师,我所擅长的,并非是斗气,而是,玩火。 脸庞上滑过一抹自豪,陆木双手一震,一股深蓝色的火焰,便是瞬间渗透而出,快速的将双手包裹而尽,炽热的温度,使得他的脸庞都是略有些虚幻了起来。 望着陆木手掌上涌出的深蓝火焰,萧炎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这应该是一种受火吧,不过陆木口中的那句话,确实让得他心中涌现一抹有些好笑的怪异感觉,玩火。 嘿,以他如今对火焰的操控能力,就算是私品炼药师,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什么玩火呀。 萧炎兄弟,你可得小心了,我这蓝金火焰,可是曾经将斗灵强者击伤过的哦。 笑容诡异的抬头望着对面一脸自豪的陆木,萧炎微微点头,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修长白皙的手掌也是缓缓从黑袍中滑出,最后在陆木疑惑的目光中,从那戒中取出一枚紫色药丸塞进嘴中,微微搅动着。 搅动了片刻,萧炎拇指与中指轻轻一查,清脆的声音,在广场中响起。 随着双指的茶洞,萧炎嘴巴一张,顿时,一团紫色火焰震撼眼球的被吐了出来,右手晃动,紫色火焰悬浮在手掌之上。 望着如精灵般跳动紫色火焰,萧炎扬起脸庞,微笑的话语,确实让得满场陷入一片寂静,而对面原本一脸得意的陆木,此刻也是变得目瞪口呆了起来。 呵呵,陆木学长,抱歉了,我最擅长的,也并非是斗气,而是,玩火。 第415章 当火之计 巨大的广场之上,两道人影互相对立,在两人的手掌之上,各自缭绕着深蓝色与紫色的火焰,火焰翻腾间,带起的炽热温度,让得两人周身的空间都是略微有些扭曲虚幻了起来。 望着两人手中的两色火焰,看台之上,陷入了一片安静。 许久之后,方才有人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叹之声。 那消炎怎么也能召唤出实质火焰?那不是只有炼药师或者斗王以上级别的强者才能办到的吗?难道这家伙也是一名炼药师不成? 紫色火焰,真漂亮啊。 广场周围看台上,一道道或惊叹,或质疑的声音,不断响起。 这混小子怎么也拥有这种火焰呢? 瞧得场中的变故,消遇也是略微一正,片刻后,忽然喃喃道,对了,记得当初离开时,便好像听说过这个小家伙有一个神秘的炼药师老师。 现在看来,他应该也是一名炼药师了吧? 难怪能够召唤出于陆木兴致相同的实质火焰。 一旁目光直盯在场中的熏儿微微点头,经过灵影的汇报,他心中清楚,现在消炎所拥有的底牌若是全部施展开来的话,恐怕这学院里的同等级强者中,还真没几个人能够战胜他,那陆木虽然也能算作一名不可多得的天赋强者,可对于消炎来说,依然造不成太大的阻碍,如今的消炎,已经远非当年那个在消家中受尽白眼与嘲讽的废物少年。 现在,他所拥有的修炼天赋将会让得任何人感到震撼。 在看台的另外一边,白山的脸在消炎召唤出了紫色火焰后,便是略微阴沉了一些。 他也想到,后者竟然还拥有底牌。 嘿嘿,白山大哥不用担心,就算那个家伙拥有类似陆木的那种火焰,也并非是你的对手。 当初那陆木凭借着他的蓝金火,不也一样败在了你手里吗? 在白山脸色微沉之时,一道略带着几分谄媚的笑声,从一旁传出,白山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位平日一直跟在身边的同班同学。 对于这种早已经喜欢的讨好话,他脸色并未出现什么喜悦,仅仅是点了点头,淡淡地倒,那陆木的蓝金火的确挺让人忌惮,当初我战胜他也是占了一分运气好的缘故。 不过就是不知道是他的蓝金火厉害,还是那个硝烟的紫色火焰更胜一筹。 不管他们谁胜,反正遇见了白山大哥,便是会面临被剔除的结果,而到时候勋儿学妹自是会知道白山大哥的优秀,以他那看似淡然实则高傲的性子,定然不会和一个失败者走在一起。 而届时,白山大哥就会如愿以偿了呀。 白山嘴角微先,好听的话谁都听不腻,况且现在的他,最是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贬低硝烟。 硝烟,希望你能打败陆木吧? 不然的话,那我岂不是少了几分乐趣? 我会在熏儿面前,将你彻底的击败,我要让你日后再没脸出现在熏儿面前。 心中一道阴冷笑声,白山脸庞上的笑容却是逐渐变得和煦起来,双臂抱在胸前,淡淡地望着场中。 在另外一旁,那名红衣少女也同样是因为硝烟所弄出来的子火而略微惊诧了一下,不过紧接着便是恢复了过来,暗自嘀咕了一声后,再度将心神投注场中,与今天前面的那些场比试相比,硝烟与陆木的比试,无疑是最具有看料的一场。 这一点,即使是性子高傲如他,也并未否认。 火老头,怎么样?能看出硝烟那紫色火焰是什么来头呢? 在中央位置的席位上,副院长笑眯眯的望着左面的那名沉默寡言的老人。 看他先前所吃的东西,应该是一种蕴含着狂暴火焰因子的丹药或药丸吧,没想到他竟然能够想出这种办法。 不过东西虽看似简单,可却极难控制,这个硝烟若是想依靠着他便与陆木的蓝金火抗衡的话,或许会有些难度。 被称为火老头的老人略微沉吟了一下,缓缓地倒。 虽然硝烟的大部分情报,都被迦南学院高层所知晓,可这也仅仅只不渝粗略的战绩等等,类似硝烟拥有什么火焰等等的细节之处,却是吱吱不深。 即使迦南学院有着令人咋舌的情报网,可他毕竟也不可能将远在万里之外的加玛帝国内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打停到手。 由于时间紧急的缘故,他们对硝烟的情报来源,也大多是手下的情报网在加玛帝国民间所搜集的一些消息,而在民间那种以讹传讹的地方,硝烟本身的很多东西,都并未被扩散而出。 所以,即使是拿到了硝烟一些情报的院方高层,也并不知晓硝烟对于火焰的操控力,达到了何种地步。 而这,也注定了今日的他们会感到由衷的震撼。 广场之上,陆木也是缓缓从硝烟手中的紫色火焰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深深的看了对面的黑袍青年一眼,他笑道,没想到竟然遇见了一个同行,我想,你应该也是一名炼药师吧。 硝烟微微点头,并没有否认。 虽然并不知道你确切的炼药师等级,不过想来至少也在二品左右,这般天赋,实在是让人惊叹啊。 陆木轻叹了一声,旋即手中蓝色火焰缓缓缓飘动。 眼睛紧紧的盯着火焰,片刻后,一股澎湃的战意,自其体内渗透而出。 硝烟,用全力吧,让我见识一下,你所擅长的玩火,究竟到了何种地步。 陆木深吸了一口气,猛然抬头,一声力喝,眼中充斥着火热战意。 作为一名炼药师,他可以不在乎在斗气上输给别人,可在玩火这一项上,他却是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随着喝声落下,陆木掌心蓝色火焰陡然抱涌而起,最后化为两道蓝色魂圆火狐,火狐围绕在陆木周身,宛如两条具有灵性的蓝蛇一般,上下游走将其护在其中。 硝烟修长食指轻轻对接,旋即拉扯开来,食指尖,食道细小的紫色火焰犹如细小的鞭子一般,彼此一绕,便是灵活的纠结成了一条帽藤着紫色火焰的长边长边一阵,甩在地上,坚硬的石板上顿时便是出现了一条烧焦的漆黑痕迹。 望着场中两人那犹如表演一般美轮美奂的控火能力,看台之上,无数人发出惊叹之声,一些女孩子甚至都是忍不住的眼貌猩猩,这种既美丽又优雅的战斗方式让得她们对练师那种高贵的职业,心生无限向往。 瞧得萧炎手中那极长的火焰鞭子,陆木眼中闪过一抹惊诧,对方对火焰的操控能力有些超过他的预料了。 不过,若是光光仅是这点的话,倒还是能够在应付界限之内。 脚掌微微扭动,脚后梗略微颠起,瞬间之后,陡然落下,身体几乎是化为一道蓝影直接对着萧炎暴冲而去。 吃! 瞧得那正面冲来的陆木,萧炎眉头一挑,手臂震动,紫火长边立马化为一道模糊紫影飙射而出,炽热的温度在划破空气时,带出道道如沸油遇见冰雪一般的怪异声响。 紫火长边攻击速度极为快捷,然而就在其就要攻击到陆木身体之时,那围绕在其身体表面的两道蓝色火弧,却是陡然加速,与紫火长边重重轰击在一起,煞时间,两色火焰爆出无数火花。 火花持续了瞬间,蓝影再度爆射而出,萧炎的紫火长边,竟然完全的被陆木的火弧给抵挡了下来。 脚尖飙射进入萧炎周身三米,陆木嘴角一弯,双手一开一合,蓝色火焰骤然浮现,旋即猛然间高速旋转而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紧紧只有手掌大小的螺旋火焰锥。 嘿嘿,萧炎,这可是我们炼药独有的炼药师攻击技能,以火化气,所爆发出来的威力,可丝毫不比斗技弱。 在炼药戏中,我们将它称之为当火之计。 螺旋火焰锥在陆木掌心发出呜呜的声响,陆木咧嘴一笑,手掌猛然对着萧炎胸口砸去。 螺旋火焰锥尖锐的刺头,直指萧炎,在刺头的肩部分,因为其高速的旋转,最后直接导致一圈圈蓝色的风纹,化为漩涡状的,出现在了火焰锥尖处。 当火之计,这炼药戏果然有些门道,居然能够让炼药师的火焰这般使用。 难怪连老师都对这家男学院如此推崇,的确是有着出彩的地方啊。 清晰的察觉到那爆射而来的螺旋火焰锥之上所附带的恐怖能量,萧炎心中闪过一抹惊诧。 心随意动,手中的紫色火焰长边瞬间缩反成了一团紫色火焰,火焰急速如动,在萧炎那近乎变态的灵魂力量之下,眨眼时间,紫色火团,便是一分为二,一大部分被强行操纵成了一块紫色火木,而另外一小部分,是悄悄的顺着萧炎手臂滑下,最后犹如死蛇一般,掉落了地面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此时,那螺旋火焰锥,也终于是带着尖锐的破风声响,狠狠的砸在火木之上。 顿时,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响,带起一圈两色火浪,自广场中心处暴涌而出。 煞时间,热浪席卷广场,周围看台上的学员,忍不住的侧脸躲避着这股如其来的热气。 场地,火浪爆发之处,一道蓝影忽然暴射而退,脚掌插着地面划了几米后,方才抬头望着那火浪逐渐消失的地方。 片刻后,火浪完全消散,可其中,却并没有半个人影。 见到这一幕,陆木微微一震,刚欲四处寻视,却是忽然发现手臂与脚掌处,略微有些灼热的感觉,急忙头,却是眼瞳皱缩的发现,自己手臂以及脚掌处,竟然不知道何时被缠绕上了两道火带。 两条火带绕着陆木的手臂与脚掌,就犹如两条小蛇一般,散着淡淡的炽热,不要动,不然火带可就直接爆炸了,到时候,你的手与脚,都是保不住。 淡淡的声音,忽然自身后响起,让得刚欲反抗的陆木浑身僵硬而下。 有些艰难的转过头,陆木瞧得那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身后的消炎,发现他此时正微张着右掌,而随着其手指的弹动,陆木能够清晰的感觉到,手臂与脚掌上的火带,也是轻微的跳动了起来。 这个家伙,竟然,竟然能够将火焰操控到这种精妙地步,望着那此时间隔自己足足十米远的消炎,竟然还能够隔空操控着离体的火焰,陆木眼中,闪过一阵惊之色,这种距离,就算是一般的私品炼药师,也是办不到的呀。 广场上,消炎站在距离陆木十几米之外,而那陆木则是浑身僵硬的立在原地,在他的身体上,几道紫色火焰形成的火带,缓缓地流转着,犹如绳索一般,将之困在其中,不敢有丝毫挣扎。 此时周围的看台上,那些刚刚因为火浪而侧过头的学员,再次将目光投向广场时,却是刚好瞧的这幕诡异场景,当下脸庞上皆是浮现错愕之色。 整个看台上,能够看清陆木是如何落败的,仅有寥寥可数的几人,甚至是连那白山等人,都未曾发现,因此,他此时也是一脸的愕然。 好小子,将火焰一分为二,一座防御吸引陆木注意,二则潜伏下地,埋下陷阱,就等着陆木自己一脚踩上去,虽然陷阱埋伏很是粗糙,不过这种对战时刻,再加上火焰的掩饰,哪能分太多神来关注脚下,这种一心二用,可是需要不菲的灵魂力量方才能够完成。 这个硝烟,不愧是曾经取得了加码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的人啊。 中央位置的看台上,那位火老头,缓缓的吐了一口气,满脸惊叹。 我输了,身体动也不敢动,半晌之后,陆木只得叹了一口气,转头对着硝烟苦涩地倒。 闻言,消炎轻笑,手掌轻轻一拍,那缠绕在陆木身体表面上的紫色火焰,顿时间化为虚无,不经意间的这手,再度让得陆木苦笑了一声。 这炼药系的丹火之计,也很是强悍啊,先前若非是在胸前使用斗气凝固成了部分斗气铠甲,光瓶子火目,根本挡不下陆木的那螺旋火焰锥啊。 看来日后若是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那丹火之计啊。 若是我能够习会的话,日后与人对战,又是多了一些手段。 低望着黑袍上被烧开了一个洞,硝烟心中喃喃道。 此局,黄街二班硝烟胜。 此时,裁判袭上,一道朗声,再度传下。 随着裁判的宣判声音落下,看台之上,顿时响起了铺天盖地的欢呼之声。 今天这场炼药师之间的火焰比拼,让得他们大开了眼界。 硝烟之名或许从这仗开始,便也得开始在整个学院传播,直到现在,那些对熏儿眼光的质疑,方才开始烟消云散,不管如何,一个不仅在斗气修炼天赋上出类拔萃,而且还在炼药树上有着极高天赋的人,即使是放眼整个嘉南学院外院,那也寻不出几人。 今日的硝烟,的确是真正的一战成名。 第416章 执法队 五号 听得周围看台上响彻而起的如雷般欢呼,硝烟对着面前那一脸苦涩的陆木抱拳笑道,多谢陆木学长承让了。 承让个屁,败了就是败了,有啥好让的,我心胸可不是某些人可比。 翻了翻白眼,陆木旋即苦笑道,不过,好小子,没想到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说不定你还真能进入前五,日后若是有机会,再来领教。 说完,陆木对着硝烟一拱手,极为干脆的转身对着广场之外行去。 这人倒也挺实在,比白山那家伙好得多。 若是有机会,可以结交一下。 望着陆木的背影,硝烟淡淡一笑,抬头目光对着白山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 却刚好是捕捉到对方眼中的冷意,当下心中对其的不喜与戒备,更是浓郁了许多。 将玄仲尺插回后背,硝烟转身行下比赛台,然后在无数道赤热目光注视下,进入黄街二班所在的区域,却是瞧得昨日见了一面的一群少女,也是出现在了这里,而这群活泼的少女在瞧得硝烟回来后,顿时眼貌猩猩的围了上去,叽叽喳喳的声音,让得刚刚大战了一番的硝烟有些头昏脑胀。 好了好了,你们给我安静点。 瞧得硝烟被这群娇俏少女围着,若林导师不由的无奈的摇了摇头,只得出声将这些满脸崇拜的女孩子们拉回过神来。 嘻嘻,难怪勋儿姐姐在学院两年也是对别的男人不理不睬,原来心里面有着这么优秀的人。 一名少女跳到勋儿身旁,娇笑着打趣道。 闻言,勋儿精致淡雅脸颊泛起一抹诱人飞红,刹那间的迷人风采,即使是一旁的若林导师都是有些感到心动,更遑论周围那些眼睛陡然直起来的男性学员了。 硝烟轻笑了笑,两步上前,在勋儿身坐下,秀得身旁传来的少女体香,在感受着周围那射来的极度艳见目光,不由的忽然有些恍惚,当初在乌坦诚成为废人的那段时间,与勋儿走在一起,周围的目光,尽是嘲讽与白眼时,在周围人眼中,恐怕便是在想,一只蛤蟆,与美丽的天鹅走在一起,难道都不会觉得自残行贿吗? 而如今,经过两年的苦修,现在再与勋儿走在一起,已经再没有人会用当年的眼光来看待他,因为现在硝烟所展现出来的天赋以及实力,已经完全够资格与勋儿这个天之娇女相提并论。 而这,便是有实力与没实力间的待遇差距。 当年,虽说嘴上时时刻刻都是在说了三年之约而努力着,可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想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让北自己日后与勋儿在一起时人不会再拿那种有色眼光来看待。 距离当初的废物期,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三年间,硝烟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心中的愿望,成功地打败了纳兰燕燃,并且也让北自己,具备了与勋儿在一起的实力与资格。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硝烟偏头望着目光正盯着场中鄙视的勋儿,在淡淡阳光的照耀下,此时的勋儿,几乎完全被包裹在了一圈金光之中,田径温柔,这幅美丽图像,让得硝烟眼中闪过一抹由心而发的迷醉,两年孤独的历练,让得他清楚的明白,面前的这个女孩儿,在自己心中,方才拥有着最深刻的烙印。 这个烙印,在小时候,便是牢牢印上,其实勋儿总说若非幼时啥都不懂得硝烟闯进他的房间,用那根本不熟练的斗知器足足坚持了几年时间,温养着自己看似脆弱的身体,而方才致使他将硝烟彻底的放进了内心深处,可他又何尝不是在硝烟落魄时,依然保持着年复一日的温柔尊敬,方使得硝烟那远超同龄人心智的内心,对着这个仅仅对着自己展现善良可爱的女孩,彻底展开。 手掌顺着桌底缓缓探过去,最后握住了勋儿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感受着掌心处的娇嫩滑腻,硝烟内心轻微的颤了颤。 在被硝烟忽然握住小手时,勋儿娇躯便是轻轻一颤。 拿着目光,有些做贼心虚的看了看附近的若林导师和硝玉等人,瞧得他们并未现硝烟的举动时,方才松了一口气,转头望着硝烟,低声称道,硝烟哥哥。 你是我的,不管你背后视力有多么的庞大,可我绝对不会放弃。 握着那娇嫩小手的手掌略微紧了紧,硝烟用只有两人听见的声音,缓缓说道,然而虽然声音平缓,可却不难听出其中的一分霸道坚毅意味。 听得硝烟这话,勋儿先是一正,旋即雪白精致的脸颊陡然间升上一抹如血红霞,他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硝烟居然会说出这种暗示意味极浓的情话来。 在硝烟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下,就是以勋儿的淡然,也是保持不了若无其事,一张脸淡而红得跟苹果一般,原本古井无波般的心境,也是这么年来,首次荡起难以掩饰的连衣。 勋儿,你怎么了? 勋儿异常的脸色,并未逃过一旁若领导师的目光,当下先是一正,旋即视线往下一瞟,却是刚好瞧见萧炎赶忙缩回去的手掌,脸颊上也是涌上一抹红润,无奈的摇了摇头,似是自言自语地道,年轻人啊,大庭广众下,也要节制一点啊,虽然知道你和勋儿关系亲密,可也不要在这种场合来刺激那些对勋儿抱着念头的男学员吧。 万一真是刺激到来个暴动,看你能不能以一档下上千人。 萧炎善善一笑,不敢插话,赶忙将目光投向战斗激烈的场中。 一旁,勋儿也是快速收敛起波荡的心境,心虚地看了一眼身旁的若领导师,然后也是将目光一向比赛的场地内。 哎,这妮子,对外人能够那般淡然,可在萧炎面前,却是跟一个恋爱的小女孩没什么区别,当真是一物将一物啊。 真不知道萧炎那家伙,究竟是如何将勋儿这种女孩的心给勾走的。 乔德尔那依然残存着一缕飞红的脸颊,若领导师摇了摇头,在心中苦笑道。 场地中,随着采口中名字响起,不断有着人影闪略上台,旋即在经过一番或激烈或平淡的战斗后,胜者满脸兴奋,败者则是一脸黯然的退下场地。 而在一轮轮的比赛中,原本的一百七十多人,已经逐渐被淘汰的仅剩下六十几人,这般在过去几轮,恐怕那有资格进入内院休息的名额,便是能够诞生了。 第四十一轮,玄阶一班,严城,执法队,五号。 当广场上又一轮比赛名字爆出后,广场上却是忽然略微安静了许多,在某一个名字声微压迫下,看台上的学员,都是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响。 执法队,五号,缓缓地叨了一声这名字,消炎将头转向若林导师,道,我想,这应该便是导师嘴中所说的那个人吧。 若林导师脸颊多了一分凝重,轻道,这个五号,在执法队中拥有极大的声望,这两年来,死在他手中的那些黑角域中的人,恐怕至少也有百人之术,他的实力,挺可怕的。 消炎微微点头,看来这人却是个劲敌。 另外,告诉你一件让你头疼的事,这个五号,也曾经追求过勋儿,并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下直接说明,不过后来勋儿拒绝了,但这个家伙似乎从未放弃过。 若林导师戏谑地道,在你没来学院之前,这个五号,被白山视为最有竞争力的情敌,只不过可惜,这两个被学院无数人认为最有可能追求到勋儿的家伙,都因为你的出现,而失败了。 红颜祸水呀。 消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旋即将目光投向广场之中,此时,那里已经有一名青年站立其中,凭借着出色的眼力,消炎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个青年脸庞上的苦涩。 人还未出现,便是让得对手心生胆怯之意,这个五号,心中喃喃了一声,消炎盯着场地中的眼瞅然一缩,只见在青年对面,原本空空如也的石板上,一道全身包裹在血红袍服中的人影,忽然间犹如鬼魅一般,极其突兀地浮现而出。 好恐怖的速度,这人,很强。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血红人影,消炎脸庞上少有的划过一抹凝重。 血袍人影一现身,原本喧闹的广场,便是陡然安静,一股血腥味道,缓缓地弥漫了广场。 第417章挑战 喧闹的广场,随着血袍人影的浮现,顿时间便是变得安静了许多,而在呆的那血腥味道蔓延出来时,虽然此刻艳阳高照,可一些实力不济的学员,却依然是觉得浑身泛着寒意。 这家伙,恐怕又是刚执行任务回来吧,这身血气,简直比黑脚狱中那些家伙还要浓郁了。 眸自望向场中的血袍人影,红衣少女柳眉微醋,低声道。 果然还是赶回来了嘛,白山原本不满淡淡笑容的脸庞,在乔的血袍人影出现后,便是略微阴沉了一点,在嘉南学院的外院中,他最忌惮的人,并非是那个让纹之色变的小妖女,也并非是性子淡然可实力却高深莫测的熏儿,而是面前这个一身血腥气息的男子。 在两年时间中,白山与吴昊明里暗里交手不下十次。 可惜,每次都并未取得胜利,对方那种几乎是为了杀戮而杀戮的气息,实在是太过可怕,白山能够预料到,若是给予这个吴昊足够的成长时间,恐怕日后成就,将会极为恐怖。 这些年间,在无数起嘉南学院与黑角域间的冲突中,这个一身血袍的男子,一路浴血,踏着无数尸体,在那残酷的生死战斗中,将几身潜力最大化的激活,一步步的从执法队最普通的一名队员,走如今的地步。 在执法队中,这男子有着一个令人又静又俱号,血修罗。 以血与无数尸体铸就而出的凶名。 好浓郁的血腥气。 哎,吴天狼那个疯子,真的是想将吴昊给培养成专以杀戮而存活的人吗? 广场中央的席位上,一名身着蛋黄袍服的老人,皱着眉头道,这样下去吴昊迟早会因为杀气太浓而失去理智。 应该不会吧,吴天狼虽然为人孤僻狠辣,可对吴昊却是一直视为己出。 这次让他来参内院选拔赛,比便是想让得他暂时离开执法队,内院那种怪财云集的地方,应该能有人压制住性子淡漠,使人命如草芥的吴昊。 副院长略微沉吟了一下,缓缓地倒。 希望吧,这般优秀的苗子,若是折损了,那可是学院的大损失啊。 先前那名老人叹了一口气,道是啊,当初连院长都亲自说过,只要给吴昊十年时间,若是他还能保持不被血气侵蚀理智的话,实力恐怕将会到达一个极强的地步。 被称为火老头的老然,也是微点头,说道。 呵呵,看来今年届选拔赛很是有几名极其优秀的种子选手啊。 副院长笑咪咪地倒,白山,吴昊,薰儿,还有那横空而出的硝烟,从这几人所展现而出的实力来看。 比上一届远远高出了一些档次啊。 你倒是把你家那人头疼的小妖女给忘记了。 这外院中,有几人不怕她的。 一旁的老人翻着白眼道。 闻言,副院长苦笑一声,目光转向看台一处,望着那些靠着栏杆的红衣少女,眼睛鼓了鼓却是忽然些气急败坏地倒,对于她的天赋,我倒是极为满意,那性子,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老头子我还等着她找个好男人生个代把的娃传宗接代呢,谁知道她,竟然对男人不理不睬。 听得她的话,周围三位老者不由的失笑。 那白山、吴昊、陆牧、甚至硝烟,都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在同龄人中,也是属于极为出类拔萃的级别,等选拔赛完毕后,进入内院时,按照规矩,前五名会有着特殊的考核,到时候虎家那孩子与他们待久了,想必也会有些心动的吧。 副院长身旁的老人笑咪咪安慰道,虎家,想必应该便是那红衣少女的名字吧。 白山天赋的确不错,可心胸却是略有不及,吴昊执着于战斗杀戮,这些年除了对勋儿有感觉外,也从未见他对其他女孩子动什么情,陆牧们,他喜欢的不是虎家这种类型的女孩子,消炎就更别提了,有勋儿那种既美丽又优秀的女孩子,哪还会对别人生出情来。 副院长摇了摇头,苦笑道。 文言,其他三位老者也只得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 叹息了一声,副院长将这令人头疼的问题甩出脑子,目光投向比赛场地中。 场内,随着一身血袍的吴昊的出现,那裁判席上略微等待了一会后,便是喊出了比赛开始的口号。 裁判的喊声刚刚落下,那位吴昊的对手,便是急忙向后退了十几步,体内斗气急速涌动,最后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幅斗气杀衣,手中武器紧紧握着,目光死死盯着对面保持着不动的吴昊,眼睛连眨都不敢眨一下。 而周围看台上的学员,瞧得他这般举止,也并未出声嘲笑。 这些年间,血修罗吴昊的名声,在迦南学院外院中,丝毫不比小妖女虎家与勋儿的名声弱,甚至,从某一点来看,吴昊还要盖过两人许多。 血袍微微动了动,一对充斥着杀翼的眸子,犹如草原上嗜血的狼裙一般,而光是这一对没有蕴含什么情感的眼神,便是让得那名对手头皮有些发麻了起来,手心中,尽是湿滑的汗水。 不弃全吗? 血袍下,忽然间有着嘶哑的声音,缓缓响起。 闻言,那名叫做严惩的选手,脸色略微有些难看,咬了咬牙,色里内茶地道,尽管动手吧,我倒是试试,血修罗究竟有多强? 语罢,严惩似是怕这般在队试下去,自己迟早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去对战的勇气,当下长一踏地面,身体猛的对着无耗暴射而去,手中锋利武器在斗气的增幅下,直接将空气撕裂了开去。 面对着严惩的寒暮一击,血袍人影却动也不动,然而就在攻击即将抵挡身体时,身躯突兀的晃了晃,顿时人影便是诡异消失。 一击落空,严惩眼瞳微缩,没有丝毫迟疑,手中武器再度对着身后刺去。 钉! 金刚所致的剑尖,在刚刚对着后面刺去时,一把血红色的重剑凭空出现,轻易的将之抵挡而下,重剑面积颇为不小,剑身足有三寸之宽,几乎都是能与消炎的玄重尺相比了。 听得重剑挥动时带出的压迫风声,其重量恐怕也是不容小觑。 两剑相处,重剑随意清挥,其上所运重力,便是将严惩手中的长剑拍得脱手而出,后者虽然竭力握住,可不仅未能成功,反而被剑身上所传来的巨力阵的虎口破裂鲜血直流。 第一回合的接触,武器便是被击落。 这一幕,即使是看台上的消炎,也是略感惊讶,不管如何说,那严惩也是处于五星左右的斗师啊。 武器掉落,严惩脸庞也是闪过一抹震惊,脚掌击退,然而,在其刚刚退出十来步后,却是陡然感觉到背后寒气涌动,上还未有所反应,一把泛着血色的重剑,便是架在了他脖子之上,从风力剑边上传出的森冷寒气,让得严惩瞬间身子僵硬。 仅仅是两个回合,那实力在五星斗师的严惩便是落败。 这种结果,让得整个广场都是响起了一片哗然。 虽然没有多少人对严惩能够打败吴昊抱什么奢望,可也没有想到这才支持了两回合,就被人将剑架在了脖子上。 好快的速度,望着场中那手持血色重剑,平静的站在严惩身后的吴昊,消炎脸庞之上,浮现些许凝重。 吴昊最擅长的,便是速度,而且,他还修习了一种玄阶高级的身法斗技,影血闪。 他先不着痕迹的出现在严惩身后,便是借了身法斗技的奇效。 再者,他的力量也极强,这从他能将手中那巨大的重剑挥舞如此举重若倾尚,便是能够瞧出。 一旁的熏儿,轻声将吴昊的一些信息说了出来,他也有些担心万一消炎与吴昊对上,会因为情报不足而吃亏。 速度与力量都是不弱,那岂不是和我差不多了? 消炎眉间一挑,瞥了一眼严惩手中的重剑,再看了一眼背后的玄重尺,两者都是同样的重型武器,若是两人对战了起来,恐怕会是一场让人扎舌的速度对速度,力量对力量的惊险战斗。 这个家伙,貌似个比白山还要难缠的对手,日后得对这人多一分小心哪。 不愧是嘉南学院哪,年轻强者层出不穷,若非我经过这两年的苦修,还真是难以赶上这些变态家伙。 消炎惊叹地道,在加玛帝国历练时,年轻一辈中,除了纳兰燕然借助着宗门所住,能与他相提并论之外,便是很少遇见其他之人,然而如今这才来南学院没几天,旗鼓向的对手,便是屡屡出现,这不不让消炎有些感叹,这里的确是天才的聚集地啊。 比赛场中,在吴浩将重剑架在对手脖子上时,一名裁判便是赶紧喊出了比赛结束的口号。 选拔赛中,能够容忍受伤,可院方却并不希望看见死亡。 所以,比赛中的规定,并不能在对方没有反抗力时下杀手,不然将会受重罚,然而这规定其他人或许会遵守,可对于杀人杀习惯了的吴浩,却仅仅只是顺手的事情,所以那些裁判可不敢有什么耽误,生怕晚较了一秒, 那已经沾染了无数血的重剑,会再度天上一抹烟红。 听得裁判的喊声,吴浩手中的血色重剑颤了颤,旋即缓缓收回,而随着重剑的离去,纳成则是全身拖得软了下去,不断的喘着气。 没有理会脚旁的严惩,吴浩血袍微微抖动,一对淡漠的眸子,顺着看抬缓缓移动,最后停了黄街二班所在的位置。 准确的说,应该是停在熏儿身旁的硝烟身上,在全场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他手中血色重剑抬起,最后摇摇指向了硝烟,斯雅的淡漠声音也是在广中响彻了起来你便是硝烟。 可赶下来与我一战。 淡漠的斯雅声音,确实让得整个看抬一正,旋即无数道目光刷的一声,转向不远处的黑袍青年。 第418章 家传玉片 吴浩嘶哑的淡漠声音,将全场的目光,全部凝聚在了黑袍青年身上,这些目光中充斥着幸灾乐祸,期盼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 反正不管如何,吴浩的这一句话,再度使得硝烟成为了全场焦点。 目光紧紧的盯着场中的血袍人影,硝烟眼眸微眯,旋即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缓缓站起身子,脸庞之上,没有因为对方的实力强横而有丝毫切战。 四目在半空中交织,淡淡的雄浑斗气,不约而同的自两人体内涌出,细微的能量连依,也是从两人身体表面扩散而出,那些都是因为体内斗气在瞬间急速涌动而造出来的场景。 瞧得那隐隐开始气势对视的两人,周围看台上的学员们顿时有些激动了起来,这两人若是打了起来,那绝对是一场龙争虎斗啊。 消炎一旁,薰儿微微猝了下眉头,张了张嘴,愈言愈止的模样似是想劝阻一下消炎,可最后又担心因为他的出口,那些学员又将会认为消炎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因此,道口的话语,最终还是没有说出。 嘿嘿,打吧,最好弄个两败俱伤,也好让得我省些力。 看台另一边,白山冷笑着望着场中对视的两人。 真要打起来,那就好玩啰。 可惜,那老头子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红衣少女双臂放在栏杆上,目光在消炎与吴浩身上扫过,惋惜地道。 而四也是伴随着她的所想,就在场中消炎吴浩两人气势逐渐加剧时,一道苍老的喝声,猛然响起,将两人好不容易提起来的气势,轰然间震成了虚无。 你们两个,给我安分点。 现在是选拔赛,不是私自挑战的地方。 酝酿而出的气势被强行震破,消炎与吴浩两人身体同时一阵颤抖,旋即各自退后了一步,抬头目光顺着声音来出一望,便是瞧见了中央位之处,那位须发揭白。 脸上略带怒容的老人。 那是副院长虎钱,外院中除了院长外,便是他权力最大,不要与他顶撞,不然留个坏印象总是不好。 熏而嘀嘀的声音,忽然地在消炎耳边响起。 消炎微微点头,目光先是在场中的吴浩身上停留了一瞬后,便是垂下视线,缓缓做了回去。 吴浩,你也退下去。 明日便是选拔赛的最后一天,到时候自有你们对战的时候。 瞧得消炎退回,虎钱将目光转向场中的血袍人影,喝道。 听得虎钱的喝声,吴浩眉头略微皱了皱,眼睛却是紧紧地盯着看台上的消炎。 而后者,也是面不改色地回看着他。 如此对视半赏,他手一晃,血色重剑便是被收尽了那戒,嘶哑的声音缓缓传出,希望你明日不要让我失望,我不希望熏而等待已久的人,是个废物。 消炎淡笑,没有回答,而那吴浩在说出此话后,也就不再停留,转身便是对着场外行去。 瞧得那被副院长强行拆开的一场即将开打的龙虎斗,看台上的学员们顿时失望地摇了摇头。 好了,比赛继续。 将两人浅开之后,虎钱手一挥,吩咐道。 随着他吩咐声落下,裁判席上,顿时再次将名单念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十几场比赛中,消炎终于是亲眼见到了熏而的出手,不过,在观看了一会之后,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妮子明显仅仅只是显露了一部分实力与对手战斗,然而即使是这般,在缠斗了十几回合后,便是不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望着那满脸俏皮之色的从场中退回来的熏而,消炎翻了翻白眼,她的这番举动,让得消炎想要从她的出手间,把其确切实力分析出来的打算给落空了去。 在熏而出场之后不久,白山以及那名红衣少女也是上场了一次,这两人的确不愧是若领导师郑重提醒需要注意的人,两人的对手,分别是一名六星斗师以及一名七星斗师,与白山对上的那名六星斗师倒还好,在与白山站了十几个回合后,便是自动地选择了认输,结果安然无恙递下了场。 而红衣少女的那名对手则是倒了大霉,两人刚刚把初步的礼节行完,然后等到那裁判的开始声音还未完全落下,红衣少女便已经诡异的出现在了后者面前,轻飘飘的一掌,却是蕴含着令人脸色大变的强横劲气,一巴掌将那名有着斗气杀衣护体的七星斗师,狠狠扇出了场地,最后还在地面上连滚了十几米远,方才狼狈的止住。 坐在看台上的硝烟,望着红衣少女那彪悍的有些令人咄舌的举动,不由得一脸错愕。 随着白山与红衣少女的出场后,接下来的比赛,便是没有太多的亮点,因此,在再次观看了几场后,硝烟与勋儿等人,便是率先退出了喧闹的广场,两人缓步走在学院之内,享受着这扩别了两年多时间的单独相处的温馨时刻。 在天色逐渐暗下来时,硝烟与勋儿便是再度回到了若林导师的那处雅致楼阁,这次回到楼阁,却是见到了一个当年让得硝烟记忆游身的熟人。 厅房中,一位身姿修长的少女,亭亭玉立,一套淡紫色的单衣以及起腿的短裙,将少女的活泼朝气斩露无,那张在幼时便擒着妩媚与清纯的脸,如今更是显得颇具魅惑,水灵灵的大眼睛,如同会说话一般。 从少女脸颊上擒着的笑容来看,她似乎在学院还混得不错。 当然,以她的容貌,无论走到哪,都是有着大批的追逐者。 不过,此时这平日在别的男生面前极为平静的少女,却是在瞧得硝烟进门后,便是紧张地站了起来,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硝烟表哥。 在硝妹面前站了一会,望着那张比以前更加美丽与充满魅惑的脸颊,硝烟淡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过多的热情,当年在自己变成废物后,面前少女所选择的那种避嫌举止,将有时的她彻底伤害。 因此,这也让得硝烟对她很是有些抗拒性,虽然经过两三年时间,那种抗拒性也淡了许多。 不过饶是如此,硝烟也并未露出太过亲热的表情,陪着熏儿硝玉等人在厅房中与硝妹聊了一会后,便是随意找了个借口,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少女坐在柔软的沙发中,望着那缓缓上楼的背影,被齿紧咬着红唇,眸子中充斥着暗淡与悔意。 有些试错了后,便是再也弥补不了,在当初硝烟未成为废物之前,硝妹与硝烟间的关系,毫不客气的说,甚至能够与那时的熏儿相比间,可是从天才陨落后,她却是选择条与熏儿了条与熏儿截然不同的方向,熏儿是依然不离不弃,而她却是颇为现实的在两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极伤人心的界线。 而那条界线至今依然存在,任她如何修补,都是有着刺眼的裂缝。 望着硝妹那暗淡的脸色,熏儿也只得保持着沉默。 她对硝烟极其了解,这个看似温和的男人,内心却是无比高傲,硝妹当年伤了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 她,都是永远失去了彻底修复双方关系的机会。 伤了她的人,不管日后对她如何,她恐怕都会很难接受,这一点上,硝妹如此,那那蓝嫣然,也是如此。 在当年硝妹选择疏离与硝烟的关系,以及那蓝嫣然前来硝家退婚时,熏儿都说过一句话,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 而至今,两个曾经伤过硝烟的女人,的确是后悔了。 然而,却是晚了,抛弃了的东西,这个内心骄傲的男人,不会也不屑再去触碰。 想到这里,熏儿是忽然轻输了一口气,她有些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不然的话,不管自己再如何优秀,恐怕都不会再闯进那个男人心中。 安静的房间之中,淡淡的光从窗户倾洒而进,硝烟盘坐在床榻之上,周围空间略微波动,一缕缕能量顺着其呼吸钻进体内,然后被炼化成痘气,储存进气悬的痘精之中。 修炼持续两个小时,硝烟这才缓缓睁开眸子,一缕青色火焰自漆黑眸子中闪掠而过,旋即快速消逝。 斗精中的斗气,越来越多,按照这修炼进度,恐怕再给我十天时间,便是能够到达六星大斗师吧。 手掌微微握了握,硝烟低声喃喃道。 哎,实力还是远远不够啊,眉头皱了皱,硝烟手掌一晃,一块古朴玉片,出现在了手心中,玉片呈淡绿之色,在玉片之中。 有着一光点正在其中缓缓游走,这个光点,便是象征着硝烟父亲硝战的性命,光点亮圣,则是生命无忧,光点若是消散,那便是魂飞魄散之时。 紧握着古朴的玉片,硝烟有些恍惚与伤感,幼时不管他是天才亦或是废物,父亲也从未拿过异样目光看待他,在家族中遍布白眼嘲讽时,父亲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宠溺,而每当上还是小男孩的硝烟受伤时,他便是会笑咪咪的拍着小男孩的肩膀, 笑着说,男子汉要坚强,眼泪和颓废,是不会让人成为强者的。 这般种种,让有着另外一种成熟灵魂的硝烟,认同了他,并将他放在了心中极重的位置上。 父亲,我会找到你的。 紧紧地握着古朴玉片,硝烟眼眼神缓缓冷了许多,不管那卢走父亲的是何方神圣,日后,他都必须要他付出代价。 随着心中情绪的波动,硝烟手掌上猛然升起一缕青色火焰,突然出现的青色火焰让得硝烟一正,旋即脸色大变,心头一动,青色火焰便是急速消散,硝烟急忙摊开那握着玉片的手掌,却是错愕的发现,原本以为极为脆弱的古朴玉片,竟然是抵御住了青莲地心火的恐怖高温。 这,眼中闪过一抹惊疑,硝烟头一次拿极为仔细的目光打亮着这块一直被硝家所传承下来的古老玉片。 据长老说,这玉片,只有族中族长方才有资格持有,甚至是连他们,都是对此支支不深。 眼睛仔仔细细的打亮着古朴玉片,借助着月光,硝烟忽然发现,在月光的照耀下,这玉片上似乎有着一些极其繁复的神秘印纹,硝烟目光看得久了,竟然有种目眩的感觉。 甩了甩头,将那感觉甩出脑子,随着这般仔细打亮,硝烟心中惊异却是越来越盛,这块玉片,似乎并不是想象中只能用来存储组长一缕灵魂的功效,手指顺着玉片边缘缓缓缓抚摸着,片刻后,硝烟手指猛的一将,在玉片的上方边缘处来回的摸了摸,这里的边缘与其他几边不同,其他的地方是自然形成,而这里,却更像是一块整玉被强形切开了一般。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看来只能等下次回家族时,好好向几位长老询问一下了。 萧家,似乎也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些小辈所不知道的。 心头升起一抹疑惑,硝烟盯着这古老的玉片许久,也是没有半点发现,当下只得无奈的摇了摇头,小心翼翼的将玉片收进那戒。 在硝烟盯收好玉片之后不久,手指上的漆黑戒指却是颤了颤,旋即要老那虚幻的身影,缓缓的飘荡了出来。 我没在这家南学院感受到一伙的气息。 一出来,要老便是有些无奈地倒。 呃! 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得硝烟脸色顿时一变,皱眉低声道,老师不是说在嘉南学院里,能得到陨落心炎的信息吗? 当初我的确是在嘉南学院这块区域发现了一伙气息,不过如今再来,却是没有了那种感觉。 要老苦笑道。 难道被别的人得到手了,硝烟脸色有些难看,那陨落心炎可是他实力大涨的关键呢? 应该不是,虽然感觉不到陨落心炎的确切气息,可凭着一伙间的独特吸引力,我能用古灵棱火模糊察觉到,在嘉南学院方圆千里内,还残存着陨落心炎的微弱气息,不过就是不能确定方位。 要老摇了摇头,沉吟道。 方圆千里,那得找到什么时候? 萧炎嘴角扯了扯。 我想,以嘉南学院中的那些老家伙,应该不可能没有察觉到陨落心炎的存在,我总觉得那内院和这有点关系,要老缓缓道。 内院? 萧炎一正。 嗯,内院才是嘉南学院的核心,你若是能够混进其中,我想或许能够得到一些陨落心炎的消息。 要老沉默了一会,建议道。 哎,我尽量吧,轻叹了一口气,既然都已经来到了嘉南学院,那么他自然不可能选择空手而回。 嗯,以后我会少出现,你那小女友身旁有着强者潜伏,我不方便出现太久,免得被发现。 要老对着萧炎说了一声后,身体一晃,便是钻进了漆黑戒指中。 望着要老消失,萧炎微微皱了皱眉头,抬头望着窗外的月光,喃喃道,内院。 那里真的有陨落心炎吗?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吧。 第419章 最后的选拔赛 今日,注定是嘉南学院今年中最热闹的一天,因为那汇聚了所有学员眼光的内院选拔赛,将会在今日达到最令人为之激动的高潮阶段。 虎家,白山,吴浩,薰儿,萧炎,这五位在前两日的比赛中,已经清楚地向所有人显示了他们那让人惊叹不已的强横实力。 而今日,这五位这一届外院中最强的学员,便是将会展开最吸引人眼球的强强碰撞。 而也正因为此,今日广场上所汇聚的人数,几乎是前两日的几倍之多,这些围观的人,并非完全是学院的学员,还有很多,是从学院之外的嘉南城内慕名而来,作为生活在嘉南城中的一员,这些年中,他们也清楚,今日方才是整个嘉南学院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因此,自然是不会错过这等盛会。 当萧炎等人来到大广场之外时,望着那几乎将广场入口堵得水泄不通的人龙,不由得有些无语,最后还是在若林导师的关系下,几人方才从一处防守严密的通道进入了广场内。 穿过一条长长漆黑通道,然后行出视线尽头的洞口,再出洞口的那一煞,无比喧哗的种种声响,猛然浮现耳边,让得刚刚还处于一种寂静环境下的萧炎等人头晕眼花,好半晌后,方才逐渐回过神来,抬头望着广场周围那净乎密密麻麻的人群,不由得相视苦笑。 一行人顺着广场底部环走上,最后在前两日的班级位置上停下,这才松了一口气的坐了下来。 坐在椅上,萧炎低声与身旁的熏儿笑谈着,突然间停止了说话,将视线转向广场的一处特殊通道处。 那里,被一群人如同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间的白山,正对着这边望来,瞧得萧炎的目光,他英俊脸庞上不由得浮现一抹冷笑,嘴唇微微如动,虽然并未出声萧炎却是依然分辨出了他所说之话。 我要你今日尊严扫地。 漆黑眸间略过淡淡冷意,萧炎脸上却是勾起一抹浅浅笑容,对着白山微微点头,嘴巴同样动了动,我等着。 萧炎哥哥。 若是你与白山对战的话,要小心点。 虽然他的性子的确有些讨人不喜,不过能够在迦南学院这种天才云集的地方脱颖而出,那便说明他在修炼天赋上,绝对有着恐怖的造诣。 一直关注着萧炎的勋儿,自然也是发现了他与白山之间的暗战,当下轻声提醒道。 嗯? 萧微微点头,并未反驳。 他的确对那个白山抱有敌意与戒备,可这并不会让得他对后者产生不懈以及轻视的心态。 勋儿所说不假,若是没有几把刷子,就算你帅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那也绝对不可能在实力为尊的迦南学院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这一届的风云人物。 随着白山进入广场后不久,那一身红衣的少女是徐徐走近,随着她的进场,全场顿时有着不少目光投了过去。 不管如何说,虎家也能是算作一少见的美女,而且最让人心动的,还是她的背景。 迦南学院副院长,这个权柄滔天的职务,丝毫不比大陆上一些一流势力的名头弱。 而且因为迦南学院的特殊地位,即使是一些斗宗强者在虎家爷爷虎钱面前,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巨傲。 毕竟,就算不提那些从迦南学院出去的无数强者,就光凭迦南学院明面上的势力,那也足足能将那些一流势力震慑的不敢胡来。 迦南学院的很多人知道。 谁若是将虎家追到了手,不仅能温香软玉在怀。 而且,还能让得自己至少少拼搏努力十年时间。 对于这话,没有多少人怀疑,毕竟作为迦南学院的副院长,虎家的爷爷有着这种能量。 不过虽然很多人都对那种诱惑很是感兴趣,一些自诩天才的人,也曾经试过想要接触虎家,但这些人,不仅无一人抱得美人归,反而最后都是以遍体鳞伤的结局归来,那一身红衣的少女,用最彪悍的举止,将那些凡不胜凡的追逐,害得再无人敢来填造。 因此,至今为止,在这家南学院中,都没有哪位南学员能够成功的将这小妖女的心给俘虏来。 望着对着看台另一边缓步行去的红衣少女,硝烟忽然想起若林导师说她竟然对勋儿有着一些特别心思的话,不由的脸色有些古怪,片刻后,摇了摇头,嘀咕道,果然不愧是小妖女的名头,连爱好都是这般的与众不同。 在虎家进场后的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广场周围看台上的人数,终于是拥挤到了一个几乎爆棚的地步,黑压压的人头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喧闹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最后直冲云霄。 咚! 在蔚蓝天空雄日高升起来之时,清脆的钟银声,终于是在广场上响了起来,而听的那钟银声,喧闹的广场,这才略微安静了一些,无数道目光顺着钟声,望向了极其宽阔的广场。 汇聚了全场所有目光的广场中央,副院长虎前缓缓站起,目光环视四周,雄浑的声音,犹如闷雷般,在广场半空盘旋而起,在昨天,内院选拔赛便是选出了最后五十位,他们都是有着进入内院修行的资格。 不过,内院之中,同样有着明确的等级之分,而想要在内院中得到更好的修行条件,那便是必须尽可能在这最后一场的比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每一名的提升,都会对你们有着巨大的帮助,所以,尽全力吧,为了能够得到更优秀的修行条件。 虎前目光瞥了一眼那被调动的有些激动的学员们,笑道,往年的选拔赛,都是选择的回合比赛,而今年,经过学院会议的讨论,却是稍微改变了一下这最后一轮的比赛模式。 听得虎前此话,全场学员一愣,旋即将获目光投向场中。 现在请前五十名的学员全部进入场内。 虎前朗声笑道。 文言,萧妍与勋儿微微一正,五十人全部在一个广场上。 虽然很多人都对虎前的有些不太明白,不过在他划落之后,全场各处看台之上,人影却是不断闪掠而出,最后出现在广场中。 随着越来越人影出现在广场上,看台上的气氛顿时间被提了起来,特别是当一袭白衣,显得玉树临风的白衫以及那身材火爆的红衣少女虎佳出现后,气氛直接是被带上了高潮,整齐的助威声,震耳欲聋的响起。 走吧。 望着人影散步的广场,萧妍是轻笑了一声,站起身来,对着身旁的勋儿笑道。 加油窝。 一旁,若林导师语对着两人挥了挥拳头,笑吟吟地道。 文。 微笑着点了点头,两人身躯一跃,脚尖点在栏杆之上,身形在半空画起两道弧线,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轻飘飘的落进了场中。 随着萧妍与勋儿的入,原本便以火热的气氛,都是再度陡然跋生。 今年,我们不要一场场的回合比赛,而是要一场富有热血与激情的大混战淘汰赛,谁能在这个淘汰赛中坚持越久,宁次便是越高,而反之亦然。 望着那陆续进场的众多参赛者,虎钱笑道,在这个广场内,不论你们使用何种手段,甚至是与人联手组成团队也成,但只要你们能在混战城将自己保存下来,那么便是获得了胜利。 虎钱的话音刚落,广场中便是响起一些窃窃私语,显然,这个与往年比赛不相同的模式,让得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在比赛开始后,出场,便是输,我们有人专门技术,因此,只要你能够在乱战中多坚持一会,说不定,你的名次便是会提升许多,所以,坚持,便是胜利。 这种淘汰模式,倒也有趣。 目光缓缓地在场中参赛身上扫过,萧炎与勋儿站在一起,最后视线戏谑地停在不远处的白山身上,笑道,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倒是占了不少便宜啊,既然能够联手,那丫头,我们先将其他人赶出去吧。 嗯? 对于萧炎的提议,勋儿自然是不会拒绝,乖巧地点了点头,视线扫过场中,忽然道,其实这种比赛模式对于白山,虎家甚至吴浩都有着极大的好处,他们都在学院中拥有不小的声望,我看了一下场中的这些参赛者,其中有着不少人平日都与三人有交集,所以,待会若是混账开启,说不定他们也能够联合不少人。 呃,我看你在学院声望也是不小吗,难道就不能收拢点人来? 文言,勋儿却是俏皮地道,若是以前的话,倒还真有人来做护花使者,可如今都名花有主了,别人还来干嘛? 萧炎一致,旋即无奈地点了点头,道,好吧,既然这样,那看来这最后的淘汰赛,便靠我们两人吧,我想,除非这场上所有人都联手攻击我们二人,不然,我倒要瞧瞧,谁有那本事,将我们打出场外? 白山 五号 还是那虎家 天头望着那背负着巨大黑齿,身材略显薛瘦的青年,在瞧得那张清秀脸庞上所展露而出的自信,勋儿奄然一笑,他喜欢他身上的这股自信。 不管面前海浪滔天,我们一起闯。 小手忽然拉着萧炎手掌,勋儿低声喃喃道。 第四百二十章大混战 你们都明白比赛规则了吗?当在没有人进入广场时,虎钱目光在场内扫视了一圈,朗声问道。 明白。 听得虎钱问话,场内顿时响起整齐的音和声。 好,既然都明白了,那么我宣布,虎钱手掌缓缓举起,最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轰然落下,内院选拔赛最后一轮淘汰赛,现在开始。 轰。 随着虎钱手掌落下,那原本安静的场地之内,轰的一声,几十道颜色不一的斗气,猛然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爆发而出,随着一道道闷响声传出,场中人影急速闪略,大多数人都是在飞快的对着广场边缘退去,他们都害怕在这种处处是敌人的场中,被人下阴手给轰出场内。 看台之上,望着那几乎是在一开始,便是爆发起了战斗的场内,顿时一道道激动的尖叫声,响彻云霄,许多人是扯破了嗓子的对着自己所喜欢的参赛者助威,这种场面庞大的大对战,远远比单轮回合比赛要更加具有煽动力。 呵呵,副院长的这主意倒是不错呀,虽然并不算绝对公平,可这种需要处处防备着阴手的场合,却是极容易培养人的谨慎心理,而且联手之人,也会逐渐懂得团队的力量。 此举,不错。 望着乱成一团的场内,中央位置的看台上,一名老人对着身旁的虎钱笑道。 我也只是看凡了以往的回合战,所以想要换换花样尝试一下而已。 现在看来,貌似还挺不错,只不过一些平日不善交际的学员,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场合中,没有可信赖的人帮忙抵挡后辈,那或许就要吃力一些了。 虎钱笑咪咪的说了一声,便是将目光投入混乱的场中。 此时的比赛场内,不时的有人对轰,不过明显很多人都害怕背后的阴手,所以即使是与人交手间,也仅仅是一触击退,丝毫不敢缠斗,目光不断的在四周甚扫动,任何闯进攻击。 攻击范围的人,都会让他们宛如惊弓之鸟的击退或者攻击。 然而虽然刚开始的比赛内极其混乱,可当在接连七八人被轮番攻击吐血震出场外后,一些人也是学聪明了许多。 场中有平日认识的人,便敢忙好严拉拢,而若是没有的话则是只能退而其次的寻找那些同样没有同伴的落单者,虽然这种临时组合的默契度与信任度都不高,可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手中中指挟指,萧炎与勋儿站在广场边缘处,青色与金色斗器,将两人包裹,两股极其雄浑的气息,自体内渗透而出,将那些被混乱的场合弄有些昏头的参赛者震得不敢随对着这边闯过来。 此时的两人,并没闯进乱成一团的场内,他们知道,这种极其混乱的氛围并不会持续太久。 只要当白山他们各自将人联合起来后,场中的混乱,便是会逐渐陷入几强并存的局面。 而届时彼此牵制下,混乱倒是会减弱许多。 不过,到时也就是他们两人面对真正战斗的时候了。 在看台上震天动地的无数吆喝声中,比赛场内不断的有着选手被打出场外,而此时,早已经在周围的纪录员,则是会飞快的将出了场的选手登记起来。 随着时间在漫天喊声缓缓流过,场中混乱终于是开始有着减缓的趋势,有了那些悲惨出局的前车之剑,一些散人,也是开始学会寻找同伴。 一时间,场中的混战斗,倒是弱了许多,而那以双人或更多人组成的小团队,则是越来越多。 随着由单人混战转变成的团队战斗,萧炎与勋儿,终于也是不能保持独身于外,当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小团队围攻两人不成,反而被尽数打出场后,萧炎也就抛弃静观其变的举止,手掌紧握悬中指,脚步重重前踏一步,青色斗气自内如潮水般涌出,大斗尸的强横实力压迫,横扫全场。 然而就在萧炎释放了大斗尸气息之后不久,混乱中,紧接着,五股同样强横的气息也是暴冲而起,成分拒之势,分别占据着广场四周。 萧炎目光顺着气息爆发处望去,小北有三股是属于白山、虎家、吴浩之外,而其他,则是两位他未曾见过面的男子,在这两位男子身后,皆是簇拥着四五名显实力不低的参赛者,这三方团队,是除了白山三人之外最强横的团队。 此时的比赛场内,大多团队的实力都已经显露明白,其中最强的三方,自然便是白山、虎家以及吴浩的团队,而这三人之中,又是以吴浩的团队气势最为灵力,在他们之外,便是先前那两个拥有大斗尸强者的团队。 这五方团队,属于场中最强。 另外,在五方团队外,还零星有着一些两人团队,甚至单人,而萧炎与勋儿,则是属于那所谓的两人小团队中。 不过虽然两人数量远远比不上那六方团队,可在场却没有任何人敢小觑这支两人队伍。 不为其他,只因这支队伍的组成者是萧炎与勋儿。 两人随便每一位都是能够挤进场内单人实力前五,而如今强强联合,即使是强如白山、吴浩、虎家等人,也是将之视为拦路大敌。 萧炎哥哥,现在打哪? 望着场中已经精卫分明的范围,勋儿偏头奄然笑道。 先等,现在场中至少还有三十人,其中还包括白山吴浩这等强者,我们两人若是不施展底牌的话,恐怕还真不可能全部抵挡而下,所以,只能等着他们彼此消耗,或许白山三人都想将我们杀出去,可又担心被人背后下狠手。 因此短时间内,我们不用担心被攻击。 萧炎手中玄重齿一扬,将之抗在肩膀上,笑道。 勋儿微笑点头,先手微动,刺眼的金光在掌心中伸缩土现,金光中所蕴含的强横能量,即使是一旁的萧炎,也是有些侧目。 正如萧炎所说,虽然白山三人都将萧炎两人视为最大的对手,可却丝毫不敢在此时出手。 三支团队对视了一眼,旋即有默契的开始队场中的那些灵星小团队展开了驱逐,只有将这些小团队全部驱逐或者吞噬后,他们方才能够展开最后的战斗。 随着这三支最强团队的驱逐,场中除了萧炎熏儿两人的这支小团队之外,其他的,皆是在与对方接触后不久,便是完全崩溃,有些侥幸逃了开去,更多的,则是强行逐出了比赛场。 微眯着眸子望着那些被四处逃窜的灵星参赛者,萧炎略微沉吟,旋即在全场目光注视下,猛的踏一步,沉声喝道,没有队伍的人,若是不想落个坏名次,可以到这边来。 听得萧炎的喝声,场中那些走投无路的参赛者,顿时狂喜。 在面对着三方最强团队的驱逐下,即使是另外两支有着大斗师坐镇的团队,也不敢在此时收留他们,如今瞧得萧炎出头,他们自然是犹如那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般,急忙对着萧炎与熏儿所在的方向跑去。 萧炎的这一声喝,直接是让得场中最后剩余的七名参赛者收拦到了麾下,一时间,原本有两人的小团队,立刻膨胀成了人数足以和白山等人的相比的团队,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人数而已,白山三人团队的那些人,明显实力要超过萧炎手下这些被撵的到处逃窜的人强。 不过萧炎也并未妄想靠着这些投靠过来的参赛者就能打败白山等人,他只需要这些人能够帮忙消耗一点对手的人数便好。 萧炎的这番举动虽然收拢了人心,但却是让白山、虎家、吴浩这三支最强团队有些不满,后面两人倒还好点,可白山却是极其不想自己的举动给别人做了嫁衣,而且这个别人,还是他最为讨厌的萧炎,因此,当下脸色逐渐阴沉,手掌一挥, 其身旁八名实力不弱的参赛者,便是跟着他缓缓对着萧炎一群人所在的方向行去,看这模样,竟然是想直接对萧炎宣战了。 吃! 瞧得那带着一脸阴沉而来的白山一群人,萧炎眉尖一挑,手中重齿带起压迫风声滑下肩膀,冷笑道,怎么? 忍不住了。 一旁,勋儿也是冷眼瞥着行来的白山等人,缭绕在身体表面的金色斗气越加浓郁,随时等待着大战。 去四人将萧炎身后的散人驱出场,再去四人将勋儿学妹暂时拦住,那萧炎,交给我来对付。 白山手掌一晃,一把通体银白的长枪闪烁而出,枪身流转弹毫光,一看就知是相见了魔盒的武器,握着长枪,他淡淡的吩咐道。 听得白山命令,其后的八人顿时分散开来,分攻而行。 勋儿,准备战斗吧。 望着承扇形而来的白山等人,萧炎偏头笑道。 嗯? 勋儿微微点头,金光辽间,煞是迷人。 在白山这支团队对萧炎展开进攻之时,吴浩与虎家,也是开始对另外两支仅剩的团队开始了驱逐。 混乱的场中,最激动人心的对碰,终于是姗姗来到。 这一刻,周围看台上尖叫呐喊助威声,宛如雷鸣般响彻。 第421章 汉雷的湖豹 望着步伐越来越快速的白山等人,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体内气悬之内,菱形的痘精微微颤抖,一缕缕澎湃的青色痘气流转而出,沿着经脉犹如洪水般咆哮奔腾,最后涌出体外,将萧炎气势陡然拔声至巅峰。 巨大的玄重齿被青色痘气包裹而进,强横的痘气使得重齿周围的空间泛起细微的波动,萧炎抬头,手掌紧握持柄,天头对着薰儿淡淡地倒,速战速决,别被拖得太久。 三分钟 薰儿微微点头,金色痘气字体内抱涌而出,刺眼的金光,让得他几乎犹如一轮地面上的药日般,极为的显眼。 感受着身后暴涌而起的凶悍斗气,萧炎点了点头,脚掌微微抬起,旋即轰然落地,一道能量乍响在脚底暴响而起,旋即化为一道黑色光影,携带着剧烈的压迫风声,暴射像一脸冰冷的白山。 哼!别以为打败陆木便可横行无际,迦南学院比他强的人,多了去。 剧烈的压迫狂风将白山的白衣吹得紧紧贴在皮肤上,他脸庞却是无所畏计,冷笑了一声,银色长枪猛然一震,闪烁着电光的银色斗气便是犹如一条条小蛇般,布满枪身,右手紧握枪柄,一声沥喝,长枪化为一抹银色光芒,极其狠辣的射向萧炎脖子。 叮!庞大黑影猛然树下,银色光芒直直地点在宽大的齿身之上,其上所蕴含的尽力,仅仅只是让得萧炎握着重齿的手臂略微抖了抖。 狠辣一击被阻,白山脸色没有丝毫变化,手臂陡然一震,带着如同电光一般的银色斗气,顺着银色长枪抱涌而出,最后化为几条虚幻的银色枪影,诡异的绕开重齿,对着其后面的萧炎脑袋刺去。 带着电光的银色斗气枪影在穿过空气时,发出痴痴声响雷属性的斗气的攻击力和,萧炎在当年与二哥萧力切磋时便是有所感觉,因此自然是不会心存轻视之意,几条如怒龙咆哮而来的银色枪影在漆黑瞳孔中急速放大,萧炎身躯一阵,雄魂青色斗气抱涌而出,瞬间便是在头顶位置凝固成一时至模样的青色能量头盔,头盔将萧炎整个脑袋连同着脸庞都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银色 萧炎狠狠狠的在面甲处爆炸开来,却是仅仅只能见到荧光在面甲处留下无数细小痕迹。 萧炎消散,萧炎猛然前踏一步,脸庞上的面甲头盔几乎是在瞬间便是消散,手中众齿横飞而出,庞大的力量带起撕裂空气的尖锐音爆之声,对着白山脑袋狠狠砸去。 众齿挥动间所造出来的恐怖劲气,让得白山眼角忍不住的跳了跳,这亲手与萧炎近战战斗后,他方才知道后者的力量是如何恐怖。 脚掌之上,银色光芒忽然涌出,白山身躯一晃,吃得一声,荧光闪掠,其身形竟然是只闪退了将近五六米,那速度,快得令人有些咋舌。 力量虽然强横,可你难道不知雷属性斗气不仅攻击力强横,而且也极其擅长增幅敏捷吗? 借助着不知名的身法斗技躲开了萧炎的攻击,白山冷笑道。 的确挺快。 随意的挥动了一下众齿,萧炎淡淡的点了点头,眼角瞥了一下那已经开始接触战斗的熏儿以及那几位投靠过来的参赛儿那里,四名处于斗师巅峰的强者是被压制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看这情况,三分钟内该便是能将四人彻底逐出比赛场,而另外一处,萧炎这边则是几乎处于一面倒的情况,虽然人数多,可那七人在先前便是被杀的没有了气势,如今虽然对面仅有四人,可却依然是接触了十来个回合便是溃败,这才仅仅一分钟时间,七名投靠过来的参赛者,竟然便是被对方个个击破的干掉了将近三人。 果然是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没了气势,还如何与人战斗。 微皱着眉摇了摇头,萧炎将目光收回,只要他将白山拖住,薰儿便是有足够的时间将对方的人全部干掉,而到时候,一旦薰儿能抽出手来,那这白山也就只有落败意图。 先打败你吧,到时候就算薰儿学妹腾出手了,我也能算是功成身退,我败于他倒是无所谓,只是在这之前,我要在全学院学员面前,让你萧炎成为我手下败将。 四也是清楚萧炎的意图,白山冷冷一笑,锋利长腔摇指向萧炎,但莫地道。 你凭什么?萧炎手中重齿插在地面,微笑道。 凭我五星大斗师的实力和这个,白山嘴角挑起一抹阴冷,双手忽然搭在枪腰之上,旋即狂猛旋转。 顿时间,一杆银色长腔几乎变成了风轮般,呼呼狂风将其周身因为战斗而产生的碎石尽数吹散,而随着银色长腔的疯狂旋转。 白山身体表面忽然荧光大胜,一丝丝银色电芒如同小蛇一般,不断吐缩,远远看去,此时的白山几乎是犹如一个银色光球,并且,在光球的表面,还布满着无数银色触角。 剧烈的狂风将萧炎眼睛吹得微眯了起来,感受着白山手中长腔凝聚而起的强横能量,那是一种充斥着极端狂暴的能量,就犹如雷霆一般。 一开始便是使用这般强大的斗技,是想打算速战速决吗?微眯着眼睛望着白山手中长腔急速拔声的能量,萧炎眉头微皱,掌心微炫,但青色火焰在青色斗气的遮掩下,若隐若现的浮现而出。 萧炎,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天才?你,是配不上熏儿的。 呼呼风声中,隐隐有着白山细微的阴冷笑声传来,紧接着,漫天风声陡然停滞,萧炎目光一望,却是发现不少。 白山手中转得犹如风轮般的银色长腔,已经静止不动的停留在了他手掌中,只不过,现在的长腔,几乎已经完成被转化成了一柄银色雷电枪,枪身之上,电芒闪略,期间竟然还有着雷霆声传出,长腔微动,便是已经散发出另的空间波动不已的恐怖能量。 受死吧! 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白山紧握长腔,双脚一侧,长腔缓缓举于头顶之上,瞬间之后,夹杂着雷霆声,轰然砸在了坚硬的地板之上,煞时间,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将全场的目光都是拉扯了过来,当他们瞧得那犹如一轮银色太阳的白山以及感受到那长腔中所蕴含的恐怖威力后,哗然声,在看台之上接连不断的响起。 汗雷的湖爆 冰冷喝声,陡然自银色光中响起,旋即,在无数道震撼目光注视下,一道足有丈许粗大的银色电弧,自长腔贴地之处暴窜而出,电弧所过之处,广场之上坚硬的地板几乎是破坏的一塌糊涂。 电弧犹如一条蜿蜒而行的银蛇,速度快得有些让人反应不过来。 场外,众人仅仅仅只能看见场中银光一闪,旋即便是瞧得那一路霹雳啪啦出现的深深沟壑,那模样,就如同是被牛离过的田地一般,再然后,众人便是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炸响,目光顺着声音处急忙望去,却是桥的爆炸之地,竟然便是硝烟所在的方向。 望着银色垫落地处出现的庞大沟壑,无数人咽了一口唾沫,这等恐怖攻击,恐怕就算是七星乃至八星大豆狮被击中了,也得当场中伤吧。 烟尘缓缓自电弧爆炸弥漫而起,灰尘之中,没有半点声响,其中的人,犹如是在白山那恐怖一击下,化为了灰尘一般。 长枪触着地面,白山脸庞上浮现一抹苍白,额头之上也是滑落几滴冷汗,旋即深吸了一口空气,抬头望着那没有动静的烟尘,嘴角化起一抹森然,这汗雷帝狐暴可是玄阶高级斗技,是他所能掌握的最高级别斗技之一,当年在黑角域历练时,他曾经凭借着这一招,将一名防备不及的斗灵强者击成重伤,然后取了对方脑袋。 他相信,即使硝烟实力足以和他相比肩,可却也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招之下存活。 场中,烟尘逐渐,广场之外一片安静,无数道目光都是紧紧的注视在这里,他们很想知道,那犹如一颗流星般迅速在迦南学院崛起的硝烟,究竟能否真正的与白山这等风云之人相抗衡? 烟尘缓缓变淡,一把插在坚硬地板中的巨大黑尺首先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狂风虽然凸起,烟尘彻底消散,一全身都包裹在青色火焰之中的人影,出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阴森的目光陡然一凝,白山脸色微变地望着那全身上下翻腾着青色火焰的人影,那诡异的火焰,即使是相隔这般距离,它也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恐怖的炽热。 打爽了。 青色火焰人影微微抬头,淡淡的声音传了出来,面目上的火焰略微薄了一点,露出一张淡漠的清秀脸庞,赫然便是硝烟。 白山脸庞微微抖动,手掌紧握着银色长枪,现在的他,方才隐隐感觉到这个硝烟,究竟如何强横。 爽了的话,那便换我了吧。 白山没有说话,青色火焰人影却是自言自语的喃喃了一声。 眼睛死死的盯着火焰人影的一举一动,在听的后者说出这话后,他便是骤然后退,然而紧紧方才退了几步距离,却是察觉到背后传来一股炽热,急忙回头,眼角刚好闪过一抹淡青光影,旋即一只被火焰所包裹的拳头,在眼瞳之中,猛然放大。 第四百二十二章 战斗中晋级 拳头携带着炽热的青色火焰,虽然还未接触身体,可白山却依旧是感觉到了自己皮肤有种忍不住的烧痛,咬牙忍住疼痛,脚掌之上,荧光再度涌现,身躯一晃,身体便是诡异的闪退了几米距离。 然而白山刚刚退开消炎攻击范围,还来不及举枪攻击,面前轻盈闪动,消炎那冷漠的脸庞,便是再度出现在面前,双拳在此刻犹如疯狂了一般,带动着十几道残影狠狠对着白山周身各处招呼而去,每一拳,都是拳拳到肉,一时间,拳头接触肉体的闷响声,接连不断的在比赛场中响起。 混蛋 身体各处传来的阵阵疼痛让得白山内心怒火大涨,消炎的攻击,全部都是贴身施展,这般距离,根本容不得他施展枪术,虽然施展着风雷洞的身法斗技可以暂时的避开一段距离,可脱去了玄虫齿束缚的消炎,却是正好能够使用自身暴涨的速度追击上白山。 因此,不管白山如何使用风雷洞拉开彼此距离,可却都是无用之功。 你退两米,消炎是直接跟进两米,反正不管如何,消炎始终都是与白山贴身战斗,不给丝毫让的白山施展枪术的机会,而在失去了最强武器协助下的白山,与消炎进行肉搏战,这无将是一个大大的悲剧。 握着玄仲齿的消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脱离了玄仲齿重量的束缚以及那对体内斗气压抑的诡异特效后的消炎。 握着玄仲齿的消炎,白山或许还能凭借雷电斗气以及出色的枪术与消炎展开对战,可在肉搏之中,白山最好的选择,便是尽快拉开双方的距离。 可这一点,却是已经完全被消炎所压制,所以,一时的大意,将会让得他陷入翻不了深的地步。 消炎几乎是化为了一道模糊的黑影,不断的在白山周身穿梭,拳头带起一股股凶悍的拳风狠狠击打在全身包裹在银色斗气中的白山身上。 在此刻,拳、掌、臂、肘、脚、脚、膝、身体的任何一处部位,都成为了消炎的攻击力气,双拳挥动肩,残影不断。 面着消炎这近乎疯狂的肉搏攻击,白山手中的长枪已经被夺了去,虽然他偶尔也能使用拳头与消炎对轰两下,可消炎身体之上所包裹的清廉地心火又岂是常物。 每一次的对轰,白山的拳头便是会浮现一片红肿,若非是有着斗气的防护,恐怕刚刚接触,就得被清廉地心火的高温给焚烧成熟猪体。 场中先前还微风凛凛的白山,确实在突然之间化成了只能挨打的闲眼沙包,这一个天一个地的极地转化,直接是让得看台上的无数人陷入了目瞪口呆,那个被消炎追着暴打,并且没有多少还手之力的白山,就是那个学院中叱咤风云的天才。 疯狂的家伙,若林导师与萧玉等人同样是满脸呆滞的望着发飙中的消炎,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温和的家伙动起真格来,竟然是这般可怕。 那消炎身上的青色火焰,应该是,一伙吧。 广场中央的位置上,那名被虎钱他们称为火老头的老者,望着那缭绕在消炎身体上的青色火焰,一直平淡的脸色终于是变了许多,缓缓地倒。 嗯,应该不假了,能够让得我们都感到心计的温度,的确是异火,不过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种异火。 若是消炎实力能够再强一些,届时施展出来的这个异火,即使是普通斗王强者,都未必敢轻易接下。 虎钱点了点头,道。 这个消炎,我炼药戏药了,火老头略微沉吟,旋即轻声道。 呃,他可是要进入内院的呀。 火老头。 闻言,虎钱一正,道。 进内院和进炼药戏又不起冲突,消炎也是一名炼药师,若是来了炼药戏,只会对他有好处,而且这也并不会耽搁他在内院的修行。 火老头淡淡地道。 那随你吧,只要你能让他入炼药戏,我倒是没意见,毕竟能够给学院增添一名出色的炼药师,我也求之不得。 虎钱摇了摇头,笑道。 火老头微微点头,不再回话,继续将目光投向场中,平淡的老眼,紧紧地盯着消炎身体上升腾而起的青色火焰,许久后,眼中掠过一抹极为罕见的艳线情绪。 又是一拳狠狠地砸在白山胸膛之上,顿时,一道细微的咔嚓声响忽然响起,旋即消炎冷笑着望着白山身体之上缓缓破碎开来的斗气铠甲,又是一脚飞踢而出,重重地甩在白山肚子上,只听得一道巨响,白山身体表面上的雷电斗气铠甲,居然是硬生生地被消炎给强行轰破了。 消炎这一脚劲气极为庞大,因此那白山在广场地板上足足了将近几十米方才缓缓停住,一口鲜血,忍不住地喷出,脸色惨白,咬着牙颤颤微微地站起身来,愿毒地看了远处的消炎一眼,然后从那戒中取出一枚淡黑色的丹药,一口塞进嘴中,最后咽进肚内。 此时的消炎并没有急着理会白山的举动,因为他发现,体内斗气在先前那番近乎行云流水一般的凶猛肉搏中,居然开始变得极为汹涌了起来,一波波斗气在经脉中自动的疯狂流淌,而消炎周身的空间,也是急速波动,一缕缕精纯的能量,几乎在成一种永贯之势,对着消炎体内贯注而去。 看这模样,分明便是晋级十方才有的动静。 消炎居然是在先前那通毫无顾虑的彻彻底底施展肉搏攻击时,侥幸的达到了突破契机,以至于现在体内斗气自动流转,实力,也是水稻渠成般的开始了晋升。 只不过个晋升等级的场合,貌似极为不妙。 消炎所造出的动静,自然是逃不过一些眼力好的人,因此,紧接着消炎竟然在战斗中晋级了。 的惊呼声,此起彼伏的在看台之上想了起来,无数人都是愕然的望着场中那被包裹在青色火焰中的人影,这个家伙,怎么总是搞出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现在场中的战斗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竟然给来了个忽然间的晋级,实在是让人对他的运气感到哭笑不得要知道,在晋级时,并不能受到太大的干扰,否则的话则受伤,重则甚至是有生命之威,若是放在寻常时候,消炎遇见这种事情然会让人极其羡慕,可现在这个场合会认为是晋级的地方。 妈的,不会吧? 此时的消炎,也是忍不住因为这凸状况而破口大骂了一声,他也明白现在这种场合,想要静心晋级,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的晋级消炎没有半点推动的意思,全部都是他自动找上门来,根本容不得消炎拒绝,而这才是最让得他哭笑不得的地方。 往日百般求这种状态都不来,现在不要他来,他却偏偏赶了上来。 哈哈,消炎,看来连老天都帮着我呀。 吞服下那霉蛋黑色丹药之后,白山那惨白的脸色却是忽然涌上一抹近乎病态的红晕,原本微弱的气息,也是猛然涨幅了许多,他瞧北那立在原地动也不敢动的消炎,再瞧得其周身的动静,也是忽然间明白了过来,不由得一声狂笑,手掌对着远处掉落的银色长枪一吸,长枪便是化为一道阴影,射进了白山手中。 消炎哥哥,你完成晋级吧,我帮你暂时拦住他们。 一道淡青倩影忽然闪略出现在消炎面前,薰儿微笑道,此时白山手下的八名参赛者,已经被他尽数驱出了场内。 给我十分钟时间。 消炎略一迟疑,便是咬牙点了点头,旋即急忙盘腿而坐,沉神控制着那些疯狂钻进体内的能量。 见到消炎闭目控制紊乱的体内,薰儿偏头将冷淡的目光投向白山,掀手间,金光闪略,淡淡地道,你若是想来,尽管上,不过我不会再有半点留守。 听得薰儿那冷淡至极的话语,白山脸庞猛然涌上一抹猙獰,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暴怒,忽然将目光转向广场另外一边。 那里,吴浩与虎家所虑的团队,刚好将那两支有着大斗狮坐镇的队伍给驱逐出场外,而且此时的吴浩与虎家,明显也是察觉到了消炎的异动,当下都是一脸愕然,显然,他们也没想到消炎竟然会在这种时候遇见突破晋级的事情。 吴浩,虎家,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联手先将消炎与薰儿弄出去,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两人的实力,而且现在消炎又是处于突破阶段,若是被他成功突破的话,实力又将会大涨一劫,到时候你们各自为战的二人,可能够抵挡他们二人。 这样下去,我们迟早都得败。 就在吴浩与虎家正在为消炎的异动而感到诧异时,白山的低声,忽然的在他们耳边响起。 听得白山的话,两人都是一阵,旋即紧皱眉头。 嘿,你们二人不是都对薰儿学妹有所觊觎吗? 若是能够在此时将消炎弄出场的话,那么他便是会失去前五的资格,以你们的身份,也应该知道,前五名有着特殊的考核,到时候我们与薰儿学妹在一起,没有了消炎那个爱是鬼,到时候就看谁能打动薰儿学妹的心了。 白山的声音,继续盘旋在两人耳边,虎家,嘉南学院可再找不出第二个比薰儿学妹有气质的女孩子了哦,你难道想看着她被消炎给糟蹋? 还有吴浩,这么多年,薰儿学妹是唯一让你心动的人,若是消炎一直在薰儿身旁,你怎还有机会? 所以,她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不要再犹豫了,若是让得消炎成功晋级,到时候失败的,就是我们了。 白山的话,让得吴浩与虎家脸色微微有些变化,这可是刚好戳在他们软肋之上,好半赏后,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沉声道,好,先将消炎弄出场。 第423章 薰儿的实力 随着三人间达成协议,那吴浩与虎家手一挥,便是各自带着还余剩下的四名参赛者,缓缓对着消炎与薰儿所在的方位行去。 瞧得两人的举动,白山眼中划过一抹阴冷,转头目光狠狠地盯了闭目中的消炎一眼,然后当视线再度停留在消炎面前停停玉立的少女身上时,脸庞上浮现些许迷醉,她紧握着拳头,低声喃喃道,你是我的。 手掌握着枪柄,白山也是大踏步地对着消炎两人行去。 场中众人的举动,并未逃过薰儿的注意,乔得三方势力竟然选择同一时间过来,她似是也明白了什么,淡雅精致的脸颊上,首次露出淡淡的寒意,衣袖清晖,金色斗气自体内急速涌出,一股几乎不逊色于七星大斗师的气势,毫无保留地自薰儿体内抱涌而出,金色斗气在其掌心间凝聚成两团金光,宛如小行药日一般,极其的吸人眼球。 怎么?想联手一起上了。 薰儿看着越来越近的十一人,淡淡地道。 嘻嘻,薰儿,放心,我可不会伤你的,只是那个家伙,我却是得把他撵出去。 虎家指着闭目中的消炎,笑吟吟地道。 你可以来试。 薰儿冰冷地道。 与此同时,掌心中那两团金色强光,也是越加刺眼。 白山,虎家,吴浩,并且还有八名处于斗师巅峰的参赛者,这等阵容,越加足以让得他感到棘手,而且现在他还需要分心保护消炎。 哎,薰儿,我对你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那些臭男人有什么好的? 虎家那队充斥着脚匣的水灵毛子可怜兮兮地盯着薰儿,温柔的声音确实让得一旁的白山脸色略有些不太自在,这句话,其实应该让他来说似乎才最好吧。 摇了摇头,薰儿不再理会虎家,退后了一步,将消炎挡在身后,用行动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虎家等人。 薰儿学妹,正如虎家所说,我们并不会伤害你,只是你得别干扰我们。 白山冲着薰儿微笑道。 薰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此次却是连话都懒得与他再说,以前倒没觉得这个家伙有多讨厌,而这短短几天时间,确实让得薰儿对白山的厌恶到达了极致。 薰儿那冰冷的目光再度让得白山脸庞微微抖动,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得自己扮出笑脸,对着虎家两人道,动手吧,不能再拖延了,不然消炎晋级就要成功了。 听得白山的催促声,虎家两人只得点了点头,斗气缓缓自体内抱涌而出,顿时间比赛台上,便是被几股强横气势所占据分割。 场中忽然出现的变故同样是在看台上掀起了一阵波澜,看白山等人的举止明显是想以三对一,这等以多气少的方式让得看台上想起阵阵的哗然,不过当这些人想起这次的比赛模式本就不是偏向绝对公正后,又只得无奈的缩了回去。 这些家伙也太卑鄙了吧。 竟然三达一。 肖玉望着场中那已经将勋儿形成半包围的局面,不由的翘脸长红的愤怒道。 哎,这次的比赛模式,并没说准使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呀。 若林导师轻叹了一口气,袖袍中的玉手因为紧握,直接导致指节骨有些泛白,希望勋儿能够抗十分钟吧,只要等到消炎晋级结束,一切便好了。 虎钱,看来你的这次尝试,漏洞很多呀,连三达一这种事情,竟然都能出现。 望着比赛场内,火老头眉头皱了皱,淡淡的道,声音中略有些讥讽。 此时虎钱的脸色也并不是很好看,听得火老头这话,他也只得苦笑了一声,叹息道,这种比赛,的确很乱,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便说过,他们这样做,其实也并不算违规,你也别以为我是因为虎家在场便选择的视而不见。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决定,我不会干涉半点,同样的,如果他失败或其他什么的,我也不会干涉。 一切,都是他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我绝不会插手。 希望吧。 火老头点了点头,再度将目光投向场中,淡淡地倒。 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场中的合围,终于是将薰儿锁定,八名位于斗尸巅峰的参赛者率先发难,八道人影直接带起凶悍尽气,对着薰儿背后的消炎暴射而去。 守护挂掌 笑脸冷漠,薰儿体内金光大掌,双脚竟然是微微离地半寸,背后一头其腰长无风自动,掌心间金光暴涌,旋即巴掌连轰,只见八道手掌残影停留半空,旋即各自带起一道金色的能量尾巴,闪电般的飙射。 而出,最后重重的印在那八名躲闪不及的参赛者胸口之上。 顿时,八人皆是一口鲜血喷出,旋即在无数道震撼目光中,直接是被薰儿这一招全部给轰出了比赛圈。 好强,一招解决八名巅峰斗师,看台之上,无数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迦南学院,薰儿极少动用真实力出手,如今因为消炎缘故,白山等人的举动彻底的触怒了他的底线,终于是不再留守,因此出手便是中招。 面前的金光刚刚消散,一股血腥气息忽然扑面而来,一道血色人影诡异的闪掠身前,无耗双掌挥动间,带起血色雾气,对着薰儿轰击而去。 砰,砰,砰。 面对着无耗的正面攻势,薰儿脸颊没有丝毫波动,金光缭绕的手掌直接选择硬碰硬的方式与无耗轰击在一起,每一次双掌的交轰,都是会响起一道刺耳的能量炸响。 接连对了将近使掌,薰儿焦躯这才略微一晃,退后小半步,而反观无耗,却是足足退后三步之多。 五号刚刚后退,一道边影便是带着霹雳声响,从天而降,薰儿反手一扬,一股金光暴射而出,将那虎家甩过来的长边击飞了开去,与此同时,薰儿脚尖猛然退着身后狠踢而去,将那想要绕到背后偷袭硝烟的白山阵的连退了几步。 仅仅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薰儿便是凭借着一人之力,击退八名巅峰斗尸,并且还将实力相差无几的白山、虎家、五号三人阵的后退,虽然这之中也有着三人并未动用真正底牌的原因,可这般伸手实在是让的人惊讶了。 在经过第一回合的接触之后,白山三人对薰儿的实力,也是有了个模糊的轮廓,当下脸庞上浮现些许凝重,互相对视了一眼,三人体内斗气齐齐涌动,旋即三道人影直接同时对着薰儿展开了最凶猛的攻击。 场地中,只见得人影闪略,斗气碰撞间爆发而出的巨响以及能量波动,白山三人施展一切手段想要攻击到硝烟,然而薰儿却是犹如堵在三人面前的一座巨山般,任何射向硝烟的攻击。 都是会被他准确拦截而住,那般近乎变态的直觉,让得白山三人大为头疼。 砰! 双掌又是与白山虎家两人对轰一计,三人都是小退了几步,薰儿刚欲退后守卫硝烟,却是忽然察觉到右面涌动的血腥气息,转头一看,却是发现那吴浩竟然不知何时趁他与白山两人战斗时,接近了硝烟。 望着那接近硝烟的吴浩,薰儿脸颊闪过一抹怒意,脚尖倾扁地面,身体瞬间便是出现在吴浩面前,右掌之上,金光大胜,旋即夹砸着强横劲气,狠狠对着吴浩胸口拍去。 对于薰儿的攻击,即使是强如吴浩,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当下被血气所缭绕的手掌,急忙迎了上去。 轰! 双掌交轰,吴浩立脚之地的石板,直接是被震成了粉末。 吃! 刚与吴浩对轰,身后猛然间又是一道破风劲气响起,薰儿带眉微醋,右手带起汹涌金光,反推而去。 砰! 反推的金光手掌,被虎家所拦,当下场面上,薰儿竟然是凭借单手,各自应付着两位强敌,并且还未有败相,这般实力,堪称恐怖。 嘿,薰儿学妹,抱歉了,这个家伙,今天必须出局了。 就在薰儿被虎家与吴浩所缠时,冷笑声,忽然的在身后响起,薰儿急忙回头,却是瞧得白山正一脚狠狠对着闭目中的硝烟踢起。 白山,你敢! 脸颊之上这么多年首次的闪过冰冷沙翼,煞时间,金光自薰儿体内抱涌而出,双臂一震,竟然是平一击之力将吴浩与虎家震退,旋即身形一闪,便是出现在萧炎面前,双臂一身,将萧炎揽进怀中,可这般,却是刚好将后背露给了白山。 而他那一脚,则是重重的甩在了薰儿肩膀之处,顿时,后者脸颊略微一红,淡淡的血迹在嘴角浮现,旋即被他快速抹去。 白山! 你敢伤他! 瞧得薰儿嘴角一闪而过的血迹,对于鲜血极其过敏的无耗不由的大怒,转身对着白山怒喝道,而一旁的虎家,笑脸上也是擒着一些怒意。 我只是想将萧炎弄出去,是薰儿学妹自己为了护他而受伤的,这怎能怪我? 白山冷喝道。 不要再假惺惺了,白山,今日你若是能够毫发无损地离开比赛场,我笑薰儿也就不用继续留在迦南学院了。 冰冷的声音,忽然自薰儿嘴中传出,他缓缓站起身子,那对如秋水般的眸子中,却是忽然逐渐被金光所笼罩,而随着其眼中金光的出现,一股极强能量,逐渐自薰儿体内传出,而随着能量的增幅,薰儿那起腰的长发,竟然也是开始了变长,看这模样,他似乎是在启动某种秘法。 然而,就在薰儿肠即将迈过胶臀时,一只白皙手掌,却是忽然自其身后伸出,旋即握住了薰儿手臂,那熟悉的淡淡声音,让得薰儿疯涨的青丝急速回缩,也让得他冰冷的脸颊浮现些许笑容。 好了,接下来的事,交给我来做。 第424章 以异敌三 淡淡的声音,缓缓的在广场之上徘徊,然后身形削瘦的黑袍青年,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将薰儿拉在身后,微微抬头,淡漠的目光,停在了白山三人脸庞之上。 这个家伙,终于醒了望着那在关键时刻退出晋级状态的萧炎,看台上的若林导师与萧玉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乔的那浑身气势比先前强横了许多的萧炎,白山三人也是清楚,现在的萧炎已经晋级成功,而接下来的战斗,恐怕将会出人意料的惨烈。 萧炎那漆黑的眸子,古井无波,然而一旁的熏儿,却是能够清晰的感觉到那从其体内隐隐透发而出的一股暴虐情绪。 显然,这一次白山三人的联手围攻之举,已经真正的将萧炎所触目。 薰儿,你先退开些,接下来的事让我来就好。 萧炎淡淡地道。 萧炎哥哥,他们三人可都是五六星大斗师的实力,所修习功法等级也是不低,并且还有着强横斗技,你一个人的话,薰儿略有些迟疑地道。 交给我吧。 萧炎再次重复了一句,淡淡的青色火焰,开始缓缓地自他体内渗透而出,炽热的温度,让得其周身的空气都是变得扭曲与虚幻了起来。 那那好吧,我会在一旁观战,若有变故,萧炎哥哥不要责怪熏儿出手。 听萧炎再次重复,熏儿也只点了点头,脚步缓缓后退着,嘴中轻声道。 微微点头,萧炎再度将目光转回白山三人身上,半晌后缓缓地道,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比赛台,那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 萧炎的话,让得三人脸色微微有些变化,他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前番话中所隐藏的冰冷以及压抑的暴怒。 哼,尽说大话。虽然你如今晋级了一星,可也不过六星大斗师左右实力,这种级别,刚好能与我们之间一人抗衡,要以一敌三,我看你是自取其辱。 白山手中长枪一挥,冷笑道。 我的本意并非伤勋儿,等将你打败之后,我会让得白山为先前那一脚付出代价。 全身包裹在血色袍服之中的吴浩,望着萧炎平静地道。 嘻嘻,也要算我一个。 虎家娇笑道。 听得两人这话,白山脸庞忍不住地变了变,但炫他却是一笑,道,先前失手伤了薰儿学妹,我也是极其内疚。 等会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便是会主动退出,以此来向薰儿学妹赔罪。 不过,在这之前却是先将萧炎打败再说。 现在说这些是否晚了点。 萧炎挥了挥手,也不理会一脸冷笑的白山,双手缓缓在身前截出奇异印结,而随着奇手印的截动,萧炎身体表面所缭绕的青色火焰却是骤然一凝,旋即缩的一声,便是全部钻进了体内。 随着青色火焰的消失萧炎那漆黑双眸,却是逐渐涌上青色火焰。 转瞬间,一对漆黑眸子,便是被换成了充斥青灼色火焰的双瞳。 平淡的声音缓缓在萧炎心中响起,而当最后一个字落下后,萧炎浑身气息猛然完全收敛入,瞬间之后,气息犹如那突破了大地束缚的火山一般,铺天盖地地喷涌而出。 青色火焰斗气从萧体内急涌而出,旋即横扫半空,炽热的火焰,直接是使得广场上的温度急速上升,一些实力不济的学员脸庞上已经忍不住的出现了汗珠。 此时萧炎的气息,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斗师级别。 模糊测去,至少也是足以能和斗灵强者相匹肩。 望着场中那被大团青色火焰所包裹的萧炎,在感受着那股猛然暴涨的气势,广场的看台上,无数人一脸愕然与呆滞。 斗灵强者 目光死死的盯着萧炎,白山脸色忍不住的有些变化,而在他身旁,虎家与吴浩,脸庞上也同样是浮现了一抹凝重。 白山的声音尚未落下,一道能量炸响声便是猛的自火焰中响起,一道模糊的青色影子,吃的一声,撕裂了空气的阻碍,足足十几米的距离,却是在不到一秒时间中,穿梭而过,这般恐怖速度,只让得白山三人的眼前一花,足有三米多高的青色火焰人影,便是带起炽热的温度,出现在了面前。 火焰之中拳头抱而出,化为三道残影,各自携带着炽热轻火,狠狠的砸向三人脑袋。 施展了天火三悬变之后的消炎,速度已经增幅到了一个即使是一般斗灵强者都望尘莫及的速度。 因此,在拳影都即将到脑袋时,白山三人方才有所察觉,脸色大变,仓促之下,双臂急忙交叉在脑袋之前,旋即斗气涌动,不断的增强着防御。 轰! 青色火焰拳头重重的落在三人交叉的手臂之上,顿时,三道闷响,整齐的响起,旋即便是见到白山三人脸庞泛起一抹红润,双脚插着地板急速后退。 三人在后退了将近十来步后,脚掌狠狠踏地,终于是将静气所化解,感受着那被消炎轰得近乎麻木的手臂,三人脸庞上浮现一抹震惊,没想到这突然之间,消炎实力竟然暴涨到这般强横境地,以一敌三不仅未有败相, 反而是将它们压得落了下风。 白山咬着牙冷喝了一声,银色痘猛然附体,手中银色长腔一阵,犹如电蛇一般的斗气,急速在腔间处闪烁跳跃,而随着白山腔间的剧烈颤抖,银色斗气开始在腔间凝聚,并且发出细微的声响,看其模样,明显是在准备着一种威力不俗的斗技。 在白山一旁,吴浩与虎家略迟疑了一下,体内斗气也是开始了急速奔腾,以他们在迦南学院的名声,他们的傲气让得他们极其不愿意三人竟然会同时败在一个年龄相差不多的青年手中,而到了这一步,他们自然也是不可能再选择留守。 随着念头的下定,绿色与血色斗气,开始从虎家与无耗体内狂涌而出,一边一众箭上,凶悍的攻击型斗技急速酝酿,经过先前的溃败,现在的他们,开始拼命反击了。 消炎在一拳将三人击溃之后,却出人意料的并未选择继续进攻,鸟绕的青色火焰下,他脸色冷漠的从那戒中取出一枚紫色药丸塞进嘴中,然后微微搅动,一口紫色火焰喷出,最后被握在掌心中。 贴了一眼紫色火焰,消炎右手又一晃,青色火升腾而起,缓缓抬头,望着准备垂死一拼的白山三人,消炎那被青色火焰赤的眸子中,没有半丝情感,双手逐渐合拢,紫色与青色火焰,开始了融合。 看这模样,消炎竟是想施展小型的佛怒火莲,看来,白山三人今日的举动,是真正的让得消炎处于了暴怒之中。 那消炎应该是使用了某种能够暂时提升实力的秘法吧?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提升这么多的。 望着中镜止不动的青色火焰人影,再瞧对面酝酿着强横斗技的白山三人,主席台上,副院长虎钱缓缓地倒。 现在的消炎,怕是已经具备了斗灵强者的实力,不过看白山三人所施展的斗技,明显也并非是普通之物。 三人齐力之下,就算是一名斗灵强者,也不敢随意轻视啊。 这场比赛,若是消炎不打算让熏儿参加的话,恐怕得有些僵持。 虎钱身旁一名元老笑道。 僵持不了,淡淡的声音忽然传出,一旁的火老头目光紧紧的盯着那将消炎包裹的青色火焰,轻声道,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就是这一击,比赛就得落幕了。 哦! 闻言,就是连虎钱也是略感惊诧,将目光投注向场中,片刻之后,却是陡然察觉到其中变得极其狂暴起来的能量波动,当下脸色微变,锐利目光直射青色火焰,好家伙,这个消炎竟是在施展什么恐怖斗技。 竟然强到这般地步。 场中寂静气氛持续了仅仅不到一分钟,便是轰然打破。 雷洞八荒 幽木毒蛇腾 血裂斩 场地中,白山三人眼睛猛然一瞪,手中强横斗技终于是酝酿到了极限,武器轰然一阵。 顿时间,一银一绿一红三股凶悍无匹的能量,瞬间爆射而出。 三股能量所过之处,坚硬的地板,全部崩裂,一条条刺眼的裂缝足足蔓延到广场边缘,方才停止。 在三股凶悍能量爆射之际,不远处的青色火焰人影中,平淡的声音也是飘飘的响起,旋即,一抹青紫光芒,闪电般的从青色火焰间掠出,最后无声无息的带漂亮的青紫巴,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与三股能量,轰然碰撞。 在碰撞的顷刻间,四股能量先是沉寂了瞬间,旋即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轰然响起。 紧接着,浓郁的灰尘自广场中蔓延而起,整个广场,都是在此刻,完全的化为了废墟。 望着那几乎变成废墟的广场,广场的看台上,也是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第425章 毫不留情 在无数道近乎呆滞的目光注视下,那弥漫广场的烟尘缓缓消散,那出现在视线中的满场狼藉以及碎石,让得看台之上,响起了阵阵抽冷气的声音。 此时,原本被整齐巨石所累积而成的坚硬广场,已然是彻底变成了废墟,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废墟的中央。 在深坑周围,怪石林立,那模样,与先前的比赛广场,完全是两幅截然不同的模样,谁也没想到,萧炎与白山三人的对轰,竟然是造成了这般恐怖的破坏力。 这个家伙真是变态呀。 萧玉目瞪口呆的望着那变成废墟的比赛广场,半晌之后,方才深吐了口气,苦笑着道。 即使他已经很是高看这个从小便是独立特型的表弟,可依然没有料到,这个家伙,在仅仅两年时间不见后,居然是强到了这种令人汗颜的地步。 一旁,若林导师是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心中暗自迪雇,这家伙这两年时间究竟是如何修炼的。 当初在乌坦承,萧炎虽然天赋不凡,可拼尽了力,也仅仅只能在他手中走出二十回合,而现在,若林导师自若是与萧炎对战,恐怕胜算不大。 在无数道目光汇聚的废墟广场处,一道青色倩影忽然闪掠上一处巨石,视线在废墟中扫了扫,最后停留在那巨大的坑痕处,那里,还隐隐有着三股虚弱的气息存在。 深坑之中所升腾而起的灰尘,也是逐渐落下,其中的近况,终于是完全的出现在了全场瞩目之下。 深坑中,有着一处相对而言比较平坦的空地,在这处空地上,没有任何碎石,倒是有着一层厚实的石粉。 显然,在这处双方能量交轰的中心地带,恐怖的能量爆炸,已经将石都震成了粉尘。 由此可见,这一次四人所施展的斗技,是何等的强横。 坑痕中的空地上,三道人影手扶着身后的石壁方才将摇摇晃晃的身体支撑住,此时的白山三人,极其狼狈,灰尘将脸庞都遮了个大半,衣服上也是有着不少破裂地方。 并且,三人的脸庞,几乎是处于惨白状态,嘴角还残留着若隐若现的血迹,急促的呼吸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沉稳,显然的,在消炎那季即使是连斗灵强者都不敢应接的佛怒火莲的爆炸下,白山三人,真正的受了重伤。 无数道目光停留在狼狈的三人身上,目光中隐隐有着不可置信。 这在嘉南学院外院这一届中叱咤风云的三位顶尖学员,如今却是居然在一个仅仅来到学院不到三天时间的青年手中,败成这副模样。 消炎呢? 我去嘴角血迹,白山抬起头,目光环顾了下四周,惨白的脸庞上浮现一抹红润,声音嘶哑地道,看来应该是在能量爆炸中被埋在了废墟中啊,以一敌三,的确很狂妄,不过却没什么下场。 一旁,虎佳与吴浩都并未理会他,咽了口唾沫,润着干涩的喉咙,半晌后,虎佳方才咬着牙道,该死的,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煽动,这个消炎,根本惹不得。 他很强,比我们都强。 吴浩抬起头,身体上的宽大血袍已经破裂了许多,所以露出了张白折的有些过分的年轻面孔,吴浩长并不如何帅,甚至只能说作平凡。 不过从那眼瞳中时不时掠过些许分寒血腥,却是会让得与之对视的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此时,那平日总是暗孕杀气的眼瞳,却是首次掠过了抹凝重与忌惮。 再强又能如何? 在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之下,他就算能活下来,怕至少也要断胳膊断腿。 听到两人话语中都是有着抬高消炎的异味,白山眉头忍不住的一皱,冷笑道。 砰! 白山的话语刚刚落下,废墟深坑的边缘处,一块巨石却是突兀的爆裂开来,将全场目光以及正张着嘴大口喘气的白山三人都吸引了过去。 巨石爆炸处,淡淡的灰尘弥漫开来。 他还没死。 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团灰尘,吴浩深吸了口气,缓缓地倒。 一旁,白山脸庞急速抽搐,原本惨白的脸色,此时更是变了几分,显然,这个在迦南学院外院中被称为风云人物的天才学员,经过先前的那番惊心动魄的大战,心中已经隐隐地对那个黑袍青年产生了些许他自己不会承认的慰藉情绪。 在满场目光注视下,灰尘之中,忽然间有着脚掌踩在碎石上发出的细微声响,而在听得这脚步声后,白山以及虎家,吴浩两人的脸色,都是忍不住的变了变。 脚步声越来越近,白山眼睛眨也眨地盯着灰尘处,片刻后,眼瞳猛然一缩,一位衣着依然同战斗之前那般整洁的黑袍青年,缓缓地步出灰尘,出现在了全场注目之下。 望着那一席黑袍,犹如崭新一般并且脸色平静的和先前进场时出一辙的青年,全场陡然安静。 谁能想到,在经历了先前那番恐怖能量爆炸后,这个家伙不仅没有如白山预料般的断胳膊断腿,而且气息依然雄浑,呼吸依然平稳,外表依然整洁,这般表现,与白山三人的狼狈形象,几乎晚是一个天一个地。 而这种形象区别,是彻底的将这次的胜利者给凸显了出来。 再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在如此剧烈战斗中还保持着形象初始般的硝烟,会没有资格问顶此次选拔赛的冠军头衔。 经过这番激战,选拔赛的最强者,明显已经逐渐明了。 硝烟哥哥果然变强了,先前所施展的那恐怖火莲,威力几乎已经达到了玄阶斗技的巅峰,望着那缓步行出的黑袍青年,处于巨石上的薰儿,微笑着低声道。 此时的脸颊上,擒着一抹淡淡的欣慰与自豪,并不在意自己否能如何在无数人的注视下大出风头,而若是硝烟能够在这种场合显露出那令人惊叹的实力,薰儿便是由心感到喜悦。 缓步从灰尘中踏出,硝烟脸色依旧淡漠,随意的瞥了一眼三人,旋即,毫无预兆的,漆黑眸子中陡然涌上一股暴虐。 与此同时,硝烟身形一动,豁然间化为一道黑影,仅仅是瞬息间,便是带起一股尖锐风声以及压迫气息,出现在了白山三人面前,让得三人呼吸一致。 硝烟,你想干什么?我们已经,眼前一花,白山却是骇然发现硝烟已经出现在了面前,目光与那对漆黑眸子一碰,却是刚瞧见了其中的那抹暴虐与杀意,当下急喝道。 然而他的喝声还未落下,黑影划过眼前,旋即白山小腹处一阵剧痛传来,一股俱力将其身体震然后划,最后狠狠的砸在了石壁之上,顿时,骨头碎裂的细微脆响,悄然想起。 硝烟,你! 突起来的攻击,也是让得虎家语无耗一阵,旋即快速反应过来,身体击退,口中是喝道。 先前的那一脚,岂能轻易抵消。 在虎家击退间,黑影却是犹如鬼魅般的栖身而尽,冷漠的淡淡话语响起。 硝烟,你敢! 冷漠的话语让得虎家心头一寒,声音都是在此刻变得尖锐了起来。 从小到大,以他的身份背景,何曾真正的被人这般凌辱殴打? 硝烟脸色冷漠,没有回答虎家的尖叫,没有丝毫的犹豫,右脚豁然甩动,强悍的劲气,带起低沉的音爆之声,在无数倒呆至目光注视下,重重的甩在虎家小腹上。 顿时,随着一道沉闷声响,虎家身体查着地面,在划出一道十几米的痕迹后,重重的撞在一处石头上,当下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面对着硝烟近乎报复的追击,无耗却并未像先前两人那般失声喊叫,紧咬着牙齿,体内所剩不多的血色斗气尽数涌现体表,而在斗气浮现时,无耗的速度明显也是变快了不少。 然而,重伤状态的无耗,怎可能与硝烟比度,就在虎家被甩飞之后刹那时间,黑影便是如影随形般的出现在其身后,淡漠的声带起一股凶悍劲气,轰然砸在无耗背上。 这是体勋而还的,若是不服,随时可以找我,三人中,也就你还能让我硝烟看重。 轰 后退的身体猛然一致,那由背后传来的距离,直接是让得无耗身体前倾倒下,最后变成滚葫芦的滚了十几圈后。 他这才艰难的强行止住滚爬的身形,抹去嘴角血迹,抬起惨白的脸庞,望着那停止了追击,正将淡漠目光投射而来的黑袍青年,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次被同龄人打成这副模样。 目光死死的停留在那身形心肠,显有些削瘦的青年身后,半晌后,无耗声音嘶哑的从嘴中吐出了个字。 服 第426章比赛落幕 场中硝烟的突如其来的进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而前的攻击又仅仅只是在电光火时间完成,因此看台上的很多人都只能看见场中黑影一闪而过,炫其便是听得三道闷响,最后白山三人各自吐血而退,重重的砸在石壁上。 望着那靠着石壁,艰难的想要挣扎起身子,可最后都未曾成功的白山三人,全场寂静,一道道近乎呆滞的目光傻傻的盯着场中身材心长的青年。 这一刻,无数人由心渗出一股寒意,这个看似总是带着几分笑容的家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呀。 看台上,若林导师与萧玉同样是目瞪口呆,好半赏后,两人面面相去了一眼,先前白山三人的那副模样明显已经是处于落败局面,没想到萧炎那家伙竟然还要再来一记凶悍补功,很多人包括他们两人都明白,这是萧炎再替勋儿所挨的那一脚抱负。 位于广场中央的主席台上,副院长虎钱与其他几人也是一脸错愕,好半赏后,虎钱望着那一脸惨白,嘴角带着血迹的虎家,心中虽有些疼,可最后却也只得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先前他便说过,年轻人间的事情,他不会插手,既然先前虎家他们三人联手攻击薰儿萧炎他都未出半句话,那么现在,萧炎在实力大涨后,当着无数人的面将他们三人正面击败,那他也就更加没有理由出口斥责萧炎的举动。 虎家三人,完全是旧由自取,因此,他除了叹气摇头外,别无他法。 呵呵,这个萧炎够狠。 一旁,火老头目光盯着场中的黑袍青年,却是没有理会副院长无奈的脸色,点了点头,僵硬的脸庞上,首次露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副院长,这个,算是萧炎违归了吗? 裁判席上,一名中年裁判满脸苦笑对着主席台上的几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如果场中没有虎家在的话,他倒没什么忌惮,但可惜,偏偏那小妖女正在其中且还被打得尤为凄惨,在嘉南学院这么多年,说真的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竟然敢将虎家毫不留情的打成那般模样,不仅是因为后者的背景,而且虎家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孩子。 虽然性子如天马行空般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天使脸蛋魔鬼身材,也让得学院中喜欢她的人也不乏少数,与这样的女孩子对战,学院中很多人,即使能够胜利,那也会退让一点,很少见到如同萧炎这般蛮横并且不因为任何顾忌而有所留情的人。 这次的比赛本来就算不得绝对公正,所以萧炎也算不上违规吧。 毕竟她的实力,我们都是瞧得清清楚楚。 副院长挥了挥手了一声,旋即将目光投向场中的虎家中道,丫头啊,这次,就当是买了个教训吧,这些年在我的庇护下,你也过得太顺风顺水了些,能够有这个萧炎来挟制你,对你也算有些好处了。 场中,萧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无视于那全场呆滞的目光,偏头将视线与废墟中乱石上的轻衣少女对视在了一起,冷漠的脸庞画上一抹温纯笑容,身形一动,化为黑影出现在了薰儿身旁,伸出手来试了一下她嘴角残留的些许血迹,流声道,没事吧? 皮肉伤都算不上。 薰儿声笑道,旋即演播在萧炎身上流转,您嘴笑道,没想到萧炎哥哥竟然会在战斗中晋级,真是让人惊讶。 文言,萧炎有些无奈的摇了头,拍了拍薰儿脑袋,然后将目光转向裁判席上,朗声道,不知道这最后的选拔赛,现在可算结束。 如果不算的话,我还可以继续陪他们三人玩玩。 算,算,比赛结束了,结束了。 听得萧炎的声音,裁判席上急忙起义人,连忙地倒。 先前萧炎所展现出来的狠辣程度已经远远出乎了他们的预料,若是再让得他继续下去的话,白山三人究竟能否活着离开比赛场都是问题,这三人背后都有着不俗的背景,一旦出了事,那可就是要闹腾出不小的麻烦了。 此届内院选拔赛,到此结束。 前五强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也是已经产生,他们便是萧炎,萧薰儿,吴浩。 虎家,白山。 一名年龄颇大的裁判站起身来,目光环视着广场,旋即大声宣布道。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广场之上,便是陡然响起排山倒海般的喝彩之声。 在这般犹如洪流般的声浪中,整个广场都是在为之速速发抖,无数人从看台之上站起身来,望向场中那对在乱石废墟中独立的青年与少女,眼中充满着羡慕与敬畏,萧炎用自己的真实实力,向他们宣布了一个谁是迦南学院这一届最强的事实,同时也让得他们知晓,他萧炎,有资格与勋儿这等天之娇女相匹配。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与拳头之上,在这个实力为尊的学院,只有这个,才是最让人信服的道理。 听得那响彻全场的喝彩欢呼声,废墟中心处,白山,虎家,吴昊三人背靠着石壁,略微抽搐的脸庞显示出他们身体所传来的剧痛,先前萧炎各自的那一击,没有丝毫留情,此时的三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而且这伤势没有个七八天,恐怕是难以痊愈。 急促的呼吸略有些紊乱,三人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乱石处的青年与少女,现在的这个广场,主角是属于他们的。 这个混蛋,下手这么重,真不是男人。 虎家被吃紧咬着红唇,原本灵动的脚霞眸子,此时却若有若无的有些委屈与湿气。 这么多年来,这是他首次在一个男人手中受挫,而且这个男人,与他年龄根本还相差无几,这让得内心骄傲的他,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 硝烟,你很强,不过我相信,我会超越你。 吴浩捂着胸口剧烈的咳了几声,惨白的脸庞上涌上一抹红润,眼瞳之中充斥着炽热,先前所受的挫折,不仅未能让得他颓废,反而因为硝烟的强横,激起心中战意,这种越挫越勇的性子,几乎是成为强者的加速器。 也难怪先前那位学院元老透露,连那位神秘的院长,都是说,给吴浩十年时间,只要他不被杀气所反噬,必将成为极强的强者。 这是,不算完。 今天的耻辱,我白山必要百倍要你偿还。 硝烟,你给我等着吧。 迟早我要你跪在我的脚下。 低垂的眼瞳中闪过一抹怨毒,白山拳头紧握,此时他的后背动不了半点,先前硝烟的那一记重击,已经让得他断了几根骨头,然而,相对于肉体上的疼痛,心理上的挫折打击,才是让得白山最难以忍受的。 这两年来,他被无数恭维声音推上了外院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而今天,这所谓的风云人物头衔就在硝烟那近乎野蛮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日后这个迦南学院,人们在提起他白山之时,也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充满着仰视的敬畏,因为,在他的头顶上,永远都将会站立着一个人,那个人,才是让得人们敬畏仰视的存在。 而这种局面,对于性子格外高傲的白山来说,无比要了他的命更让人难受。 被人仰视的天才神坛,一旦登上,在落下时,便会有一种极大的落差感,很多人都忍受不了这种落差而颓废或心理激变。 当年的硝烟,也差点如此,现在的白山,也是如此。 此时的硝烟,自然是没有理会三人心中各自不同的心情,他只知道,如今拿到了内院的通行证,那么自己距离陨落心炎的距离,又是近了不少,他甚至已经开始期待,若是当自己吸收了第二种异火后,将会发生何种翻天地覆的变化。 药老曾经说过,焚绝吞噬第一种异火只是基础,在当第二种异火也被成功吞噬后,两种火焰间融合之后,那将会让的人产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硝烟很期待那种感觉,因为他隐隐地知道,这一次的脱胎换骨,恐怕将会让得他真正的成为强者。 一个有实力复仇,并且实力保护自己亲人的强者。 而非现在这般,何事都需要借助药老的力量? 陨落心炎,这是属于我的。 拳头缓缓紧握,硝烟心情有些澎湃,只要那东西一到手,那么他便是真正的具备了机身成为大陆强者的资格。 随着裁判员的宣布比赛结束,看四方闪略下了一些身着炼药师袍服的学员,他们进入场中,将重伤的白衫三人抬起,然后错落退出。 嘿,硝烟,好样的,这手段,我陆木可算服你了。 不过你今天虽然获得了胜利,不过恐怕也将那三个家伙全部得罪了,日后有机会,来炼药系混混,在这家南学院,我们炼药系的人,就算是副院长,执法队也不敢太过如何。 一名正指挥着炼药师学员们将伤员抬走的年轻人,忽然转过头,将目光投向硝烟,原来竟然是昨日败在硝烟手中的陆木。 呵呵,有机会我自然也是想去炼药系看看。 硝烟微笑道,平和的模样,哪还能看出先前的一分暴虐。 陆木笑了笑,转身跟着炼药师队伍退出了场地。 走吧,比赛结束了,现在便等着那内院通知吧。 望着周围的一片废墟,硝烟对着熏儿笑道。 嗯? 熏儿微笑点头,两人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缓缓行出了喧闹声震天的广场。 一年一届最盛大的比赛,也终于是随着两人的退场,而逐渐落幕。 第427章大赛后的安宁 缓步行走在学院间的临音小道上,硝烟微眯着眸子,并没有太过理会周围射来的灼热视线, 只从在两天前的选拔赛上获得了冠军之后,这种视线,便是一直伴随在硝烟身边, 初始倒是让得他有些烦不胜烦,不过久而久之,倒只能麻木的装作无事了。 对此,他也是没法子,毕竟掩在别人身上。 今天距离选拔赛落幕后已经两天时间了,在这两天时间中,硝烟不仅将比赛中所受的伤完全恢复, 而且那实力也是彻底的稳固在了六星大斗师级别,状态几乎随时随刻处于巅峰状态,体内如同洪水般流转不停的斗气,让得硝烟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舒畅感觉。 按照学院的规矩,在选拔赛结束后七天之内,选拔赛前五十的学员,便是得开始做好进入内院的准备, 而硝烟等前五名,则是可以在这七天之内,选择时间进入学院的藏书阁,作为奖励,他们有资格在其中依靠运气,选择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于那个即使是勋儿都念念不忘的神秘藏书阁,硝烟也是很有几分兴趣,不过按规矩进入其中时,必须是前五名同时进入,而现在的白山,虎家,吴浩三人,却是还躺在一锁之中。 听陆木所说,没有个三五天时间,他们三人是别想下地走路,在说这话的时候,陆木望向硝烟的目光很是有些怪异与庆幸。 显然,他是想起还好在与硝烟战斗时,这个家伙没有发疯的把自己也打成那副凄惨模样吧,作为炼药戏的人,这两天,白山三人所受的苦,他可是清楚的看在眼中的。 不知道那藏书阁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希望能在其中得到一点适合自己的吧。 温暖的阳光透过树枝缝隙,照射在硝烟身体上,他心中这般稀奇的喃喃道。 硝烟表哥 在硝烟脚步不急不缓的行走时,一道有些怯怯的声音,却是忽然在前方响起,听得着声音,硝烟脚步顿住睁开须眯的眼眸,望向前方,却是见到一群活泼俏丽的少女,而在这群少女之中,硝妹正犹如众星拱月般的被簇拥着。 说实话,硝妹的容貌,即使是在整个学院中,也能算作拔尖,而此时的她,正有些拘束的望着走过来的硝烟,这个仅仅用了不到十天时间声望便是在这所云集了无数天才的学院中达到了顶峰的青年。 哇,硝妹,果然是你表哥呀。 她走过来了过来了,在硝妹身旁,那些少女望着缓步过来的硝烟,不由的脸颊迅速浮现红晕,拉扯着硝妹有些激动的低声叫道。 如今的硝烟,在迦南学院外院中所有的声望,几乎超过了以前的白山,当初以一敌三的举动,现在被无数学员所津津乐道,而在这般不断互相传颂间,硝烟的地位,也是在很多学员心中急速拔高,再加上硝烟虽然并不算帅得一塌糊涂,可一张脸庞,也是属于清秀级别,再加上脸庞上经常擒着的温和笑容,也导致在这短短两天之间,不少少女对着她暗送秋波,有实力的男人,总是充满。 声望的提高,同时也让那原本在学院中因为硝烟请了两年假期而被传递成为极其刺头的名声,变成了富有个性的代名词。 年轻人就是这样,喜欢或者敬畏的人语物,那么不管她以前有什么缺陷,他们都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之无视或弥补,努力让得她成为心中最完美的。 而现在的硝烟,自己没有发出任何解释话语,那陶克两年的坏名,便是被扭转成了富有个性。 缓步走近有些忐忑的萧妹,萧妍微微笑了笑,冲着她点了点头,在她面前停顿了一会,随意微笑着谈一两句话,然后便是从萧妹身旁查身而过。 虽然萧妍是一脸温和笑容,不过萧妹却依然是从中感受到了那分声疏,听得周围少女们羡慕的声音,她却是有些鼻尖酸,眸子中充斥着暗淡。 原本,她们间可以很亲密的,她不需要这种敷衍性的问候,她倒是宁愿她对自己表现的愤怒,那样,至少还能让她庆幸,有愤怒,便是因为有让她怒的价值,而现在萧妍这幅平淡模样,却是让得萧妹极为心痛,讨厌一个人,不是对她有所愤怒,而是彻底的无视她。 现在的萧妍,似乎便已经到达了这一步。 而这一切,则全是因为当年上海市小孩时她的一念之差所致。 随着萧妍的茶身而过,萧妹抽了抽鼻子,努力不让的眼中湿气凝聚,虽然心中的悔意折磨得她恨不得抱着人痛哭一场,可她却还是抬起笑脸对着身旁那些还一脸羡慕的少女们强笑了笑,然后便欲转身离开。 对了,能跟我走走吗? 我想告诉你一点事。 就在萧妹黯然离开时,微笑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让得她身体当场僵硬,急忙回转过头,却是瞧见萧妍那柔和的脸庞,正了正,旋即急忙点头,然后顾步的和身旁的少女们打招呼,赶紧在少女们艳羡的目光中,快步跟上了萧妍。 萧妍带着萧妹在一路诧异的目光中缓缓来到一处安静的湖泊处,站在湖泊面前,她沉默了一会,将萧家所发生的事情仔细的说了一遍。 不管如何说,萧妹也是萧家的一员,她有资格知道家族的迁移,并且家族迁移这事,萧妍一直抱有愧疚,若非是因为她与云蓝中间的冲突,家族也不必受到这种牵连,虽然小时候对这个家族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可萧家,始终是她父亲以及萧家众位列祖的心血。 如今父亲失踪,她萧妍,便是成为了萧家的代理族长,这一点,从三位长老将那块祖传而下,并且还能够储存族长灵魂斑点的神秘玉片交给她,便可知晓,因为这块玉片,是历代萧家族长的身份象征。 家族迁移了。听的这消息,萧妹也是一惊,带眉微醋,望着萧妍的脸色,聪明的她眨了眨眼睛,猜测道,是因为云蓝宗吧。 嗯?萧妍苦笑了一声,略微沉默,旋即语气忽然变得冰冷了许多,我杀了他们一位长老,然后便是闹僵了。 这是,等我再回到加玛帝国时,会与他们好生结算,而在我未回去的这段期间,你尽量不要回加玛帝国,不然若是暴露了行迹,你与家族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萧妹乖乖的点点头,眼角瞥了一下萧妍,轻声道,萧妍表哥,放心吧,这是家族里不会有人怪你的,你能有这般作为,恐怕即使是大长老们,都会感到很有面子,这么多年,有胆量与资格挑战云蓝宗的人,可没有多少哦。 闻言,萧妍笑了笑,旋即点了头,道,希望吧,萧家是父亲他们的心血,我会努力保全他的。 现在的眼表哥能够办到,当年,萧妹的话忽然嘎然而止,笑脸也是苍白了一点,手掌恨不得揪自己嘴一下,好不容易有些和缓的气氛,他却偏偏要提那些事。 哎,当年的事,过去便过去了吧,如今又不是小孩子了,总惦记着也没啥用。 萧妍目光停留在波光淋淋的湖面上,旋即转过头,望着萧妹那怯生生的模样,道,不管如何,你总是我表妹,以后有事,就来找我,虽然在加玛帝国我还没有实力保住家族的命运,可在这家男学院里,却是能够让我萧家之人不受欺凌。 心中输了一口气,萧妍这话,让得萧脸夹上多出了一抹笑容,点了点头。 好了,我也得先回去了,记得,有事来若林导师那里找我。 萧妍笑了笑,拍了拍萧妹肩膀,旋即便是转身对着小道外面行去。 站在原地,萧妹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呼地展颜一笑,这似乎是个打破彼此僵局的机会吧。 在距离选拔赛将近五天之后的一天,当萧妍再次回到若林导师的别致楼阁时,却是瞧得若林导师、薰儿、萧玉等人正好全在其中,而在他们面前,也正站在一位身着学院导师袍服的中年人。 呵呵,怎么了这是? 笑咪咪的行进客厅,萧妍将目光投向薰儿,微笑着道。 萧妍哥哥,这位是酷鲁导师。 薰儿微笑着迎了上来,顺手将萧妍外套接过,柔声道,白山三人已经恢复了,按照规矩,今天下午,便是我们进入藏书阁的时间了。 前行的脚步微微一顿,萧妍一正,旋即笑咪咪地点了点头。 终于来了呀,对于这个所谓的神秘藏书阁,他也已经期待许久了,现在,希望他不会让得自己失望吧。 第428章 神秘的藏书阁 宽敞明亮的房间之中,书架交错纵横着,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朴书籍,显得格外具有书香气息。 而此时,在这所房间的中央处,三人正安静地站立着,在他们面前的桌后,一名发虚揭白的老人正缓缓地翻看着手中资料,整个房间,都是处于一种寂静氛围。 房间中站立的三人,分别是两男一女,细细看去,竟然便是被硝烟打得重伤的白山,五号,虎家三人,此时的白山二人正低垂着眼目,脸庞虽然还是略有些苍白,不过气色比起当初,却是好了许多,而一旁的虎家,却是瞪着眼睛望着看中的老人,许久后,撅了撅嘴,一脸委屈。 寂静的气氛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后,副院长虎钱终于是将目光从书页移了开去,淡淡地道,别指望我给你出气,这可是你自找的,你若是有本事,可以直去打硝烟出一通气,不过至于谁能打过谁,我就不管了。 嘉南学院中,并不禁止这种切磋笔事,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 哼,我又没指望能干些什么,那日我败成那样,也是措手不及的缘故,我的底牌可都没使出来呢,不然究竟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呢。 虎家哼了一声,道,我只是怒那个家伙竟然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耶,她难道就不能下手轻点吗? 我又不像他们两个皮糙肉厚的。 听虎家的嘟囔,虎钱忍不住的笑了出来,无奈地道,那个时候,谁管你什么怜香惜,你们三人手攻击人家一人,硝烟若是还留守的话,也就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当然,他最后的举动,也让得我极其意外,这个小子也是个狠角色呀。 你们三人,也不要因为这事与他结仇。 年轻人要想开点,为这点事纠结不值,日后的硝烟,潜力也极其恐怖。 记住,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更何况这个敌人,还是能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步。 虎钱望着面前的三人与众心肠地道。 哼,女人可是最记仇的,那一脚,我也记着呢。 她别让我逮着机会。 虎家撇嘴道。 听得虎家这般说,虎钱是笑了起来,以他对前者的了解,自然是知道,每当这个时候,他便是真没有记恨的情绪,不过明显硝烟那一脚也的确让虎家心存愿,日后虽说不会与之为敌,可恐怕至少也不会给对方什么好脸色。 我不会将他视为敌人,不过确实会将他视为必须超越的对手。 吴昊平静地道。 虎钱微微点头,这吴昊,的确是个战斗狂人,不过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在强者的道路走得很远,难怪连院长都极为看好他。 呵呵,已是切磋而已,所受伤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记仇? 白山微笑着道,笑容满意的脸庞,看不出半丝愤怒。 然而就是白山这幅微笑的模样,确实让得虎钱眉头不着痕迹的皱了皱,作为嘉南学院的副院长, 他活了这么多年,以他的精明,又怎会听不出白山这话究竟是虚伪还是真实? 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微笑的白山,虎钱也没有再说话。 他清楚,以前者这些年所受的追捧,如今被硝烟一招打得支离破碎,心中定然是极其不甘,不过,希望他不会干什么傻事。 不然的话,虎钱并不认为那个在加玛帝国敢与平一己支力挑战一个宗门的青年,会是一盏省油的灯。 嘎吱 清脆的房门开启声,忽然的悄悄响起,一道声音进房间,副院长,萧炎与萧儿到了。 请他们进来吧。 将手中的书籍合拢,虎钱笑着道,旋即将目光投向白山三人,道,你们日后进入内院,说不得还要在一起拼搏,所以,不要把关系弄僵了,每年进入内院的心声,若是不报成团的话,那下场可不太美好。 另外,内院中,实力为尊,谁拳头硬,便是能够得到最好的修炼条件,在那里,你们任何的背景都没用,包括我。 说着最后一句时,虎钱目光紧紧的盯着虎家,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撇了撇嘴,虎家虽然心中不知可否,可面上却是点了点头。 在虎钱声音落下后不久,房门处,两道人影缓缓行进,目光在宽敞的房间中扫视了一圈,最后停留在桌后的虎钱身上,两人上前两步,弯身行礼。 呵呵,你们两个总算来了。 笑咪咪的望着两人,虎钱目光略微在硝炎脸旁停留了一会。 只从硝炎来到加码学院将近十天时间,这还是虎钱第一次这般近距离与这此刻声望达到了学院巅峰的尖字学生对视。 平和,温雅,初一对视,虎钱心中却是忽然跳出两个词来,嘴中喃喃了一下,他却是苦笑了一声,这两个词和硝炎在战斗时所表现出来的狂野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 在当虎钱仔细的丁娜对漆黑如墨的眸字半赏后,老辣的眼光终于是察觉到了一分平和下所涌动的如火焰般的暴躁与不安定,那模样,就如同是一座隐藏着火山的平静山巒般,随时随地,那可怕的火山,都会爆发出让人咄舌的恐怖能量与怒火。 体内斗气看似温和流转,可却是隐隐透着一分火山般不安定的感觉,看来应该是与他所掌握的一伙有关吧。 目光扫了一下硝烟的身体,虎钱竟然便是感觉到了对方体内斗气的性质,这般手段,不愧是嘉南学院外院的副院长。 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也就不再啰嗦了,你们也应该叫你们过来的目的。 从以上站起身来,虎钱微笑道,你们是这一届选拔赛的前五名,按照规矩,有资格进入葬阁试下运气。 说着,虎钱来到身后的墙壁,手掌随意的拍了几下,一阵低沉的轰隆声音响起,旋即一处漆黑的通道便是出现在了硝烟五人面前。 跟我来。 对着五人挥了挥手,虎钱便是率先进入漆黑通道,其后一脸好奇的虎家毫不迟疑的便是跟了去,接着是吴浩,白山,呆得他们都进入之后,硝烟方才拉着熏儿,小心翼翼的进入这处漆黑通道,这些年的历练,铸就了他那谨慎的性子。 进入通道之后,硝烟才发现,墙壁嵌着一粒粒的硕大夜明珠,淡淡的光辉将通道照光线有些朦胧,不过这点光线于硝烟等人来说,却是已经足够。 通道之中,气氛安静,只有细微的脚步声,沙沙地响起着,硝烟目光在前方带路的虎钱身上扫了扫,拉着熏儿的手却是紧了一点,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人,他对这男学院实在是谈不上如何熟悉,那位实力强横的副院长是何种性子,他同样也是吱吱不深。 似是察觉到硝烟紧张,熏儿轻拍了拍他的手掌,冲着他微笑摇头。 微微点了点头,硝烟深吸了一口气,心情逐渐恢复镇定,步伐也是较快了些许。 在通道中行走了江约莫有半个小时左右,一点亮光终于是出现在了通道尽头,而乔的亮光,通道内的几人步伐都是加快了许多,片刻之后,终于是来到通道尽头一步跨了出去。 刺眼的眼光从天际挥洒而下,让得硝烟等人惯性的微闭着眼眸。 半晌后,缓缓睁开,望着出现在眼前的场景,却是略有些吃惊。 此时硝烟等人面前,明显是一处山谷凹槽,那陡峭的山壁一路向上延伸,最后直至视线的尽头。 在三面峭壁之中,刚好有着一个占地极为宽阔的空地。 此时,在那空地上,一幢庞大的有些令人咄舌的厚重古朴楼阁,正处于其上。 目光缓缓扫过那幢庞大的古朴楼阁,最后停留在了楼阁之外的一块显极为古老的匾额之面,上面,三个被岁月摧拾得有些模糊不清的字体,正若隐若现的显露而出。 藏书阁 古老的字迹,虽然历经岁月摧残,可硝烟等人却依然是为那字体中所蕴含的古朴意境而感到震撼,不愧是嘉南学院外院中神秘的藏书阁,光是这块匾额便是将它的身份隐衬了出来。 钱带着五人缓步走向藏阁,在即将进入其二十米距离时,却是陡然停住,对着藏书阁方向抱拳道,这一届内院选拔赛前五名已经诞生,按照规矩,我带他们来到此处,还请朱老开门。 虎钱的话语,被斗气所携带着,在小伤谷间,不断徘徊,久久不散。 在虎钱话语落下之后不久,硝烟死死盯在藏书阁的眼瞅然一缩,目光猛地移动,最后停留在大门口处的两个盘坐在地的灰袍人影,先前在进来之时,他分明地瞧清楚,这里根本没有半个人影。 而现在,这两个灰袍人,确实如同原本就坐在那里一般,这般诡异场景,让得硝烟内心有些含义以及震惊,然而在震惊之余,他对这藏书阁的兴趣却是越来越浓,能够让得迦南学院这般郑重对待,恐怕里面所存放的东西,应该也并非是寻常之物。 不愧是迦南学院,果然底蕴雄厚。 第429章 神秘的首格人 虎贤的声音缓缓地在山谷中消散,而两位灰袍人却是没有丝毫动静,犹如未闻一般。 见到自己的话语没有回应,虎贤未再度出声,保持着抱拳姿势,安静地等待着。 虎贤身后,萧妍等见到这一幕,面面相去了一眼,就是连那性子无法无天的虎家,也是识相地保持闭嘴,这个神秘地方,他从未来过。 不过虎贤在南院外院中的地位,没有几人能够相比,现在他在面对着这些灰袍人时,却是这般客气,从此足以瞧出守护着藏书阁的这些灰袍人影恐怖,他虽然无法无天,可却也不是蠢货,知道什么能惹,什么不能惹。 安静中,萧妍袖袍中的手指却是忽然轻轻摸了一下漆黑古朴的戒指,低垂的眉头忍不住的皱了皱,他发现,自从先前这两名神秘的灰袍人出现之后,要老与自己间所存在的那缕若隐若现的连接,竟然便是彻底的消失了去,这种情景,还是自从要老接触之后的头一次。 这种联系是双方间,然而萧妍并没有主动断绝联系,那么很显然,这便是要老主动断去的。 对于这种事,以前老从未做过,而现在,萧妍眨了眨眼睛,眼睛望向楼阁处的两名灰袍人,心中悄悄的吐了一口气。 能够让得要老忌惮的将所有联系断去,这两人,还真是可怕呀,不愧是南学院藏龙卧虎啊。 寂静的气氛在山谷持续了将近十来分钟后,两名盘坐在楼阁大门处灰袍人影的袍服这才微微抖动了一下,旋即灰袍下,有着两队犹如老僧般古井无波的视线抬起,淡淡的在虎钱等人身上刺扫过,最后却是忽然停留在了萧妍身上,灰袍微微一抖,有着细微嘶哑经一声悄然传出,一火。 细微的声音,缓缓的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着,也清楚的钻进了萧妍等人耳中。 不知这位小有名讳。 一名灰袍人,目光盯着萧妍,嘶哑的声音中,却是透着一抹岁月累积而起的沧桑。 听得灰袍人竟然先是抛下虎钱向萧妍发问,古中几人都是一阵,旋即转头将一样目光投向了萧妍,从先前虎钱对待两名灰袍人尊敬的态度来看,这两人明显在迦南学院有着非凡地位,而萧妍能够让得这两人对他产生一点兴趣,这种待遇,让得虎家等人暗自献急。 对于灰袍人的话,萧妍同样是一阵,旋即盲爆全功声道,小子萧妍,见过二老。 火偏青,火如帘,如火山,老夫所料不差的话,小有所掌控的一火,应该便是在一火榜排名第十九的清廉的新火吧。 苍老的声音,在萧妍耳边徘徊着,是让他平静的心陡然一紧,妄想那两位灰袍人时的眼神中多了一惊骇。 只从收服了清廉的新火后,这位神秘灰袍人还是第一个在自己为施展出清廉的新火时,一眼看破自己火焰底细之人,这人,当真可怕。 喉咙滚动了一下,萧妍微微点了点头,目光看了看身旁的熏儿等人,发现他们却是犹如没有听见灰袍人先前的那句话一般,不由的一愣,旋即心中恍然,这恐怕也是那两位神秘灰袍人的手段吧。 如此年龄便是能够掌控一火,当真是天赋一柄,左边灰袍人轻轻的叹息了一声,声音中略有些赞赏,旋即他将目光移向了虎前,声音嘶哑地道,这一届的前五名,比上一届要好许多。 听得他这话,虎前略微松了一口气,笑道,既然如此,那便请二老解开一下空间锁吧。 空间锁? 陌生的名字,让得萧妍等人一愣。 萧妍哥哥,看虎前副院长前面。 熏儿的嘀嘀声音,忽然传进萧妍耳中,后者抬头一望,初始脸庞上还略有些疑惑,片刻后,疑惑逐渐消散,转变成一片凝重。 眼睛死死地盯着虎前面前半米处的半空间,片刻后,萧妍发现,那里的空间,若是仔细看的话,竟然是能够发现一点点极浅的咒者,这些咒者隐藏在空间中,极难被发现。 目光顺着若隐若现的咒者移动,最后他赫然发现,这片空间咒者几乎是成一扇墙壁模样,将整个藏书隔户在了其后。 这是空间锁,斗尊强者方才有能力布置的绝强洁净,这个空间锁是几百年前学院的一位前辈所留,若是没有里面二老用特殊手法开启的话,就算是斗尊强者,闯不进去。 似是清楚萧妍等人的茫然,面前的虎前笑着解释道。 萧妍等人恍然点头,心中却是略感骇然,连斗宗强者都无能为力的接近,这也实在是太可怕了。 楼阁处,两名灰袍人缓缓从袖袍中探出两双干枯的手掌,旋即一印得慢慢截动着手印,随着他们手印的截动,萧妍等人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两股极为雄魂无形波动,正在自他们手掌中如波浪般的传出,如波浪一般,无形波动逐渐扩散,最后终于是与那些空间咒者接触在一起。 两者接触,顿时萧妍等人面前的空间便是犹如一块水做成的镜面一般,不断的泛起一圈圈连依,片刻后,连依停止,一扇门行,被无形的大手缓缓的撕裂了开来。 走吧。 见到这空间门行,虎钱挥了挥手,然后便是率先走近,其后,萧妍在迟疑了一会后,方才小心翼翼的走进这上无形的门框。 一脚从无形门中踏出,萧妍却是发现眼前的视线变得比先前明亮了许多,望向楼阁的眼睛,也是清明了一点,显然,他们这是真正的进入了空间锁之内。 呵呵,劳烦二老。 站在楼阁之外,虎钱对着两名盘坐在地的灰袍人笑着道。 任务而已。 全都包裹在灰袍中的两位神秘人影连身体都未曾有所动,嘶哑的淡淡声音缓缓响起。 现在你们自行进入藏书阁吧。 记住,不管你们要得到什么,都不可抢求,因为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被加上能量层,若是你的手能够毫无阻碍的穿过能量层,那么你便是能够拿走里面的东西,当然,不管你能拿起多少,可能带出藏书阁的,只有一样,千万不要贪心,否则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若是你们并不能穿透能量层的,那便放弃,凭你们的实力,还破不了他们。 这些年每年都有人进入藏书阁,可最后空手而归的人,也并不在少数。 所以,一切只能随缘,得不到东西,勿要抢求。 手指向藏书阁,虎钱转头对着萧炎等人道。 闻言,萧炎等人点了点头,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缓缓抬腿对着藏书阁行去。 安静的山谷内,只有着细微的沙沙脚步声响起,萧炎勋儿走在最后,几人穿过楼阁面前的草地,最后踏上了那被岁月摧残的坑坑洼洼的青石梯。 石梯上布满着青苔,脚掌踩上去有些滑腻,不过好在这对萧炎等人没有什么阻碍,顺着青石梯走了一会后,来到了藏书阁面前,抬头望着那古老的匾鹅,一股荒凉的感觉,从匾鹅中蔓延而出,缠绕在众人心中,久久不散。 嗨! 嘶哑的咳嗽声忽然响起,将萧炎人从失神状态中惊醒,五人皆是一愣,旋即连忙将视线从匾鹅上移开。 好诡异的匾鹅,竟然有着西人心神的魔力,这藏书阁怎么处处透着神秘气息? 萧炎低下头,在心中惊叹的自难道。 进去吧,门只会开启一个小时。 一小时后,不管有没有得到所需要的东西,那也必须出来。 在五人左边,一名灰袍人袖袍被威风吹拂着动了动,旋即那紧闭的大门带着嘎吱的声响,缓缓打开,露出里面漆黑的通道。 大门敞开,一股古老的苍凉气息便是迎面而来,让得萧炎等人赶忙谨守心神,不敢有丝毫其他念头。 领头的虎家,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便是率先一脚踏进藏书阁,其后,白山与吴浩略微迟疑了一下,也是紧跟而上。 走吧,萧炎哥哥。 勋儿拉着萧炎的手掌,望着消失在黑暗通道中的虎家三人,微笑道。 闻,小心点。 萧炎点了点头,眼角在两旁的两名神秘的灰袍人影身上扫过,急拉着薰儿,走进藏书阁,最后再细微的脚步声中,悄然消失。 在五人全部进入藏书阁之后,那敞开的大门,也是嘎吱嘎吱的缓缓合拢而来,最后紧紧闭拢。 望着再度紧闭的大门,虎钱轻松了一口气,笑道,希望这些小家伙能够到喜欢的东西吧,能够进入迦南学院的藏书阁,那可是不多得的机缘啊,万不可停。 第四百三十章争抢 听得背后大门紧紧闭拢的声音,萧炎脚步略微停了一下,旋即便是再度拉着薰儿前行,将近五分钟后,淡黄色的灯光从前面不远处传来,两人脚步步由快了一点,再过一会,终于是穿过了漆黑通道,大盛的光芒射将而来,让得两人微微偏过了头。 出现在萧炎两人面前的,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大房间,在房间的四周墙壁上,有着将近十来个能量罩,此时,这些能量罩正缓缓吐缩着光芒,将房间照射得如同白昼。 房间中,虎家三人已经抵达,听得脚步声,三人回头看了一眼,瞧得两人后,虎家上前了一步,笑吟吟地道,薰儿,以后进入内院,我们可得抱成一团哦,虽然没有进过内院,不过爷爷说,在那里面想要获最好的修炼条件,是的要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分散开来的话,我们这些出进去的新人,肯定免不了要被压榨欺负。 虎家的目光仅仅是在萧炎身上一扫便是跳了过去,显然,他对于萧炎上次的下手之痕还是心有芥蒂。 呵呵,是啊,出进的新人,若是不团结的话,很容易被欺负。 一旁的白山,含笑道,不过我有一位族兄早已经在内院待了两年时间,到时进去后,只要薰儿学妹你们与我一起,有他照料的话,定然可以免去新人那段困难的过渡期。 呵呵,白山学长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些事,靠自己便好。 萧炎轻笑了一声旋即目光四处望了望,眼中浮现一愕然,似乎个巨大房间便已经是藏书阁的尽头了。 怎么不见东西? 听得萧炎的话,白山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笑容满布的脸庞上忍不住的浮现阴冷,旋即迅速消散,心中森然道,敬酒不吃,好吧,那你就给我装硬骨头吧,希望到了内院后你还能这么硬,到时候,我要把你收拾爬出内院。 别看了,这似乎没其他方了,就那些奇怪的能量照,难道是让我们进去? 见到萧炎处扫动的目光,虎家撇了撇嘴,道。 闻言,萧炎眉头不由的一皱,这是谁意思? 就在萧炎几人在这巨大的房间中茫然之时,忽然有着细微的破风声在房间中响起,虽然那声音极其细微,可对于萧炎等人来说却无疑是如闷雷般响亮,当下几人视线急忙顺着声音移动,最后停在了一处靠左边的能量罩上。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熊儿望着那处能量疑惑地倒。 出来! 微微一震,萧炎还来不及回话,心头骤然一紧,还未有所动作,只见那能量罩,一团紫光燃爆射而出玄疾化为一道流光对着五人爆射而去。 小心! 瞧得紫光射来,不知其底细的白山几人急忙闪开。 萧炎身形一侧,将之闪避而开,在退后之时,嘴中不忘对着那站立原地动也不动的熏儿喊道。 然而萧炎的喊话刚刚落下,紫光却是陡然加速,狠狠地射向薰儿,后者目光紧紧盯着紫光,旋即在萧炎微变的脸色中,玉手一叹,竟然是直直地对着紫光抓了过。 吃! 牵牵玉手在房间内众人的注视下,一把便是将紫光抓进手掌,然后,紫光缓缓消散,最后一卷被能量层所包裹的紫色卷轴出现在了其手上。 玄阶高级功法,紫雷诀。 握着紫色卷轴,薰儿手掌试探了一下,竟然是毫无阻碍地穿过了能量层,望着卷轴表面所绘的字体,不由轻声念了出来。 功法 听得薰儿的声音,萧炎等人一愣,旋即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东西是自动地从这些能量罩中吐出来在萧炎等人恍然之际,大批的破声再度响起,紧接着,一团团颜色以及形状各不相同能量团,铺天盖地地被从能量罩中喷吐而出,然后在巨大的房间中穿梭不定,带起呜呜破风之声。 瞧那些各自带着不同声势的能量团,萧炎脸庞上浮现一抹习意,脚尖在地面一弹,身形如炮弹般冲上半空,双手击抓,在落下的时,掌心中已经有了一团弹绿光芒。 目光透过弹绿光芒,萧炎能够发现,光团之中,竟然是一株通体如翡翠般的药材,眼睛飞快地从翡翠药上扫过,最后停留在这株药材顶端的一枚如玉石般的果实上,萧炎心头一震,天肥果。 天肥果,萧炎所知,这东西光是就这般直接服用,便是能够让的人斗气实力提升一星左右,而若是用它来炼制丹药,只要成功,那么必然是一种能够使得斗王强直接提升实力的奇丹,这种东西在外界几乎是属于天价的价位,极难寻得,没想到在这藏书阁内,竟然会被喷出来一株,实在是让得萧炎扎舌不已,不过可惜,虽然珍惜,可并非我现在所需要的东西。 握着天肥果,萧炎却是不甘地叹了一口气,手掌一松,前者顿时再度化为一抹绿光冲天而起,最后进了漫天光滑,消失不见。 薰儿,想吧。 天头对着薰儿大喝了一声,萧炎身随心动,赶忙再度对着一团光芒急抓而去,随着萧炎这声大喝落下,白山几人似是也反应了过来,当下几人身形齐动,化为一道道影子,在房间中急速闪掠,不断地抓取着那些从周围能量罩中射出来的光团。 一时间,整个房间中都是乌笑阵阵,萧炎几人忙前顾后,抓住光团后,一旦发现不适合自己,便是赶紧丢弃,继续抓紧时间地抢夺心仪的宝贝。 哈哈,的街斗技,笑声阵的房间中,一道大喜的笑声忽然响起,萧炎等人急忙转头,却是刚好瞧得白山手中高高地抓着一团银色光团,从那若隐若现的光芒中,萧炎等人能够隐隐地看见其中类似卷轴的东西。 紧紧握着银色光团,白山忍不住地冲着萧炎得意地笑了笑,手掌快速地对着银色光团插去,然而就在当他手掌刚刚接触到银色光团内部时,一股巨大的反弹力猛然出现,将其手掌轰然正开,旋即光芒大胜,强行挣脱白山手掌,化为一抹流光,投射进了一处能量罩中。 望着那静止尽能量罩消失的银色光团,白山一旋即脸色猛然阴沉了下来,怒吼了一声,身形化为一道白影,对着能量罩重重撞了过去。 白山重重地撞在能罩上,能量罩纹丝不动,然而前者却是暴射而退,一口鲜血喷出,最后砸在了另外一边的墙壁上。 硝烟等人错愕的望着那刚刚还在得意狂笑,现在是被震吐血退开的白山,面面相去了一眼,嘴角忍不住的有些抽搐,乐极生悲的典型案例啊。 这家伙难道忘记了刚才进来之前,虎前副院长还说过,一切随缘吗? 嗨,硝烟刚咳了声,暂时的停下手动作,冲着白山笑道,白山学长,没事吧? 脸色铁青的爬起身来,白山没有理会硝烟,再度抬头将目光投向房间上空呼啸闪掠的无数光团,片刻后,脚掌一蹬地面,身体再度射出。 耸了耸肩,硝烟退后了两步,与勋儿排在一起,低声道,虽然那些东西都有能量层隔绝,可若是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够隐隐看出一些端倪,记住,专找那能量波动大的能量团下手。 嗯,好。听得硝烟提醒,勋儿微微点头,也就不再做无谓的抢夺,安静的矗立在原地,视线紧锁定着那源源不断的喷吐着光团的能量罩。 一旁,硝烟微闭上了眸子,在这种地方,灵魂感知力赋予了他极大的优势,他能够先其他人一步的察觉到即将出来的能量团的强弱。 灵魂感知力蔓延在整个房间,硝烟身体纹丝不动,即使偶尔一些能量团从他面前飞掠而过,他也是没有丝毫反应,这些东西,还不值得他出手追夺。 安静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一旁的勋儿也是在这段时间夺了五六个能量团,可却依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级别,因此还是全部丢了回去。 某一刻,身体保持丝不动的硝烟,心头猛然一紧,眼瞳豁然睁开,没有丝毫预照的,脚尖一点地面,身体对着靠左边的一处能量照报射而去,而就在硝烟身形刚动之时,一道火红光芒,羞的一声,从那能量罩中报射而出。 火红光芒一出现,整个巨大房间温度都是升高了些许,因此,白山几人目光也是急忙投过来,瞧得这团火红光芒所带起的声势,皆是一正,旋即条件反射般的也是报射去。 然而在他们身形刚动时,先他们一步发现这团火红光芒的硝烟,却是化为黑影陡然出现,手掌一抓,顶着其上传炽热,一把将火红光芒捞进手中,旋即身体暴退,而勋儿也是极为聪明的闪掠而上,将白山三人阻拦了下来。 嘿嘿! 冲着白山三人咧嘴笑了笑,硝烟抓着红光芒来到勋儿身旁,目光扫向光芒内,旋即一正,喉咙缓缓滚动了一下。 不错,果然是好东西。 第四百三十一章声波斗技 硝烟手中的火红光团中,是一卷淡红色的卷轴,而那炽热的温度,也是从中散发而出,目光穿透光芒,仔细的在淡红卷轴上扫过,隐隐能够看见上面的一些字迹。 九重凤火绝,地阶终极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确实让得硝烟使劲的咽了一口唾沫。 地阶终极,这种等级地功法是硝烟从出生到现在,所见到的最高等级功法,这种功法,即使是放在大陆黑祸的流通之地黑角域中,那也是绝对能够掀起一阵轰动,无数势力将会为了这卷功法争得头破血流。 然而,现在这卷价值难以估量的地阶功法,便是这般简单的落在了硝烟手中,当真是有些戏剧性。 手掌抛了抛分量极轻的卷轴,硝烟却是感到手掌有些沉甸甸的感觉,往日那连做梦都难以弄到手的东西,如今便是在这个神秘的藏书阁中,被随意地喷吐了出来,嘉南学院收藏之风,让得硝烟震惊不已。 白山三人目光炯炯地盯着硝烟手中的火红光团,这卷轴是到现在为止,所引起震动最大的东西,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确切为何物,可却也能模糊地猜测出它的等级范围。 嘿,三位,怎么?不去自己追,难道还想从我手里抢? 抛了抛手中的火红光团,硝烟笑咪咪的道,虽然对方有三人,而且实力都不弱,可硝烟这边也是有着熏儿做帮手,就算真要打起来,对方也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呵呵,硝烟学弟说笑了,不过你先前也说了,这些东西都是靠的缘分,你能将它抓住是你的本事。 不过你若是有运气把它从光团中取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得到手,不然的话,我先前便是前车之剑。 白山瞥了一眼硝烟手中的火红光团,淡淡地笑道,我倒是很想看看硝烟学弟究竟是否有这个运气。 闻言,硝烟眉头微微皱了下,与勋儿对视了一眼,右手紧握着火红光团,左手缓缓伸起,然后对着火红光团轻轻处去。 瞧得硝烟的举动,白山人心也是陡然提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硝烟的手掌。 漫天光滑击射,一道道光团不断地从五人面前飞跃而过,不过此时众人都并未有心情拦截,而是都将目光投射在硝烟身上。 对于这些好东西,很多人都是抱着我得不到的话。 你也别想得到的心情。 因此他们倒是很想幸灾乐祸地见到硝烟获取失败的郁闻样子。 手掌缓缓地贴上光团,一股炽热的感觉在掌心中扩散开来。 不过这对于经常玩火的硝烟来说,这点温度仅仅只是小菜一碟。 手掌逐渐探尽光团,片刻后,终于是遇见了一点点阻塞的感觉。 硝烟缓缓吐了一口气,牙齿一咬,手掌猛然往下一压,火红光芒骤然大放。 旋即硝烟脸庞涌上一抹狂喜,手掌闪电般的探尽光团中,当其再度抽出来时,手掌上已经多出了一卷暗红色的卷轴。 哈哈,看来我运气不错呀。 紧握着暗红色的卷轴,硝烟脸庞上的兴奋难以掩饰,朗声笑道。 哼!瞧得硝烟竟然获取成功,白衫脸色不由的难看了一些,冷哼了一声,将目光从硝烟身上转移开去,开始寻找着自己下手目标。 虎家与吴浩也是满眼艳见的望着硝烟手中的暗红卷轴。 片刻后,也只得转头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呵呵! 恭喜硝烟哥哥了! 勋儿偏头冲着硝烟含笑道。 硝烟笑了笑,手掌轻抚着暗红卷轴,片刻后,却是忽然将卷轴对着勋儿一抛,微笑道,我拿着这功法没用,勋儿若是喜欢,送给你吧,这些年来,我还从未送过你这般贵重的东西。 这家伙,还真是大方,那可是得接功法呢,虽然白山三人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寻找目标之上,可硝烟那将功法抛给勋儿的举动,同样是被他们所看见,特别是在听见硝烟后面说的那句话时,都不由得一愣,旋即面色有些古怪,地接功法,那可是无价之物,这个家伙,也太大方了点吧。 呃,略有些错愕地接过卷轴,勋儿却是摇了摇头,流声道,在选拔赛时,我关你战斗时陡气的色泽以及雄魂程度,想必现在你所修炼的功法,也仅仅才玄阶吧。 暂时是的。 硝烟无奈地点了点头,现在的焚绝,的确才进化到玄阶。 那你还送我? 这卷功法明显也是火属性,正适合你用啊。 勋儿称道。 因为一些缘故,我并不能更换功法,所以。 这除了送你之外,我没半点其他用途。 硝烟摊了摊手,焚绝的事,他并不能解释得太清楚,当下为了避免勋儿继续追问,只得脸一板,道,要就拿着,不要就丢了。 瞧得硝烟脸色,勋儿抿嘴甜甜一笑,道,好吧,正好现在我需要一卷过渡地功法,这东西正好合适。 对了,硝烟哥哥想要什么东西? 让勋儿帮忙找找吧。 勋儿低声道。 我需要一卷声波斗技。 硝烟皱了皱眉,叹道,不知道在这里能否遇见。 声波斗技。 听得这名字,勋儿一正,旋即沉吟道,这种偏门斗技可是极为罕见的呀,低级的倒是能找到一些,不过想必那种等级硝烟哥哥也看不上,可高阶的,又极难寻找,哎,只能碰碰运气了。 嗯! 宓妦颜点了点头,抬起头来,望着那房间半空处密密麻麻的光团,忍不住的有些头皮发麻,这藏书革里面收藏的宝贝竟然到了这般恐怖的数量,若是这被黑角欲的那些人知道的话,恐怕都会疯狂起来,難怪这藏书革会隐藏的这么隐蔽,而且还让两名十力恐怖的神秘灰袍人震守。 在将纳卷的接工法给了勋儿之后,萧妍再度闭上了眸子,依靠着灵魂感知力来探知那些能量光团,而勋儿因为没有这般出色的灵魂感知力因此只能靠着感觉来抓取。 不过这种获取几率实在是太低,甚至,在连抓了十几个光团后,勋儿都未曾拿到所需要的东西。 而藏书阁中的另外三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都是得到了一些勉强能够满意,并且能够顺利从光团中取出来的东西。 白衫拿到手的,是一件近乎透明的蚕丝甲,这东西防御力惊人,论起抗打击程度来说乎超过了在加玛帝国时,云运曾给予的萧妍那件能够抵御紫荆一师王的攻击的内甲,虎夹到手的,是一枚不知有何作用的紫色丹药,至于无号码,似乎是得到了一卷斗技,可在拿到那东西后,他没有丝毫地透露斗技是何等级。 因此,除了他自己外,萧妍等人也是不清楚他得到的那卷斗技有何作用。 而此时,距离进入藏书隔一个小时界限经仅仅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但是萧妍所期盼的声波斗技,却迟迟未曾出现。 一道弹青倩影从半空闪掠而下,薰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对着萧妍扬了扬手中的一团光芒,苦笑道,六阶魔兽的魔盒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可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萧妍微微点头,随着时间的流逝,灵魂感知力却是崩得越来越紧,某一刻,灵魂力量崩紧到极致的他,心间猛的一颤,布满整个房间的灵魂感知将一缕极为细小的空气震动传回了他的脑子。 这股震动,紧闭的眼眸猛然睁开,萧妍身形犹如一颗炮弹般,直冲半空,手掌狠狠地对着一团光芒抓去,旋即稳稳落地。 萧哥,到手了吗? 见到萧妍举动,勋儿急忙问道。 萧妍缓摊开手中那团光芒,目光透过光芒扫了扫,先是点了点头,旋即又有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的确是,不过可惜仅只是一卷黄街高级的声波斗技,这与我预想,出入挺大呀。 那怎么办? 要不继续等等。 勋儿迟疑地道。 时间不够了呀。 萧妍苦笑了一声,抬头望向房间一处,却是刚好瞧的白山那幸灾恶祸的目光,摇了摇头,却是懒得理会他,对着勋儿道,算了,走吧,这等级虽然低,可也先凑合着用吧。 说完,他便是转身对着来时的通道走去。 嘿嘿,萧妍学弟,看来你才是运气最不好那个呀。 后面,虎家三人也是因为时间缘故跟了上来,白山瞧得萧妍那郁闷脸色,忍不住心中的舒畅,笑着开口道。 骨头又痒了。 脚步忽然顿住,萧妍偏头冷笑道。 脸色微微一变,白山淡淡一笑,不再说话,心中却是阴森森地道,现在你就给我嚣张吧,等到了内院,有你好看。 瞧得白山不敢再回话,萧妍不懈的撇了撇嘴,最后撇了一眼房间中那些喷吐速度已经变得慢起来的能量罩,心中叹了一口气,转身欲走。 咻! 就在萧妍转身的刹那,房间之中,一处能量罩忽然间光芒大盛,旋即竟然是在房间中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异样声响,这股异声透过空间震荡传播而出,让得萧妍等人精神略微有些恍惚。 恍惚仅仅是持续了瞬间便是消失,萧妍走动的脚步陡然停滞,旋即猛然转身,身形速度展开到极致,最后化为一道黑影,暴射向房间的一处能量罩。 在萧妍有所动作时,那能量罩中,一股透明的能量团飙射而出,而随着它的出现,尖锐的声波,几乎是成涟漪状般,在房间中扩散而出。 第432章 师虎碎金银 随着透明能量团的射出,一股尖锐的声波,化为实质涟漪,以能量团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出。 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动静,白山等人皆是一正,旋即快速明白了过来,当下各自脸色不同的瞧着萧妍那化为黑影狂射而出的身形。 在房间内几人的注视下,将速度施展到极限的萧妍,几乎是在两个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那股透明能量团面前,手掌微躯,犹如鹰爪一般,闪电般的对着能量团抓去。 似是察觉到萧妍的举动,那处本来是对着前方急射的能量团,却是猛然一智,旋即一晃,竟然是对着后方躲避了开去。 哼,感觉到那股明能量团近乎条件反射般的闪避,萧妍却是冷笑一声,袖袍一震,手臂在此刻犹如忽然间延伸了一截般,手爪一捞,便是将那透明光团紧紧的抓在了掌心中。 东起到手,萧妍身形没有丝毫迟疑,闪电般的后退,而也正是此时,那房间之中的能量罩,却是猛然爆发出巨大的吸力,在这股吸力吸扯下,那盘旋在房间之中的漫天光滑,却是源源不断的被吸扯回了能量罩,一时间,只见得漫天光滑穿梭,无数先前被能量罩吐出来光团,除了熏而白山等人手中已经破除了能量罩的物品,此刻却是再度被能量罩给尽数吞了回去。 感受那股从能量罩中传出的犀利,萧妍知道,这是时间即将到达的缘故,手掌紧紧的抓着手中不断震动着想要逃出去的透明光团,这东西也是受到了犀利的牵扯,开始想要挣脱萧妍的束缚。 萧妍哥哥,快试试能不能取到里面的东西。 瞧得萧妍那被吸扯的向前扬起的手掌,熏而急忙提醒道。 听得熏而的话,萧妍这才回神,右掌紧握着光团,左后猛然插进。 砰! 萧妍的手掌,在挤人注视中,插进光团中。 瞬间之后,一股距力猛然涌出,竟然是直接将萧妍反弹了出去,而且这股反弹尽道之大足让的萧妍退后了好几步方才将之抵消。 该死的,竟然不行。 手掌被阻。 萧妍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而此时那从能量照所释放而出的吸扯力也是越来越强。 整个房间中,还在盘旋的光团已经寥寥可数。 望着萧妍那被光团弹开的手掌,白山脸庞上忍不住的浮现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 萧妍哥哥。 抓紧了,让我来试试。 一道青色影子闪略身旁,熏而玉手也是飞快地对着能量团探去。 瞧得萧妍与光团越加接近的距离,萧妍心也是陡然提了起来。 若是萧妍也不行的话,那么这道手的声波斗技,恐怕就得掌翅膀飞了。 而到时候,他萧妍还真只能拿着先前的那一卷黄阶声波斗技凑合着用了。 在房间中几人目光紧紧注视下,萧妍的手猛然插进光团中,瞬间后,如同萧妍先前的那种抗拒却并未出现, 萧妍脸颊浮现一抹喜悦,手掌仅仅是在光团中停留了一瞬,便是迅速抽回。 而随着其手掌的抽回,一卷类似水晶般透明颜色的卷轴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中。 望着那被萧妍成功抽出来的卷轴,萧妍那提起来的心才彻底放了下去,脸庞浮上一抹如是重负的笑容。 萧妍哥哥 萧妍抹了一把光洁额头上的汗水,他也很怕自己失败而导致萧妍失望,不过还好,预料中最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 他微微一笑,将手中的透明卷轴递给了萧妍。 多亏你了呀。 接过卷轴,萧妍游自有些心计地道,若非有熏而在这里,恐怕今日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东西再度被吞回去了,舔了舔嘴,萧妍将目光转移到手中卷轴上的字迹处,先是一正,旋即略感满意地点了点头。 狮虎碎金银,声波斗技,等级,玄阶高级,狮虎奇笑,万寿沉浮,有碎金阵魂之大威能。 将卷轴上的字迹看了一遍,萧妍心中大感满意,如今他最需要的,便是这个级别的声波斗技,低了看不上,太高了,则是太过难以修炼,没有个长久时间,怕是难以真正修炼出威力,毕竟越高级的斗技,修炼起来的难度也是成几何倍升高。 终于到手了,长长吐了一口气,萧妍将先前获得那卷黄阶高级的声波斗技随意地抛开了去,而后者在离手之后,便是被一团光芒所包裹,最后射尽了能量罩中消失不见。 走吧。 将这卷玄阶高级的声波斗技收进那界,萧妍对着勋儿挥了挥手,炫即便是率先转身对着来时的通道行去,在路过白山之时,脚步停了一下,冲着他淡笑道,看来要白山学长失望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到手了。 说完,他便是不再停留,与勋儿转身行进漆黑的通道之中。 哼。 瞧得萧妍那笑眯眯的神色,白山冷哼了一声,脸庞阴沉地跟了上去,其后,虎家与吴浩两人也是紧随其上。 随着五人的离开,这所巨大的房间周围的那些犹如漩涡状的能量罩,也是开始缓缓变小,片刻后,能量罩化为一个小点,在一道细微的咔嚓声响中,完全消散。 而此时,整个巨大的房间,便是变得空荡荡了起来,任谁也想不到,先前的这里,曾经被无数族已在外界掀起轰动的宝贝所充斥。 嘎吱。 紧闭的古老大门,忽然间轻轻被拉了开来,温暖的阳光顺着门缝倾洒而进,在漆黑的通道中印射出一条长长的光痕,直至光线尽头。 大门开启,硝烟五人陆续行出,站在台阶处,望着谷中那聪裕的颜色,心中不由的都是松了一口气,那藏书阁中的气氛实在是太过沉重了点。 这个书阁占地如此辽阔,恐怕我们进入的那处大房间,仅仅只是其中一角吧,这地方,当真是处处透着神秘,走出大门,硝烟眼角不着痕迹的在两旁那两位犹如老僧入定般的灰袍人身上扫过,在心中自言自语地道。 听得那开门声,一名灰袍人忽然袖袍微微动了动,玄机硝烟等人便是察觉到一股浩瀚磅礴的无形能量从他们身上扫描而过,那股能量之强,让得他们心中泛起一股骇然。 无形能量似乎仅仅起扫描的作用,因此只是持续了短短十来秒时间,便是如潮水般的退去,直至完全消散。 时间到了,都走吧。 谨记,今日这里的事,包括藏书阁内部的消息,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 嘶哑的苍老声音,在大门处缓缓盘旋着。 闻言,硝烟几人急忙捶手。 呵呵,都出来了吗? 瞧得出来的五人,那一直站于楼阁之前的虎钱笑着道,都没空手而归吧。 硝烟五人点了点头。 那就好,不管得到的东西合不合心意,可至少也算是有所收获。 见状,虎钱笑了笑,对着大门旁的两名如老僧般的灰袍人微微弯身,道,既然这些小家伙已经出来,那我也就不打扰二劳苦修了,告辞。 对于虎钱的话,两名灰袍人依然是没有反应,而虎钱也不介意,对着硝烟等人挥了挥手,道,跟我走吧。 听的虎钱声音,硝烟五人也是对着两位盘坐在地如木装般纹丝不动的灰袍人攻身行礼,徐徐倒退着行下轻石梯,转身来到虎钱身旁。 虎钱目光在五人身上扫了扫,瞧得都没什么损伤后,方才再度对着两名灰袍人一抱拳,转身对着那处被无形大手撕裂开的隐形门框走去。 跟紧我,不要触摸那些空间皱褶,不然就是我都救不了你们。 在即将穿过隐形门框时,虎钱偏头提醒了一声,然后上半身保持着不动,迈开步子,一脚从门中踏了出去,其后,硝烟等人小心翼翼的跟随着,不敢有丝毫异动。 安全的穿过那隐形门框,一股能量波动缓缓缓波动而起,硝烟回头一看,却是瞧得那被撕裂开的隐形门框,已经开始缓缓消失,片刻后,一扇极其岩石的空间皱褶墙壁,便是再度出现,将其后的藏书阁护在其中。 目光跳过那些难以察觉的空间皱褶,扫向藏书阁大门处,硝烟脸庞却是猛然微变,只见先前原本还盘坐的两道灰袍人影,此时却已经诡异的消失不见,这般堪称幽灵般的行迹,让得硝烟心中直冒着寒气,这些守护藏书阁的灰袍人,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家难学院能够矗立在危险重重的黑角域中心这么多年而依然屹立,果然是有着极其岩石的底蕴呢,心中惊叹的摇了摇头,硝烟快步跟上了前面的虎钱等人,然后再度钻进了先前来时的那山洞之中。 随着硝烟等人的消失,这所不知道隐藏在何处的小山谷,终于是再度回复了以往那般宁静,直到下一年的内院选拔赛结束,这里方才会再度开启。 第433章 修炼 宽敞的书房之中,虎钱望着那缓缓合拢的书房墙壁,这才转身对着那战鱼房中的硝烟五人笑道,好了,你们的奖励也算是领取到手了,接下来便休息两天时间吧。 两天后,你们便是需要进入内院中,到时候,有的你们喊苦的时候。 望着虎钱那笑咪咪的模样,硝烟几人对视了一眼,微微点头。 对了,再次提醒你们一声,新人想要在初进入内院时不被那些老生欺负,除非你的拳头比他们更硬。 当然,能够进入内院的学生,基本都是以前外院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修炼天赋都是不弱,再加上内院独有的培养修炼方式,你们这些新进入的新人想要赶上他们的进度,恐怕还真是有些困难。 虎钱目光在五人身上扫过,道,所以,奉劝你们,尽量能够放弃间隙,彼此合作,不然的话,那后果可是有些不太好受。 难道还会被那些家伙废手废脚杀了不成? 虎家翻了翻白眼,其他几人也是有些不置可否,能够成为选拔赛前五名的人,他们谁不是一身本实。 这倒是不至于,毕竟我们这里是学院,不是战场,但是那种被人用实力践踏的感觉,总归是不太好吧。 你们这些家伙,哪个不是一心傲气? 虎钱笑着摇了摇头,道。 好了,没事的话,便都回去,两天后,来这里报道,到时候带你们进入内院。 见到虎家撇了撇嘴又想说什么,虎钱顿时脸一板,冲着萧炎几人挥了挥手,道。 多谢副院长提醒了,我们会注意的。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对着虎钱弯身行了一礼,旋即便是与勋儿两人一起退了出去,其后虎家三人也是徐徐退出。 这些小家伙都是不撞墙不支腾啊,等们进入内院便知道那里生存的奸囊哥。 那里可从来不缺少天才的,望着退出去的几人,虎钱坐在椅子上,手指缓缓敲打在桌面上,无奈地倒。 在进入藏书阁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之后,接下来的两天。 萧炎则是进入了学院庞大的后山中,费尽心机的寻找了一处偏僻的修炼之所,开始沿袭道手的两种斗技。 虽然萧炎对虎钱的话语并不是极其在意可心中的一抹预感,却是让得他隐隐有着需要将实力提高的冲动。 他如果是单身一人的话,倒也无所谓,可如今勋儿也要跟着他一起进入内院。 那么身为男人,自然是必须将他护卫的不受丝毫委屈。 然而虎钱所说的话的确有着一些道理。 能够成为迦南学院每年一届的前五十名,哪个不是从大陆各地汇聚而来的天才人物。 若是没有点底子的话,即使是萧炎,也不敢说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便是在那还不知道底细的内院中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现在的萧炎需尽快地提升实力,而这般短暂的时间又不可能在斗气修为上有多大的进展。 因此他便只能寄托于道手的两种斗技之上。 三千雷洞 狮虎碎金银 一个的阶滴级,一个玄阶高级,一个身法闪避,一个声波攻击,一闪一攻。 若是萧炎能够将这两种斗技尽数席会,那实力无疑将会在短时间内暴涨。 不过,在两日时间中,想要将两种都摸到门路。 就算是有着要老帮忙,那也明显事件不可能的事。 因此,萧炎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先是将目光放在了狮虎碎金银之上。 这玄阶高级的斗技比起三千雷洞来说,修炼程度明显是要简单许多,而且加上极其偏门,日后与人对战,足可取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当然,这里所说的修习要简单许多,那是在与三千雷洞相比较的基础上,毕竟不管如何说,狮虎碎金银也是属于玄阶高级的等级,这种级别的斗技,普通的学员,若是能够拥有一种便是可以借此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因此,他的修炼难度,也是极为艰难,特别是对于萧炎这种首次接触声波斗技的人来说,修炼起来,难度更是倍增。 这里是一处聪裕密林环绕的小型瀑布山峰,一条银河般的飞铺从山峰顶上带着轰隆隆的巨响滚落而下,最后砸在山岩之上,溅起漫天水雾。 在飞铺下方的一处山岩上,一名黑袍青棉症脸色长红的张着嘴,发出嘀嘀的吼声,他的吼声颇为怪异,似虎啸,却又似尸银,吼声在小山剑中回荡不休,然后与飞铺杂落的声音互相交叠,江湖面上震出一圈圈扩散而出的涟漪。 吼,咳,嗨,再次长红着脸吼出一道声音,硝烟终于是忍不住的剧烈咳嗽了起来,使劲的咽了一口唾沫润着火辣辣的喉咙,苦笑道,这该死的声波斗技也太难修炼了吧。 我吼了将近一上午了,喉咙都快哑了,可却依然还是这副要死不活的声调,这也能用来攻击。 此时硝烟的声音,细细听上去,明显比前两日沙哑了许多,看来为了修炼这所谓的狮虎碎金银,他还真没少受苦。 一天时间中便是能够勉强模仿出虎啸诗银,已经算是不错了,只要在勤加练习,迟早能够掌控好吼声的力度,而不至于使得自己喉咙受伤。 要老笑咪咪的声音,在硝烟心中响起。 我倒是想整日整夜的模仿,可老师不是说过,修炼这种声波斗技,每天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吗?似乎是三个小时吧。 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界限,便是将会对喉咙产生极大的负荷,若是一个不慎,搞不好还会变成哑巴吗? 硝烟手掌抓了抓已经开始饭疼的喉咙,无奈地道。 那对常人来说,的确是这样,不过有我在,你还怕这点问题吗? 要老得意的笑了笑。 老师有办法。 闻,硝烟一正,旋即急忙道。 昨天晚上叫你准备的那药材都弄齐全了吗? 齐了,那家南城的药材库可远远比加玛帝国的丰富,你所需要的全部药材,我都让熏儿准备好了。 硝烟点了点头,道。 把药材拿出来吧,然后自己动手炼制一种东西,药方我传到你脑中。 随着药老的声音落下,顿时硝烟脑袋猛的一掌,炫即便是感觉到一堆东西被强行塞了进来。 冰灵护侯液,一种辅助药品,能够缓各种灼热之痛,并能保护喉咙不受突如其来的炽热能量摧拾,炼制材料,冰灵液,三花草,水系磨合。 这是以前没事研究出来的小玩意,可以保护你的喉咙,服用了这东西后,你便是能够不比在乎那声波斗剂的时间限制,只要你精神抗得住,随你吼多久,喉咙都不会变成哑巴。 要老笑道。 闻言,硝烟眼睛一亮,兴奋的点了点头,常人若是修炼声波斗剂,一天只能修炼三小时,而若是他服用了这所谓的冰灵护侯液后,确实能够连续几天丝毫不歇的修炼,所谓禽能捕捉,硝烟就不相信,这两天时间拼命练习,他会摸不到这狮虎碎金银的门路,再者,他硝烟可还不捉呢。 这所谓的冰灵护侯液基本上连丹药都算不上,虽然炼制细节上需要极其注意,可这对于灵魂感知力异常强大的硝烟来说,炼制起来,基本上是极其顺手,因此,在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药材取出之后,他便是开始着手炼制,而将近半个小时后,面前摆满的药材,则是已经变成了被装成在两个小玉瓶中的淡蓝液体。 嗯,还不错,控火能力进步得很快,看来灵魂感知力出色果然好处不小啊。 望着硝烟手中的小玉瓶,要老点了点头,略有些惊叹,虽然这所谓的冰灵护侯液炼制起来并不困难,可对于初次炼制,便是能够保持着将近70%成功率的硝烟来说,的确是能够算作一个极其出色的成绩了。 每隔一个小时吞浮一口,然后你便是可以肆无忌惮的修炼狮虎碎金银了,在这最后的时间中,你若是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够初步掌控它。 要老笑咪咪地道,至于那三千雷洞呢,你便先暂时不要打它的主意了,一则时间不够,二则修炼的街斗技可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以只能等你进入内院后,我再找机会帮你设置修炼程序了。 嗯? 消炼点了点头,先将一个小玉瓶收好,然后将另外一个玉瓶对着嘴巴灌了一口,冰灵护侯液一入嘴,便是化为一股冰凉涌盛开来,消炼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些冰凉液体覆盖在了喉咙之处,而先前本来还残存的火辣辣疼痛,也是在此时迅速消散。 嘿,果然是好东西,现在,便争取在最后的时间中,把这狮虎碎金银给初步掌握吧。 感受到那消散的火辣疼痛,消炼忍不住为这东西的快速效果感到诧异,咧嘴一笑,旋即长长地吸了一口有些湿润的空气,片刻之后,那古怪的吼声,再度自消炼嘴中爆吼而出,最后化为一圈无形的涟漪,以消炼为中心,四面八方地扩散而出,在湖面之上掀起阵阵液。 飞铺之下,古怪的吼声,在瀑布砸落的轰然巨响的掩盖中,越加灵力以及具有威压之感。 第434章 虎啸震山林 一望无尽的茫茫林海,清风吹来,树枝摇摆,在林海之上,带起阵阵绿色浪潮,对着视线尽头蔓延而去。 林海之间,偶尔有着银河般的飞铺点缀其中,带起轰隆巨响以及漫天水雾,飞铺直下,水雾弥漫在下方的湖面之上,看上去朦朦胧胧如仙境般。 在湖面边缘的一块巨石上,黑袍青年盘腿而坐,双手截出修炼印节,而在其周身,空间微微波动着,一缕缕淡淡的能量浮现而出,然后源源不断的对着青年体内惯涌而去。 清澈见底的湖泊,轰隆的飞铺声,弥漫的水雾,特殊的环境构建成特殊的意境,在这种环境之下,从黑袍青年周身空间中涌出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浓,而对于这些能量,青年却是来者不拒,身体就犹如是一个填布满的黑洞一般,将来者尽数吞噬炼化。 修炼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消炼周身的能量方才逐渐变淡,睫毛在抖动了几下后,缓缓睁了开来,漆黑眸子闪过些许精芒,旋即飞速消逝。 这里用来修炼倒是挺不错,只是短短两天时间,体内斗气却是精进了许多,按这般速度,只要在这里修炼两个月时间,怕是就能晋升七星大斗师吧。 撤去手中修炼印节,消炼感受着体内澎湃涌动的斗气,略有些惊诧的低声道。 不过可惜,苦练了两日,即使是有着冰灵护侯夜的帮助,也没有领悟到施虎碎金银的窍门,如今虽然能够勉强发出一些声波,可攻击力却是太弱,根本不可能用来对敌。 缓缓站起身来,消炼复立在巨石上,望着平静的湖面,苦笑的叹道。 轻叹了一口气,消炼甩了甩脑袋,将心中的那抹无奈抛去,视线停留在不起涟漪的平静湖面上,许久之后经缓缓闭上,脑袋微微上扬灵魂感知力破体而出,悄然蔓延,最后将整个湖面包裹。 在灵魂感知力的包裹下,小狐所携带的宁静气息,瞬间扩大了将近几十倍。 而在这股宁静气息的感染下,消炼那原本略有些浮躁的心,也是逐渐恢复安静。 据时尚,黑袍青年覆手而立,身体笔直如意感释放着灵力寒气的长枪,锐气逼人。 不知这般站立了多久,那飞铺杂落而下的轰隆声响,却是忽然逐渐的在耳中淡去。 消炎耳中的整个世界,似乎都是在此刻陷入了一种有些诡异的短暂安静。 现在的他,好像借助着湖面的宁静气息,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种悬疑状态。 处于万物寂静状态中的消炎,此时脑中,则是不受自主的飞快闪过一道道颇为怪异的吼声。 这些吼声,都是这两日消炎修炼师虎碎金银而发出来的。 在寻常时刻,他倒是没有发现自己吼声间的怪异,可此时在脑海中的回放间。 他却是犹如一台极其精密的机器一般,将那些吼声间极其细小的声波节奏分辨了出来。 无数道吼声同时响起,一道道怪异声波的不合之处,被分辨而出,然后再被剔除。 原本杂乱的吼声,开始了隐隐有了同步的趋势。 而数量,也从无数道开始锐减,不,并不能说是锐减,而是因为同步到了一个节奏,所以融合在了一起。 脑海中,杂乱的吼声在硝烟近乎惯性般的分辨剔除下,越来越少,越来越洪亮。 在这般奇异状态下,硝烟并没有时间概念,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这种茫然状态中,近乎本能的将解析着这些吼声间的波动,直至最后的完美。 永无止境的解析不知道持续了多少时间,可硝烟却迟迟未从那状态之中退出来,因为在那无数道吼声完美融合成了一道声波节奏完全一致之后,却是在没有了任何进展,虽然硝烟也能知道此时的这道吼声,已经算是出亏了尸虎碎金银的门路,可不知为何,他总是觉得吼声之中,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脑中念头如闪电般的运转着,可却始终难以寻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吼! 苦恼的思索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时间,然而就在硝烟预感这股悬疑状态即将消散的前一煞,一道震慑山林的惊天虎啸,猛然从外界的山脉中响起,虎啸顺着临海蔓延,最后浩浩荡荡的来到湖泊处,虎啸之中所蕴含的威压,令得湖泊周围的一些野兽彻底的瘫了下来。 亮虎啸没有被硝烟的那种状态所隔绝,因此,那蕴含着虎威的笑声,便是静直传进了硝烟耳中。 有数道解析方才融合在一起的吼声猛然拨动了起来,而此刻,硝烟心中豁然开朗,自己的笑声中,原来是缺少了一种真正的虎威,与真正的虎啸相比,自己的笑声,仅仅只是形似。 在无比清明的脑海中,先前那道进入耳中的虎啸竟然是凝合成了一道弯弯曲曲极具弧度的实质银色波纹,这缕波纹在硝烟的控制下,与先前他从自己吼声中解析出来的最完美一道,开始了融合。 两道阴波线条,彼此交缠,最后没有太大的抗拒性,便是成功的完美融合。 在两道阴波线条骤然相容的那一刻,硝烟的那悬傲状态终于是轰然破裂,眼眸陡然睁开,眼中精芒暴射,深吸了一口气,体内斗气狂涌,一缕从阴阳玄龙丹中继承而来的龙气,急速涌出,最后直冲喉咙。 吼! 嘴巴微鼓,硝烟脸旁有些长红,双手赫然结印,旋即嘴一张,顿时,犹如雷霆般巨响的虎啸声波,自其嘴中爆吼而出。 无形的声波刚刚出口,硝烟面前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波动,旋即,声波闪电般的扩张而出,只听得轰隆巨响,平静的湖面犹如被投放了炸弹一般,高达七八丈的巨大浪花乍涌而起,最后轰然落下,水花以及雾气,将整个小山谷笼罩在了一片雾蒙蒙的水气间。 虎啸声,如屋密布间爆发而出的怒雷般,以硝烟为中心点,滚滚席卷而出,连瀑布砸落而下的巨声,都是被虎啸给掩盖了过去,方圆十里之地,都能模糊听见,声波所过之处,百兽贪软,甚至是连一些实力强横的魔兽,也是因为虎啸声所夹杂的那抹龙气,而灵魂俱颤,一些实力弱,而又距离湖泊烧尽的低阶魔兽,居然是直接被这怒雷般的声波生生震死。 硝烟这一吼之力,竟然恐怖如斯。 许久之后,虎啸声缓缓变淡,那弥漫小伤鼓的雾气,也是逐渐消散,巨石之上,黑袍青年满脸兴奋与震撼的望着周围狼藉的地面,剧烈的咳嗽了一声,大喜的喃喃道,我成功了。 这就是狮虎碎金银的威力。 果然很强。 真是个受天眷顾的小子,竟能够在短短两天时间中掌握到虎啸节奏,常人想要达到这般地步,没有个半年苦修,可绝技不可能到达,虽然你是借助着进入那般寂静状态之力,方才将虎啸融合,那为己用,可这般速度与成就,也实在是太过令人惊叹不已了。 要老的声音,忽然的在硝烟心中响起,看来后先前所经历的那奇异一幕,饶氏连他也是不得不感到惊诧。 闻言,硝烟黑黑笑了笑,他也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下,竟然会侥幸进入那般状态。 不过你也别太高兴了,你如今也仅仅只是初步掌握了狮虎碎金银而已,他的威力,勉强能够发挥三四层左右,想要达到大成地步,没有个时间磨练的话,是不可能到达的,而且这种磨练,可再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要老提醒道。 闻。 硝烟点了点头,扭了扭脖子,听得那骨头间响起的清脆碰撞声,长长吐了一口气,他本来就没想着凭两天时间便是将尸虎碎金银炼至大成的地步,如今能有这成就,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所以他并不会好高骛远。 知道就好,有人过来了,我先退回去了,要老说完,便是完全消极,没有丝毫动静。 手掌拍了拍衣袍上的水字,硝烟转头将目光投向小山谷入口处,那里的树枝略微动了动,旋即一道青色倩影如蝴蝶般,轻盈的闪掠而出,最后翘生生的停在湖面上一处凸出来的小石头上,银铃般的笑声,犹如幽山中银般,让得硝烟那两天两夜未腾放松的精神悄然舒缓了下来。 硝烟哥哥,两日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可就入内院落,你准备好了没? 青衣少女抬起淡雅精致的翘脸蛋,望着巨石上副手而立,身子显得越加挺拔的青年,流声笑道。 硝烟轻笑点头,手掌拍了拍背后硕大的玄中指,脚尖一点石面,身体化为黑影闪掠出现在山谷出口,对着熏儿挥了挥手,旋即便是转身缓缓不出小山谷。 内院们,我可是很期待呢,希望不会失望吧。 人影逐渐消失在丛林间,留下淡淡的声音,缓缓徘徊。 第435章内院的位置 当硝烟与熏儿两人到副院长虎前的书房之前时,只见得门前的空地上,早已站满了不少人,这些人分散成不少大大小小的群体,各自低声笑谈着,而这些群体间,又各自以白山、吴浩、虎家三人的圈子最大。 硝烟与熏儿的出现,也让得热闹的空地上略微安静了一点,除了少数些许人外,大部分望向两人的目光都是充斥着敬畏。 在前几日的选拔赛上,硝烟用那以一敌三的强横战技,将所有不服的声音全部震慑了下来,因此,虽然他才来学院不到一个月时间,可声望,却是隐隐超越了白山、吴浩等人。 硝烟两人静止穿过人群,来到空地前方,与白山三人对视了一眼,除了白山之外,虎家与吴浩,倒是冲着他点了点头,态度比起以前明显要好上许多,显然,前两日虎前所说那些话,对他们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效果,再出进入内院那种强者云集的地方,若是不团结一点的话,恐怕还真是会有些苦头吃,两人虽然傲气,可却也并不傻,无味的苦头,能不吃,那自然便是最好。 此时的空地之外,围满了不少其他学员,在外院所有学员心中,能够进入内院修行,那是一种极让人眼热的荣耀,无数人从一进入学院,便是在对着这个方向努力着,因此,每一年那些通过了选拔赛的学员进入内院时,都是会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与围观。 当消炎两人在达这里十几分钟后,紧闭的书房终于是被打了开来,副院长虎钱以及几名老者缓步行出,而乔的他们的出现,整个空地上的窃窃私语便是逐渐寂静,片刻后更是完全鸦雀无声。 虎钱目光缓缓在空地上五十名学员上扫过,瞧得并未有缺席之后,方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上前一步,朗声道,各位同学,今天,便是你们进入内院的时候,在这里我的祝贺一下你们,长久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我相信,在进入内院之后,你们或许会不适应那里的修炼方式,不过有一点我会很肯定,那便是,你们能够在那里,最大程度的激发自己的潜力。 呵呵,并非我说大话。 只要在内院中待上一年时间,你们会取得犹如脱胎换骨的变化,你们之中或许也有认识内院中学员的人,毕竟他们偶尔也会有假期从内院出来,所以,你们应该清楚,从那里出来后的学员与进入之前,有多么巨大的差距。 听得虎钱的这番话,场中有着少数的学员微微点头,显然,他们应该便是那些曾经与内院中出来的学员有过交流的人,而更多的人则是满脸期盼与兴奋,虎钱所说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进入内院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追求更强的力量。 他们相信,不管内院的修炼方式会如何怪异与苛刻,他们都会坚持下去。 能够从迦南学院中脱颖而出,这就证明了他们的天赋与努力,能够站在这里的人,都并非是那种会认为力量能够平白得来的人。 内院,是迦南学院的核心地所,由于其保密性,因此大多数外院的学员包括导师,都不知道他的确切方位。 所以,我们将会把你们送到某一处地方。 虎钱笑了笑,抬头望着远处的蔚蓝天空,那里,十道黑影正在飞掠而来,片刻之后,黑影逐渐变大,赫然是石头巨大的狮救兽。 石头狮救兽带起巨大的阴影划过学院,最后在硝烟等人所在的上空处停了下来,翅膀挥动间,狂风涌动,将下方一些学员的身形扇动的有些力不稳。 狮救兽?难道内院距离这里有很远的距离? 望着头顶上的狮救兽,萧炎眼中划过一抹诧异。 虎钱冲着天空上的狮救兽挥了挥手,旋即阴影压得而来,最后在狂风吹拂间,石头狮救兽停留在空地不远处,众人目光一扫,却是发现在狮救兽背上,各自有着两人驾驭着他们。 好了,时间到了,各位同学上去吧,五人一组。 瞧得狮救兽降下,虎钱手一指,笑道。 听虎钱的话,那空地上的学员们顿时转身,旋即一窝蜂的闪略进空地,然后犹如跳一般,只听得嗦嗦声响,这些急不可耐的家伙便是登上了狮救兽那宽大后背。 然而等到他们双脚踏背时,狮救兽纳略有些滑腻的羽毛,顿时让得他们吃到了苦头,一些立脚不稳之人,直接视脚一滑,便是滚了下去,身体砸落在石板上的砰砰声响,接连不断的响起。 哈哈,小子们,不要逞强,狮救兽上安装有座椅,不要妄想立在他背上,那只有大豆狮才有的能力。 虎钱大笑了一声,旋即将头转向萧炎等人,道,前五名,你们五人在同一个队,上去吧。 呃。 闻言,萧炎五人都是一正,他没想到虎钱竟然会安排他们五人在同一个队,略微迟疑了一下,除了那白山皱了眉头外,其他几人倒也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走吧。 对着薰儿说了一声,萧炎身形闪动,旋即便是出现在一头狮救兽背上,双脚稳稳地矗立在那滑腻的羽毛之上,犹如铁塔一般,丝毫不动,而瞧得他这般稳健身法,那些先前从狮救兽上跌落而下的学员们,不由得满脸敬佩,尝试过强行登上狮救兽的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那该死的羽毛多么的让人难以站立。 在萧炎之后,薰儿几人也是同时闪掠而上,四人都是没有借助任何外物,笔直地站立在狮救兽背上,这般实力,不愧是选拔赛前五的佼佼者。 乔得五人的这番表现,虎前以及其身旁的几位老牧师了一圈空地上,当见到所有人都是登上了师救兽后,方才互对视了一眼,微微点头,前手一挥,虎前与三名老者身形一动,便是闪掠上半空,肩膀一震,似双绚丽的斗气翼,便是从背后延伸而出,双翼微微震动,身形便是在空地上众多羡慕的目光中,悬浮不动。 能够凝化出斗气双翼,自由飞翔,永远都是很多修炼者心中的梦想。 这一路,我们会亲自护送你们。 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下方的空地,虎前笑了笑,手一挥,下方驾驭施救兽的人便是一声尖哨,顿时,施救兽双翅猛然一震,巨大的身形便是伴随着留在地面上越加变小的阴影,缓缓升空。 硝烟,薰儿,加油! 在内院表现得出色,就能有假期哦! 在施救兽腾空时,下方忽然传来声音,硝烟与勋儿低头一看,原来是若林导师。 此时,在他的身旁,萧玉,萧宁,萧妹几人也是正抬头望着越加升高的一群施救兽,瞧得硝烟望来,他们也是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随着施救兽的双翼急速震动,下方的人影越来越小,到的最后,几乎犹如蚂蚁般,而在这般高空俯视着整个嘉南学院,几乎是能够将其所有位置有收入眼中。 蔚蓝天之上,石头巨大的施救兽震动着翅膀对着学院那绵延如五指径般的后山飞掠而过,施救兽之外,虎前以及三名老者,呈四脚之状,将整个施救兽编队围在其中,雄浑的揍气在他们体外浮现,任狂风任何肆虐,也不了他们半点身形。 原来内院真不在嘉南学院之中,难道是在这无边无尽的后山之中?望着嘉南学院消失的视线尽头,萧炎低声喃喃道,据说内院位置很是隐秘,就是一些从内院来的学员,若非没有专用施救兽带路,也找不到内院的方位。 勋而道,淡淡的金光从他体内渗透而出,将迎面而来的狂风尽数抵御。 你们知道内院有啥特别的吗? 萧炎转头将目光投向虎家三人,率先说话打破僵硬的气氛,既然副院长让得他们同在一头施救兽上,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一个队伍,既如此,稍稍缓一点彼此关系,倒是必须的。 爷爷从不与我提起内院的事,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反正每次我见到从内院出来的学员,他们都是比以前强横许多。 虎家目光瞥了一眼萧炎,他同样也是知晓萧炎的意思,想起虎钱再三的提醒不要把关系闹僵后,方才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我少理会这些事。 吴昊也是了摇头,身为战斗狂人的他,往常大时间都是在追杀那些误闯嘉南学院的黑角域的人,哪有太多时间理什么内院。 到了那里不就自然知道了吗? 白山淡淡的道,他虽然知道一些,可却并不愿意将这消息与萧炎共享,他巴不得对方多吃点苦头呢。 萧炎深深的看了一眼双臂暴凶的白山,却并非在问什么,只是心中对这个家伙的介意,更是浓了许多。 将目光从白山身上转移而开,萧炎望着下方急速向后闪掠而过的聪裕林海,心中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内院,陨落心炎,真的在那里吗? 第436章 火能猎捕赛 茫茫林海,遍布着各种各样的魔兽,每隔一段时间,便是有着充满凶悍气息的魔兽从林海中暴冲而出,对着天空之上的施救兽编队发出怒吼,偶尔还会有着一些飞行魔兽追掠而来, 然而当这些魔兽在接近编队百米距离后,便是会被那自虎前四人体内涌出的强横气势害得唯靡而退。 不过当然也并非全然如此,由于这茫茫无尽大山中,魔兽遍布其秘籍,其中自然也不乏一些实力恐怖的,因此,在飞行编队再飞进迦南学院后山半个小时后,便是开始有着实力强横的魔兽不顾虎前四人的气势压迫,对着施救兽编队强行冲击而来, 而这个时候,虎前以及那三名老者,则是开始展现出他们那令人震撼不已的实力,一次挥手间,雄魂能量匹炼如雷霆划过天际,旋即消炎众人只听得一声问响,那些体积颇为庞大的魔兽,便是轰然爆裂成漫天鲜血,飞洒而下。 一路飞行而来,各种各样的凶利魔兽前扑后继的涌来,可却依然没有一头魔兽,能够穿过虎前四人的封锁。 肖炎等人站在施救兽之上,满脸愕然的望着那些爆炸开来的魔兽身体,从气息上来看,这些魔兽几乎大多都是有着能以他们之中一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即使如此,却依然是在虎前等人举手投足间,化为血雾,这般力量,实在是令人垂涎不已。 难怪需要一路护送,没想到这学院后山深处竟然这般危险,若是从森林中穿梭的话,以我们这些学员的实力,恐怕没几个人能够活着走过去。 望着那在距离编队五十米左右又一次爆炸开来的血雾,肖炎笑了一声,先前队伍飞略过茫茫山脉时,凭借着出色的灵感之力,他清晰的感觉到,下方岩石的森林中,甚至有着五阶,也就是窦王级别的魔兽气息出现。 不过到了这个级别的魔兽,已经有了不弱于人类的智慧,所以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看不出虎钱等人的实力,所以,他们倒并未像那些实力稍低的魔兽一般,不顾性命的对着施救兽编队发动攻击,而也正多亏得这些高阶魔兽懂得何为忌惮,不然的话,就算是有着虎钱等四名斗皇强护送,恐怕他们这只施救兽编队,也不可能毫发无损的到达目的地。 一路飞行,一路血雾伴随,虎钱四人犹如尖锥一般,生生的从那铺天盖地的魔兽中,撕裂出一条通道,斗皇强者的实力,强横如斯。 而这般近乎蛮横的冲撞在持续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后,施救兽编队的飞行速度终于是逐渐缓了下来,感受到速度的变缓,萧炎将目光对着前方一扫,却是疑惑的发现,除了脚下有一处深不见底的山剑之外,其他的地方依然是一望无尽的绿音,别说什么内院了。 就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怎么回事? 与勋儿等人面面相聚了一眼,所有人都是一脸疑惑。 降落。 眼中的灵力逐渐消退,先前自虎钱体内升腾而起的强横气势也是悄然缩回体内,他笑眯眯的挥了挥手,石头施救兽便是斩动着翅膀,缓缓地对着下方扇剑的对面落下而去。 施救兽带起阴影以及狂风,安稳地落在了地面上,萧炎等人瞧得虎钱对他们招手的手势,对视了一眼后,闪身跳下了施救,错错落落地出现在这片空地上,目光四处地望着,满脸茫然。 这是哪? 难道内院就在这里? 落下的后,虎家最先按耐不住地对着虎钱发问,而其他人听的这问题,也全部都是将目光投向了虎钱。 显然,他们同样是想知道这个答案。 内院,可不是那么好进的。 虎钱淡淡地笑了笑,旋即在众人注视下,缓缓对着前方行走了十来步,然后脚步顿住,手掌一挥,一道能量自其手中爆射而出,最后对着面前的空间射去,旋即,诡异的一幕便是浮现了出来,只见那能量在射过某一处空荡荡的空间时,却是带起一阵阵水波般的涟漪,这些涟漪急速波动着,最后一扇足有七八丈高大的弹势。 淡色大门,凭空浮现。 望着那诡异出现的银色大门,消炎等人皆一惊。 显然,他们都没想到,这看似极其普通的地方,竟然还隐藏着这般奥妙。 银色大门,在众人注视之下,带着清脆的声响,缓缓打开,大门之后的场景,也是一如既往的茂密森林,似乎与眼前所见的密林没什么区别一般。 跟我走吧。 挥了挥手,虎前率先便是对着色大门之内行去,其后,几十名学员满脸好奇的紧跟而上。 消炎并未走前面,他站在后面望着那些进入银色大门的人,然后再将目光投向大门之外的空间,却是错愕的发现,那些进入银色大门的人,犹如进入了另外一处空间,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好奇异的递索,这一幕让得消炎惊叹的摇了摇头,想起那藏书阁面前的空间皱褶,他却是恍然了一些,那些超级强者的手段,的确是他们现在的层次所难以理解的。 心中惊叹了一番之后,消炎这才迈步跟上队伍,然后穿过银色大门,也是随之消失不见。 在所有人包括着石头施旧兽都进入银色大门之后,大门这才缓缓紧闭而上,最后一圈银色能量连一扩散而出,银色大门逐渐消散,最后完全消失。 此时此刻,这片区域,又是变换成了极其普通的森林入口。 脚步踏过色大门,消炎只感觉得精神一恍惚,双脚便是踏在了石地之上,目光朝前一扫,却是惊愕地发现面前的场景依然是与先前的森林相同,只不过,此时,在那森林入口处,竟然是不知何时出现了两名老者以及几名中年大汉,另外,在他们之后,还站着将近二十来名年轻人,消炎视线从他们身上扫过,现在他们的胸口处,都是佩戴着一枚印刻着一个类似塔状图文的徽章。 呵呵,虎老头,你每次都是这么准时,让你护送新生,就是放心,今年新生如何。 此时,那两名老者之中的一位,瞧得近来的大群人,笑咪咪的冲着领头的虎钱笑道。 还不错,肯定比去年的好一些。 虎钱笑了笑,道,没想到今年轮到你们两个老家伙直勤,看来有的累了呀。 没办法。 两名老者无奈的摇了摇头。 你们五个过来。 虎钱转身对着消炎五人招了招手,瞧得他们来到身边后,方才指着两位老者道,这两位是内院的长老,这位是苏长老,另外一位是姓长老,你们以后在内院,有事就可找他们。 呵呵,这五个小家伙,便是今年选拔赛的前五名,实力不错。 最后一句话,虎钱自然是对着纳苏,庆二位长老所说。 哦! 文言,两位长老目光略带诧异的在五人身上扫过,最后微微点了点头,道,这般年龄,便是能取得前五,潜力的确是比上一届要好许多。 哟,漂亮的女孩子,看来内院的美女排名上又要多两个人了。 在硝烟五人出来之后,那站在几名中年人身后的那些年轻人顿时眼睛一亮,吹着口哨笑道。 给我闭嘴,谁在屁话,扣除五天的塔修时间。 苏长老转身赤喝了声,那些年轻人嬉皮笑脸立马止住了嘴。 显然,那个扣除所谓的塔修时间,极其让他们忌惮。 将那群年轻人吃得不敢多嘴之后,那名苏长老这才转头,对着硝烟这些心声缓缓的道,你们都是新来的,我希望你们能尽量适应这里,那样的话,你们会获得极大的好处,看看这些混蛋,往年他们虽然通过了外院的选拔赛,可也仅仅是排名末尾,可今仅仅一年时间,我敢说,他们的实力,在你们之间,绝对能够进入前十。 文言,硝烟微微一正,将目光投向那些年轻人,眼神微凝,他能够感觉得到,这些青年,的确很强,在他们这群人中,能够胜过他们的人,恐怕一双手都能数出来,而这些,却仅仅是在往年的选拔赛中排名靠后的人,从这里,足以能够瞧出,进入内院之后,这些人实力是如何的突飞猛进。 好了,废话也不多说了,虽然你们已经通过了选拔赛,获得了进入内院的资格,可那还没完,苏长老笑了笑,手掌一扬,一大把漆黑色的晶片,便是出现在其手中,他随手一致,晶片爆射而出,旋即犹如长友眼睛一般,悬浮在了所有人面前,硝烟等人一正,伸手将之握在了手中。 晶片入手,硝烟等人顿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热量从中渗透而出,低头细细打量了下,他们发现,在这晶片之上,有着一个透明的镜面,在这镜面上,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字数,五。 这是什么意思? 望着那个红色字数,硝烟有些疑惑,目光一抬,却是有些错愕的乔站在中年人身后的那群年轻人,此刻正眼睛火热的望着自己等人手中的漆黑晶片,那眼神之中,有着毫不掩饰的垂涎。 因为一些东西,解释起来挺麻烦的,等以后你们自然是明白,不过,你们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便是将你们手中的晶片,当做命一般的好生保管,等你们进入内院,会明白他对你们的重要性。 当然,你们瞧瞧这群家伙的眼神或许就会明白一点。 说到最后,苏长老手指着那群年轻人,笑道。 硝烟与勋儿对视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手中晶片一晃,便是被收进那窃之中。 接下来,你们需要进入森林,然后成功到达森林尽头的内院。 苏长老手指依然停留在那群年轻人身上,淡淡的道,而在你们穿梭过这片森林时,要小心他们,按照内院的规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能够随便出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攻击你们。 记住,你们手中晶片上面的那个字数,对他们有着莫大的诱惑力,所以,他们会除了杀人之外,用尽一切手段,获得你们晶片上面的,火能,这个词语。 你们以后会感到很熟悉很可爱的,而现在,你们则是要躲避开他们,或打败他们,只要不被他们抓住,顺利到达内院,那么,你们会有着最后的奖励,越早到达,奖励越丰富。 苏长老手指猛然一向身后漆黑森林,对于这个森林抢夺,我们内院,将之称为火能列补赛。 现在,火宣布,这一届的火能列补赛,正式开始。 同学们,开始逃亡吧。 第437章 队长 茂密森林中,灵星的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洒落而下,星星点点的光斑照射在布满枯叶的地面上,将整个林间,衬托得略显梦幻。 安静的森林间,忽然有着脚步声响起,声音由远而近,片刻之后,忽然有着舞蹈身影缓缓出现,五人看似是一个小团队,可却彼此间不断吵闹,尖锐的对骂声,在林间回荡着。 哟,好悠闲的几位呀,竟然在种时候还有闲情吵架。 林间,突然有着淡淡的戏血声音响起,走动的五人身形陡然一将,几人急忙抬头,却是瞧在头上方的树枝上,错落有致的站着六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胸口上,都是佩戴着一枚纹着类似塔状模样的徽章,而此时,这六位年轻人,正脸戏血的望下方的五人,那神情,犹如猫见了老鼠一般。 你们是来抢夺那所谓的火能来的吧? 五人之中,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冷笑道,他能够成为嘉南学院外院的前五十名,实力自然不弱,因此,对于这年龄与他相差不多的年轻人,并未有太大的忌惮。 聪明 树枝上,一脸旁上着一道蛇形般疤痕的年轻人笑着打了个清脆指崩,旋即咪咪地道,既然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目的,那也就不用废话了,交出火能,免得受一顿皮肉之苦,如何? 做梦 一名兽的青年嘴巴一撇,然而他的话刚刚落下,面前人影陡然闪掠,旋即一道人影便是出现在了他面前,撕裂空气的净风猛然出现,最后犹如闪电般,一脚重重的踹在那瘦弱青年度上。 顿时,后者身体暴射而退,旋即砸在树干之上,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挣扎了几下,可却依然没有成功爬起来。 妈的,上! 瞧得同伴被打,那名高大的青年大怒,一声怒喝,就欲动手,然而他的声音刚刚落下,便是听得身后一阵问响,急忙回头一看,却是瞧得另外三位同伴,都是已经变成了滚被踢到了一处,在他们的身旁,三名青年正双臂抱着胸,满脸不屑。 兄弟,记住,不管你以前在外院混得有多好,刚来内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趴着。 这些都是学长我们用无数皮肉之痛总结出来的经验啊,今天就免费送给你了。 微笑声,忽然在高年耳边响起,旋即一道影子闪掠而来,砂锅大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脸庞之上,顿时,那青年便是倒地,满嘴鲜血。 不想继续挨打,那便自己将火金卡拿出来。 那名脸上有着蛇形疤痕的年轻人扭了扭拳头,淡淡地倒。 听得他的话,先前那五名新生,脸色微变,不过片刻后,都只得咬着牙,心中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将那所谓的火金卡拿了出来,接过五人手中的卡片,那位年轻人脸上闪过一抹炽热,抱着卡片狠狠的亲了一口,然后手一挥,将其余四张丢给了自己四位同伴,他手一翻,一张淡蓝色的卡片出现在其手中,细细看去,这张淡蓝色的卡片出现在其手中。 淡蓝色卡片的镜面之上,竟然是有着一个四十七的火红数字。 一手拿着漆黑卡片,一手拿着淡蓝卡片,然后八痕青年将织紧紧贴拢,然后使劲一搓,顿时,两张卡片光芒闪烁,片刻之后,光芒湮灭,只不过此时那张淡蓝卡片上面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五十,而反观那张漆黑卡片,则是从五,变成了二。 七,什么破规矩,还必须给新生留两天的火能,真是浪费。 瞧得那张漆黑卡片上遗留的数字,那八脸青年顿时撇了撇嘴,极其不爽地道。 走吧,灵格,我们还得抓紧时间继续去找别的队伍,好不容易才搞到这种参加火能猎捕赛的资格,要是弄不回六天亮的火能,那我们可就亏大了。 另外一名年轻人将自己中的火金卡收好,然后把漆黑金卡丢还给那名倒霉的新生,转头对着八脸青年道。 嗯,走吧。 被成为灵格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对着地上的五位新生笑道,可怜的家伙,这就是不懂团队的后果,以后可得长点记性了,然后明年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来抢新生的火能了哦。 别记仇,因为这是每个新生进入内院必经的一环,哈哈,走。 大笑了一声,灵格手一挥,五人便是闪掠上树枝,然后对着森林深处追击而去,留下五名垂头丧气,满脸铁青的新生。 随着那对老生的离开,那几名新生在维米了半晌后,都只得一脸阴沉的爬起身来,各自狠狠的对视了一眼,竟然是各自分散开来,各走各的了。 在距离这处空地几十米外的一处茂密丛林中,五道人影躲避在其中,看他们目光所望的方向,正是那五名新生离开的地方,险先前那对新生的遭遇,也是他们清楚的看进了眼中。 看来这金卡内的火能在内院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那些家伙是不会这般趋之若鹜的。 缓缓收回目光,萧妍望着手中的漆黑金卡以及那上面大大五的数字,低声道。 嗯? 勋儿几人微微点头,那些家伙抢夺目的极为明确,就仅仅只是金卡上的火能。 走吧,那些家伙走了,那我们也别在这里磨蹭了,那苏长老不是说过,越早到达的,奖励越丰厚嘛,不要浪费时间。 白山皱了皱眉头,催促道。 等等。 萧妍手一挥,却是将白山阻拦了下来,后者眉头一皱,冷声道,你又怎么了? 萧妍斜贴了一眼,慢调思理的道,我不管我们几人间矛盾如何,可既然现在我们在一个团队了,那么我认为,我们或许得该稍微懂一点什么叫做团队精神,不然的话,先前的那一对新生,便是我们的前车之剑。 虎家几人点了点头,从先前那对老生的出手以及彼此合作的默契来看,明显是经常在一起,他们的实力,不比自己一行人差多少,若是单打独斗的话,或许自己五人能够取得胜利,可若是团战的话,以别人那等默契,来对付自己这对个怀鬼胎的队伍,恐怕并不会太难。 那你的意思? 虎家亮的眸子盯着萧妍,皱眉问道。 既然身为一个团队,那自然是需要一领头的,也就是队长来指挥与分配,我的意思,是我们五人之中,必须找出一个指挥者,不然的话,各自为战,一盘散沙,恐怕很难从那些家伙的重重为节中顺利走出森林,萧妍缓缓地倒。 文言,虎家几人一正,旋即略微迟疑了一下,都点了点头,萧妍这话,并不假,受指挥的团队,永远都比一团散沙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强。 那这队长,谁来当? 全身包裹在血袍中无耗,沉默了一会后,将最棘手的问题给问了出来,他的话一出口,萧妍几人都是陷入了沉默,片刻之后,薰儿脚步微动,站到了萧妍身旁,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瞧得薰儿的举动,白衫几人脸色都是各自有些不同的变化,半晌后,紧皱着戴眉的虎家的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好吧,看薰儿的面上,相信你一次。 说完,他也是来到萧妍身旁,将目光投向另外两人。 你的实力,我服,暂时听你指挥,没意见,无耗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旋即,他也是走向了萧妍。 脸色略有些难看的望着站在萧妍身旁的三人,白衫眼神闪烁不定。 白衫,若是你不愿意的话,那说不得我们四人便先走了。 萧妍目光盯着白衫,淡淡地道。 你,文言,白衫脸色一变,只得恨恨地点了点头,大步走向萧妍,冷声道,好吧,现在的你,便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队长,不过事先说好,别想利用我们去打头阵,我们可不是会被人当枪使的傻瓜。 这些事,是我们团队共同的事情,我自然不会要谁单独抵挡。 萧妍看了一眼四人,漆黑眼眸陡然涌上一抹灵力精芒,轻声道,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成为了队长,那么在离开这座森林之前,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对我的阳凤阴违,导致出现一些对我们大不利的事情,不然的话,那就别怪我萧妍了。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我性子如何,你们应该清楚,上一次能让的你们在医务室躺七天,这一次,还是能的。 听得萧妍这番蕴含着警告的话语,虎家撇了撇嘴,可却并未出声反对,吴昊点了点头,而白山,却是嘴角一阵抽搐,好半晌后,方才压抑着内心涌动的情绪。 然而不管三人反如何,至少,现在的萧妍,已经取得了这个小团队名义上的指挥权,接下来,便是开始真正的闯关了。 第438章 反抢 茂密安静的森林间,忽然树叶微微抖动,几道人影从树枝上闪掠而出,旋即身形如灵猴般的一点树干,身体再度前冲而去,如此几个跳跃,便是飞快的消失在了树枝尽头。 停 人影闪略间,领先的人影忽然手掌一束,旋即其后面似到身影便是极其敏捷的落在树干上,然后将获得目光投向前方的黑袍青年。 怎么了? 虎家目光在四处扫了扫,却并未发现有什么动静,不由得有些疑惑的低声道。 有人过来了,先隐蔽起来。 消炎目光紧紧盯着左边的方向,出色的灵魂感知力赋予了他优秀的丛林生存能力,别人所不能感觉到的动静,他确实能够先一步察觉,这一点,在这种猎捕赛中,几乎很难让得他处于被动。 听得消炎的话,除了熏儿,虎家几人都是有些愕然,他们并未感觉到有任何气息的接近,不过望着消炎的脸色,再想起现在他身为队长的身份,三人也只得微微点头,旋即五人身形同时闪掠,飞快地窜进了下方茂密丛林中。 在消炎几人闭好身形约莫五分钟左右,不远处的密林间,忽然有着细微的破风声传来,旋即,五道身影逐渐浮现,最后在距离消炎等人隐蔽地方的上空不远处停了下来,锐利的目光缓缓地扫射过这片安静的丛林。 目光透过丛林缝隙,消炎人视线紧紧地盯着不远处的那五名内院的老生他们身上渗透而出的气息来看,这几人竟然都是位于一星大豆狮左右的级别。 布这些人虽然实力不错,可与消炎五人相比,却依然是要差了一些,再加上消炎等人也不是什么心智不过观的菜鸟,因此自然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弄出什么不必要的咳嗽啊等等声音,所以,上面的那五名老生在搜索了一会后,都只得无奈地离去。 在这五人离开之后,白山便是身体微动的想要站起来然而消炎却是脸色微变道,别动。 你急什么? 人都走了。 急急不爽消炎的呵斥,白山忍不住的回道,然而嘴上虽然这样说着,可他地身体,却是依言地不敢有太大地动作。 消炎没有理会他,只是将目光投向先前那五人消失的地方,而瞧得他这般举动白山等人也是一正,只得继续顺着他的目光移动。 安静的气氛缭绕在森林间,如此过了将近三四分钟后,消炎等人目光投射处的树枝却是忽然一阵抖动,旋即几道人影错落的闪了出来。 看他们面貌,赫然便是先前本该早就离去的那群人,当下白山脸色微变,有些兴兴。 没有人,柳木,你还真是疑神鬼,我们的时间可不能这么消耗。 树枝上帝一人瞧得依然没有半点动静的周围环境,摇了摇头。 转身对一名身体削兽的绿衣青年道。 被成为柳木帝青年,无奈的点了点头,迟道,我修炼帝是木属性斗气,因此在森林间的感知比平常要敏锐许多,先前也许真是错觉吧,走吧。 说到最后,他也是有些不太确定,只得说了一声,然后转身对着密林另外一处掠去,其后,四道人影紧紧跟随。 这内院的人果然都是不普通货色呀,望着那远去的五人,萧妍这才缓缓从丛林间站起,探到,若非自己有着灵魂感知力做探测,恐怕刚才一冒头,就会被这几个看似离去,实则躲在一旁的家伙逮个正着。 虎家几人也是扒开丛林,各自站起,目光从先前那行人离开的地方转移到萧妍身上,虎家与吴浩,即使是白山,眼中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丝信服,至少,在他们先前没有发现对方踪迹时,萧妍有那个能力预先察觉,并且带着他们躲避开本来会被逮住的局面,光是这一点,萧妍这个队长,便是做得很是成功了。 走吧,只是经过先前一阵乱窜,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方位了,这般胡乱闯的话,萧妍皱着眉头,缓缓的道。 我觉得我们是否应该想办法得到一点关于这个森林以及那些参加猎捕赛的老生的具体人数和实力的情报。 不然的话,这样一路横冲直闯的话,难免最后会因为对对方情报的匮乏,而导致陷入被围困的局面,或许我们在面对着一支老生队伍时能够取得胜利,不过若是在战斗时将其他老生队伍也吸引了过来,我想,我们恐怕并不能全部战胜吧。 不知为何,这些内院的学生,似乎战斗经验很是丰富一般,薰儿略微迟疑了下,忽然开口道。 文言,萧妍等人略微一正,旋即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薰儿所说不假,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胡乱横撞的话,迟早会因为遇见一些实力强横的老生队伍,而被拖延下速度。 在这个地方,拥有这些情报的人,好像就只有那些内院的老生了吧?难道去从他们手里获得这些情报? 白山皱眉道。 萧妍手掌缓缓摩缩着下巴,好片刻后,陈吟道,先走一段看看,若是有下手机会的话,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一只老生队伍下手,我们不是那些普通队伍,只要小心点,不要将其他老生队伍吸引过来,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吃下一只。 噩!听得萧妍这话,虎家几人顿时一脸愕然,别的新生是想着办法躲那些老生队伍,可如今萧妍却是想要打老生队伍的主意。 这也太冒险了。 白山摇了摇头,颇有些不赞同。 各位,磨刀不费砍柴弓,若是让我们自己在这诺大的森林里逛那得到什么时候? 而且,你们也应该看见了那些老生对这所谓的火能是何等的垂涎,我想,这东西恐怕在内院极为重要吧。 既然他们能够来抢我们的火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抢他们的? 为了不至于日后后悔,冒一下险,并不亏。 萧妍挥了挥手中的漆黑晶片,笑道。 文言,虎家与吴浩眼盲闪烁了一下,略微有些异动赢了半赏后人重重的点了点头,可以先试试。 瞧得两人没有反对,萧妍这才松了一口气,转头将目光投向白山,微笑道,你呢? 脸色在萧妍四人的注视下,不断变换着片刻后,白山狠狠的咬了咬牙,好吧,试试,不过我事先说好,若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到时候你这队长便负责变后吧? 笑咪咪的点了点头,萧妍只当没听见这家伙最后一句话,手一挥道,既然大家意见已经统一,那么走吧,与其被人抢,那还不如去抢别人。 说完言率先斩动身形,化为一道黑影穿梭进入茂密丛林中后,而几人紧紧跟随。 在决定了接下来的策略之后,萧妍等人便是开始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偶尔遇见的老生队伍之上,而在近两个小时中,他们分别遇见了三支队伍,可最后都是因为这三支队伍相距距离太近,而不得不放弃了下手的机会。 茂密树丛中,萧妍人望着那再度从头顶上闪掠而过的一支老生队伍,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能够感觉到,在距离他们此地北面百米之外处,还停留有一支队伍,这里的战斗波动,肯定会传过去,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只能继续放弃这次的出手。 萧妍对着身后的几人打个手势,于是,体内斗气本已开始涌动的四人,只得再度化为沉寂。 在那支老生,无走后不久,萧妍刚欲起身带人离开,脚步却是一顿,偏头将目光投向北面方向,他感觉到,那里的那支队伍,忽然间停了下来。 走。 略微迟疑了一下,萧手一挥,炫即便是带着四人犹如的鼠一般,从茂密的丛林中对着北面方向穿梭而去。 约五分钟后,萧妍等人身形猛然顿住,目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缝隙,望向了外面的一处空地,此时,在这片空地上。 十道人影正在交错闪略,每隔一会,便是有着一名年轻人吐血晕厥,而如此仅仅是两三分钟时间,五个明显是新生的年轻人,便是彻底落败,一堆人被围在空地中间,在他们周围,五名老生,懒散的站立着,淡淡的斗气在他们拳头之上伸缩吐现。 望着空地上的场景,薰儿虎家四人,是将目光投向了萧妍,显然,他们是在等着他下决定。 眼眸微眯,萧妍灵魂感知力此刻开启到最大范围,片刻后,眼眸缓缓睁开,旋即微微点头。 嘖嘖,今天真是好运气,已经遇见两波新生了,哈哈,收获不错。 空地中,一名蓝衣青年望着自己金卡上多出来的三颗火能,不由的舔了舔嘴,笑道。 各位学弟,多谢了哦,以后不服的话,可以在内院找我们,随时等着你们的挑战,当然,前提是你们有着足够的火能,哈哈。 蓝衣青年冲着那五名满脸铁青的新生挥了挥手中的金卡,笑咪咪的道。 走吧,寻找下一个目标。 羽罢,蓝衣青年手一挥,他的四名同伴便是转身,旋即就欲对着另外的方向掠去。 不用找了,我们在这里。 就在蓝衣青年五人转身的刹那,淡淡的笑声,忽然在树枝上响起,前者急忙抬头,却是瞧得在空地周围的树干上,不知何时出现的三男两女的五位年轻人,却是已经将他们包围在了其中。 蓝衣青年一行人都是被忽然出现的五位新生惊了一下,略有些回不过神来,这些新生不是该一个个跟老鼠一样逃窜的吗? 怎么这几个家伙竟然还敢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他们面前? 哟,好漂亮的女孩子,各位,待会下手可得清点,不然留个坏印象,那日后可就没机会了哦。 片刻后,蓝衣青年五人终于是回过神来,目光扫过树干上的几人,最后眼睛大亮的停在了两名少女身上,顿时戏谑的笑声,响了起来。 那其他三个家伙呢? 有着一名同伴笑着问道。 闻言,蓝衣青年微微笑了笑,眼中闪过一抹凶器,摊着手有些无奈的道,既然这些新来得如此嚣张,那作为学长的我们,自然是要好好教导一下他们如何在内院中生存吧。 所以,先让他们渐渐血吧,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率让得他们认识自己该在内院中保持何种态度的。 嘿嘿!听着他的话,其身旁的四名老生,嘿嘿笑了笑,旋即抬头,目光中充斥着不怀好意的盯着树干上的三位青年。 实力勉强在二星大斗师左右,一人一个,不要拖延,速战速决,记住,一个都不能跑掉。 淡淡的望着那空地上的五名老生,硝烟偏着头望着熏儿白山四人,提醒道。 嗯? 四人微微点头,互相对视了一眼,身体微震,雄魂斗气,猛然抱涌而出,旋即身形移动,便是快若闪电般的出现在了空地之上。 在雄魂斗气自熏儿等人体内永胜而出时,空地上的蓝衣青年五人脸色终于是猛的大变,光从这气息上来看,这五个新生竟然便是比他们都要强横许多。 妈的,这次踢到铁板了。 这些新生怎么这么强? 心中飞快地闪过一道极其不妙的念头,蓝衣青年一挥手,然而嘴中那想要喊同伴赶忙先撤退的话语还未曾吐出来,一道黑影陡然诡异般地出现在其面前,前者眼瞳微缩,蕴含着强横斗气的拳头,没有丝毫尺的便是对着黑影脑袋狠狠挥击而去。 在蓝衣青年出拳的瞬间,黑影身形旋动,尖锐的进气,居然直接是导致空气中传出沉闷的音爆之声,拳头犹如闪电般,不论速度还是力量,都是远胜过蓝衣青年的攻击。 这次阴沟翻船了。 感受着那黑影的出拳力量以及速度,蓝衣青年心头猛然泛起一抹惊骇,视线一抬,瞧见了一张带着些许冷意的清秀脸庞以及一对漆黑如墨的眸子。 第四百三十九章 火能的作用 两双拳头,各自夹着雄魂激荡的斗气,瞬间之后,轰然对撞,瞬间,一股进气涟漪从接触之处,犹如波浪一般,抱涌而出,顿时,两人立脚之处的的枯叶,便是被尽数先飞而起,漫天飘荡。 扑驰 双拳交接,那名蓝衣青年终于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消炎拳头之上的力量是何等恐怖,在拳头接触的刹那,一股麻木感觉,便是从手臂蔓延而上,最后一股令人色变的尽力抱涌而出,顺着拳头接触点,传进前者体内,于是,一口烟红的鲜血,便是被蓝衣青年吐了出来。 一口鲜血喷出,蓝衣青年脚步急退了几步,脸庞上也是划过一抹凶器,身体一震,但蓝色的痘气自其体内急速涌出,最后便是在其体表形成了一副蓝色的痘气铠甲,然而就在其痘气铠甲刚刚成型的那一刻。 犹如鬼魅般的黑影再度陷在其面前,一声冷笑传来,旋即蓝衣青年只觉眼前一花,紧接着。 一股剧痛自胸口处蔓延而出,最后,他便是感觉到自己的身形猛然倒射了出去,片刻后,重重的砸在树干之上,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艰难的低头一看,却是惊骇的发现,刚刚召唤出来的痘气铠甲,竟然是在对这一击之下,彻底崩裂了开去。 身体犹如大瞎般缩着,蓝衣青年还未抬头便又是听得几道沉闷声音在耳边响起,然后,他的四名同伴,也都是满脸带血的滚到了身旁,到的此时,他的脸色方才彻底的多出了一抹恐慌。 抱着胸口,蓝衣青年面前忽然出了一双脚掌,淡淡的声音也是响了起来,想继续挨打的话,那就都缩着吧,我不介意再甩几脚。 听到这话,蓝衣青年浑身一颤,然后赶忙带着几分颤抖的抬起头来,望着那站在面前的黑袍青年以及其身后的两男两女,眼中有着几分惊惧,你,你们想干什么? 我问,你们答。 萧炎居高临的俯视着这五名脸带惊恐的老生,手掌缓缓握上背后悬中驰柄,旋即猛然一抽,重齿带着巨大的压迫风声插在蓝衣青年前的土地上,宽大的齿身给予了后者极大的压迫之感。 想问什么? 那名蓝衣青年咽了一口唾沫,也是缓缓的镇定了一点,不管如何,反正按照规矩,在这个森林中不准出现杀人那种事情,不然的话,那随时刻关注着森林中动向的长老们会立刻现身,而且违反规矩者将会是劫而定来分惩罚的轻重,因此,他除了有些担心会受皮肉之苦外,倒对性命那些没啥好提心吊胆的。 这个森林有多大? 硝烟沉吟了一下,先是问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若是森林面积大的话,那他们就得打好长久作战的准备,而若是小的话,或许就可以改变策略,直接对着目的地蛮横冲撞过去。 很大。 依青年的回答,硝烟心中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有森林的大致路线涂眉。 硝烟瞥了蓝衣青年一眼,却是忽然手一摆,偏头对着熏儿四人道,你们各自抓一个人到一旁去盘问,然后待会我们来对证,若是说的答案与其他几人不一样的话,那就不能怪我们心狠了,虽然在这里并不能伤人性命,可失手打个重伤,应该不算违规吧。 最后的话,硝烟自然是转身对着蓝衣青年五人微笑着说道。 硝烟的话,直接是让得蓝衣青年五人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这样的举动,几乎便是将他们想要说谎的念头彻底打消了去。 虎家四人一眼的各拎着一个老生,对着一旁行去,无号转身的时候,血袍下忍不住的出一句话来,好手段。 硝烟笑了笑,转身将目光停在面前的蓝衣青年身上,缓缓的道,现在回答吧。 有大致的路线图,不过算不得精细。 这个地图,还是在参加猎捕赛时在内院中购买的,足足花了我一天的火能。 青年苦笑了一声。 乖乖的从那中掏出一张粗糙的纸片。 递给了硝烟。 你们不是对火能看极重吗? 竟然舍得花一个来买这么粗糙的东西。 接过纸片,面那纵横的犹如几个大黑叉的线条,让得硝烟嘴角略微抽出了一下,这也能算作是路线图。 没人舍得,不过这是内院强制性必须买的,不买不行。 提起这个,蓝衣青年嘴巴便是一哆嗦,脸庞上浮现一抹肉痛,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道,当初在买这破东西时,他的心都是在滴血呀。 要不是因为参加猎捕赛能够从新生手中抢到火能,他是打死都不会花一天的火能来购买这狗屁的路线图,内院的那些王八蛋简直是吸血鬼呀。 参加猎捕赛的老生,一共有多少人。 硝烟将路线图收好。 咒梅问道。 也是五十人,五人一组,一共十组。 蓝衣青年眼睛看了一下另外四边的拷问,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他可拿不住自己的那些同伴会说实话还是假话,不过想起两者间的几率,他还是只选择说实话。 实力如何? 都是和你们差不多。 硝烟继续问道。 硝烟的话,让蓝衣青年翻了翻白眼,什么叫做都和你们差不多? 有八支队伍和我们相差不多,我们都是去年进入内院的学生,而还有两支,则是网界老生,他们内院待的时间比我们久,因此实力也比我们更强横。 我想,恐怕和你差不多,蓝衣青年略些怪异的看了硝烟一眼,似是迪固为什么这个新生竟然会这般强? 要知道,去年他们那一届新生刚刚进入内院时,就算是派前五名的那几个家伙,都是在这个森林中被抢一遍,虽然他们也是有过反抗,不过最后却都是因为彼此间的不和,而导致难以形成规模性的反击,因此最后被分割打败,哪有像今年这样诡异,老生反过来被新生抢。 想起这郁问是,蓝衣青年便是有着骂娘的冲动,同样是新生,这之间的差距待遇咋就这么大? 和我差不多。 闻言,消炎眉头紧皱了起来,两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与自己差不多那就有些麻烦了呀,看来想要轻松闯过这火能猎捕赛,还真是有点难度的。 那两支队伍很好辨认,一个队伍全员黑装,一个队伍全员白装,每年的猎捕赛都会有两支强力队伍参加,内院中,管这两个最强队伍叫做黑白官煞,最近十年中,似乎还从没听说过有哪支新生队构创过他们的阻拦。 蓝衣青年话语,略带着些许敬畏。 黑白官煞 嘴念叨了一下这名字,消炎微微点了点头,转头与勋儿几人对视了一眼,然后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这所谓的火能? 在内院中究竟有何用? 为什么你们如此疯狂? 火能是内院之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新生在进入内院休息后,实力会突飞猛进的原因。 这个问题让得蓝衣青年迟疑了好片刻,方才在消炎手掌握上弦众持柄时,无奈的开口道,在内院之中,有着一座深埋地底的天坟炼气塔,在塔里面修炼,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而且越往塔底下面修炼,那修炼速度,便是越快,当然。 费用也是昂贵的离谱。 而想要进入天坟炼气塔,那就必须需要火晶卡中的火能充当费用,火能是以天数显示,你们手中的火晶卡,便是够你们在塔中修炼五天的休息费用,五天过后,你们就只能自己去赚取火能了,当然。 当然,在每个月第一天,内院也会给每人发七天亮的火能,当作是,生活费吧。 说到最后一个词语时,蓝衣青年脸色颇有点古怪。 蓝衣青年的话,消炎满脸错愕,没想到这内院的修炼方式如此奇葩,想要进入那所谓的天坟炼气塔修炼,居然还要缴纳费用,而这所谓的费用,则就是火晶卡上的火能。 原来想要修炼,就需要火能做费用,难怪这些家伙对我们手中的火能如此垂涎,消炎苦笑了一声,瞥了一眼蓝衣青年。 轻声道,那如果把所有火能用光了,那该如何获得? 难道只能等下一月内院发了? 当然不是,在内院中。 你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获得火能,比如扫塔,抄圈轴等等,当然,凭借这些获得的火能有些少,因此,一些有实力的学生,便是会去猎杀魔兽,用魔盒来换取火能,或者找人挑战,只要对方答应,便是能够在内院的竞技场中比赛,胜的人,便是能够获得从输者手中扣除的火能。 总之,能获得火能的办法不少,但是,都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你有足够的实力,不然的话,不仅赚不到火能,反而会把自己赔个精光。 蓝衣青年瘫了瘫手,略微迟疑了一下,又道,还有一个赚取火能的法,那便是登上内院的墙榜,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衡量实力的榜单,也是内院最有含金量的榜单,榜单有五十个名额,只要你能够登上,那么便是可以每个月获得由内院颁发的奖金。 奖金与排行名字挂钩,越往上的,自然便是越多,这是最让人舒坦的获得火能方式,因为只要你能把名字挂在上面,那么便是能够整日缩在天坟炼器塔中修炼不用担心火能的枯竭,所以,所有内院的学生,都是在对着这个墙榜奋斗与努力,那竞争力,简直剧烈的让人目瞪口呆,很多人往往都是第一天上榜,第二天就被后来者拼命挑战了下去。 深深的吐了一口气,消炎微微点头,面上虽然平静,然而心中却是已经开始那个神秘的内院勾起了真正的期盼与好奇之心,这种极为奇异的制度,不愧是诞生强者的摇篮。 在外院之中,学很难感受到这种竞争,因此,虽然外院中也不乏一些天赋杰出之辈,可却始终不可能真正的与内院相比嘛,因为这里的制度,几乎专门是为了培养强者而制定。 火能,呵呵,看来的确是一个极其勾动人心的东西,现在连我,都是对这个火能的诱惑起了心中的垂涎。 消炎轻声笑了笑,转头将目光望向熏而似人,而此时他们也正好将目光望过来,五双目光交织,都是瞧出了各自眼中的火热,显然,这个内院,也是真正的让得他们心动了起来,而那个火能,也是被他们牢牢的记在了心中。 在内院,有火能,那么便是象征修炼速度的加快,也是象征着距离强者的路途越加接近。 火能,真好东西呀。 心中轻轻的呢喃了一声,消炎嘴角忽然勾起一抹令的蓝衣青年心寒的邪笑,他缓缓低头,笑吟吟的望着后者,和声道,多谢这位学长的告知了,不过接下来,将你手中的火金卡交给我,好吗? 微张着嘴望着消炎的笑容,蓝衣青年脸色大变,斗气猛然涌动,然而其还未有所动静,巨大的黑影带着压迫的风声重重砸下,最后停在了蓝衣青年脸色苍白的脸庞之前。 望着那硕大的齿身,蓝衣青年艰难的咽了一口唾沫,半晌后,脸色灰暗的一屁股坐了下去,手掌哆嗦着从那界中,将一张淡蓝色的火金卡拿了出来。 笑咪咪的接过这张淡蓝色的火金卡。 当目光瞧得起上面的那个二十八的红色字数后,眼脸旁上的笑容,更是变得浓郁了许多。 笑咪握着一黑一蓝两者卡片,然后重重一搓,光芒闪烁间,七黑卡片上,有五变成了二十六,而那张淡蓝色的卡片,则是缩水变成了七。 从现在开始,这猎捕赛的猎人与猎物的位置,可以倒换过来了,因为现在的猎物,已经开始对猎人感兴趣了。 望着七黑火金卡上的二十六。 笑咪轻声喃喃道。 第四百四十章 猎人与猎物的位置调换 五名浑身淤青,嘴角带着一丝血迹的心声,目瞪口呆的望着硝烟等人,直到此刻,他们方才从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家伙,竟然是在抢夺那些老生的火能。 嘴角抽搐了击下,这五名先前被蓝衣青年他们拦路抢劫了的倒霉心声,看了一眼那被硝烟几人再抢了火能后,竟然还被蛮横打昏的五位内院老生,脸庞上的表情极为精彩。 而且,先前他们也是与这些老生交过手,然而那才不过几个回合,便是彻底败在了这些实力强横,战斗经验老辣的老生手中,然而现在,那几位先前还在耀武扬威的老生,却是在硝烟等人手下,仅仅两三分钟时间,便都是落得了与先前他们相同的悲惨结局,这般巨大的落差,实在是让得这些心声有些呆滞。 不愧是选拔赛前五名的者,实力竟然如此强横。 作为这界的心声,他们自然是认识硝烟五人,只不过,他们依然是没有料到,这五个家伙凑在一起,竟然是连内院老生都能战胜,这支队伍,实在是强横。 则则,真是没想到,内院竟然如此独特,当真是没有枉费我的期待呀。 虎家把玩着手的火精卡,瞥了一眼那被硝烟捆在树干上,并且强行打晕过去的五名内院老生,娇生笑道,先前他从他拷问的那个老生手中得到了十八天的火能,因此现在他火精卡上的树木精从五变成了二十三。 真可惜,竟然不能将他们用的火能都抢走,还必须留七天的保底火能。 有些惋惜的看了手中金卡一眼加嘟囔道。 看来内院的各天焚练器塔,应该便是内院学生为什么修炼速度能够这般快速的原因吧,真是令人惊诧。 薰儿轻声笑道。 的确挺出人意料的。 吴浩缓缓的了点头,不过相比起来,我对那个所谓的强绑更感兴趣,等进入内院后会找机会去挑战他们。 听得吴浩声音中引得炽热战役。 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个战斗狂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白山那总冷冰冷的脸庞上。 此时也是多了一分笑容因自然便是先前他从一个倒霉家伙手中搜刮而来的二十天地火能。 萧炎目光从昏迷过去第五名老生脸上扫过。 在确定他们的确没有反应后。 方才抬起头来。 从那界中把那张极为粗糙的路线图掏出来。 辨认了老半天后。 方才略有些迟的指着一处地方道,这个森林地面积的却极为庞大金我们的位置。 应该是在这里果一直对着这条路走。 或许一天的时间是能够走出这片森林。 那赶紧吧。 别浪费时间了。 闻言白山急忙催促道。 萧炎看了他一眼。 却并未有所动静。 漆黑晶片在指尖急速旋转。 漆黑眼眸微微闪烁着。 片刻后。 他手指一动。 将金卡准确的夹在手指尖。 微笑道,各位。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火能在内院中的重要性。 那么。 你们想多得到一点吗? 谁不想多得点? 我巴不得能弄到够我在那所谓地天坟炼气塔中修炼一年时间的火能呢? 虎家撇了撇嘴。 说道。 而其他几人。 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从那几名老生口中。 他们也是清楚的明白了火能在内院中。 是何等的重要与必须。 那么你们愿意为了这火能,来冒险吗? 硝烟笑咪咪的道。 你什么意思? 白衫微微皱眉,眉头忽然一挑,惊愕的道,你难道还想把主意打到别的老生队伍身上去? 既然他们能抢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抢他们? 硝烟淡淡的笑了笑,道,而且从实力上来说,除了那两队所谓的黑白官杀的队伍之外,其他的,只要不让他们联合攻击我们,任何一支队伍,都无法与我们单独抗衡,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 如何? 敢试一番吗? 听得硝烟的话,虎家三人都是陷入了沉默,熏儿轻笑了一声,依然是站在硝烟身旁,用他的行动表明着自己的选择。 沉默持续了片刻,吴昊首先点了点头,沉声道,有冒险才有收获,只要你敢做,那我也不会有半点退缩。 哎,疯狂的家伙,好吧好吧,谁让我也对那火能垂涎不已呢? 虎家瘫了瘫手,无奈的道,好吧,我也没意见。 瞧得所有人都是答应了,白山再偏了一眼手中的金卡,咬了咬牙,道,拼了。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便这么决定吧。 手掌一拍,萧炎笑了笑,旋即略微迟了一下,沉声道,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说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先说好如果后面再次成功获得别的队伍的火能之后,该如何分配吧? 我可不想到时候因为分配布军的缘故,而导致的团队破裂。 文言,白山几人一正,旋即点了点头,这个问题若是搞得不好,说不定真的会导致团队破裂,而在这种地方,若是团队裂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人,恐怕都不可能光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便是顺利走出森林,这个森林,所需要的,是团队合作,而并非是个人之勇。 平均分配吧,若有时谁不能完全平均,那么在下一次时,优先补全他,如何? 勋儿沉吟了一会,开口道。 我没意见。 虎家与吴昊点了点头,紧接着白山也是点头。 既然如此,那便按这种分配模式吧。 见到这最现实也是最容易使得队伍破裂的问题被解决,消炎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身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五名满脸淤青的心生一挥,几个玉瓶丢了过去,这些是疗伤药,能够减轻你们的外伤。 手忙脚乱的接过消炎丢过来的疗伤药明心生一愣,心头有股暖流淌过,对着消炎重重的点了点头惊中充斥着一种感激。 雪中送炭,永远是最容易俘获人心的举止。 随意的摆了摆手,消炎对虎家四人一声招呼,随即舞蹈身影窜进丛林之中,最后飞快的消失不见。 现在,猎物,要是寻找猎人下手了。 茫茫森林之中处巨树顶端处,老人盘坐骑上,身形纹丝不动,轻风吹来,他们身体上的衣袍却是宛如钢铁一般,动也不动上去甚是奇异。 某一刻,两名闭目的者忽然缓缓睁开了眼眸相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抹惊异与好笑。 嘿嘿,好,好,今年的新生比往年有意思多了。 一名灰袍老者率先开口笑道。 那五个小家伙,应该便是今年选拔赛前五名吧。 实力都不错,潜力也不一般,难怪连内院的老生队伍都能打败。 另外一名身着蓝袍的老人,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赞叹道。 那个领头的小家伙叫做硝烟是吧? 很好,胆识不错,我喜欢。 灰袍老者俯着胡须笑道,听他们间的谈话,似乎将硝烟等人的举动,尽数收入了眼中一般。 呵呵,的确很不不错,原本那支队伍并不和谐,不过这个小家伙却是生生的将他们整合在了一起,往年那些排名选拔赛前五的学生,都是借着一腔傲气,谁也不服谁,最后被内院老生的队伍分割打败。 哎,这一次,或许这支队伍能够让人大出意料。 蓝袍老人微笑道。 不过现在也不好下结论啊,今年的黑白煞官,可是从竞技场内跑出来的一群家伙,他们实力可不是普通队伍可比的呀,那个硝烟的队伍若是遇见了他们,谁胜谁败,还不好说呀。 灰袍老者饶有兴趣的道。 嗯,那些家伙,个个身经百战,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彼此的配合,也默契得很,硝烟的队伍遇见他们,怕是有的苦战了呀,不过,我很喜欢那种强强对碰的交锋。 蓝袍老人轻笑了一声,声音中,竟然是有种期盼的意思。 接下来,终于不是那么无聊啰,等着看好戏吧。 两位老者对视了一眼,皆是一阵轻笑,旋即再度缓缓闭上眼睛。 茂密森林之中,五道人影缓缓地步行在枯枝树叶上,脚步踩着枯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音,在这五人胸口之上,都是佩戴着一枚会有塔形模样的徽章。 妈的,我们也太倒霉了吧。 从进入森林到现在,竟然连一支新生队伍都没遇见。 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连参加猎捕赛的本都拿不回来。 五人之中,一名青年忽然忍不住地出声骂道。 别吵,继续找吧,新生足有五十人呢。 急什么? 领头的一位男子,皱了皱眉头,对着那名青年斥了一声。 几位,你们是在找我们吗? 就在领头男子嗤喝之时,轻笑声,忽然地在前方不远处响起,那五位内院老生一惊,急忙抬头,却是错愕地发现,在距离他们不远处,三男两女的一支新生队伍,正笑眯眯地将视线投在他们这边。 抓住他们。 脸庞上的错愕逐渐被狂喜所取代,那名领头男子急喝了一声,旋即五人猛然对着不远处的新生队伍包围而去。 老规矩,一人一个,金卡到手后,集体分配。 瞧得那竟然主动冲上前来的五人,黑袍青年脸庞上笑意浓郁了许多,偏头对着身后的四人轻笑道。 嗯?既然明白了,那么上吧,为了我们的火能。 黑袍青年微微一笑,顿时间,五股雄魂斗气,猛然在密林中暴涌而起。 第441章 飞速成长的配合 茂密树林间,忽然间斗气暴涌,片刻之后,一道人影猛然擦着地面倒射而出,最后重重的撞在一处从地面上突出来的石头上,脸庞一阵扭曲,一丝血迹从嘴角一流而出。 背后传来的剧痛,得这位身着黄衣的男子眼中闪过一抹凶力,然而还不等他有所动作,面前黑影陡然闪掠而至,巨大的阴影带起撕裂空气的压迫风声,重重的对着前者脑袋怒砸而下。 不要! 阴影扑面而来。 其上面所运的恐怖劲气,终于是让得黄衣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惊骇,失声叫道。 随着黄衣男子叫声的落下,那扑面砸来的阴影也是骤然停顿,然而即使阴影停得极为准时,可其上所携带的颈风,依然是透过空气,狠狠地让得黄衣青年脸庞一阵犹如水波般的动荡了几下后,方才恢复正常。 阴影逐渐离去,巨大的尺子重重的插在黄衣男子面前的土中,黑袍青年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黄衣男子,淡淡的声,让得他脸庞又是一阵抖动,把火金卡拿出来吧。 你们是新生,要火金卡干什么? 咽了口唾沫,黄衣男子望着林间的另外四处激烈战斗,眼珠转了转,开口。 自然是要火能,萧炎轻声笑了笑,紧握着玄重持柄的手掌却是微微紧了紧,微笑着道,十秒之内,交出火金卡,或者我先动手将你打个半死,然后自己动手拿,你选哪样? 望着那张微笑的清秀脸庞,黄衣男子心头却是涌上一抹寒意,这个家伙,真可怕,感受着萧炎话语中的冰冷,黄衣男子虽然心中极其不愿,可也是不敢脱咬,满脸苦涩的从那戒中掏出一张淡蓝色金卡,然后递向萧炎。 笑眯眯的接过卡片,萧炎望了眼齐上面的数字,三十二,心中暗自点头,不错,极其丰硕的收获,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比上次些家伙还富有。 握着卡片,萧炎身形猛然移动,右脚不轻不重的踢在黄衣男子太阳穴处,刚是把持着力度将只踢得昏厥过去而又不至于丧命。 在萧炎将黄衣男子解决掉后不久,另外的四处战圈是陆续的进入尾声,当片刻后,四道人影重重的这面撞在一起时,战斗终于是结束。 五张火星卡,除去必须保底的七天火能,那么我们能够到手分配的一共是一百二十五天的火能,每人刚能够分配到二十五天的火能,都没意见吧。 从白山四人手中接过火星卡,萧炎略微算了算,然后挥着五张卡片,笑着问道。 嗯? 四人点了点头,由于早已经说好了分配模式,因此他们自然不可能会有反对。 见到四人点头,萧炎微微一笑,将卡片丢给四人,轻笑道,各自化取吧,不够的,从另外金卡上化。 五人一手拿着一张卡片,彼此用力一搓,顿时光芒闪烁间,原本漆黑金卡之上的红色数字,又是飙涨了些。 将火能抢夺过来之后,萧炎把那些淡蓝色金卡丢回了那几名内院学生怀中,冲着被捆绑在树干上动弹不得的他们笑了笑,道,多谢诸位学长的奉送了,来日有空再来报答,现在就先告辞了。 赶紧走,我感觉到有其他队伍对这边来了。 转身,萧炎对着虎家四人轻声说了句,然后他手一挥,便是飞快的窜进逆临之中,其后面,满脸兴奋的四人,紧紧的跟了上去,现在他们忽然发现,跟在萧炎身后,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决定,这才仅仅几个小时,他们便是成功得到了支内院老生队伍的火能,这般丰硕的收获,实在是让得他们不得不兴奋。 就在萧炎等人消失了将近有五六分钟后左右,这处邻间的树枝忽然抖动了击下,旋即五道影子闪略了出来,当他们现身之后,乔被绑在树干上,连嘴巴都是被堵住的五名内院老生,顿时满脸的错愕,面面相去了眼,其中一人方才小心翼翼的将绳子割断,顿时,五个倒霉的家伙便是身体软瘫而下,急促的喘着气。 妈的,他们的竟然会被新生给反抢了。 顺过气来之后,那名黄衣男子立马蹦了起来,脸色铁青的大骂道。 那只刚刚听得打斗动静而赶过来的老生队伍,听得黄衣男子的骂声,顿时一震,旋即满脸古怪的望着黄衣男子舞人。 看个屁,你们遇见那群家伙,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今年这届的新生,怎么他妈的出了这几个变态,对方古怪的脸色,更是让得黄衣男子暴跳如雷,也不管究竟是否对方解决了他们,破口就是大骂了起来,反正在这个森林中,他们虽然能够抢夺新生,可却不准对老生出手。 放心吧,我们不会像某些家伙那般废物,竟然会被新生反抢了火能,这可是这十年中首次出现的极品事情,以后,你们在内院中,恐怕也算是出名了。 那只队伍的一位领头,也是被黄衣男子的话搞出了些火气,冷笑着讥讽了懒得再停留,挥了挥手,便是带着同伴,飞快的窜进旋即消失不见。 妈的,等你们遇见就知道哭了,现在嘴硬有个屁用。 冲着那只离开的队伍恶狠狠的挥了挥拳头,黄衣男子从怀中掏出淡蓝色的火晶卡,瞧得上面那刺眼的字数,七,脸色阴沉得犹如暴雨来临时一般,极为可怕。 在萧炎抢了那黄衣男子的队伍接近三个小时之后,天色渐黑,他们终于又是遇见了只落单的内院老生队伍。 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打算,却是彻底落空了,因为这次这只老生队伍的配合默契程度,远远超出了萧炎几人的预料,在前两次遇见内院队伍时,萧炎五人都是凭借着出色的单体实力,将对方强行分割开来,最后各个击破,可这次,他们却是遇见了快颇硬的铁板。 虽然这支队伍在刚开始被萧炎五人偷袭时处于了有些慌乱的情绪,不过仅仅只极为赞的时间,他们便是飞速恢复了定,五人背靠着背,犹如一个桶一般,任由萧炎五人摆引诱,可却只凭借着彼此默契的配合,合力将攻击化解,而在这般近乎僵持了个小时左右后,萧炎终于是当机立断的挥手带人撤退。 对,这一次,他们的反猎捕,无功而返,而也正是经过此次的失败,他们方才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这支队伍之间的默契程度,与那些内院队伍相比,是处于何种的差距。 在认识到几身的不足之后,萧炎五人,也是开始试探性的进行了磨合,经过一夜不眠不休的练习,五人的默契程度虽然不敢说大涨,可比起昨日说,却是一种大进步,因为现在的他们,至少已经开始懂得联手,而不像最初,各自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与对方五人同时纠缠。 不得不说,萧炎五人这一夜的磨合练习,对他们的好处,的确很是不菲,因为,在第二天的上午时分,萧炎等人,正便又是侥幸的碰见了昨天那支让得他们吃瘪的队伍,双方碰面,先是一正之后,紧接着,火爆的战斗,便是再度爆发。 这一次,萧炎等人终于是没有再像昨日那般束手束脚,虽然依然难以突破对方筒般的配合,可至少,已经隐隐有着能够反击的趋势。 而对于萧炎等人间的进步,那支内院队伍也是发现了,而且,他们还有些骇然的发现,随着双方纠缠的加剧,萧炎等人的配合,也是在战斗中磨练的逐渐纯熟,照这样下去,等到对方的配合再熟练一些时,恐怕自己这方就得真的被搞定了。 然而就在萧炎等人已经开始占据上风不久,萧炎却是忽然脸色一变,他能够感觉到,周围似乎正有着两支队伍飞快的对着他们这边的战场赶过来,显然,这是被这边的战斗波动吸引过来的,当下不敢再延迟,手一挥,力声道,快走。 听得萧炎的喝声,本来已经打出了感觉的白山等人顿时一愣,虽然心中略有些舍不得这大好的形势,可因为萧炎这两日那极为准确的预警,因此他们也只行收手,然后跟着萧炎飞快的窜进密林,最后消失在那只被萧炎等人拖得浑身大汗淋漓的内院队伍视线之中。 混蛋,这些家伙进步得太快了,等下次见面,我们的配合,恐怕就对他们造不成太大的阻碍了。 目光盯着萧炎等人消失的地方。 一鸣看似是这只队伍队长的青年,忍不住的脸色阴沉的低声骂道。 在这一次的交战已不分上下而结尾之后,这只内院老生队伍,却是有些心寒的发现,那只三男两女的新生队伍似乎专门与他们号上了,只要附近没有别的队伍出现,那么这只隐藏在阴暗之处的新生队伍便是会从各处角落攻击而来,将他们累得疲于奔。 短短一天时间,这只内院老生队伍便是被萧炎五人狙击了不下五次,而这五次中,他们发现,萧炎等人间的配合也是越来越默契,到此时他们方才发现,原来这些家伙竟然是把他们当作磨练石了。 然而当他们从这之中反应过来时,却是已经有些晚了,因为此时的他们,已经发现,他们又被阴魂不散的萧炎五人包围了起来,而这一次,萧炎五人所展现出来的彼此配合,终于是让得他们处于了绝望之中,仅仅是不到十分钟,这在一天前让得萧炎五人束手无策的队伍,便是彻彻底底的被萧炎五人轰击零八落,而作为失败者,他们手中的火能,自然也是被充当力品,给收缴到了萧炎等人手中。 在经过这一战之后,渐渐的,有一只新生队伍正在猎捕内院老生手中火能的消息,终于是逐渐的开始在森林之中传播了开来,于是,一些内院老生队伍开始恐慌了,整个猎捕赛的森林,也开始乱起来了,好戏似乎也要正式登场了。